青云门 主殿 殿外人头攒动 无数弟子都好奇地向里面张望 然而很快 便被殿外看守的师兄 以眼神逼退 李师兄真的做了那种事 有弟子小声问 不知道 反正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说来李师兄也是个可怜人 想当年李师兄是何等的风光 再看看现在 为了能恢复自己的修为 甚至不惜毒杀帮内长老 盗取镇门之宝 一弟子冷哼一声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当初讨伐魔教 要不是李玄霄他手下留情 那魔教教皇能获得一线生机 害得许多人白白没了性命 现在 这一切都是他的报应 话刚出口 说话的那弟子身子忽然僵住了 顿时被一股强大的契机锁定 浑身冷汗刷的一下冒了出来 一身穿轻衣配件的女子走过来 人群中的弟子自动分开一条路 齐齐道 莫竹事件 名幻莫竹的女子 盯着方才说闲话的弟子 她的眼神中透着一股无情的寒意 仿佛能把人冻僵 嘴唇紧闭 一言不发 但从她紧绷的面部肌肉 可以看出她内心的愤怒 那弟子被莫竹的眼神 吓得不敢正视 只能低着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 仿佛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她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显然是被莫竹的气势所射 其他弟子也都被莫竹的眼神所震撼 不敢轻易出声 整个场面变得异常安静 如果当年没有李师兄 你还能再站在这说闲话 早被魔教的人生吞活泼了 莫竹眼神冰冷地扫过 你 还有你们 今天之所以能安心在门内修行 不用担惊受怕 都是败 你们口中那个可怜人所赐 没有人回应 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地低着头 不敢与她的眼神对视 莫竹不再理会众人 静止走进了主殿 殿内 清云建宗七门门主 执法唐的长老 供奉 以及各门大弟子 凡是清云建宗能说得上话的人 此刻全都在此 唐中 跪着一位白衣青年 玄霄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要分辨呢 唐上 正中央一席肃群的忘情道人 看向青年的目光中流露出一抹惋惜 只不过转瞬即逝 李玄霄拱手 与其平静 此事不是弟子所作 望宗门还弟子清白 李玄霄 事已至此 你还不承认 怎么 敢做不敢认 你李玄霄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 执法唐二长老将桌子拍得光当直响 那从南海搬来的价值连城的珊瑚桌 被他的掌力拍得裂开了无数刀裂缝 执法唐大长老轻轻抿了一口茶水 欲重心长地说道 玄霄 我知你心中不愤 只是此事事关重大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现在种种证据都指向你 你可有什么实证 证明此事确实不是你所做 相比起二长老 大长老的语气明显温和许多 只是李玄霄并没有再分辨 沉默已对 他知道 真正杀人的刀 从来都不会明目张胆地露出来 别看大长老面容和善 实际上 他才是真的想要将自己置于死地 二长老见李玄霄这副模样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实证 他要有实证 早就拿出来了 李玄霄 你别以为自己可以拘公子哦 我告诉你 我亲运们没有攻过相比这一说 攻是攻 过是过 人群中的莫竹站了出来 林云长老 您这话说的 未免太过分了 此事疑点重重 种种证据都指向李师兄 太过蹊跷 何况李师兄的心性 在场的众人无不知晓 何以至此 二长老冷冷看了一眼莫竹 莫竹 我知你师兄妹二人感情一向好 此时站出来偏袒你师兄 也算是情有可原 只是李玄霄触犯门规 杀人夺宝 罪不可赦 是 他李玄霄的性格 你我都有所了解 可是这些年 他久居山门 闭门不出 又身怀魔魂 谁知道他 够了 门主望情道人 立身呵斥 二长老也知自己方才口无遮拦了 性性地闭上了嘴 望情道人看向堂下的李玄霄 轻叹一口气 玄霄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弟子无话 李玄霄不再多解释了 冤枉你的人 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 有些时候 你以为冤枉你的人 是误解了你 并不是 他们声明真相 却偏偏要误解你 你向他们解释 有用吗 反而会越描越黑 令你不堪其扰 并不是在场的人都是傻子 门主 执法长老 都是人经中的人经 想要查清所谓的事实真相 这不难 可如果布局的人 正是此刻审判他的人 李玄霄目光平静地望着自己的师尊 望情道人 既如此 明日你便离开师门吧 望情道人说完 便不再理会 众人起身离开了大殿 师父 此事莫逐惊骇 众人一片哗然 几个早已知晓结果的门主 长老则是一言不发 李玄霄对于这个结果 也是早有预料 若是年轻气盛的他 恐怕这时候 早就被活活给气死了 料几句狠话 你们这帮狗砸碎 老子出生入死 现代你们谢莫杀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等老子修为恢复 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宗门的狗 我都得给两个大鼻斗 只是如今 师父望情道人的声音 在殿内响起 万般缘至此 往日莫再提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在说给李玄霄听 这番话 便代表往日的师徒情分 就算是 李玄霄郑重地行了一个道理 沉生道 李玄霄谢师尊多年抚育之恩 自此别过 此生物附件 山水不相逢 殿后 望情道人身子微微一僵 随即大步离去 第二章 黎宗 望情道人离开主殿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草屋 多年来 清云门门主望情 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即使是闭关 也不会选择其他的地方 他修的是太上望情道 望情之道是一种心念 一种修心的境界 是由心念所成为的道 望情不是默然无心 而是情种于心 却不困于情 不乱于心 不值于念 他知道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 对不起自己的弟子 对不起为了清云门 为了天下苍生 付出一切的礼玄霄 只是 他必须这么做 修为被废 深染魔魂 偏偏挤身 还能影响整个清云门的气韵所在 这样的人留不得 为了清云门 他不得不默许了 执法长老所设之局 或许 还有更好的办法 一旦这样做了 李玄霄不仅要被逐出师门 名声也就彻底毁了 望情道长闭上眼睛 只能带到他受缘耗尽 再为他证明了 通天风 高耸入云 直插云霄 是世间的奇观之一 他屹立在大地之上 仿佛在向天空挑战 站在通天风脚下 人们会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仿佛整座山峰都在向你倾倒 山顶处云雾缭绕 一座远离山峰中殿的木屋内 李玄霄仔细将屋子里收拾干净 几年前 他修为恢复无望 就搬到了这里 平日里负责一些通天风的后勤事务 四年前 也不知道怎么了 宗门谣言四起 说自己是不祥之人 凡是自己经手的东西 都被视为不祥之物 后来 四名通天风内门弟子 下山历练惨死 将此事推向了高潮 再后来 宗门便不让他做事了 李玄霄干脆就不怎么出门了 省得招人非议 平日里在木屋周围种种菜 养养花 说好听一些叫陶冶情操 难听点叫混吃等死 三十年前的李玄霄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沦落到这一步 三十年前 他是天之骄子 十岁入山门 拜师 十一岁卧剑 十三岁同静无敌 十八岁提见扫荡妖魔 二十三岁傲立群雄 别人修行如登天之路 难上加难 自己却如履平地 还是骑着八匹快马 仔细一看 那八匹快马 个个还长着翅膀 而后举世伐魔 也唯有他能与得到的魔教教皇一战 只是小说的故事会 停留在胜利那一刻 但这是人生 李玄霄走出木屋 抬起头看着阳光 阳光明媚而温暖 似乎可以闻到阳光的味道 那是一种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的温暖 他伸出双手 想要抓住那明媚的阳光 仿佛阳光可以带给他一些温暖 一些希望 他的手指微微弯曲 好像要把一切都抓在手中 但是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抓住 阳光从他的指缝中溜走 就像他曾经拥有的一切 都已经离他而去 清云门 山脚下 十来名清云门弟子 此刻都望着山路的尽头 一位脸淡娇俏 身穿粉衣的女子 轻轻吐出一口气 心中满是烦躁 这些弟子 都是清云门通天风的弟子 通天风风主乃是望秦道人 望秦道人接任山门门主后 通天风大弟子李玄霄 带领风主之事 而眼下这几位通天风的弟子 几乎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您师妹 你身体不好 前些日子受了伤 不如就先回去吧 一位师兄看了一眼 脸蛋娇俏的粉衣女子 算了吧 师兄昔日待我不薄 今日要离开师门 我怎能不送送师兄 粉衣女子名幻宁颖 是通天风的小师妹 当初依靠着家中资源 以及自身天赋 勉强入了通天风 三十年前 李玄霄还没成为废人的时候 就爱念着对方 因此得了个跟屁虫的外号 他倒也不在乎 一口一个大师兄叫着 那时候 他年纪小 刚到李玄霄膝盖高 长得还可爱 李玄霄对于这个年纪最小的师妹 也颇为照顾 修为被废的最开始几年间 宁颖带李玄霄 还是一如往常 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便与其疏远了 偶尔见面也会打个招呼 但也仅此而已了 其实又何止是他如此 宁颖看了一眼 大师姐莫竹的背影 以他的性格 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至少 他是不再想和李玄霄 扯上什么关系了 曾经是曾经 现在是现在 曾经的李玄霄 是天之骄子 整个青云门 最为瞩目的存在 而现在的李玄霄 修为被废部说 深染魔魂 不祥之兆 接触他的人 都会染上不祥 被心魔所示 虽说都只是传言 并无实证 然而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自己一步步努力到如今 绝不能出了半点差错 要不是阿玉大师姐 莫竹的威严 又担心旁人说他闲话 不然他早就回去了 怎么还不见 李师兄的身影 陈平极力掩去 语气中的不耐 他也跟宁颖一样 如果不是莫竹师姐前来 他才不会来这 特意送李玄霄一程 他看着莫竹师姐手上 拿着的那块宝玉 不由得一阵联系 此等宝玉 若是为己所用 足以让自己的修行 突飞猛进 可现在却要白白浪费掉 看样子莫竹师姐铁了心 要将这家传宝玉 送给李玄霄 陈平心中翻江倒海 莫竹立于人前 面无表情 他感受到了 有几人已经心生不耐 不由得一阵心寒 想当初李师兄 是怎么对他们的 如今李师兄落难 却得到这样的回报 于是冷声开口 不想等的 现在就可以回去 陈平咽了一口唾沫 喉咙动了动 师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下山路的不好走 我担心李师兄 莫竹不想听他苍白的解释 算了算时间 按理说 李师兄应该下山了才对 念头至此 莫竹周身轻风微动 含着轻光的飞剑浮在脚下 我去去就来 说吧 人已经掠到了半空 第三章 丈夫当朝碧海 而目苍无 通天风 草屋 莫竹站在草屋外 走了 是 走了也好 望清道长的声音 传音入星湖 莫竹攥紧了拳头 眼神微微一变 师兄将所有东西都留下了 金票银票 零食 莫竹将一件件东西放在草屋外 这些都是望清让别的弟子带给李玄霄的 即使是被竹出师门 日后多一个富家翁 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只是没想到 这些东西 李玄霄一件也没有带走 望清道长缓缓睁开双眼 淡淡道 这又是何必呢 他这是 在中国赌气 莫竹沉饮片刻 师父 师兄没有跟任何人赌气 他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不想再与青云门有任何瓜葛了 此生物附件 山水不相逢 莫竹本想送师兄最后一程 谁知李玄霄却已提前离开了青云门 屋内留给莫竹一封书信 与其作别 草屋内沉默良久 知道了 你退下吧 莫竹深吸一口气 师父 此事明明是有人从中作局陷害师兄 您为何不闻不问 师兄是为了青云门 为了天下苍生 才落得一身残废 如今青云门却将他扫地出门 这等不仁不义之事 够了 莫竹被强大的气势所设 不由得后退一步 他今天这般余地 是他旧游自取 日后青云门再无李玄霄 通天风也再无什么大师兄 你去吧 为师累了 莫竹深吸一口气 欲言又止 最终 心灰意冷地转身离去 山崖边小路上 李玄霄一身轻衣 当年他一无所有地来到青云门 如今 又是一无所有地离开 两不相欠 几个起落之间 李玄霄从高处跃下 身子轻盈地落在树叉上 衣袖摆动 一股奇异的力量在体内涌动 仿佛是沉睡已久的灵气正在苏醒 他闭上眼睛 静静地感受着 这股力量的沉浮 仿佛自己与宇宙融为一体 他的思绪 渐渐沉浸在这股灵气之中 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看到了自己的血管和肌肉 看到了自己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贪婪地吸收着这股灵气 自大战过后 自己一身修为与根基被毁 李玄霄尝试了无数种方法 结果无一例外的 没有半点效果 三十年前 最终之战他一箭杀死魔教教皇 魔教生灵死伤无数 为防止阴灵趁机侵扰人间 李玄霄承担了所有的后果 不料那无数阴魂在其体内融合形成魔魂 半年前 李玄霄尝试用体内的魔魂 吸纳灵气修复自己的损失 刚开始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痛苦 魔魂在他的体内奔腾 似乎想要挣脱他的控制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被撕裂开来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慢慢地适应了这种痛苦 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在逐渐修复 这是他三十年以来 第一次看见希望 然而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还没等完全恢复 自己竟然会被青云门扫地出门 他不恨青云门 不恨坐局的师父 也不恨那些对他冷嘲热讽的人 只是 他也不想原谅他们 他的前半生最新修行 为青云门 为天下苍生 后半生 他想去踏明山大川 寻访江河源头 丈夫当朝碧海而目苍无 在人生百态中 度过自己的余生 仅此而已 青云城 这是青云门山脚下 最繁华的一座城市 城市中熙熙攘攘 人们穿梭于街道之间 笑语声和欢呼声 此起彼伏 这里是青云门的弟子 和江湖人士的聚集地 也是各种江湖消息 和传说的源头 城市的街道 宽敞而繁华 两旁是各种店铺和茶楼 茶楼里 人们品尝着清香的茶水 谈论着江湖的趣事和传闻 街头巷尾 江湖人士穿梭而过 他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饰 手持不同的武器 显示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城市的中心是一座广场 广场上 处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像 那是青云门的创始人 青云子的雕像 雕像高达数十丈 庄严肃木 青云子手持一柄长剑 直指天空 仿佛在守护着这座城市 和整个江湖 小二 一碗茶 得嘞 很快 小二将茶碗蒸满 您慢用 一身轻衣的李玄霄 抿了一口茶水 目光落在茶馆外的街道上 街上的人们 形色葱葱 神色各异 街道两旁的小摊上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 有新鲜的蔬菜 水果 有香气扑鼻的小吃 还有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 摊主们热情洋溢的叫卖着 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上一次出山门 还是二十年前 李玄霄微眯起眼眸 看着路边香味弥漫的小吃 自己竟也不由地嘴馋了 他买了两张肉油饼 吃了几口刚出锅热气腾腾的油饼 又抿了一口茶水 别提有多美了 茶馆内 说书人正滔滔不绝 唾沫横飞 说的都是老掉牙的故事 上回书说道 那李玄霄为营救师妹莫竹 一人一见 孤身杀入魔潮 横扫六位妖王 李玄霄微微一震 转过头去 没想到 讲的尽是自己的故事 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经历 这种感觉说不出的奇妙 只不过这些故事 都添了不少油加了不少醋 多了许多戏剧性 听起来别有滋味 故事在说书人口中 显向还生 实际上 那一战对于自己来说 并不算特别凶险 哇 就在这时 天空忽然响起一声剑鸣 那剑鸣响彻云霄 蕴含着一种无语伦比的力量和威严 仿佛是沉睡已久的巨龙苏醒 将要破土而出 震撼天地 剑鸣声在空气中回荡 久久不散 仿佛是在向人们宣告着什么 城内的众人 无疑不抬头看向空中 他们虽然在青云门脚下 对于一些稀奇古怪的意识 早就见怪不怪了 可这等剑鸣之声 却并不多见 这是怎么了 什么声音 有年老的人皱着眉看向半空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这声音 这声音 是青云剑 第四章 春风话雨 青云门 青云剑震动 剑刃之光一闪 困剑大阵瞬间破开 整个青云门 全部被剑气笼罩 青云剑刃剑气 如万条灵蛇 在他身边游走 每一剑都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每一剑都带着千百道寒心 每一招每一事 都是精妙绝伦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素白的手探了过来 伸手强行探入了剑气当中 试图控制住青云剑 掌门 望行道长神色凝重 剑气几乎顷刻间入体 与他体内的气息纠缠在一起 青云剑 牵动着整个青云门阵法 连接七封之士 又是天下神兵之手 锐不可当 能掌此剑之人 青云门历代掌门 只有两人 算上万年不出一粒的奇彩里喧嚣 满打满算 也就只有三人 青云出 天下动 天下刚刚太平三十年 难道又有大劫现实 不容他多想 青云剑直上云霄 宛如一道闪电 在天空中洒下一片剑木 青云大阵随之被撕开一道口子 剑气肆意 光芒暴涨 轰隆一声巨响 尘土飞扬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一道剑光闪过 最先遭殃的是通天风 一身粉衣的宁颖 正准备前往剑阁执行任务 嘴里嘟嘟囔囔 白等了大半天 耽误了多少事 要走就走呗 话音一落 他脚下一蹬 快得就像风中的柳絮 飘忽不定 但是他的每一步都恰到好处 随即一剑刺向天空 剑光如雪 争的一声巨响 他居然在仓促之间 挡住了剑气的突袭 只是强大的冲击力 仍旧把他震的道飞出去数十丈 远处剑光芒大盛 带起一股让人心机的呼啸之声 宁颖完全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这是 一道黑影出现在他身侧 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 将他提了起来 向后一推 千军一发之际 他已经脱离了剑气攻击的范围 刺骨的剑气 令他不寒而栗 师姐 宁颖惊叫出声 莫竹满脸诧异的 看着漫天的剑气 青云剑怎么会突然暴走 七封各自掠出一道身影 施展神通抵抗剑气 师妹 没事吧 宁颖师妹 莫竹师姐怎么回事 通天封各个弟子都来到了大殿外 每一个人都是一脸茫然 片刻后 在诸位封主的努力下 青云剑的躁动终于停了下来 就在众人以为终于无事的时候 青云剑携带着浩浩荡荡灵力无比的剑气 陡然向青云山外而去 众封主大惊失色 这一剑落下 不知有多少生灵枉死 青云门难逃其咎 青云剑去得太快 几位封主同时出手 然而 却已经晚了 青色的寒芒如同一道流星 摇摇地向青云门下最大的城池青云城而去 这一刻 青云城的每一寸空间都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 只剩下了一片朦胧 四周一片寂静 只有漫天的风雷之声 完了 以此剑之威 顷刻间就能毁灭一座城池 所有人的目光 所有的光芒 似乎都被这一剑所吸收 剑光交织 向四面八方散开 此刻 半空中的各个山峰风主 都已经能想象到下一颗画面了 青云城内的百姓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嗡 剑光忽然一收 一股无形的力量 迎上了那道剑光 漫天剑气落下 春风化雨 剑气在风中飞快地消散着 转而化作一滴滴雨珠 青云城内的百姓 抬起头看着这场大雨 雨水落下 却并没有打湿他们的衣裳 而是化作一抹白气 消散在空气当中 落在地上 片刻后城内白雾弥漫 雨越下越大 隐隐有一种膨胀的声音 仿佛天空在缓缓张开了嘴 发出了一声叹息 青云城 茶馆内 一年轻轻一人 眸光微微一宁 手作剑指在虚空中滑动 茶小二奇怪地 看着坐在门口的李玄霄 这人干嘛呢 神棍 李玄霄放下茶杯 重重吐出一口气 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 他一手扶着凳子 一手掩去额头的汗水 不至于让自己历劫摔下凳子 他十七岁开始掌青云剑 与剑魂高度契合 再加上半年时间身体的修复 尚有余力控制青云剑 只是青云剑 为何会无缘无故暴走 这个念头转瞬即逝 李玄霄不禁笑了笑 这可不是现在的自己该操心的事情 对于青云门 他着实失望透顶 可青云城内十亿万百姓何孤 他李玄霄若是坐视不理 他便不是李玄霄了 小二 再给我来一壶茶 一见过后 忘情道长迅速控制住了青云剑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这场春雨 身子将在半空 握剑的手微微颤抖 这是春风话语 对于自己弟子的成名绝技 作为师尊他再了解不过 青云门 众人远远地看向 山下青云城的位置 他们眼睁睁看着青云剑 如同流星一般向青云城划去 可在下一瞬间 那漫天的剑气 就化作了一场大雨 春风话语 是李师兄 是李师兄的春风话语 莫竹不禁师生叫道 您隐面色骤变 这怎么可能 他他修为不是废了吗 其余通天风弟子 竟是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青云门的人 对于李玄霄这一首春风话语 鲜少有人不知道 何况是同为通天风弟子的他们 自然见识过 不止一次大师兄 这一招成名绝技 时隔三十年 春风话语再次重现 第五章 他恢复修为了 小二 来一壶茶 再来一盘花生米 好嘞 茶小二刚给另一桌客人 端了茶和花生米 无意间瞥见 坐在门口的那轻衣年轻人 不知何时竟然走了 走了 茶钱给了吗 茶小二忙对帐房道 门口那个年轻人给钱了吗 帐房摇了摇头 茶小二一拍大腿 忙追出门外 只是门外人来人往 哪里还有那年轻人的影子 倒霉 都多少日子 没有碰见这种穷鬼了 连碗茶钱都要跑 茶小二嘴中嘟囔 正要收拾那年轻人用过的茶座 这才发现原来茶杯底下压了几枚铜钱 刚好付了茶钱 还多出两枚 茶小二大喜过望 刚把茶钱收入手中 门外便冲进来一位气质清冷 相貌绝美的女子 女子一出现 顿时便吸引了诸多茶客的目光 挪都挪不开 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长相清秀 五官端正的年轻人在这儿喝过茶 茶小二愣了愣 被眼前女子的气势所射 呃 好 好像是有 是不是面容较为温和 扎着太极记 踩着一双灰色的布鞋 对 他人呢 已经走了 什么时候 往哪儿去了 舅舅刚刚 我也不知道 话音刚落 眼前的妙慢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茶小二左右看了看 都没寻到那抹身影 这 他挠了挠头 要不是周围的茶客 跟他是一样的表情 他还以为是 自己见了鬼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又一道人影出现在眼前 问出了同样的话 茶小二后退半步 这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人 短短片刻 以青云城为中心 方圆百里 被望情道人里里外外 寻视了几遍 却再也没有发现 那一抹熟悉的气息 消失了 掌门 如何 执法大长老同样用神识搜寻了一周 也没有发现结果 抱着侥幸心理 向望情道人问道 望情道人没有回答 不过已经能从他的表情中 看出答案了 执法二长老神似微宁 那小子修为恢复了 不可能 大长老沉声道 三十年都没有恢复 怎么会到现在 二长老额头留下冷汗 那如何解释这春风话语 他又在青云城消失的事情 这些年 二长老一向是李宣 稍微不详 最后还在掌门的默许之下 做了这个局 将其赶出青云门 如今 若是对方修为真的恢复了 哪怕只是恢复了巅峰期的三成 都足够将他吊起来打了 众多长老不约而同的沉默下来 难不成李玄霄真的恢复修为了 望情道人沉阴片刻 拂袖而去 无论如何 找到他 谨遵掌门之命 莫竹神色激动 嘴角忍不住上扬 玄霄师兄 玄霄师兄 通天风的弟子宁颖 陈平等人则是心情复杂 五位杂臣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二长老皱眉沉思 李玄霄离开宗门后会去哪 夜晚 静谧而宁静 月光透过秘密的枝叶 将幽深的灵间洒上银灰 仿佛一层薄纱 轻轻地罩在了树林的头顶上 让人倍感清凉 这个时候 仿佛世上一切都会变得纯净而清晰 李玄霄盘坐在树下 手上漂浮着一缕灵力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光泽 夹杂着一层又一层的光玉 就像是一股强大的吸力 隐隐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流转 借助体内魔魂的力量 它将灵力层层剥开 像是在位某种水果去皮 只有这样才能吃到里面的果然 片刻后 李玄霄将灵力中最为精华的部分 引入体内 它运转长生道经 一点点地努力修复自己的身体 长生道经 是它自魔教教皇的宝库中所得 初始修炼不见成果 可渐渐地便能感受到 此法的神妙之处 对于恢复自己的身体 长生道经是最好的选择 这半年来 它一边修炼 一边感受着身体的细微变化 呼 半个时辰后 它重重吐出一口肠气 浑身早已被汗水浸湿 火堆架子上的肉 烤得噼里啪啦作响 李玄霄狠狠咬了一大口 满足地点点头 随后便靠着树干 望着那抹月光 眸光带笑 步入繁华里 蹉跎已过数十年 终是难留自由身 金玉逃离轩霄去 从此不作龙中鸟 李玄霄闭上眼睛 大约半夜时分 它缓缓睁开眸子 就见一个黑影正背对着它 啃着自己吃剩下的食物 李玄霄淡淡一手 一手扶着脑袋 看着对方 那个小家伙 似乎是意识到什么 缓缓转过头 恰巧与李玄霄的眼睛对视 下一颗身子一僵 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 这是一只浑身火红皮毛的松鼠 竟然是火梨松 这可罕见 火梨松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退后几步 口出人言 我告诉你 你你别欺负我 我大哥可是扭转乾坤 木揽十方的彭云 没听过 李玄霄如实说道 你连我大哥都不知道 那天地第一见李玄霄 肯定认识吧 听到对方提起自己的名字 李玄霄微微挑眉 点了点头 哦 李玄霄 我知道 我大哥彭云 就是李玄霄的清传弟子 你欺负我 就是欺负我大哥 欺负我大哥 就是欺负李玄霄 李玄霄淡淡道 清传弟子 可是我听说 李玄霄在三十年前修为 已经被废了 那都是瞎传的 火力松斩钉截铁地说道 说话间 脚步声响起 一位身穿白衣的公子走过来 面容英俊而坚毅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不凡的气质 他手中握着一把折扇 腰间佩剑 身后还跟着一位面容清秀的二把少女 大哥 火力松连忙跑了过去 李玄霄的目光一过去 想要看看 自称自己清传弟子的这人 彭云轻摇折扇 小黄 你又乱跑 这位兄台 我兄弟小黄给你添麻烦了 还忘物怪 李玄霄摆摆手 无事 这就是我大哥江湖 号称扭转乾坤 目览十方彭云 名幻小黄的火力松鼠 自豪地介绍道 第六章 谁鬼 一些虚名罢了 彭云一脸谦虚 实则心中暗喜无比 哦 久仰大明 你听说过我的故事 没有 李玄霄心想久仰大明 只是客套话罢了 彭云也不觉得失落 自信满满地说道 我彭云的名字早晚会名扬四海的 说到这儿 他肚子不禁咕咕地叫了起来 他不好意思地一笑 抱歉 我们太久 没有找到吃的了 不一会儿后 篝火重新升起 上面烤着饼子和李玄霄吃剩下的肉 彭云一边大口吃着饼子 一边与李玄霄闲聊 得知李玄霄要去云城之后 双方正好顺路 于是便约定同行 足下去云城所为何事 彭云问 李玄霄淡淡道 叹轻 自从父母妹妹死后 他就许久没有回过家乡了 这次回去 想看看他们的墓 作为自己这趟旅程的第一站 家乡现在会变成什么样了 公子又去做什么 李玄霄漫不经心地问道 彭云说 云城是我师父的老家 我此次离家是为了找我师父 我想先去云城碰碰运情 你师父是李玄霄 那为什么不去清云门寻他 你有所不知道 我师父居无定所 我花了五两黄金打探出消息 说我师父这些年都不在清云门 李玄霄觉得有些好笑 这都是哪来的小道消息 你真是李玄霄的弟子 当然 公子 请不要说这种胡话 一旁容貌清秀的二八少女 面无表情地说道 彭云轻咳一声 示意少女不要多嘴 只是刚咳嗽出声 一粒丹丸便被少女 强行塞入了她的口中 可嗨嗨 你你又为我吃了什么 治风寒的药 公子刚才咳嗽了呢 彭云有些崩溃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这一路上 我吃的丹药都要吃吐了 夫人说过 要照顾好公子 我不需要你的照顾 少女继续面无表情地说 公子又说胡话 公子明明什么也不会做 李玄霄看着这幅画面 嘴角微微上扬 不由的就回忆起很多事情了 三日后 江畔的芦苇丛 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 发出沙沙的声响 在这片芦苇丛中 有一个已经荒废了的古渡 它曾经是这个地方的交通枢纽 也是人们来往于江河之间的必经之路 如今 这个古渡已经失去了它的辉煌 只剩下一些残旧的痕迹 江面上轻飘飘地驶来一夜偏舟 船宫停下小船 芦苇丛中走出三个人 两男一女 其中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 肩膀上还站着一只火红色的松鼠 船家 彭云伸手大声招呼 他们在这儿等了足足几个时辰 才终于看见一艘渡船 这儿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也是闲来无视来这边渡人 年迈的船家滑动船讲 彭云是个能说会道的人 跟谁都能聊起来 船家 这条古渡怎么会荒废呢 船家道 河流改道就变成这样了 听我父亲说以前这条渡口 可是人来人往 繁华得很 李玄霄低头看着河水流动 浑浊的河水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十岁时离家 跟着父亲离开家 前往青云门 就曾渡过这条河 不过那时 河水闪烁着荧光 宛如一条镶嵌着宝石的绸带 水面时而平静如静 倒映着岸边的绿树和蔚蓝的天空 时而泛起涟漪 那时 父亲卖了家里的两头猪 借了亲戚不少钱 凑齐了路费 他说 儿子你要为李家争光 其阴如故 其人不存 河中的雾气逐渐凝重 到最后说是伸手 不见五指都不为过 以前兵荒马乱的时候 这条河淹死过不少人 传家悠悠地开口 你们听说过水鬼吗 一提起这鬼怪之事 彭云顿时双眼放光 传家继续说 传说那些投水自杀 或是意外溺死的人 其灵魂会徘徊在淹死的地方 受着湖水阴气的滋生 灵魂会变成水鬼 然后在水里耐心地等待 引诱 或者是直接强行将活人 拉落水底淹死 从而充当自己的替身 以求轮回 称为替死鬼 水鬼只能靠这个方法 投胎转世 摆脱来自地狱的痛苦 彭云侯杰动了动 那这水鬼长什么模样 遍体长矛 红木黑面 在水里大无比 上岸则无腹机之力 彭云见他说得如此笃性 不由地笑道 说得好像老人家 您见过似的 我当然见过 因为 传家身子不动 将头缓缓转过来 彭云的表情将在脸上 瞳孔急速放大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毫无血色 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只见传家脸 已被黑色的毛发覆盖 一双星红的眼珠 四在调皮地嘲笑着他 周遭骤然立风尖笑 夹杂着一声声诡异的咆哮声 似乎要把船撞得四分五裂 彭云一屁股坐在船上 额头紧贴着船板 汗如雨下 全身颤抖得像一片秋风中的落叶 全然没有了之前高手的风范 小黄也跟着大叫起来 哎呀妈呀 有妖精啊 李玄霄看了一眼对方 心说你自己就是一个成精的小妖怪 穿着一身素装的少女站在船边 身子随着船轻轻摇晃 面无表情地盯着浑浊的水面 公子 箭给我 彭云颤颤巍巍地解下妖间的佩剑 给 少女接过公子的佩剑 转头对李玄霄道 你可会开船 会的 掌船便交给你了 李玄霄点点头 放心 狂风欲击 惊涛骇浪 不过 李玄霄很快就将小船控制住了 彭云双手合十 嘴中不停念叨 阿弥陀佛 无量天尊 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保佑 李玄霄不禁一笑 这信的还挺杂 他又看了一眼少女 少女手中的佩剑表面光滑如镜 触感细腻 剑柄由头目打造而成 上面刻满了精美的花纹和图案 剑刃上还可有一行古老的文字 虽然已经历经沧桑 但依然清晰可变 这些文字似乎是一种咒语 或者是剑的名字 少女双手持剑 将剑锋投入浑浊的水中 片刻后 水面中激起一大团水柱 狂风骤停 水面的涟漪也逐渐退去 行船吧 少女和剑入鞘 第七章 回乡 小船行驶在河面上 周围的雾气逐渐散去 彭云心有余悸地想要向后看去 可是什么也没有 彭佛方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少女将配件还给他之后 就又跟往常一样 安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看样子都不需要本公子亲自出手 彭云勉强笑了笑 重新站起来 小黄鼓掌叫好 大哥 真厉害 彭云拍了拍李玄霄的肩 兄弟 这一路上 我们你就放心吧 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 那便有劳了 不知该如何感谢公子 到了云城 请我们吃一顿家乡饭就好 家乡饭 李玄霄微眯起眼睛 他记得母亲做的桂花饭 尤其好吃 云城多桂花树 小时候李玄霄就觉得 家门口那棵桂花树又高又大 彭佛能通天一般 那时候 他总是喜欢站在树下 仰望着桂花树的枝叶 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想象 好 回头请你们吃桂花饭 小船驶到对岸 脚踏上地面 彭云心里这才踏实了 深夜 李玄霄孤身一人 再次回到河边 太上斥令 超辱孤魂 鬼魅一切 四生瞻恩 斥就等重 急急超生 斥就等重 急急超生 月光下的河面 仍旧浑浊 不远处的树林里 传来了一声声虫子的鸣叫 他们的声音 在寂静的夜晚里 显得格外清晰 随着李玄霄口中咒语的响起 河面上有亮光汇聚 仿佛在黑暗中燃烧的火种 预示着希望的到来 他口中的咒语更加清晰了 那一丝亮光 逐渐汇聚 成了一个光球 越来越亮 越来越大 他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河面 也照亮了李玄霄的脸庞 都是可怜人 去吧 李玄霄转身走了 多谢先师 多谢先师救命真 来世做牛做马 先师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 心湖之中 传来几十余道声音 李玄霄灰灰衣袖 篝火照亮了一余之地 彭云和小黄 躺在羊皮毯上 呼呼大睡 面无表情的少女 坐在篝火旁 微微抬起头 看着刚刚回来的李玄霄 你去哪了 散散步 你撒谎 李玄霄并没有辩解 坐在树下 少女盯着他的眼睛 来路不明的人很危险 我家公子脑袋不好使 所以才会随便与人同行 李玄霄淡淡笑了笑 你这么说你家公子 他会伤心的 少女认真的说道 我家公子不聪明 胆子也很小 但是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坏心思 因为我很强 我知道 希望你知道的更清楚一些 李玄霄说 我不是什么坏人 希望如此 少女重新闭上眼睛 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极天涯不见家 此时此刻 站在家乡前 李玄霄目光之中 满是惆怅 少小离家老大回 时光荏苒 如白居过细 此间心境 便是你读了万遍书 都体会不到的 我离家那年 云城还没有这般繁华 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城 离家越近 李玄霄的话 也越多了起来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户 如果不出意外 我也应该是一个农户 彭云接话道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 现在应该算是一个 居无定所的游人罢了 李玄霄苦笑 彭云点点头 似乎已经能想象出 李玄霄这些年的经历了 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以背井离乡 心中有着无尽的不舍和无奈 前往陌生的地方谋生 过着漂泊的生活 每天都在为活着而忙碌 为生存而奋斗 再回首 却是物是人非是是修 想到这儿 彭云不禁摇了摇头 险些就要流下同情的泪水了 最后一次回乡 是我妹妹离世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大道无情 当你踏上某条路的时候 就意味着另一条路 对你永久关闭了大门 李玄霄轻轻一叹 彭云有些疑惑 妹妹离世 可是看着这人年纪明明不大 也就跟自己不相上下 哦 一定是得病了 英年早逝 可怜啊 很快 几人就进了城内 李玄霄所住的村子 原本是在城外 后来就成被毁 形成重建 就将他们的村子 纳入其中吞并了 只不过 村还是村 李家在村子里是大户人家 李玄霄父母弟弟 和妹妹死后 家族衰败过一段时间 后来李玄霄知道了这件事情 又托人给李家后人送去了钱财 帮着李家重振旗鼓 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 李玄霄明令李家后人 不准透露 他们是李玄霄的后人 如今 李家早就搬进了城内 村子里的老宅 只是偶尔让人来打扫 不过祖坟还在 幸好 门前那棵桂花树也还在 李玄霄望着门前 那棵桂花树 我小的时候 就爱爬到树叉上摇桂花 母亲和妹妹在下面捡 那时候家里穷 没什么菜可以吃 摇下来的桂花 做桂花饭 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你家咯 彭云指着桂花树前的人家 以前是 李玄霄将手放在桂花树上 感受着阳光的温暖 和威风的轻浮 听着树叶沙沙作响 仿佛能听到桂花树 在诉说着什么 松鼠小黄摘下一片叶子 放在嘴里嚼着 又跳回彭云的肩膀上 小声嘀咕 这家伙年纪轻轻 说话怎么老气横丘的 彭云认同地点点头 不像是二十出头的青年 倒像是年过古稀的老头 山间的土包上 李玄霄站在一排墓碑前 当年的墓园柱 现在已经换成了 上好的白玉石碑 李玄霄沉默良久 才缓缓开口 我离家的时候 母亲和妹妹哭得不像话 母亲心疼我 偷偷向老爷借了钱 缝在我那一的家层里面 多年以后 我才发现 母亲活了92岁 算是高寿 我没能在床前进校 她离世后 妹妹给我寄信 我才知道 她又指着另一个墓碑 这是我弟弟 只见过几面 我离家三年后 才知道 有了这么一个弟弟 第八章 师兄 我答应过妹妹 她结婚那天 我一定到场 可是我食言了 再次见到她时 她已经是一个 躺在床上的老人了 李玄霄用手指镀 轻轻摩擦着墓碑上的名字 时光转载又几年 来日沧桑何处寻 李玄霄摇了摇头 带着彭云他们 来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宅 老宅内无人 门锁早就不知道 换了多少茶了 不过 这自然难不住她 彭云看着李玄霄 将门锁撬开 嘴角微微抽动 这真的是你家 是 只是许久不回来罢了 屋内收拾的还算是干净 院落只有些许的杂草 厨房内还有一些米面 李玄霄左看看 又瞧瞧 这边翻翻 那边找找 闲不下来 摘了桂花 翻出锅天火做饭 很快 香腾腾的桂花饭便出锅了 配上咸菜疙瘩 白菜汤 粗茶淡饭 还望勿怪 面无表情的少女 率先捧起饭大口吃了起来 李玄霄尝了一口 并无多少食的味道 她记得 母亲做的桂花饭 尤其的好吃 香味浓厚 像是奶油 又像是蜂蜜 我母亲做的桂花饭 尤其的香甜 我常常偷偷拿着饭 去给隔壁铁匠的姑娘 她说长大后 要给我做媳妇 后来铁匠搬到了城里 我还偷偷跑进城去找她 如果当年没有离开家 或许我现在已经是孙满旁了 不对 应该是入土了才对 李玄霄陷入了回忆当中 大哥 这人好生古怪 小黄 趴在彭云的耳边说道 彭云一时略有所感 这人 这人 不会有病吧 夜晚 李玄霄横竖睡不着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记事 每一件发生过的事情 都没有忘记 他甚至还记得自己 第一次走路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他小心翼翼地 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他的小脚摇摇晃晃 仿佛随时都会摔倒 父母在一旁鼓励着他 让他勇往直前 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嘈杂声 紧接着 远处的街道 有火光亮起 李玄霄坐起身 相房中的少女 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屋外 脚步声嘈杂 李玄霄打开门 就见几名身穿道袍的道门弟子 快速跑过 紧接着是一对牙医 有妖气 少女说 嗯 应该会很快解决吧 李玄霄关上了门 转身回去睡觉了 一日 阳光明媚 李玄霄数了 数自己为数不多剩下的银子 决定在村子里 唯一一家的九四当中 请彭云和他的侍女吃一顿饭 毕竟 这一路的花费 彭云豪爽地全部承包了 九四内 几人刚落座不久 就见四五个身穿道袍的弟子 勾肩搭背地走进来 大呼小叫 让殿家上酒上肉 殿家面露苦涩 却也只能好生招待 这些道士界除妖之名 就在这住了下来 天天大鱼大肉好酒好菜 却连一个大子都不给 一连一月有余 那妖怪再不除掉 他这小店 怕是要被吃垮了 是昨天跟着牙医捉腰的道士 李玄霄看了一眼 他们其中一人身上的气息 跟昨天的妖气很相像 少女道 看起来并不是好人 公子我们走 啊 彭云一愣 完全不明白少女在说一些什么 少女伸手去拽他 跟那群道士在一起 说不准会有麻烦 我不走 你把话说清楚 少女二话不说 将彭云扛了起来 就要往外走 彭云一张白净的小脸 骚得通红 两条腿胡乱蹬着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哎呦 这小娘子还挺有力气 哈哈 小娘子这是做什么 怎地直接将你夫君扛起来了 喝得鸣鼎大醉的道士 见到这一幕 纷纷看过来 这一看不得了 这小娘子长得好生俊俏 让开 少女后退半步 似乎是有些嫌弃 他们身上浓重的酒味 一道是愤怒的拍拽而起 说话客气一些 没有我们 你们早就被妖怪给吃了 哎呦 道爷 这是怎么了 殿家听见堂内的动静 连忙跑出来 道爷 误会 他们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大家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滚一边去 话还没说完 便被一个道士推倒在地 少女将彭云放下 我再说一遍 让开 几个道士堵住了少女的路 目光细血 小娘子 笑一个 笑一个就让你走 彭云上前一步 握紧了腰间的佩剑 光天化日之下 调戏梁家 再胡搅蛮缠 别怪本公子不客气 少女身守护在彭云身前 公子 你打不过他们 彭云 你就不能在人前 给我留点面子 双方剑拔弩张 眼看就要动起手来 就在这时 九四的门再次被推开 一位女子 脉步走进九四 身着素衣 外着黑色长袍 脚踏黑色布斜 步伐轻盈而坚定 她的头发 竖成一个简单的发际 没有任何装饰 却显得格外 清新自然 手中紧握着一把佩剑 剑柄上镶嵌着一颗明亮的宝石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女子身后还跟着一行人 依次走入九四 皆是清云门通天风的弟子 九四内的争执 在这一刻漆漆停了下来 目光不由地被这一行人所吸 他们的出现 犹如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 打破了九四内的喧闹与沉寂 一行人无论是长相 还是穿着打扮 气质都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 与周遭截然不同 师兄 莫主语气激动 拱手郑重一败 身后几人齐声道 师兄 这场面对于李玄霄来说 既熟悉又陌生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师兄了 师兄 李玄霄抬手制止了莫主要说的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过还是别说了 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来 饭钱我是请不起的 倒是能给你们做一碗桂花饭 第九章 你地位很高的样子 莫主沉默片刻 师兄 你的伤势 嗯 原本之前就有好转了 但是又不想你跟我空翻洗一场 一直没说 没想到这次是真的起作用了 李玄霄没有故意隐藏 因此 莫主很快就感受到了 李玄霄那原本死气沉沉的身体 此刻重换生机 丹田中 重新有一丝丝铃圆生出 太好了 师兄 师兄 你真的成功了 莫主心像一壶刚烧开的沸腾的水一样 激动地要溢出来 这些年 师兄经历的种种 他都看在眼中 眼睁睁看着陪伴自己长大的天之骄子 见到魁首一落千丈 逐渐从英雄 成为他人口中的不祥之人 下一刻 泪水不断地从他眼角涌出 嘴唇颤抖着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只是不停地哭泣着 仿佛要把这些年 所有的痛苦和悲伤都哭出来 好了 傻丫头 我没事了 哭什么 李玄霄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身后的其他几人 有的同样为李玄霄高兴 拱手祝贺李师兄伤势恢复 有人则是心情复杂 小师妹宁颖 轻咬嘴唇 师弟陈平 同样是抢挤出一丝笑容 李玄霄落难以来 他俩虽然不至于 对于曾经的大师兄 恶语相向 有一次生仙大会 李玄霄被安排和宁颖同坐 气得宁颖找管事的弟子闹了许久 最后以管事弟子给宁颖换了座位 李玄霄主动称病 这才将风波平息 莫竹气不过 因为此事给了宁颖一个巴掌 想当年 若不是李师兄百般照顾 他宁颖没有今天 更不用说 宁颖这条命还是李师兄救的 当年 宁颖惹是生非 身中龙莽毒 若不是李师兄 深入落日森林 与子经龙莽斗了三天三夜 一起为宁颖解毒 现在宁颖的坟头草都三尺包了 苦尽甘来 恭贺师兄 宁颖抬手作衣 李玄霄并未说什么 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投过去 宁颖表情微微一僵 轻咬红唇 好在其余人随后齐声行礼道 苦尽甘来 恭贺师兄 李玄霄摆手 都说了 我以后不是你们师兄了 没别的事情 我就不多留了 几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 齐齐看向师姐莫竹 由一半上 莫竹向李玄霄拱了拱手 正准备离开 等等 师兄 莫竹骤然回首 惊喜地看着李玄霄 莫不是师兄回心转意了 那几个道士 故意纵使圈养的妖兽作乱 又假借除妖之名 在这里骗财 麻烦处理一下 清云门是当之无愧的正道魁首 各地都有分宗 与其余宗门和皇朝的青天间 共同维护修行记的秩序 这件事情 本来也因他们或者青天间派人处理 莫竹一愣 眉眼之中满是失落 随即扭头顺着师兄手指的方向 看向那几个浑身酒气的道人 带走 此时 那几个道人的酒气 已醒了个七七八八 刚回过神来 就见一个身穿轻袍的汉子 向他们走来 大胆 我们是正阳山的道 其中一个道人壮着胆子 刚喊一嗓子 便被骑师兄一巴掌 打得转了两个圈 几人中年纪最长的道士 忙扯出一个笑容 清云门的诸位 误会 误会 我们是正阳门的弟子 是来此地斩妖除魔的 官府能为我们作证 莫竹并不想听这些琐事 交给驻扎在此地的 黄巢青天间的人处理就好 几个道人被轻袍汉子的气势所射 便是连大气都不敢喘 更不用说逃跑了 只能老老实实地离开了九四 片刻后 原本热闹的九四 就只剩下李玄萧几人了 少女重新坐下 若无其事地继续吃饭 这下安全了 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与他不同 彭云如遭雷击 正正地站在原地 那那些人是清云门的弟子 李玄萧夹了一口鱼 尝了尝味道 忍不住点点头 好吃 嗯 他们叫你师兄 你是清云门的弟子 嗯 以前是 彭云拉过凳子 坐在李玄萧对面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玄萧 他使劲地挠了挠头 想起这些日子 与李玄萧的接触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我 你在清云门地位很高的样子 方才那几人皆是气势不凡 尤其是为首那女子 长得更像是仙女一样 是他幻想中 修仙者该有的模样 一看便知 在清云门中 不会是小人物 可是他却对李玄萧 十分恭敬的样子 李玄萧淡淡道 我已经离开清云门了 那你认不认识李玄萧 李玄萧眨眨了眨眼 见过两次 彭云深吸一口气 拉住李玄萧的手 那你能不能推荐我去清云门 李玄萧笑道 你不是李玄萧的弟子吗 怎么 你不是清云门的人 啊 见谎言被拆穿 彭云尴尬的笑了笑 那个 你不知道 这其中的缘由有些复杂 其实我是我师父李玄萧的精明弟子 一次我师父游历的时候遇见了我 见我骨骼惊奇 于是收了我做弟子 后来 我师父就去斩妖除魔了 所以 我并没有入清云门 哦 李玄萧装作恍然地点了点头 故事变得不错 彭云压低了声音 只要你推荐 我去清云门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偷偷告诉你 我家是东云彭家 有的是钱 彭公子 真的想加入清云门 彭云挠了挠头 其实我是为了找我师父李玄萧 有很重要的事情 不过如果能顺势加入清云门 那是再好不过的 李玄萧摇了摇头 在下爱莫能住 方才彭公子已经听见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清云门的弟子了 彭云脸上的失落肉眼可见 又听李玄萧道 不过 不过什么 彭云迫不及待地问道 方才那几人都是清云门的弟子 彭公子若想加入清云门 找到李玄萧 大可以去问问他们 趁着他们没有走远 现在还来得及 我这就去 彭云恍然大悟 忙起身跑了出去 公子 等等我 不飙乱跑 少女拿起一块馒头塞进嘴里 跟在其后面 小黄也迅速跟了上去 大哥 大哥 李玄萧不禁笑了笑 看着一桌子饭菜 到头来 只能自己享用了 第十章 一箭在手 天下谁人可挡 看样子 李师兄的伤势果然恢复了 刚被清云门扫地出门 李师兄就沉凭欲言又止 几人面面相去 清云门能有如今 天下正道魁首的地位 能有一半 都是当年李玄萧举世 伐魔打出的成果 如今李玄萧伤势恢复 即使是指恢复巅峰期的几成 也足以颠覆当今格局 一箭在手 天下谁人可挡 何况是清云门将他扫地出门 难免他日后会有报复的想法 想到这儿 几人都不由得 心情沉重了几分 尤其是宁颖与陈平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就在这时 身后有人急匆匆地向他们跑来 等一等 等一等 几人转过头 就见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人 在下彭云 诸位可是清云门的弟子 莫竹打亮了他一眼 当时彭云在九四 就站在李玄萧身旁 只不过 莫竹一门心思 全在师兄身上 没有注意到他 有什么事吗 彭云看着眼前 这个气质逼人的女子 喉咙动了动 我能不能加入清云门 清云门大选 每个二十年一次 距离下一次大选 还要十年 莫竹淡淡道 彭云立即改口 那我不加入清云门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李玄萧李真人 现在在何处 彭云没有注意到 清云门众人看他的目光有些奇怪 趁着对方还愿意听自己说话 于是连忙解释道 诸位有所不知 当年魔教屠城 我爷爷就是被李玄萧李真人所救 李真人还曾传授了我爷爷一套剑法 后来李真人便离去了 我爷爷临走之前 最后的遗愿 便是想对李真人道义生谢 我此次离家 其他就是想要寻得李真人 完成爷爷的遗愿 彭云自幼跟在爷爷身边 爷爷曾将从李玄萧那里吸得的剑法 传授于他 所以自打踏出家门 他便以李玄萧弟子自称 彭云满是期待的 看着清云门的众人 而清云门的众人 则会以他更加奇怪的目光 方才 九四内的那人便是李玄萧 李师兄 沉默两久 一弟子终于开口 彭云 什么 当彭云匆匆跑回九四的时候 李玄萧已经不见了 桌子上的食物剩下了许多 似乎是故意留给彭云他们的 彭云又赶到李玄萧家的老宅 只是仍旧寻不到对方的人意 他他竟然就是明镇天下的李玄萧 我是不是跟他一起吃过饭 还跟他一起睡过觉 一起说过话 一旁面无表情 吃着糕点的少女补充道 还搂过他的肩膀 跟他称兄道弟 说自己要罩着他 日后自己为明镇四海的时候 让他可以出去吹嘘 彭云用力摁着自己的脑袋 嘴中发出尖锐的暴鸣声 李玄萧躺在后山的山坡上 满天星辰 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 栩栩栩展开 这儿的星空不如青云门的好看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李玄萧则道 我小时候就觉得 故乡的天空是最大最美的 直到去青云门后的第一个夜晚 我才知道什么叫孤陋寡闻 如今历经千番 在看故乡的天空 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墨竹站在山坡上望着李玄萧 师兄 回师门吧 青云门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你的伤也好了 一切都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李玄萧淡淡一笑 是啊 一切都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前提是 我的伤好了 墨竹沉默 李玄萧说的话 让他无法反驳 只要李师兄伤势恢复 什么冤屈 不祥之人的谣言 都会不攻自破 他会再一次成为 万众瞩目的存在 李玄萧闭上眼睛 我不会再回去了 有些累了 师兄 离开了青云门 你要去做什么 我想去看看山川河流 举人时间走一走看一看 顺便去找一找曾经的旧友 回去告诉提心吊胆的那些人 我李玄萧不是牙子必报的人 我与青云门再无瓜葛 李玄萧话锋一转 说点开心的是吧 话题太沉重了 对了 那个叫彭云的年轻人 去找你们了吗 墨竹说 他说 你曾在魔教屠城的时候 救过他爷爷一命 还传授其剑法 他爷爷临走时的遗愿 就是当面向你道一声谢 他便是为了此事寻你 屠城 剑法 李玄萧不由地陷入了回忆当中 九十年前 东云城 曾经繁华的城市 沦为一片废墟 城墙倒塌 房屋破败 昔日的喧嚣与繁华已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战火和哀嚎 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烟尘 和死亡气息 街头巷尾 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 和尸体腐烂的恶臭 尸体堆积如山 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 仿佛是一座人间地狱 魔教图城 一个提着木剑的少年 拽着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女孩 在街道上疯狂地奔跑 大哥 大哥 我跑不动了 女孩一个亮枪跌倒在地 少年猛然转过身 握紧了手中的木剑 大吼一声 小妹快跑 身躯庞大的三眼怪 一手压到了旁边的乌射 看着兄妹二人 嘴角露出凝笑 那比树干还要粗壮的手臂 向兄妹二人抓来 少年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眼睛凝视着前方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她的身体像是被抽空了一般 毫无力气 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在耳边响起 仿佛是在宣告着她的死亡 下一刻 少年怒吼出声 这一声吼庞佛 是用尽了毕生的勇气 那对于三眼怪 毫无威胁的木剑 从左至右挥舞而出 三眼怪嘴角的笑容更甚 不知是在嘲笑少年的自不量力 还是在为能吃到美味的食物而高兴 破 三眼怪的身子从左至右 被一条无形的线斩成两截 她的笑容还没有消失 定格在脸上 少年一震 眼前出现了一道身影 仿佛能斩断世间一切邪恶 第十一章 约定 少年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请一人转过头 哟 少年蛮勇敢的 想不想学剑 那是少年第一次见识到修行者出手 一人一剑便杀得满成妖物 支离破碎 后来 她走遍山川河流 从冰封的雪山到炎热的沙漠 从广袤的草原到波涛汹涌的大海 随着剑术的日益精进 这一路上 她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强者 然而 却再也没有哪一剑能够像那剑一样 让她如此惊艳 如此难以忘怀 李玄霄并不记得那少年的名字了 因为她只教了对方一天的剑法 便因是紧急离开了 此后再没有遇见过那少年 如今 听莫竹道出此事 这才回忆起那段记忆来 哦 原来那少年姓彭 彭云是他的后人 怪不得自称自己的徒弟 要见见他吗 莫竹道 替我跟他说一声 他的谢我接受了 以后不要在外面自称我徒弟了 李玄霄的仇人可不少 如今魔教教皇虽死 魔教余孽 却还藏在暗处 这也是为什么修为被废的三十年间 他没有下山的道理 李玄霄伸了个懒腰 拍拍屁股上的土 从山坡上站起来 天旋银河 繁星灿烂 他摆了摆手 走了 莫竹静静地站在那里 望着李玄霄的背影 心中思绪万千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担忧 仿佛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李玄霄的背影在月色下显得十分自在 他的步伐也显得有些轻快 莫竹知道 他此时的心情一定很开心 李玄霄似乎感觉到了莫竹的目光 他回头看了一眼 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温馨 仿佛在告诉莫竹 小丫头 旅程该到了分别的时候了 半月后 一处山洞中 李玄霄双目紧闭 呼吸平沃而有节奏 他的身体周围环绕着浓郁的灵气 这些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如同一条条细小的气流 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缠绕 他的皮肤闪烁着微弱的灵光 仿佛在与周围的灵气相互呼吟 毛孔缓缓张开 犹如一个个小小的吸盘 将周围的灵气吸入体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亮 灵光也越来越强 仿佛一颗即将爆炸的火炉 他的身体内部 灵气在不断地流动 顺着经脉汇聚到丹田之中 丹田是人体储存灵气的地方 也是修炼者的重要学道之一 随着灵气的不断汇聚 他的丹田变得越来越热 仿佛一颗燃烧的火球 许久之后 李玄霄睁开双眸 体内的魔魂正在壮大 他现在是一体两魂 原先的魂魄受损严重 无法承担修行的能量 于是便只能借助魔魂之力 随着他的修为恢复 体内的魔魂之力也在逐渐壮大 李玄霄微微皱着眉头 感受着那股力量的增长 心中不由地生起了一丝忧虑 这股力量的增长 是不是意味着 他距离彻底入魔又进了一步 自己会变成一个魔头吗 转念一想 当年十八魔窟都没能引自己入魔 区区魔魂 李玄霄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洞穴内的篝火 照亮了一旁两只黑脸的狗熊 一大一小 大的像是一座小山 小的子如同一只喀巴狗 大眼瞪着小眼 小心翼翼地 看着坐在洞内的李玄霄 风在呼啸着 发出阵阵乌叶声 从山顶急驰而下 穿越蜜林 扫过草地 带着一种悲凉的气息 像一个孤独的旅人 在山间徘徊 在向人们诉说着他的故事 李玄霄闭上眼睛 仿佛是在细细聆听 小狗熊抬起头 看着自己的父亲 大狗熊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 李大善人 您特意来我这儿 到底说了什么事情 这些年我可是只吃素 别说人类了 就是连其他精怪都不吃了 不见 你去看我家后山 我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只是在你这儿睡一觉 大狗熊低声嘟囔 睡哪儿不好 偏偏睡我这儿 也不提前打一声招呼 太没有礼貌 你说什么 大狗熊忙道 没 没什么 只是觉得 李大善人能屈尊住在我家 简直是我的福分 李玄霄笑笑了笑 我说大狗熊 你好歹也是这扶牛岭的老大 有客人来了 也不知道招待招待 可是 您刚才已经吃了38根玉米 17个茶叶蛋 89根地瓜干 三斤重的果子 刚才那不止是让我垫麻一口吗 大狗熊 李玄霄微微偏头 你儿子长得很可爱吗 你看看这腿 看起来挺香的 不是是跟你 长得挺像的 大狗熊忙抱紧了儿子 惊恐地看着李玄霄 你要做什么 畜生 开个玩笑 李玄霄笑道 放心 明儿一早我就走了 我跟人有约定 再不去怕是要来不及了 约定 什么约定 李玄霄看着洞外的天空 大狗熊 你知道遥光流星雨吗 不知道 李玄霄嘴角轻轻扬起 似是回忆起了某种美好的事情 遥光流星雨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我知道有一个小镇 在那里看流星雨会很美 一百年前 我跟几个人约定 一百年后 要去那里再看一场遥光流星雨 大狗熊张着嘴巴 一百年的约定 还会有人记得吗 会的 李玄霄想了一下 又加重了语气 他们都会的 大狗熊试探性的问道 李大善人 我听他们都说 自从那场大战后 你就伤得很严重 修为也被废了 李玄霄挑眉 哦 那你要不试试 不不不 大狗熊头摇得像是波浪鼓 在他看来 别说李玄霄修为被废了 就是还剩下一具骷髅 都能把他吓个半死 怕什么 我又不是强盗 李玄霄道 一日 李玄霄背着三斤玉米粒 四斤地瓜干 五斤无花果 两斤柴鸡蛋 离开了扶牛里 转过头 挥挥手向大狗熊告别 大狗熊 第十二章 从过去来的流星 十里春风镇 这是一个坐落在江南水乡的小镇 风景如画 物产丰富 人们生活简单而宁静 在小镇的中央 有一口古老的井 井水清凉透明 据说 这口井是前朝时期 一位名叫李春风的将军所开凿 因此 小镇也被命名为十里春风镇 溪水潺潺 一位光着脚丫的小女孩 踩在溪水中 手里拿着尖锐的木叉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水面 这时 一个穿着白色衣衫的年轻人 缓缓走过来 是之前没有见过的人 黑白分明的瞳孔看着对方 小姑娘向你打听一个事 认不认识一个叫张铁牛的人 小女孩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张铁牛是我师父 哦 十里春风镇只有一个铁匠铺 铁匠名幻张铁牛 老得不成个样子 李玄霄记得 年轻时的张铁牛 穿着一身自己打造的明光铠 冲入敌阵中 就像是一辆巨大的战车 横冲直撞 无人可挡 可惜 他本源受损太过严重 修为倒退不说 寿远也无法逆转 现在他的背已经驮了 眼睛也花了 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 抡起铁锤 打造出各式各样精巧的铁气 头发已经花白 面容憔悴 岁月的痕迹 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脸上 李玄霄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打亮着张铁牛 哟 我还以为要到你的墓前去看你吗 可嗨嗨 张铁牛拄着拐杖 一阵剧烈的咳嗽 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 你小子没死 我怎么会先死 我还想着要给你上坟呢 李玄霄道 看样子 你肯定比我先死 小女孩站在门口 疑惑地看向李玄霄 这人是谁 阿七 去弄点吃的 好 名叫阿七的女孩一口答应 另外两个不准时的家伙来了吗 李玄霄问 张铁牛坐在摇椅上 微微眯起眼睛 说他们不准时 你才是掐着时间来的好吧 那两人老早就到了 在我这蹭吃蹭喝 他们再不走 我的养老本都要被他们吃光了 哦 那他们人呢 一个去村口找人下棋去了 一个去帮着杀猪去了 哼 还真是朴素 李玄霄喝了一口没有茶味的茶 感受着午后的阳光弥漫 看着青山 看着远处渝州 看着柳枝 思绪飘向了遥远的从前 青云门通天风大弟子 见到魁首李玄霄 天下神兵接触于手 张铁牛 北落师门 单先将离 大叶国 谋算天下太子燕青 不过初时之时 他们可没有那么多的名头 燕青是最不受宠的皇子 被送去敌国做人质 逃亡回国的路上 遇见了寻找炼丹材料 被毒蛇咬了的江黎 那时候的燕青 以为自己遇见了爱情 谁知道被江黎 荡成了登徒子 将其打晕 准备卖给夸父部落的人做奴隶 又意外撞见了 从大山中走出求学的张铁牛 而后三人误打误撞 破坏了李玄霄设置的阵法 那年 李玄霄十八岁 第一次奉师命下山执行任务 一个拥有千载修为的兽把 清云门十余名弟子 外加两名守剑阁长老 皆死在其手 十八岁的李玄霄一人一剑 与其激战十天十夜 眼看就要将其封印 却被突然出现的三人 破坏了阵法 受拔因此脱头 最终四人狂追六千余里 合力将受魁封印 四人因此相识 在后来 闯剑阵 入地穴 分别 再会 宝皇登基 破魔佛 许久不见 李玄霄的思绪被拉了回来 他看向门口 一个是已经头发掉光的老头 拄着拐杖 一脸的和蔼可亲 丝毫没有帝国之主 该有的威严 一人一袭白衣 素雅而高洁 面容清秀而美丽 眉宇间透露出一股淡雅的气息 李玄霄嘴角扬起 是啊 好久不见 人生虽有离别日 山水应有相逢时 刘新宇是在今天吗 张铁牛问 燕青道 我找青天间监政 算了三遍 不会错的 张铁牛看了一眼 秃头的燕青 当年剑梅心目 面如关玉的皇子 如今也变成了秃头老头 你确定 你那个比你还老的老奸 正算得准 当然 老奸正 可是辅佐了 我燕家三代人 话说这条路还有多远 江里想了一下 当年咱们走了半个月 半个月 有这么长吗 燕青错 我怎么现在 就感觉已经很累了 那是因为 现在你这个家伙太老了 李玄骁怂怂见 燕青用拐杖 使劲地戳着地面 气愤道 都知道我是个老人了 也不知道背我一下 可嗨嗨 李玄骁双手交叉 放在脑后 也遇到 铁妞 你去背背咱们这位皇子 张铁妞美好气地说 可嗨嗨 我要是背着他 估计没等到地方 我就先入土了 江里一正 类似的话 他记得许多年前 也曾发生过 那是多少年前了呢 他不记得了 当时只到是寻常 你不管我 那就只好将姑娘来背我了 燕青说 李玄骁笑道 你的老家伙 都子孙满堂了 还惦记人家 回去照个镜子先 你懂个屁 男人最重要的是内涵 四人有说有笑 他们在山坡上住脚 在破庙内生活 他们聊着过去 聊着现在 聊着将来 有时会遇见赶路的马夫 时而驼灵叮当响 商队从他们身旁经过 驿站的邮差 纵马而过 脚下的路很长 又彭佛很短 短到他们来不及 将往事一一回忆 终于 在半个月后 他们赶到了湖水之盼 人生聚散长如此 相见且欢愉 彼时月色沉沉 隐约有雾气升起 远处群山环绕 湖面映着月光 流星划过天际 在月色下显得格外耀眼 如同一条银色的丝带 穿过了黑暗的夜空 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是流星 江里指着天边 四人同时抬起头 李玄霄说 这流星 好像是从过去来的 第十三章 古今多少事 都复笑谈中 一壶着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复笑谈中 江里转过头 看着李玄霄 燕青 张铁牛 这位冰山美人淡淡一笑 谢谢你们 虽然不知道他在谢什么 李玄霄依然答道 不客气 如果能给我一个拥抱 就更好了 燕青说 张铁牛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流星 真美 感觉一切都像是昨天 燕青说 我们都还很年轻 想着各自的心事 喝着醉裂的酒 看着最美的星空 星空遥远 模糊了年少 暗淡了韶华 掩盖了年轻的痕迹 照亮了往昔的懵懂 一日的清晨 没有告别 江里已经离开了 江里喋喋不休地抱怨都不停 抱怨对方从来不说再见 上一次分别是 上上一次也是 而这一次 恐怕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道真像是一个小老头 李玄霄转面一想 不是像 燕青现在就是一个小老头 燕青直到夜晚 才乘着马车离开小镇 记得在我的墓前倒一些酒 李玄霄别忘了 到时候带着江里来一起看我 要是你单独来就不用来了 还有别忘了 到时让江里穿得好看一些 燕青的声音 随着马车的提升越来越远 李玄销挥了挥手 提醒道 记得陪葬品要多放一些 方便我去偷 张铁牛拱着腰往回走 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走 去哪儿 寻冰山 看江河 访老友 张铁牛十分直白地说道 那就是没事干了 你帮我一个忙吧 阿七小手抱着柴火 从镇子的另一头 风风火火地跑向铁匠铺 路过的人跟他打招呼 阿七点点头 算是回应 女孩习惯了跑上跑下 捧着这么一大落柴火 连大气都不喘一下 耳边传来朗朗读书声 阿七满是羡慕地 望了一眼镇上 唯一意见的私塾 他跑回铁匠铺 先把柴火归制到厨房 又将刚里 昨天捞的鱼拿出来 今天吃炖鱼 辛苦了 张铁牛坐在摇椅上 微微眯起眼睛 李玄销道 你让我送这丫头去西陵 嗯 我太老了走不动了 反正你也闲着无事做 送西陵做什么 我死了 他在这里便无依无靠了 西陵有他的亲人 算是吧 西陵龙虎山天师府 正在招收弟子 他父亲是天师府的造诣 造诣不是龙虎山的弟子 龙虎山在各地 都有人缘分布 这么大量的人手 龙虎山弟子人数肯定不够 于是 他们便招收非龙虎山弟子 作为造诣 相当于衙门中的捕快 不算是正式官员行列 只听命办事 阿七家四代 都是龙虎山的造诣 一代传一代 天师府弟子 都要尽其三分 到了阿七父亲这一代 却因惹了大麻烦 生死盗消 临死前 将其女托付给张铁牛 如今天师府招收弟子 阿七有其父亲留下的 造诣夹等组牌 按照规矩 天师府一定要收下阿七 李玄霄喝着没有茶味的茶 太过分了 我堂堂见到魁首 你竟然让我充当护卫 屁的见到魁首 张铁牛漫不经心的说 都被人扫地出门了 我这是给你一个 养活自己的机会 你有多少钱 我的棺材本和咱们 这么多年的情业 你选哪一个做报酬 张铁牛说 肯定是前者 李玄霄毫不犹豫 张铁牛呲牙一笑 你这家伙真够无情的 李玄霄笑了笑 玩笑归玩笑 多年未见的 就有求自己帮忙 又不是自己难以做到的事 自然没有不帮的道理 什么时候走 明天 这么快 不再等等 让他再看你最后一面 张铁牛闭上眼睛 他失去的亲人 已经够多了 别再让他亲眼看着 我离去了 这样太残忍了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 替别人考虑啊 张铁牛是大山里 走出来的穷小子 李玄霄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行囊 露出的牙齿 显得他有些营养不良 一身朴素的衣服 上面沾满了灰尘 不幸人间有恶 慷慨无私 总是先然后进 李玄霄那时 总觉得这家伙天真无邪 等他见识过世间险恶就好了 只是历尽千番 少年仍就是那个少年 一日 阿七将自己的小书箱收拾好 不时回头去看 坐在椅子上 老太隆中的张铁牛 阿七不想走了 要跟铁牛在一起 他忽然说 西陵市大城市 会遇见许多新朋友 会发生许多好玩的事 可是西陵没有铁牛 阿七低着头 张铁牛 铁牛会在这里等着阿七的 阿七不说话 轻声说铁牛骗人 当天 阿七偷偷把自己 珍藏了多年的小书箱给拆了 可是 他仍旧被李玄霄 拉扯的小手手 硬生生拖出了家门 这一走 便是七百里 和风袭袭 阳光灿烂 阿七想回去 再看铁牛最后一眼 李玄霄低着头 看向小女娲 阿七还没有跟他 好好道过别 十里春风阵 小镇内唯一的铁匠 张铁牛过世了 晚上时 邻居去他家 去前两天订做的农具 发现了张铁牛的尸体 老人静静地躺在床榻上 他的面容慈祥而安宁 他从微眸中起身 一声征战 一路坎坷 闯地窟 面膜叫 大梦春秋 杜瓣声 最终 他将自己的脉骨之地 选在了这个平平无奇的小镇 阿七没有哭 他默默地跟着李玄霄 办完了铁牛的丧事 又背起那个 被铁牛重新装好的小书箱 跟着李玄霄 离开了小镇 李玄霄走了几步 忽然回过头 就见小女娲站在村口 抬起头 双眼泪汪汪的 泪水不断流下来 在这里哭 铁牛就不知道了 李玄霄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 不要 不要摸阿七的头 第十四章 竹剑也算剑 远处的山维俄高耸 直插云霄 犹如古老的巨兽 静静地矗立在大地上 见证着岁月的流逝 在阳光的照耀下 山蓝的轮廓显得更加清晰 李玄霄手里拿着一根竹子 在前方的灌木丛中 悄悄打打 周遭生腾着一层层薄薄的雾气 这些雾气 犹如一条条白色的丝带 缠绕在山间 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你是一个剑客 小女孩阿七问 嗯 那你的剑呢 李玄霄说 暂时没有剑 话说你师父是一个铁匠 你也应该会做剑吧 给我做一把 提起铁牛 阿七有些失落地低下头 我会打剑 但这里没工具 用竹子给我削一把 李玄霄晃了晃手里的竹子 竹剑也算剑吗 当然 李玄霄漫不惊心地说 我听铁牛说你很强 嗯 以前很强 现在呢 仍旧很强 李玄霄自信地说 阿七眨了眨眼睛 不再打茶了 这四周忽然传来一声哀嚎 尸体重重倒地 血泼和清澈的溪水混杂在一起 一辆残破的马车 有些湍急的水流 将尸体缓缓推走 几名马贼拿着兵器 翻动着刚被他们设服杀死的尸体 这是辆官义的马车 平常山贼不敢碰官义 因为坐在里面的宝布骑 是什么官员 官府一般都会追究 也该着他们倒霉 遇见了这伙不要命 不懂规矩的马贼 马贼头领看着白花花银子 嘴角露出凝笑 抢一次当官的 比抢一百次那些 穷鬼都强 有脚步声传来 马贼头领目光锐利 有人 余下马贼纷纷迟泻 看向声音来源的方向 一个清衣人 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不是官府的兵 甚至身上连个防身的物件都没有 活该你倒霉 一马贼松开弓弦 与剑飞射而出 李玄霄微微偏头 恰好躲过那一剑 阿七抬起头 看着李玄霄 李玄霄将手中的竹竿投掷出去 那马贼头领完全来不及反应 便被射下了马下 钉在地上 显然是活不成了 李玄霄身影一闪 竹竿已经回到了手上 七八个马贼身子一僵 下一刻同时倒在了地上 简单的 如同把地上的石子 伸手捡起来一般 李玄霄甩了甩手中的竹竿 转头对阿七说 还是要麻烦你 给我削成剑的形状 李玄霄一边说着 一边在人群中左戳戳 右挑挑 看一看 还有没有侥幸活下来的人 竹竿翻开一具尸体 忽然发现了一个 藏在尸体堆里的一个小男孩 男孩紧急闭着一双眼睛 脸上沾着血迹 凭住呼吸 明显是在装死 李玄霄用竹竿捅了捅他的养穴 嘿嘿 没几下 那男孩就忍不住了 大爷 别杀我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不知道 马匪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李玄霄说 小娃子颤颤巍巍地站在原地 看了看李玄霄 又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凶悍马匪 我叫林道林 是屯州人士 跟着同村的发小前去 西林天师服求学 哦 李玄霄微微一挑眉 那个 李玄霄指向尸体中唯一一个孩子 那孩子穿着锦衣绸缎 一看便是富贵人家的子艺 林道林点点头 是 这些随行的人 是我发小的二叔 他是刚刚辞官回乡的县城 本想着送我们一程 谁知道在这遇见了马匪 林道林声音颤抖 可是逻辑却十分清晰 小小年纪目睹着马匪灭口这残忍的一幕 也没有崩溃的大喊大叫 半个时辰后 李玄霄帮着林道林 埋葬了死在这的一群倒霉蛋 林道林给自己的发小 用木头刻了一个木牌 你小子还说等你发达了 给我讨实的老婆 现在可好了 你到了那边 一定要保佑我平平安安 出人头地 到时候 我给你烧大房子 给你烧许多钱 李玄霄颇为好奇的 看着这个小娃娃 明明比阿七大不了几岁 却活脱脱像是一个小大人 一旁的阿七 正用自己的小刀 给李玄霄刻着剑 他的手艺很精巧 一脸的专注认真 似乎是李玄霄刚才露的一手 秒杀了七八个山贼 让他产生了一些震撼 可好看一点 李玄霄用手指肚 抹扎着下巴 阿七头也不抬 竹子剑再好看 也不结实 没关系 帅就够了 林道林站起来 好了 我们走吧 他在埋尸的时候 已经提前把之前的物件 都拿了出来 全部装在小毛驴的身上 我离家的时候 母亲只给了我两吊钱 和家里的小毛驴 现在我却一下子 有了这么多钱 林道林大胆咧咧地说 仿佛早就忘记了 刚刚经历的生死危机 一点也不怕生 面对李玄霄 和跟他差不多同龄的阿七 口若悬河 你叫什么名字 李玄霄 那你呢 林道林又看向小女娃 阿七 林道林一拱手 老气横丘地说 路途漫长 还望两位多多照顾 老话说得好 萍水相逢就是缘 这一路上怕是不会寂寞了 便是如此 李玄霄领着两个小孩 一头毛驴向西林一路走去 夜色粘稠 李玄霄给两个小家伙生了一堆火 自己靠在树干上 便要尽心修行 林道林这时候凑过来 李大哥 你是不是很厉害 林道林想一个人 能对付那么多山贼 绝不是普通人 还可以 怎么了 你能不能教我两招防身用 你 李玄霄摇了摇头 你现在还学不了 你看不起我 从小到大我一学什么都会 不然也不会被龙虎山天师父选中 两招 省得以后我被人欺负 林道林指着一旁吃草的毛驴 我把这头毛驴送给你 怎么样 李玄霄闭上眼睛 不再搭理这小子 切 不教就不教 我还不学了呢 林道林低声嘟囔了两句 就把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 又去烦阿七了 第十五章 你我合力胜算几成 阿七给李玄霄刻好了逐剑 李玄霄握着剑柄 颇有些兴奋地挥舞了几下 多少年没有握剑了 他第一次握剑 便是名震天下的青云剑 十个多年 再一次重新握剑 却是一把竹剑 林道林剑了之后 缠着阿七也要给他做一把 阿七刚开始不愿意 不过架不住林道林日日烦他 于是 干脆也给他弄了一把 林道林牵着毛驴 腰间别着竹剑 神气一一 李大哥 你到底会不会用剑 会用 那你教我两招 我把毛驴送给你 李玄霄摇了摇头 教你两招 就送一头毛驴 太便宜你小子了 林道林不乐意了 这毛驴我从小养到大 不仅能拉末 还能拉货 可能干了 李玄霄抱着竹剑 十分臭屁地说 当年多少人想要跟我学剑 人家送的东西 比你这毛驴之前多了 林道林抬起头 看着天空 李大哥 你真厉害 我怎么看见好几头牛在天上飞 你一个人竟然能吹起这么多牛 真厉害 你个小娃娃懂什么 这时候 半空中有人遇见穿梭而过 他浮空的高度并不算太高 肉眼可见 那是一位年轻见修 喝得鸣顶大醉 一袭青色长袍 随风烈烈作响 脚下锁采剑身 闪烁着寒光 嗡嗡作响 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着他的锋利 宝剑如闪电般划过夜空 留下一道绚丽的剑痕 林道林嘴巴张大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位 玉空而行的年轻见修 眼神之中满是羡慕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 想象着自己 也能够像那位年轻见修一样 脚踏飞剑 翱翔于天际之间 林道林收回目光 指着那人对李玄霄道 怎么样 你能打过他吗 你的剑术有他厉害吗 李玄霄微微抬眼 很快又将眼睛闭上 满不在意地说 太弱了 林道林翻了一个白眼 以后多读书 别老想着跟别人打架 要修行先修的 李玄霄淡淡地说 不过这番话 在林道林和阿七这个年纪 是肯定听不下去的 师兄 李玄霄真的回复修为了吗 不知道 夜幕降临 天空中最后一丝余灰 也被黑暗吞噬 大地被笼罩在一片寂静的夜色之中 树下 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名唤金丽 女的名唤钟燕 二人是师兄妹 师从号称横推八百无敌手 天下应攻低远的轩原氏 轩原氏一生 只收两位徒弟 便是金丽与钟燕 门派不大 却急剧盛名 二人受人之托 前来监视李玄霄 钟燕淡淡道 师兄 现在的李玄霄 还会跟以前一样强吗 金丽犹豫了一下 不会 就算他是大伤出狱 毕竟费了二十余年 恢复也需要时间 钟燕若有所思 师父与他私交不错 我们这么做 若是师父老人家知道了 金丽忽然站起身 走了 钟燕道 师兄 李玄霄带着两个孩子走得很慢 不用跟得这么紧吧 李玄霄下一秒会做出什么 谁也不知道 若是跟丢了 不好向那人交差 师兄 你我二人在他手上 有多少胜算 钟燕忽然问 金丽皱眉 正于开口 微风拂过临间 树叶沙沙作响 带着清新的气息 和微微的凉意 钟燕和金丽身子 同时一将 一个人影突兀地 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两只手分别搭在 钟燕和金丽的肩膀上 钟燕和金丽 谁也没有动 只是互相凝视着对方 二人都能够感觉到 对方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 仿佛有一股钻心的力量 瞬间侵入了他们的身体 控制了他们的神经 一道无形的枷锁 束缚住了他们的四肢 让他们动弹不得 他们都在极力地 控制着自己 不让自己的脸上 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我记得你信中 李玄霄说 你 金丽侯杰动了动 信经 单名一个例 哦 谁让你们来的 李玄霄又补充了一句 说实话 我才是清云门执法堂的 二长老 二人无言 李玄霄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伸手又拍了拍二人 我不喜欢别人跟踪我 看在我跟你们师父 交情不错的份上 下不为例 原本停滞的微风 再次浮动 脚步横梁方圆 占许空间的时间重新流动 金丽 钟燕二人后背 早已被汗水浸湿 不知何时 身后的人影已经消失了 气息也没有残留半点 仿佛方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微风轻浮着树叶的沙沙声 可灌丛中的缠鸣听来 竟然有些温馨 劫后余圣 金丽胸膛微微起伏 我们刚才说到哪来着 钟燕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半场才打 你我二人联手对立喧嚣 能有几成胜算 现在答案有了 半空中 传来飞剑破空的声响 金丽吃了一惊 下意识地以为是李玄霄去而复返 忽然改了主意 不打算放过他们了 只是很快 他就反应了过来 那并不是李玄霄 而是一个喝得鸣鼎大醉的年轻剑修 那年轻剑修嘴中高呼着什么 甚至脱下了裤子 往下洒水 金丽额头上多了两条黑线 伸手一抓 破 就听一声闷响 紧接着 那年轻修士 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硬生生拖了下来 重重摔在地上 直接昏厥了过去 阿七和林道林已经睡过去了 李玄霄用力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轻轻吐出一口气 呼 看样子 暂时是将这两人唬住了 金丽与中业二人 修为皆是不俗 天资出众 否则也不会被薛元氏收为弟子 若是这二人合力出手 现在的自己 恐怕还真是双拳敌不过四手 李玄霄抖了抖袖袍 经此一事 定让那些对他心存疑虑的人 不敢轻易动弹 第十六章 凶兽 李玄霄坐在毛驴上 手里翻看着一本书 西陵记药 这是先前从被山贼杀死的 那个倒霉蛋官员的随身行李中搜出来的 一张不算是特别细致的地图 只画了大概的国土形状 标注出了西陵各个重要州府在哪里 西陵龙虎山 在地图上被标志得十分明显 如今的地图 基本都以山川为基准 比如在地方史制中所附的县域图 城池图等等 首先把县城画在中央 再把辖区内的山川 明圣按照相对于县城的大致方位绘制出 最后把各个村镇填到相应的山上 河边 这就算是一张县的地图了 放到一个国家上也是统领 李玄霄记得 上一次去龙虎山已经是许久之前的事情了 那时 跟着非洲而行 如今自己要靠着双腿去寻 颇有些不容易 屁股下的毛驴发出一声叫喊 李玄霄低头看了一眼 最终 李玄霄还是出卖了自己的剑法 换了林道林这头毛驴 在这歇一会儿吧 走在最前面的阿七 将书香放下来 他之前随着铁牛打铁 小小年纪便养成了坚韧的体魄 平日里背着柴火 山上山下地跑 丝毫不觉得累 很快 阿七就生了火 又让林道林 去前面的河里用一些干净的水 吃了一张饼子后 林道林便凑到李玄霄身边 让他教自己剑法 李玄霄摆摆手 待会儿教你 待会儿教你 我说话一向算话 林道林用小手拽着李玄霄的手 现在就教 现在就教 待会儿就别忘了 果然还是个孩子 阿七要不要学 李玄霄问 阿七抬起头 我也可以学吗 可以 阿七没有毛驴 没有毛驴也可以学 李玄霄淡淡的 阿七想了一下 好 那阿七做饭给你吃 于是 李玄霄便教了两个小家伙 一式剑法 二人认真练了一会儿 学得都很快 第二天 便让李玄霄教他们第二招 李玄霄叼着一根杂草 躺在驴背上 看着蔚蓝的天空 再练练 于是 两个小家伙 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练剑 足足过了五天 又来找李玄霄 让他教第二招 李玄霄啃着饼子 一本正经地说 欲速则不达 再练练 阿七和林道林 见李玄霄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对他深信不疑 苦心琢磨这一招 其实并没有多么难以理解 反复洗练 又过了一月有余 这才向李玄霄讨教第二招 彼时 李玄霄吃着林道林 给他买来的糖葫芦 淡淡的 差得远呐 继续练 这下子 别说林道林了 阿七都有些忍不了 他是不是在骗咱们 林道林问 阿七点点头 大骗子 下一秒 林道林扑了上去 你还我糖葫芦 别抢 别抢 再让我吃一口 这日 李玄霄带着两个小家伙 一头毛驴 路过一座城中 渭水城本是交通要道 平日里人口稠密 伤骨云挤 车水马龙 热闹非凡 然而 从今年开春的时候 凶兽便开始泛滥 人族自上古时代崛起 可在崛起之前 那漫长的黑暗岁月里 人族宛如被囚禁 在无边无际的牢笼中 苦苦挣扎 他们生活在荒野中 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大自然的无情和残忍 让他们的生命 变得脆弱而短暂 直到人族第一个修行者出现 然而即使到如今 也不过是人族与妖兽并存 凶兽是妖兽的另一类分支 杀戮是他们唯一的本能 袭击城池 吞食人类 甚至啃食同类 魏水城周围原本少凶兽 如今北方的一些凶兽 大规模迁徙至此 一时之间闹得鸡犬不宁 魏水城城主不得不吊拨高手 前来扫荡 不少宗门弟子来此 既能与凶兽交战 磨练自己的战斗能力 又能赚到相应的报酬 其中就包括青云门的弟子 李玄霄找了一家客栈住下 往床上一躺 睡了一天一夜 睡醒之后 在楼下胡吃海喝了一顿 满足地靠在椅子上 摸着自己的肚子 眯起眼睛 日高三丈我游眠 不是神仙 谁是神仙 他娘的都给老子滚 说你们看什么看 客栈内 一个喝醉了酒的壮汉 在耍酒疯 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手里拿着一支酒壶 摇摇晃晃地向四周挥舞着 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脏话 客栈的老板则站在柜台后面 一脸无奈地看着这个壮汉 他试图劝说这个壮汉冷静下来 但是他的话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壮汉越闹越凶 他开始推翻桌子 踢碎椅子 林道林看了一眼 那个耍酒疯的壮汉 想起李玄霄交给他的那招剑法 他自我感觉 已经将那一世 剑法链得炉火纯青 现在正是考验这剑法威力 究竟如何的时候了 林道林抽出腰间的竹剑 像是说书人口中里的侠客一般 大喝一声 看见 竹剑还没等捅在壮汉身上 便被对方抓住 一把折断 哪来的小屁孩 给老子滚 说吧 一下子将林道林拽起来 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 不疼 但是林道林又羞又怒 阿七见状 他平日里虽然有些讨厌林道林 不过这时候 却是一点也没有犹豫 匆忙施展出剑法 一剑戳到壮汉腿上 壮汉一把将他的竹剑 也夺过来扔到一边 似乎是被这两个小家伙惹恼了 双目远征 对方那庞大的身躯在他面前 就像是一座小山 吓得不禁身体一抖 壮汉正要有所动作 忽然间 那两个小孩同坐的年轻男人 微微偏过头 壮汉的眼神落在了对方身上 那是一个看起来 没有一点气势的年轻男人 但是他的眼睛却异常平静 如春水一般清澈明亮 没有一丝波澜 壮汉不由地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的手指关节 因为过度用力而变得苍白 随后 他自顾自地骂了一句娘 转身走出了客栈 第十七章 大骗子 客栈内的众人 诧异地看向罪汉的背影 怎么 忽然就走了 他们方才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谁知道 形势转变得这么快 明明那年轻男人 什么也没有做 李玄霄收回目光 继续嗑着瓜子 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也没有去管受了惊吓的阿琪 和林道琳两个娃娃 林道琳冲着罪汉的背影 破口大骂了几句 随后 他跳到凳子上 将李玄霄面前的桌子拍得光光响 你这是什么破剑法 李玄霄淡淡道 那个罪汉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位全可破法的武夫 以你们现在的剑术 对付一两个普通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骗子 你还我的小毛驴 还有糖葫萝 牛肉干 驴肉包子 阿琪悠悠地补充道 林道琳觉得 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自从李玄霄教了他这一套剑法后 便勤修不错 心中一直抱着希望 甚至不惜自己饿着肚子 也要把李玄霄喂得饱饱的 李玄霄牛皮吹得响亮 说这招剑法 只要略有小城 杀人于无形 千里之外取人手机不在话下 至于说那罪汉什么拳可破玩法 他们挑错了挑战的对象 林道琳一听就知道 他又在骗人 那罪汉就是个普普通通喝醉了的无赖罢了 李玄霄掏了掏耳朵 只当都没听见 至此 李玄霄就得了一个大骗子的称号 各地响应号召而来的修行者很多 官府于是自己贴钱让城内的客栈 免费提供给那些前来除凶兽的修饰 原本在客栈内的客人则一律要赶出去 客栈掌柜见李玄霄只有一个人 还带着两个孩子 一定不是前来除妖的 于是 只得退还了李玄霄的房钱 让他另寻住处 刚走出客栈 迎面就遇见了身穿青云门特制花纹的青云门弟子 此次铲除凶兽 青云门作为天下正道魁首 自然会派遣弟子前来 通天风 此次带队的是三弟子灵和 灵和为人朴实 性格木讷 跟大师兄李玄霄的关系 算不上多亲密 却也没有多么冷淡 无论是三十年前 李玄霄正值人生巅峰期 还是三十年后 李玄霄处在人生低谷 灵和微微一愣 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李玄霄 大师兄 都说了别叫大师兄了 灵和身后的宁颖 陈平一众通天风弟子 也随之开口 李师兄 李玄霄懒得纠正了 白白手 师兄 我们也正要在此地剿灭凶兽 不如一起同行 宁颖犹豫了一下 主动开口道 他还以为李玄霄 也是知道了 魏水城凶兽爆发的事情 所以特意前来助魏水城解围 这么看来 李师兄性格 并没有因为修为恢复 变得有多大 还是跟以前一样 侠义心肠 喜欢打抱不平 即使是生气了 也是刀子嘴斗俯心 宁颖不由地想起了曾经 师兄 对不起我错了 我给你做糕点吃 你别不理我 小时候 自己惹了师兄生气 撒撒娇总能混过去 而李师兄 也不会真的跟他计较 现在宁颖都这般年纪了 自然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撒娇 三十年的隔阂 亦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化解的 见李玄霄不搭理自己 宁颖不死心又道 师兄 我有个表亲 就住在魏水城 如果师兄不介意 可以先去我表亲家住下 方才 青云门一行人走到门口的时候 就听见客栈掌柜在赶人 想来李玄霄在城内 也并无其他的住处了 不劳烦了 李玄霄头也不转 静止离开了 林道林跟着李玄霄走了几步 又回过头 好奇地看了一眼一行人 带李玄霄走后 宁颖露出一个不干不干的笑容 看样子 李师兄是真的对青云门失望透顶 师兄有大功劳于青云门于天下 青云门却如此带师兄 陈平暗自佩服 心说 还是你会说话 李师兄是对青云门失望透顶不假 对宁颖又何尝不是 当年 李师兄可是对他有救命之恩 可他又如何报答呢 只是宁颖这么一说 庞佛是李玄霄因为对青云门失望 所以不想与他扯上关系似的 渭水城内的客栈 几乎都被从各地赶来的修士给占满了 一时之间根本就没有空余的房间 最终 城内一处寒森的小寺庙 收留了李玄霄三人 小寺庙只有一个老和尚 寺庙有一排房屋 已经十分破旧了 他们是什么人 怎么都管你叫师兄 林道林吃着白水煮面条 好奇地问道 李玄霄故作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也就你们两个小家伙瞧不起我 上外面打听打听我李玄霄的名号 说你胖 你还喘上了 林道林翻了个白眼 阿气无声地点点头 似乎很认同林道林的说法 林道林又说 哎 李大哥 你是不是被我们拆穿了 自己很没面子 所以特意花钱顾了人 特意眼给我们看的 让我们误以为你很厉害 李玄霄一偏头 不再搭理这两个小家伙 大口大口吃着面 懒得跟这小家伙计较 等待上路的时候 是喂狼呢 还是投到河里呢 听林道林这么一说 阿气眨了眨眼 在看向李玄霄的眼神 似乎是带着一丝同情 嗯 阿气相信你了 李玄霄眯起眼睛 总觉得这口气 像是狮蛇乞丐一样 赶紧吃饭 明天赶路 第二天一早 老僧知道他们要出城 劝他们一定要去城内报备 现在要出城的人都要报备 然后等时间一到 由城内的军队护送 否则单独出城 很可能遇见凶兽袭击 李玄霄谢过了对方的提醒 出城之后 林道林死活都不让李玄霄 骑自己的小毛驴了 阿气 阿气 你要不要骑毛驴 林道林追着小姑娘的背影 不骑 李玄霄摇了摇头 小小年纪就学会讨好女孩了 第十八章 六亿金棚 青云门这次一共来了三波修士 而通天风由灵河带队的通天风修士 只有七人 人数不多 战力确实十分强悍 并没有随着渭水城的大部队 清脚渭水城城外主风的凶兽 而是随着少部分人 去了更加凶险的横剑峰 一行人布下阵法 迅速往山顶攀登 山道绕着山峰盘旋而上 犹如一条巨龙缠绕在山间 峭壁高耸入云 悬崖深不见底 一路上凶兽遇见的不守 青云门弟子开路 不讲道理的冲杀在最前方 身后的几个宗门弟子 看着一路上凶兽的残肢断壁 不由得摇头苦笑 青云门就是青云门 陈平常见出鞘 拦在路口的那条巨蟒 被一剑划过 轻而易举地分成两半 动作干净利落 没有一丝多余 感受到了身后 其余宗门弟子的目光 陈平更加得意 师妹 你怎么了 陈平发现 宁颖有些心不在焉 没没什么 宁颖自从见了李玄霄后 就有些心神不宁 如今李玄霄修为恢复 她总是想起从前的事情 开始懊恼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都别掉以轻心 林河严厉道 横剑峰上的凶兽不可小觑 是 师兄 师父 清云门弟子的速度可真快 一中年人满脸苦涩 白发老人 眼神也有几分复杂 虽然她年纪 比那些清云门弟子长了不少 可修为却远远不如 这便是天资的差距了 行了 继续前进吧 咱们收拢一些低修为的凶兽 也算是 她话音刚落 便在众弟子眼前 被砸成了肉泥 血肉与骨头四剑 溅在了周围弟子的身上 脸上和眼睛里 他们呆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荧幕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一头头庞大无比的凶兽 从天空掉落下来 不仅此处 整个横见风的上空 黑压压的云层当中 凶兽如同暴雨一般落下 在短暂的沉默后 弟子们开始尖叫和哭泣 他们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仿佛世界末日已经降临 有些弟子试图逃离现场 然而不过片刻后 他们也跟他们师父一样 变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 小道灵 你之前是不是还藏了两份糕点 分我一份 李玄霄叼着一根狗尾八草 顶着烈日 抬起头看着坐在毛驴上的零到零 零到零把头转过去 不去搭理他 阿七的呢 李玄霄不死心 阿七说 之前不是给你了许多吗 让我吃完了 李玄霄理直气壮 阿七道 我们一人只有两个 你有六个全吃了 还有我们的糕点吃 李玄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大人饭量大 小孩饭量小 少吃一些没有关系 阿七被气得也转过头 不去搭理他了 李玄霄有些后悔了 那糕点味道真不错 早知道应该多买一些的 晚上趁着睡觉 把他们的糕点偷来 他小声嘀咕 这话被耳间的阿七听见 小眼神盯着他 李玄霄哈哈一笑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他们走的这条路上 并没有看见一只凶兽 反而是能看见乘队的马车 和一些修士 从此处向渭水而去 轰隆隆 地面忽然开始剧烈震动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摇摇欲坠 不远处的伤马队的贩子们 惊恐地望向四周 试图寻找地震的源头 早已空无一人的村庄房屋 瞬间倒塌 道路被撕裂 地面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哎哟奶奶的腿 林道林被震得 从小毛驴上摔了下来 他看向远处的林子 正要破口大骂 脸上忽然出现了惊骇的表情 一颗颗井口粗壮的大树 成片倒下 围绕横剑峰的防线 骤然崩溃 守护在此地的近八城修行者 淹没在兽群当中 谁也不知道 原本只是偏线的横剑峰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凶兽 盘旋在横剑峰上空的云雾终于散开 一只巨大的六翼金棚展开翅膀 他的翅膀如同金色的火焰 展开到了极致 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每一片羽毛都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翅膀轻轻一扇 掀起一阵狂风 让整个天空都变得黯然失色 为水城城主 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只凶兽 既然能借助某种神通 就隐藏在横剑峰上空 而且不被任何人发现 包括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自己 不仅如此 他还将这些凶兽 藏在了自己的身上 六翼金棚飞行速度极快 仿佛一道金色的闪电 在天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半空中 青云门通天风弟子灵和 手中长剑飞出 自胸膛处一直延伸到腹部 出现了一道可怖的伤痕 若不是身穿通天风珍宝之甲 怕是已经命丧于此了 六翼金棚的目光 好像在嘲讽着 魏水城城主的无能 魏水城现在的主力部队 都在围剿主峰 此时再往返 已经来不及了 汹涌的凶兽 将会在这之前 踏平城池 宁营手持断剑 半跪在几乎被一平落的山峰上 方才若不是灵和灵危不乱 此刻通天风这些弟子 怕是都会丧命于此 原本自信满满上山的陈平 就倒在他的一旁 半截手骨都露了出来 远处 六翼金棚庞大的身躯 遮天蔽日 魏水城城主实力 并不算如何强横 他坐镇魏水城 一来是依靠家族关系 二来 魏水城虽然交通发达 是繁华之地 不过 此地却并不凶险 魏水城家族 素有三家五门一说 历任城主 都出自于三家五门 而朝廷上派来的官员 不领实权 此刻 那落败于六翼金棚的 青云门弟子灵和 即是此时魏水城周边 最强之人 六翼金棚所带来的威压 让人无法呼吸 便是一些实力不弱的修饰 都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压迫感 他们的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有些人甚至无法站立 只能瘫倒在地上 无助地望着天空 第十九章 只有这一件 狂风肆意 无情地撕扯着一切 零到零和阿七距离得很近 只是他们竟并没有 如同一些修饰一般 被那股强大的威压 吓得不能站立 天杀的狗日子 我还没一锦还乡呢 狗日的二旦 你在地下就这么保佑我的 他口中的二旦 是死在马匪手上发小的右鸣 李玄霄只觉得 芬儿甚是喧嚣 眯起眼睛 盯着空中的六翼金棚 怎么有些眼熟呢 直到他看见 六翼金棚的左翅上 有一道巨大的伤痕 这才恍然大悟 当年西北之地多凶兽 且民间百姓 素有六兽王之称 凶兽袭击村庄 掠杀人类 甚至重兵把守的城池 都会成为凶兽的袭击目标 那时 青云门门主不幸陨落 无情道人 还没有接任门主之位 暂时离不开青云门 于是命当时的盈建峰大弟子 带领通天峰内门27名弟子 外门40名弟子 以及另外两峰 笼共一百多名青云门弟子 前往西北 彻底铲除西北之话 谁知那一战 青云门损失惨重 盈建峰大弟子 拼了性命杀死两名兽王 却终归不敌身死盗销 那一战 也是李玄霄出路头脚的一战 那时 他修为进展飞速 旁人都说他根基不稳 再加上从未见他出过手 于是只传他是营养辣枪头 忠看不忠用 李玄霄用剩余四名兽王的尸首 让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 被他斩杀的一位兽王 便是六亿金鹏 当时 李玄霄杀入对方的老巢 本想斩草除根 谁知道关键时刻 六亿金鹏用生命保护了自己的孩子 按理说 凶兽少灵智 残忍是杀 感情极为淡漠 甚至会一不高兴 便杀掉自己的孩子 舍命保死这种事情 不可能发生 只不过年轻的李玄霄 微微一愣过后 并没有手下留情 很快就展出了第二剑 可偏偏那时 迎见风平日里 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修士 突然出手阻拦了李玄霄 李玄霄措手不及 剑气只斩断了 六亿金鹏幼崽左翅的一部分 随即六亿金鹏幼崽 借助风韵 顿入林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后 那女修士的说辞 竟是万物有灵 不可往杀无辜 李时的李玄霄年轻 火气盛 回到城中 看着枉死的同门 惨死的百姓越想越气 狠狠把那位女修士揍了一顿 你今天一时手软 明天不知道 又有多少人葬送其口 凶兽可不会跟你讲什么人 以理直信 后来李玄霄和那位女修士 都遭到了宗门的处置 事实也正如李玄霄所料 那六亿金鹏 又在养好伤势之后 辗转各地 袭击村庄城池 又因其飞行速度过快 行踪隐秘 难以捕捉 便是活到了如今 兜兜转转 多年后 竟然又让李玄霄遇见了对方 六亿金鹏的瞳孔中 倒映着渭水城的模样 只是忽然 他的瞳孔微微下移 目光锁定了在关道上一个人影 那熟悉的气息 永生难忘 六亿金鹏狂躁起来 他的翅膀不断地煽动着 发出一声愤怒兴奋的叫声 他的眼神变得更加锐利 口中喷出的火焰 也变得更加炽热 身体散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燃烧殆尽 火焰熊熊燃烧 照亮了整个天空 让人无法直视 在这一刻 六亿金鹏 仿佛重新化身为一只狂野 没有灵智的凶兽 他的力量和气息 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撼 在渭水城众多修饰精益的目光中 六亿金鹏忽然调转了自己的方向 哎呀 他飞过来了 零道零的叫声 在李玄霄耳旁响起 这是他这辈子 见过最大的鸟 比老家最大的山还要大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抓着李玄霄的手 你不是吹牛你很厉害吗 你的剑法呢 快用啊 李玄霄被他吵到耳朵疼 说道 你学学阿七 你还是男孩子呢 阿七此时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微微张着嘴巴 他转过头 明亮的眸子看向李玄霄 我们会死吗 死了可以看见铁牛吗 你个天杀的就会吹牛 你赔我的包子 糕点 零道零一屁股坐在地上 毕竟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娃娃 别说他了 就连那些修士又如何 早已被吓得六神无主 李玄霄偏头 那你把糕点给我 零道零一愣 忙将怀里的糕点掏出来 给你 给你全给你 李玄霄一手摁着胯在腰间的竹剑 一手接过糕点塞进嘴里 零道零满是期待地看着他 李玄霄扭过头 将剩下一块糕点扔回给他 赶紧吃 死了 也不能当一个饿死鬼 零道零最后的希望 也因为这一句话破灭了 你个天杀的 李玄霄抽出竹剑 倒不是说他故意拖延时间 而是现在的自己 也没有把握对付对方 所以只有一剑 反正无非就是生于死两个结局 看好了 只有这一剑 一股强横无匹的气势 末地直冲李玄霄的五脏六腑 宛若惊涛骇浪般席卷而来 他的心跳如同肋骨般急促 血液在体内奔腾翻涌 仿佛要冲破血管的束缚 气势节节攀升 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不断积聚着力量 随时准备喷涌出 从李玄霄握剑的那一天起 他便仿佛经历了满园春色 到秋风落叶 自积雪浮云端至草掌阴飞 敌人苦心修得的剑道 千百万色淬炼 他却能轻而易举地获得 此时此刻 李玄霄闭上双眸 这三十年 江湖在梦中 六亿金棚巨大的阴影 笼罩住了他 他举起竹剑 风的流动 草的生长 星辰的运转 剑法就像是大自然的韵律 和谐而又美妙 让人不禁为之沉醉 这一剑 就像是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 追风逐浪 带着开天辟地的威势 剑气并没有将六亿金棚 一分为二 反而是迅速蔓延 如同碾盘一样 硬生生将其碾成了一团血肉 这一次 为您马首是瞻 六亿金棚的惨叫声响彻天际 仿佛整个世界 都能听到他的痛苦和绝望 他的身体迅速 被撕得只剩下血水和碎肉 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 这般震撼人心的一幕 必将成为此时在场众人心中的永恒 那磅礴的剑气撕碎六亿金棚后 余微浩浩荡荡继续前进 奔腾在天地之间 横剑锋上 宁颖刚刚为重伤的灵和服下丹药 远处 剑气已至 此时 横剑锋的青云门弟子 以及其余上山铲除凶兽的修士 下意识地抬起头 脸色齐齐一变 所有人只觉得剑光一闪 一股剑气已经逼到了他们的头顶 虽然离他们有三分四丈的距离 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意 仿佛随时都会刺到他们的头顶 那剑气停止了片刻 失去了控制 缓缓散去 呼 宁颖缓缓回过神来 就听一旁陈平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这 这剑气怎么有些熟悉 陈平脱口而出 宁颖陈阴天克 是大师兄 随着六翼金棚被一剑斩杀 众多突然现身的凶兽 此时全都全都匍匐于地 战力不已 他们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肌肉紧绷 想要逃避 却无法移动 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最深处的恐惧 根深蒂固 难以磨灭 即使是最为没有灵智的野兽 他们的本能也无法抗拒这种恐惧的清洗 李玄霄一剑过后 身影浮在半空 瞥了一眼横剑锋的方向 确定没有伤及无辜 这才如意到白红 重新落地 林道林和阿七都不约而同地张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李玄霄将逐渐重新跨在腰间 十分臭屁地把头抬高 这样的剑术如何 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娃娃 哇 李大哥 你太厉害了 林道林态度180度大转弯 一把抱住了李玄霄的大腿 崇拜地看着对方 李玄霄得意地翘起嘴角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还说我是不是骗子了 林道林摇头如波浪鼓 连忙将剩下的糕点双手奉上 大哥 您吃 李玄霄也毫不客气地接过 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嗯 懂事 随即 他又看向阿七 阿七眨了眨眼睛 总觉得李玄霄的神情 好像是小人得志 一点也不像真正的高手 毕竟哪里有高手 想方设法 要把小孩子身上的糕点 全部骗走 他摇了摇头 将那些奇怪的想法甩掉 把两块糕点拿出来 递给李玄霄 片刻后 魏水城城主欲空而至 李李前辈 城主的声音中满是诧异 他本以为灭杀六亿金棚 是哪一位老前辈所做 谁知道 竟是大名鼎鼎的李玄霄 不过 他分明记得 有传言说 李玄霄根基被废 修为全师 看样子 果然只是谣言 哦 认得我 当年家门关一战 晚辈随家中 长辈出战 曾远远地见过前辈一面 前辈英姿 永生难忘 那年 魏水城城主不过是人群中的小族 遥望着李玄霄的背影 眼神之中满是羡慕与崇拜 心里幻想着自己 总有一日会跟对方一样 可随着年龄的上涨 他逐渐明白自己穷尽一生 怕是都无法企及 此次凶兽来势凶凶 幸好前辈及时出手 保住了魏水城万千百姓 望前辈能随晚辈前往魏水城 也好让魏水城的百姓 以表感激之情 城主诚恳道 李玄霄摆了摆手 多谢你一番美意 不过我还要带着这两个小家伙赶路 等下次我路过魏水城 你请我吃顿饭都好了 到时候可别装作不认识我 前辈说笑了 魏水城城主 看着李玄霄一行人的背影 耳中传来嬉闹的声音 大哥大哥 赶紧教教我 我也想跟你一样厉害 大哥 从今以后为您马首是瞻 哈哈哈哈 李玄霄爽朗的笑声响起 似乎是很享受这种 被小孩子崇拜的感觉 六亿惊鹏一死 魏水城外围的凶兽压力顿减 还有少部分凶兽隐藏在林中 不过已经对魏水城 造成不了太大的危险了 以防凶兽再次复苏 魏水城城主又组织了两次围杀 不说彻底见面 却也让魏水城方圆百里 再无凶兽之患 魏水城 城主服 宅子的里里外外都被装饰得异常华丽 阳光透过帷幕 洒下斑布的光影 鲜花和绿叶点滞着每一个角落 七进七出的宅子 里里外外满是前来参加庆功宴的人 人们身着盛装 穿梭在宅子中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一起庆祝着这场胜利 魏水城本就富裕 城主出手更是阔绰 就算是没有赶上追击凶兽的修士 都得到了一大笔奖赏 城主和他的诸多魏水城达官贵族面带微笑 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来宾 青鱼门弟子道 声音一起 宅内众多修士的目光 纷纷都被吸引了过去 城主和几位城内家族组长连忙迎上前去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几分 宁颖微微一拱手 我师兄灵和负伤 不宜前来参加庆功宴 于是委托我等前来 还望城主和诸位莫要见怪 哪里的话 灵和小友是为了魏水城负伤 魏水城愿意承担灵和小友的一切损失 城主客气了 斩妖除魔 乃我青鱼门本分 城主脸上带着几分谄媚的笑容 可惜啊 李真人因是没能前来 这一次多亏了李真人出手相救 身后的其他家主也纷纷点头赞同 是啊是啊 还望宁小友回宗以后 能带我等向李真人道谢 李玄霄离宗一事 按照二长老的计划 原本应该不久后就应该告知天下 李玄霄已与青鱼门再无任何瓜葛 可是 谁知道李玄霄离门不久后就出现了意外 青鱼门高层发现李玄霄修为恢复 鉴于李玄霄的天资 这一变故 让众人措手不及 只得改变主意 严令宗门弟子不准再议论此事 将李玄霄下毒杀人一案推翻 同时让弟子寻李玄霄归宗 第二十一章 禁思往事如在墓底 所以 现在外界并不知情 李玄霄已经离开了宗门 魏水城的众人 只当李玄霄跟宁颖他们等人是一同前来 只是因为某些事情而先走一步 那六亿金棚也真是倒霉 潜伏了那么久 没曾想刚一露面 便遇见了李真人 有人用玩笑的语气说道 哼 也幸好李真人在魏水城 否则咱们今日便不能在这里庆功了 我提议大家 这一杯先进李真人 魏水城的众人吹嘘着李玄霄 本想拍拍清云门弟子的马屁 谁知道弄巧成拙 搞得清云门的宁宁几名弟子 面露尴尬之色 只能如坐针毡 附和地笑着 天地间真滋味 为静者能尝得出 天地间真积阔 为静者能看得透 李玄霄记得某个老兔驴曾跟自己说 真正的修行不止在山上 也不止在庙里 那时的自己手持三十剑 魏天且是不平人 对于老兔驴的话 自然没有放在心上 如今想来 细细有一番滋味 李玄霄躺在小猫驴身上 头枕着双手 静静地望着天空 傍晚 太阳渐渐吸血 天空染上了橙红色的晚霞 远处的山巒 在夕阳的映照下 呈现出一种神秘而又壮美的气息 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 仿佛是大自然为人们展示了 他最美丽的一面 在残阳的映照下 人们的影子变得长长的 李玄霄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伸出手去 果子 林道林立马贴心地递给他一个果子 果子比较青色 咬上一口酸甜酸甜的 大哥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厉害 林道林满脸期待 慢慢学 慢慢练 欲速则不达 李玄霄悠悠地说道 林道林重重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大哥 自从李玄霄露了一手 斩杀六亿金棚后 林道林与阿七便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 林道林现在不仅对学剑感兴趣 更对李玄霄的故事感兴趣 每天都缠着李玄霄 给他讲上一段 昨天讲到哪了 林道林提醒到 讲到那大叶皇子燕青 和北洛师门的仙子江黎 二人在月色下定情 李玄霄眯眯起眼睛 想起燕青和江黎的那段往事 一个忍辱负重 心怀壮志的皇子 一个是北洛师门 最为年轻的仙官 二人的相遇极具色彩 如同画本小说里的主人公 只是故事中美好的结局 却并没有出现 后来呢 后来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 放下一切 一起游历江湖 林道林听过许多 类似桥段的说出故事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故事走向 能猜出个八九步离时 李玄霄沉音片刻 摇了摇头 后来的后来 江黎回到了北洛师门 选择发扬门派 那个忍辱负重的皇子 也成为了皇帝 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咦 林道林常常疑了一声 就连假装练剑 实则竖起耳朵 听故事的阿七都皱了皱眉 似乎是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很不满 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他们不都定情了吗 李玄霄淡淡一笑 因为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世间哪里有那么多才子家人的完美故事 大多都是开始的轰轰烈烈 结束的翘无声息 林道林和阿七小小的年纪 大大的疑惑 李玄霄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 他有些记不得了 自己和铁牛强行为燕青制造 向江里表达心意的机会 在冰天雪地里看了一晚上星星 一起帮着燕青想 情书该怎么写 我觉得用你好起手最为稳妥 张铁牛一本正经地说道 既不显地主动 又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李玄霄摇了摇头 江里可是北落师门的仙官 喜欢文周周的 应该这么写 一别今年 弥天怀思意思是 别离这么多年 更添了怀想与思念 燕青和张铁牛赞同地点头 同时竖起大拇指 结果 江里将书信丢还给燕青 冷冷到 咱们半个时辰之前刚见过 还有 这已经是你这个月 写给我的第107封信了 你再将信让李玄霄 悄悄地放在我床头 信不信我把他们都塞进你嘴里 想起当时燕青 向自己诉苦时的委屈表情 李玄霄现在还是忍不住大笑 大哥 你笑什么呢 领导林好奇地问 李玄霄眼底露出一丝感伤 没什么 想起一些开心的事情 静思往事 如在目底 青云门 通天风 有位青少的少年 正在林中席见 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落 照亮了少年的脸庞 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 手中的剑闪烁着寒光 身体轻盈地穿梭在树林之间 剑随身动 如影随形 他的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但他毫不在意 他的心中只有剑 只有对剑的信念 许久之后 那道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 墨住一身青袍 袍袖翩翩 他的身姿挺拔而又轻盈 头发梳成一个简单的发际 插着一支玉簪 其余的青丝则垂落在他的背上 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摆动 他的脸庞清秀而素雅 没有一丝一毫的妆容 却散发着一种自然而然的美丽 世界 少年停下了动作 站在墨竹面前 胸膛微微起伏 少年名幻陈十四 是通天风内门弟子 排行最小的一位弟子 同时也是通天风近年来 天资最为卓越的弟子 多年前 墨竹下山游历 恰巧遇见了被仇家追杀的陈十四 出手相救之后 意外发现 其天生珠窍大开 倒卖外险 乃是万中无一的修行种子 于是 便将其带到了青云门 拜入青云门后 陈十四在没有任何修行基础的情况下 先后连破三井 在众人看来 一个笔尖李玄霄的天才 即将再次出现在青云门通天风 第二十二章 给我时间 我定将超越他 一镜一镜 步步登天 修徒九镜 一称九镜 一镜 黄庭筑基 修身养性 召见黄庭 二镜 武器朝圆 三镜 三花聚顶精 修炼真挚化镜 觉醒天赋神通 法术威能初步显露 衍生神识探查天地万物 玉使法宝 四镜 命不由天成金丹 大道从此使出探 五镜 参悟道法 在体内 铸就大道宝门 修行神通大道起 圆海之上铸道门 六镜 孕育圆胎 化出圆阴 此为修行下三景 与中三景 至于上三景 修至此修为者寥寥无几 陈十四年纪轻轻 便迈入修行第四景 命不由天成金丹 大道从此使出探 前途无量 要知道在这之前 除了李玄霄之外 清云门弟子 迈入第四景的平均年龄 在五十岁以上 走吧 师尊要见你 莫竹道 师尊 陈十四一阵 他拜入通天风的时候 无情道人 已经接任了清云门门主 朱氏繁多 对于他这个新弟子 自然无暇顾及 所以 陈十四平日里 很少能看见无情道人 更多的时候 是门派中的长老与师姐 指点他修行 很快 陈十四便随师姐莫竹 到了主峰大殿之中 不错 无情道人身上 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压迫感 淡淡瞥了一眼陈十四 陈十四低着头 紧紧抿着唇心喜无比 说起来 这是师尊第一次夸奖自己 按照修行界流传的说法 下三景的修士 都不能算修士修真者 结了丹才算 金丹以下的修士 面对金丹旗的修士 在不用外力的情况下 基本上无法战胜 无情道人淡淡道 你现在 算是入了中三景七始的第四景 这个境界能卡住人一生 切骄切躁 弟子谨尊师命 无情道人紧接着又对墨竹道 有消息称 清云门叛逃弟子熊天宋 在西陵与大叶边境流窜 西陵国希望清云门尽快处理此人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这一次 你带你十四去吧 听了这话 陈十四顿时心中更加高兴了 与师姐一起执行任务 墨竹却是眼神微微一闪 师尊 熊天宋实力雄厚 师弟刚刚入第四景 根基未稳 无情道人淡淡道 熊天宋六景原音修为 当年李玄霄四景修为 便力展两位六景修士 何况这一次 有你在身边 陈十四暗暗握紧了拳头 不等墨竹再开口 立马道 师尊放心 弟子定辅佐师姐 带着熊天宋的尸体回来 你们去吧 无情道人重新闭上了眼睛 墨竹给了陈十四一个眼神 示意对方先离开 陈十四走到殿外 听见殿内的交谈声 师尊 林河等人已经归宗 完整的事情经过 已经记录到刘影时当中 殿内沉寂了一会儿 似乎是在播放刘影时 所记录画面 两久后 无情道人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陈十四从未见师尊如此 而他也明白 造成这一切的 都是那个 他并不怎么熟悉的大师兄 陈十四败入师门的时候 李玄霄早就伤势恢复无望 远离了通天风弟子 所居住的地方 所以 陈十四与李玄霄 接触并不多 只是对于李玄霄的 那些传奇故事 陈十四定会是青云门 最为耀眼的星星 他八岁入青云门 十五岁在一年的时间内 一朝得到 连破三井 更是在未满二十岁这一年 踏入了第四井 这一切都足够耀眼 可偏偏在他的上面 有一个更为耀眼的存在 即使他如何努力 别人都会轻飘飘地来一句 当年李师兄如何如何 想到这儿 陈十四不由地捏紧了拳头 许久后 墨竹师姐从殿内走出 师姐 墨竹师姐摆了摆手 回去准备一下吧 愈发憔悴的脸色 心生不忍 自从李玄竭离开青云门后 墨竹师姐的脸上 就很少再看见笑容了 他知道师父在担心什么 也知道通天风的各个师兄弟 在担心什么 李玄竭被设局赶出青云门 如今修为恢复 对于青云门来说 这是最大的变数 陈十四深吸一口气 忽然转身走向大殿 师父 他朗声道 墨竹诧异地看着他的背影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师父 我不是李玄竭 我也不会是李玄竭 电闪雷鸣 暴雨哗哗 向天河绝了口子 李玄竭一行人 赶到了山中的一处破庙 林道林看着眼前的破庙 残垣断壁和破败的门窗 满是灰尘 充满了腐败味 凝宿荒坟 不住荒庙 林道林说 不过 显然阿七和李玄竭 都不怎么在乎这一说法 林道林便又拍马屁地说道 不过有大哥在 什么都不用怕 好冷 好冷 李玄竭搓着手 这庙怎么变得这么破了 你以前来过 阿七好奇地问 嗯 很久以前了 一边说着 李玄竭一边走到那尊倒塌的泥胚神像前 将泥胚神像扶起来 李真人 好久不见 下一刻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出现在眼前 这场面可把林道林和阿七吓了一跳 哟 书生怎滴妙语破成了这副样子 土地呵呵一笑 河流改道 近山的路变难了 就连原先的山神都换了人 我这个小小土地 能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李真人怎么得闲来了小神这儿 李玄竭道 落过罢了 顺带看看你 想着来蹭一顿饭吃 谁知道你落不成这个样子了 看样子饭是吃不成了 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土地道 不过 不过需要李真人帮我一个小忙 哼 听这口气 这忙肯定小不了 土地笑眯眯地说 对于李真人来说 自然是一个小忙 能不能劳烦李真人 把我的像搬到山那头的柳河县 第23章 才子家人的俗套故事 土地公叫刘楚 生前是一个穷秀才 家道中落 与苏念自幼相识相知 少年会因少女的目光而修红耳根 会因突然的探身而不知所措 虽有青涩甘甜的竹马之情 却因身世命徒的无奈约束 而困难重重 少年知晓 唯有发愤读书考取功名 方能为这个爱情 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天意弄人 进京赶考前一日 小县发了洪水 少年为救百姓 用祖传的御水之法 试图救下百姓 在他的庇护下 先后有数百余位百姓得以逃生 最终少年立即而死 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的恩德 便为他肃了相 成为了当地的土地神 才子家人的俗套故事 李玄霄曾在刘楚的庙中 赞住过一个月 那个名幻苏念的女人 每隔几日都要上山来去拜土地神 每次来都要带一个少年爱吃的苹果 第二天的清晨 雨停了 李玄霄把刘楚的神像 放在小毛驴的背上 那丫头怎么样了呢 李玄霄问 在他看来 苏念自然是一个小丫头 不过此时 对方早已是冒蝶之年 而孙满堂 刘楚露出一抹苦笑 他他病了 已经有好久没有来了 我想去看看他 阿琪转过头 好奇地问 土地公公不是有神通吗 可是已经好久没有人 给我封上香火了 别说法力了 我现在还能存在于世间 就很不容易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河流改道 要想上山很麻烦 还好 每个一段日子 都能吃到一个苹果 刘楚说这话时 语气中满是幸福 他顿了顿 继续说 最近隔壁县新来了一个城隍 这位城隍行事 有些过于霸道了 跟我们县的城隍 之前有一些过节 却把私人的恩怨 带到了办事当中 立下了许多特别的规定 不许我们县的阴官 踏入他们县的界内 还强行将许多游荡的鬼魂 往我们县塞 现在两个县的城隍 正准备到都城隍那里 去打官司 刘楚许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 于是此刻话尤其地多 麻烦真人了 请吃饭就好了 李玄霄随意地说道 李真人的宝贵时间 怎能浪费在吃饭上 巧了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刘楚眯起双眼 看着李玄霄 真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哦 很不一样 但是小神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一样 刘楚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地 他只是知道李玄霄很厉害 但具体多厉害他不清楚 更加不知晓 所谓修行界的大事 所以 他此时真的只是感受到了 李玄霄和从前的不一样 这个曾经兴事重重 忧心忧忧的人 如今却散发着一种悠然自得的气息 仿佛一切烦恼都以离他而去 李玄霄的步伐变得更加轻盈 他的身上也散发出一种自在的气息 他似乎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衡 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 刘楚道 真羡慕真人你啊 山风扑面而来 带着山林的香气 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舒适和愉悦 风中还夹杂着松针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 下山的路走了三天 第四天的夜晚 已经能看见山下的灯火了 可嗨嗨 李玄霄一阵咳嗽 身体剧烈的颤抖着 脸色苍白如纸 额头上冷汗淋漓 一方面是身体 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状态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 另一方面 伤势虽然在不断恢复 可是倒骨 根基一毁 却是无法逆转的损伤 以至于有些撑不起他现代的灵力 如果说 李玄霄原本的身体 是一个大到几乎没有边际的水库 那么受伤以后 水库被毁 里面的水全部丧失殆尽 而现在的李玄霄 虽然重新拥有了储水的能力 可是并没有了那么广阔的水域 无法储存太多的水 每一次修炼 他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仿佛是在抗拒着那些灵力的涌入 李玄霄一抬眼 发现走在前面的阿七 把头转过来 有些担忧地看向他 李玄霄回应他一个安心的笑容 轰隆 不远处的山石突然有了变化 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悄悄觉醒 起初只是一些微小的震动 但很快 这些震动变得越来越强烈 直到最后 整个山石都开始颤抖起来 一个巍峨的巨影 从山中拔地而起 身上弥漫着浓郁的山川之势的神光 这股气势磅礴而强大 让人不禁感受到 一股深深的敬畏之情 无奈柳河山神 而等何人 刘楚拱了拱手 小神刘楚 乃是赵县的一方土地 拜见山神大人 赵县 山神冷哼一声 赵县的土地 来我柳河做什么 小神的供奉之力 以所剩无几 想趁着上在人世 最后看一看故人 赵县英官 不得入柳河县 柳楚陪着笑脸 小神知晓 最近柳河县 与赵县的英官 闹出了一些误会 山神大人心胸宽广 自然不会因为这等小事 为难小神 还望山神大人行得方便 小神感激不尽 你倒是会说话 山神道 我与那柳河城皇私交匪浅 若是放你过去 我怎好与其交差 柳楚做了多年土地 英官的官场 与阳官的官场 没什么差别 他自然懂得 这山神的意思 没一点好处 对方怎么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柳楚面露刚大之色 山神大人 小神已许久 没有得到香火供应 更不用说其他的 一些值钱的物件了 山神先前便已看出 对方香火气息衰弱至极 如今听对方亲口说 于是便愈加不耐烦起来 闲话少说 再往前走 莫怪本作不客气 可是 可是 根据阴间律法 并无此条律款 小神虽身为赵县土地 却也有权前往柳河县 话还没说完 便被山神棱棱打断 怎么 跟本作讲道理 第24章 讲道理 怎么 你想跟本作讲道理 小神 小神 刘楚的身体 变得更加虚薄了几分 似乎是被山神 强大的气势所影响 这时候 灵道灵走了出来 这小子倒是个胆子大的 面对这场面 一点也不见打错 他伸手 想拍刘楚的肩膀 可是手却并没有碰见实体 于是只得给了对方一个眼神 仿佛是在说交给我吧 只见他从怀里 拿出两个桂花饼 递给山神 诺 给你的 零到零年纪虽小 对于人情世故这方面 却是很会难念 他知道 这时候应该给对方一些好处 于是大方帝 拿出了自己舍不得吃的桂花饼 这桂花饼究竟多有魅力呢 就这么说吧 李玄霄已经朝他要了 在他看来 就连李大哥这种厉害的剑客 都想吃一口这桂花饼 更不用说一个山神了 山神冷着一张脸 盯着眼前这个小娃娃 偏偏林道林 还一脸得意的表情 仿佛是在说想吃吧 我就知道 你想吃 林道林手中的桂花饼 忽然脱手而出 在半空中被一只手接住 这才没有落在地上 李玄霄一口咬掉了 大半个桂花饼 林道林同样感受到了 来自山神的压力 忙躲到了李玄霄的身后 李玄霄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仔细地品味着舌尖上的美味 桂花饼口感细腻 柔软 如同云朵一般 一边吃 一边拍了拍林道林的肩膀 少年 还是太年轻了 看大哥的 大哥 你要用剑术揍他吗 林道林低声问 李玄霄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 认真的对林道林和阿七说 记者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以暴制暴 通常只会使矛盾升级 只能让对方害怕 畏惧 要么表面上帝服从 要么奋起反抗 暴力只会让对方内心的反抗欲望更强 而不能化解问题 两个娃娃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李玄霄淡淡一笑 还请山神给个面子 我们去去救回 绝不麻烦山神 面子 你有什么面子 李玄霄再次拱了拱手 这柳和山山是连绵 能成为这一山正神 阁下也算是修行有成 想必也是有德之人 两县城皇因私怨而牵连两县因关 已是违反了律法 足下身为山神 大可不必卷入这趟浑水当中 谁曾想听了他这话 山神怒气更上几分 你以为你是谁 用这种口气与本座说话 本座如何办事 轮得到你说话 有一些法力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随着山神红中大吕的声音响起 周遭飓风四起 飞沙走时 树枝被吹得东倒西歪 在下信里 明玄霄 飓风骤停 山神表情微微一将 李玄霄 李玄霄双手交叉胸前 身子微微厚仰 林道林满是佩服的 看着李玄霄的背影 这是他在做梦中 才会出现的场景 孤身走江湖 腹不平之势 报一个名字 便足以将恶人吓得胆寒 山神 李玄霄 李玄霄是谁 不认识 李玄霄 山神并不认识李玄霄 就像是县衙里的衙役 也不一定认识当朝的宰相一样 我 李玄霄 用剑那个 李玄霄似乎是觉得在孩子面前 这场面有些尴尬 比划着逐渐想让对方想起来 本座管你是谁 你个屁鸟人 贼操娘的小狐酸了 疗子操的 剑没羞耻狗骨头 山神已经没了继续交谈的耐心 非要好生教训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李玄霄面色不变 来来 咱俩去那边聊 零道零不解道 这山神都把咱大哥骂成这样了 咱大哥怎么连屁都不放一个 阿七平静道 被骂成这样都面色不变 宠辱不惊 坚持以德服人 阿七若有所思 对于李玄霄的认识 第一次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他是想说 真正的高手 从来不会毫无道理的出手 真正的强者 愿意以弱者的自由为边界 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他想起铁牛曾跟他说过的话 李玄霄是我们几个中最温柔的一个 他从来不轻易跟人动手 总是温文尔雅 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 嘴角总是挂着一抹微笑 无论遇见什么都不急不躁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实力强大 而志得一满 没一会儿 山神鼻青脸肿的再一次出现 哎呦 你看这闹了多大的误会 您早说您是李玄霄 又何必闹这一出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来来 跟我走 我带你们下山 误会 全是误会 李玄霄拍了拍逐渐 嘟囔道 还是这玩意儿好用 阿七 哦下滑仙哦 阿七摇了摇脑袋 将刚才的想法全抛了出去 他又看了一眼 正在向零到零炫耀自己剑术的李玄霄 默默地想到 铁牛骗人 李玄霄等人 一路用毛驴驮着刘楚的泥胚 向到了柳河县 因为刘楚现在香火之力过弱 齐魂不能离开本体泥胚像太久 于是 李玄霄一行人便跟着刘楚一起去了刘楚心心念念的姑娘家门外 多谢李真人了 刘楚的身影欲加稀薄 像是一阵风打过来都能被吹散 李玄霄淡淡道 快去吧 我看那丫头没多长时间了 刘楚从怀里套了半天 摸出一个碎银子递给李玄霄 这是说好的报酬 李玄霄接过银子 抛到空中又接回手心里 嘴一脚挂着笑 也不知道苏念那丫头还记不记得我了 待会儿给我待个好 刘楚点点头 身影穿过石墙 进入了宅子 李玄霄随手揪了一根路边的狗尾巴草 叨在嘴里嚼着 抬眼才发现 整片天空都变成了温暖的颜色 天空已经被夕阳浸染透了 就像染缸里的布料一般 没有一点留白 阿七靠着墙边站着 歪了歪头说道 他是要跟自己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吗 是的呢 李玄霄轻声说 第25章 这世间的美好太多了 苏宅 垂垂老矣的苏念躺在榻上 他的身体就像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 慢慢地耗尽着最后的能量 眼睛深深地凹陷在眼眶里 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就像两口枯井 暗淡无光 刘楚深吸一口气 就站在苏念的床前 可是对方并没法看见他 刘楚脸上同样布满了皱纹 就像一张被柔皱的纸 写满了岁月的痕迹 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却又无法发出声音 他的思绪渐渐飘回到了过去 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他的弟弟 肌腹待他不好 他想着父亲在世的时候 想着林家名叫苏念的姑娘 某一日 他在家砍柴的时候 忽然被人拍了拍肩膀 有好好吃饭吗 一回头 就见苏念笑盈盈地站在自己身后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他的鞋子很脏 后来刘楚才知道 为了见他 姑娘一个人翻了一座山到了赵县 后来的后来 刘楚常常往柳河县跑 再后来 他意外成为了土地 又轮到苏念 一遍遍踏着这条山路 踩过的泥泞 翻过的山岭 喝着冷气 仰头望过的星河万里 可惜 最后的最后 他终究是失约了 刘楚深吸一口气 用最后的香火之力 将自己的虚影幻化成形 出现在苏念面前 哟 有好好吃饭吗 夕阳洒在河面上 随着波浪的抖动 因前几日下大雨 而灼黄的河面 呈现出不同的光与影 像是无数的天上星 落进了河里 微风吹过 树叶沙沙作响 仿佛在为这美丽的故事伴奏 那些执着已久 中在心口的痴迷 爱恋 随着时间的洪流 冲击成点点碎线 李玄霄眸光微微闪动 忽然伸了一个懒腰 我们走吧 刘楚爷爷呢 阿祺问 他呀 他已经告完别了 李玄霄淡淡道 他还会回来了吗 灵道灵说 不会了 他已经跟过去的自己告别了 阿祺低着头 可是 可是他们最后也没有在一起 岂不是很悲伤 李玄霄嘴角挂着笑 怎么会呢 这世间的美好太多了 朝城促心的阳光 微风吹起的衣角 春天新生的泥土 冬天温暖的火炉 伸向青瓦梅花 院子外的桂花 续着故事的篝火 写满月亮的诗歌 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 不能得到的 更要珍惜 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 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 老板 面条怎么卖 老板不敢当 就是路边卖面地 面摊的小贩 笑着抬起头 眼看就要入了冬 天气渐寒 这一大早的 街上少见人 眼前这个年轻人 领着两个孩子 牵着一头毛驴 看起来像是旅人 来几碗面 三碗 片刻后 李玄霄面前的一碗面 就被扒空了 他舔了舔嘴角 意犹未尽地 扎把扎嘴 心里还在回味着 面的鱼香 这时 小贩刚挑出出水的面条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李玄霄就一阵吆喝 声音响亮而热情 老板 来一碗面 多放辣椒和葱花 小贩听到声音 熟练地 将刚出水的面条 放在了李玄霄的碗中 李玄霄赞了一句 好面 客官打哪来 南面 要往哪边去 北面 渐渐地 小贩发现了不对劲 这位年轻人 有些太能吃了 一碗接着一碗 都赶不上烫了 自己锅里的面刚出水 便被对方要了去 这会儿的功夫 便是二十多碗面条下了肚子 小贩高兴的同时 隐约有了一些担忧 不会把他给撑死吧 客官 您可悠着点 这面可不像小菜 实打实地面盘揉的 香 没 李玄霄还要继续吃 阿七伸手拉了拉他的袖脚 李玄霄低头去看他 阿七圆溜溜的眼睛 滴溜的转着 把小手摊开 伸到李玄霄面前 里面只剩下十五文钱了 原本他们是有很多钱的 来源于死在马匪手里的 零到零发小二叔一家 结果之前在城里的时候 钱弄丢了 因为这事 零到零大哭大闹了许久 这可是他留着以后 讨八个婆娘的钱 李玄霄算了算 他刚才吃的面条 这十五文钱肯定是不够的 就这些 没有了吗 阿七摇了摇头 没有了 就这么点了 李玄霄又看向零到零 零到零摇了摇头 我也没有了 你小子最爱藏钱了 李玄霄不信邪的 去摸对方的口袋 大哥 我真没了 听见这番话 小贩心里咯噔一声 感情是个吃白食的 不过看李玄霄这身打扮和穿着 再看身上的气质 怎么也不像个吃白食的 李玄霄挠了挠头 要不把毛驴卖了 不行 零到零顿时一蹦三尺高 这毛驴可是他从小养到大的 怎么能说卖就卖 李玄霄目光 撇到街道一旁的店铺 忽然来了主意 于是站起身 就往店里走 小贩见两个孩子和毛驴都在这 也不怕他逃了 店家正在挥笔写着文章 见有人来了 招呼道 客官要看点什么 燕台 镇纸 还是其他的文房四宝 李玄霄四处看了一眼 燕台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有山水 有花鸟 上等的镇纸 则是用上好的紫檀木制成 上面镶嵌着猫眼石 绿松石 琥珀 店家 来一张宣纸 就要一张宣纸 嗯 卖吗 店家失了兴致 原本看着人穿着不错 还以为是个大卖家 于是随手抽出一张宣纸 两文钱 多谢 借笔一用可否方便 方便 店家也不是小气的人 李玄霄到了谢 将两文钱放在桌子上 取过毛笔沾了沾墨水 手指轻轻握住笔杆 感受着笔尖与纸张的接触 李玄霄左手撸起右手的袖子 右手拿起毛笔 笔触轻盈灵动 官知若脱将骏马横空而来 绝尘而去 随着他的笔触不断的移动 纸上渐渐浮现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那是一幅山水画卷 山巒起伏 云雾缭绕 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仙境之中 李玄霄的笔触越来越快 右手不断的挥动着 笔下的线条也越来越流畅 整个画面也变得越来越生动 终于 他停下了手中的笔 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他将手中的笔放下 轻轻地按摩了一下右手的手指 许久 没有作画手指有些发酸 李玄霄的书画 是从大业前国手 当年 他在师父面前立誓 此生只在世间流传十幅画作 那之后 便甚而又甚 店家站在那幅画作前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大了 他亦是懂画之人 此刻整个人仿佛置身于画中的世界 被那细腻入微的笔触所吸引 整个人都陶醉其中 以山岳巍峨 江河波荡 借助布局 让人感受到一种宁静 舒适的美 隐隐约约 竟能让人有一种 可以沟通天地的名物 李玄霄道 这画作店家认为如何 店家伴上他回过神来 好好好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又觉得 这么说有点太干了 正准备将自己 对于这幅画作的理解 到豆子一般地说出来 李玄霄一句话打断了他 店家可愿买下来 那自然是好的 李玄霄算了一下面前 七八十文 店家嘴角抽动 他甚至都有了心理准备 对方说七八十两 谁知道来了一句七八十文 好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店家点头如捣算 似乎是生怕李玄霄反悔一样 他大手一抓 在柜台上 抓了许多碎银子 看也不看 就递给对方 李玄霄微微眯起眼睛 倒也没有拒绝 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钱 算起来 这是他流传于世的第二幅画作 第一幅画作 他送给了一个女人 当时的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 多年以后再次提笔 会是为自己换取吉养碎银子 行 也算值得 千金难买也刀幸 李玄霄收了钱 便潇洒离去 头也不回 没有一点留恋和不舍 说起来 他甚至都没注意到 这家店铺叫什么名字 这位客官 可否留个性命 店家这才想起来 李玄霄摆了摆手 店家欣喜若狂 兴奋地搓着手 盯着画作 越看越有味道 恨不得立马便要临摹一番 忍住心中的悸动 不过当务之急 是将此话表起来 名画名字重表 如并年依 依善则随手而起 依不善则随手而弊 李玄霄慢悠悠地离开了店铺 回到路边的面摊 其实一碗面也就几文钱 别看李玄霄吃得多 实际上并没有花多少钱 负账的时候 一共付了七十五文 面摊的小贩 收了他七十文 大哥 你哪来的钱 零到零差异地 看了一眼店铺的方向 低声说 大哥 你去抢钱了 李玄霄敲了敲他的小脑袋 你大哥我什么身份 怎么能做那种不体面的事情 随手一付墨宝 就能卖到天价 他将赚来的钱 交给小管家阿七 阿七眨了眨眼睛 好厉害 他是第一次由衷地夸赞李玄霄 在阿七的认知当中 只有村子里的私塾先生会写字 更不用说 像李玄霄这种 能将书画拿出去卖钱了 卖了好多钱 阿七嘟闹 这些钱不知道要打多少次铁 才能赚回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钱收起来 免得像上次一样弄丢了 阿七抬起头 看向李玄霄 可以教我写字吗 嘿 你们两个小家伙 一个要学我的剑 一个要学我的字 一个比一个精 李玄霄摇了摇头 不教不教 当我是什么村口的娇习先生吗 我以前那可是 李玄霄正要侃侃儿谈 就听阿七说 阿七以后的糕点都给你吃 李玄霄用手指肚抹撒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嗯 这还不错 街上人来人往 各种小贩在街边摆摊摄点 叫卖生不绝于耳 陈石四左瞧瞧 又看看 自从败入青云门后 他就很少下山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个卖面条的小贩 他站在一口大锅前 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筷子 不停地搅拌着锅里的面条 面条煮熟了 他就捞出来 放进碗里 再加上各种调料 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就做好了 那面条又细又长 又滑又嫩 让人看了 就忍不住想流口水 陈石四抿了明嘴唇 侯杰上下动了动 突破下三井后 修士便避鼓 不需要五股杂粮 维持身体所需 但也有不少修士 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仍然会品尝美食 吃碗面 身旁的墨竹忽然开口道 陈石四一正 啊 不不用 他知道 师姐已经多年没有碰过五股杂粮了 避鼓二十余年 自己也绝不能动了 这口腹之欲的念头 何况 这还是自己第一次跟师姐下山执行任务 在这休息一晚 明天出发 好 月明星熙 还没有到宵静的时间 陈石四听着外面嘻嘻嚷嚷的声音 走到窗边 他忽然很想跟师姐一起去外面走走 可是走到师姐房间门口的时候 又停住了脚步 师姐现在一定在修炼吧 他深吸一口气 终归没有鼓起勇气 敲响师姐的房门 而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了街头 陈石四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巷尾 最终走入了一家名叫荣宝斋的店铺 哎哟 客官你里面请 想看什么自己挑 店主头都没有转一下 直勾勾地盯着墙上心挂上的山水画 越看越叫人喜欢 连续两碗他都没回家了 而是直接在店铺住了下来 生怕这幅画作被人给偷了 他现在的心里十分矛盾 既想跟旁人强烈地分享 又担心出了意外 被人惦记 毕竟才不外露 陈石四在店内转了半圈 没有入得了眼的物件 见店主神情专注 于是顺着对方视线的方向看去 第27章 一连串的巧合 陈石四盯着那幅画作 青云门有不少师兄师姐 都是书画大家 画作灵运自成 非凡物可比 他本是抱着无聊的心态 顺便逛逛看看 却被这幅画作深深吸益 他不自觉地屏住一口气 见话如见人 做此话之人 道行之身难以捉摸 店主只能隐约感受到 画中意景 可陈石四本就是修行者 神识远非寻常人可以比拟 一眼便沉浸在其中 眼前浮现出一片青山绿水 耳边回荡着悠扬的古琴声 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的世界 感受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 两久后 陈石四回过神来 店家 这话怎么卖 店家咧嘴一笑 客观也觉得这话不错 不瞒您说 这几天但凡来我店的人都这么说 陈石四见对方并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于是又道 这话怎么卖 这是非卖品 客观对不住了 这话我自己还要留着呢 一方面 店家隐约觉得 之前留话那人 说不准是一个名家 不对 肯定是某个他不认识的名家 偶然路过此地 偶然又留给自己一幅画作 若是低价卖了出去 能让自己后悔一辈子 这可是足以当传家宝一样的宝贝 另一方面 他自己尚且没有欣赏够 就算有人花高价 自己也受不得 陈石四微微皱眉 能做此画作之人 定是有大修行之人 于是 他又向店家打听了一番 这话的详细来历 得知是某人用这幅画 换了一些散碎银子后 他眉头皱得更深了 店家 您开个价 我不还价就是 在陈石四看来 这幅画留在店家手里 顶多就是换一些钱 白白浪费 客观 这画真不卖 两百两 店家面色微微一僵 如今虽是盛世 普通一家五口的一年的口粮 也就不过十两银子 这幅画作虽是值得欣赏 可一枚落款 二枚硬张 再这样一个小城 你要拿出去卖两百两 绝对被别人 当成脑袋有毛病 三百两 陈石四见对方不达 不紧不慢的 又加了一百两 店家嘴角抽动 心跳不由的加快 这 不过商人的本能告诉他 只要自己不松口 这个价格还能上涨 他强行稳定心神 客观 三百两 他故意没往下说 陈石四毫不犹豫 五百两 店家内心又是一阵 终于是忍不住松了口 好 成交 成交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最后再临摹一遍 店家在小城内 书画水平也算是排的上号 可以 两久过后 店家看着自己临摹的作品 忍不住促紧了眉头 相差实在是太多了 陈石四一言不发地 从笔架中抽出一支笔 清吸一口气 将笔尖放在纸上 开始画下第一笔 好好 店家脸上露出笑容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两幅画作 相差无几 可是在陈石四眼中 两幅画作天差地点 爽快地付了钱之后 陈石四便将那幅山水画取走了 客观 你的画 店家拿着陈石四 灵摹的那幅画追出去 陈石四摆摆手 淡淡道 送你了 店家张了张嘴 喜笑颜开地 拿着画回了店中 这两幅画在他眼中基本无差 还平白得了五百两银子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回到客栈 陈石四越看这画作 越觉得奇妙 他忽然想起来 墨竹师姐钟爱山水画作 房间中便有许多类似的山水画 陈石四山水画的底子 也是被师姐调教出来的 看样子 陈石四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画作还没有落款 陈石四脑子里 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并且冲动 让他很快便付诸于实践 师姐 这雄天宋当初为何叛逃宗门 陈石四借口修行一事 将师姐请到了自己的屋内 事先已经摆好了画作 将画表取下来 录出里面的宣纸 平整地铺在桌子上 且旁边故意放了笔墨 营造出一种 自己不久前刚做完画的假象 陈石四心中有些忐忑 不过一想到师姐见到画作后 夸奖自己的神情 便是满是期待 半晌后 在陈石四的故意引导之下 墨竹注意到了桌子上的画作 石四怎得有了咸心作画 一时兴起 正想着让师姐看看 话刚一说完 陈石四便注意到了 墨竹的表情有些不太对 他心咯噔一声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墨竹沉默片刻 这幅画从哪来的 陈石四不敢撒谎 如实道 是从一个卖文房四宝的店铺 买来的 墨竹猛地站起来 手腕上光滑一闪 腕上带着的手环 陡然画作流光飞绿而出 强狼狼间画为一柄配件 墨竹自然认得 这是李玄霄的画作 师兄曾立世 此生只传十幅画作于世 而师兄的第一幅画 则是送给了那魔教妖女 后来魔教被灭 那妖女被师兄所杀 画作却不知所踪 墨竹从未见过那幅画 不过却知晓此事 也认得师兄的笔迹 于是 立刻联想到 有魔教残余 潜逃至此 陈石四见师姐这副模样 完全不明所以 生怕师姐误会了什么 于是盲将事情的原委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包括那店主所说的话作来历 听完陈石四的解释后 墨竹威咒的秀眉 才舒展开来 师兄曾露过这脸 竟然还因为换一些钱财 便送出去一幅画 要知道 当年那北盲长公主 想求师兄一幅画 寻死觅活 北盲皇帝疼爱女儿 开出天价 却都被师兄拒绝了 如今 师兄却随手将自己的画 做给了一个城中开店铺的店主 师兄变了 师兄真的变了好多 让他有些不太认识 陈石四望着师姐 殷勤不定的表情 心绪的低下头 懊悔不已 自己怎地被朱油蒙了心 竟然能想用这个蠢方法 讨师姐的欢心 这画作 定是被师姐认出来 是某个相熟之人所做 自己早该想到的 师姐成名已久 交友广泛 能做此画之人 也不会是寻常人 与师姐相识 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第28章 关外珠妖 陈石四低着头 恨不得为自己刚才的行为 找个地方钻进去 却完全不知道 对面的墨竹师姐 半点没有琢磨刚才的事情 墨竹只知晓 那个曾经与他最为熟悉的人 正在逐渐变成一个陌生人 一想到这儿 心情便有些难受 两久 墨竹从画作上一开了目光 既已得此画 便是你的造画 好生收起来吧 陈石四犹豫了一下 方才师姐明明问他 是不是在做画 他还说 不过是一时兴起 很明显就是表示 这画是自己所做 不过要解释 也能勉强辩解 可是那样又显得太过心虚 师姐 这画是何人所做 你的师兄 墨竹淡淡道 师兄 陈石四的师兄有很多 不过见师姐这副表情 他立即就明白了 这个师兄是谁 能让师姐如此挂念的人 除了李玄霄 还能是谁 看着那幅画作 陈石四心中五味杂陈 竟然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早点休息吧 说完 墨竹便离开了房间 对于他假冒画作的事情 一字也没提 似乎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陈石四深深吐出一口气 拳头不由自主地攥紧 他的目光 重新落在画作上 他败入山门的时候 李玄霄修为 已经被废 所以 他仅仅只是从别人的口中 听过李师兄的传说 更别说见过对方的书画了 听店家那口气 当时李玄霄不过随手一画 便能成如此大作 他忽然有一种 将这话撕成粉碎的冲动 仿佛这样 他就能超过 那对于他来说 不可逾越的高山 扬长小路狭窄而曲折 两旁是茂密的树林 和绿草如荫的田野 平日里 村里的农民们 沿着这条小路 来往于田野和村庄之间 用手推车 或肩挑着农作物 走过这条崎岖的小路 把丰收的果实带回家 李玄霄牵着小毛驴 轻快地迈着步子 哼着有些走掉的小曲 走在最前面的少女阿七 心不在焉 似乎是有些想念家乡了 临到林则是不然 一会捉一只虫子 一会捏一个雪球 少年星星 根本让自己闲不下来 越往北走 天气越发冷 半月后 便是大雪漫天 铺天盖地 寒风呼啸 气温骤降 鸟的踪迹 在这白茫茫的天地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柴门被风推开 李玄霄坐在凳子上 脚边的火炉子 烧得正旺 叉子上烤着滋滋冒油的兔子肉 两个小家伙 套着火炉烤火 李玄霄拿着小半坛子黄酒 一脸惬意 日暮降临 远远的一片苍茫的群山 好在发现了木屋 否则今夜还不知道睡哪呢 过了这片山 就到西陵了 李玄霄大口喝了一口酒 又咬了一口肉 林刀林看着眼馋 大哥 也给我喝一口吧 去去 小孩子喝什么酒 大哥 你瞧不起人 零到零份儿站 我五岁就泡在酒缸里了 什么酒没喝过 黑人小鬼大 吹牛皮一个顶俩 零到零觉得 在阿七面前有些丢了面子 抢着要去喝酒 李玄霄一手将他拦住 一手拿着树枝 在雪地里写写画画 叫阿七写字 阿七坐在他的身旁 静静地看着 眼中闪烁着渴望和好奇的光芒 小手紧紧地握着树枝 仿佛在感受着知识的力量 每一笔 每一话 他都在认真地学习 仿佛要把李玄霄的教导 铭记在心中 远处 白茫茫的一片 走过来一个披着缩衣 带着斗笠的老者 阿七抬起头看了对方一眼 不知怎么 他觉得看着这人有些不舒服 不知可否借屋烤烤火 老人有些嘶哑的声音响起 没问题 李玄霄淡淡道 多谢 足下是要去西陵 老人问 是 老人看了一眼 坐在李玄霄身旁的阿七 足下可识的 那龙虎山 曾经最为盛名的造诣赵凌川 阿七没稍一动 默默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不认识 不如阁下与我说来听听 李玄霄好似来了兴致 那赵凌川一介凡人 三十多岁 还没有踏上修行之路 要不是因为他父亲的关系 他绝不可能成为龙虎山的造诣 整日吃喝玩乐 混吃等死 没有人将他放在眼里 谁也不想到 大气晚成 身为龙虎山造诣 却手握十二枚龙虎棋牌 横扫北方关外猪妖 广暗门客 开牙剑斧 甚至历任龙虎山天师 没有做成的事 让他给做成了 可凡事过犹不及 他的存在 不仅威胁到了北方关外猪妖 甚至连龙虎山都对其心生不满 动了将其除掉的念头 龙虎山造诣 本是龙虎山应对人手不足所设立 可后来者居之 竟然压过了龙虎山的风头 只知赵凌川 不知龙虎山 关外猪妖容不下他 龙虎山也不容他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活得了 最终 在龙虎山的暗中受益之下 关外猪妖 联手诛杀了赵凌川 且猪妖共同立世 若是有赵家后人再次出现 关外猪妖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将其扼杀 带着斗笠的老者顿了顿 继续说 事实上 当时赵家满门便已被涂灭 唯独其幼女侥幸活了下来 被一位退隐的修行前辈收留 猪妖这才不敢轻举妄动 临到临左瞧瞧 又看看 敏锐地发现了 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握紧了逐渐 李玄霄又喝了一口酒 一身英雄气 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可惜可惜 老者呵呵一笑 但赵凌川 总是将邪不压症挂在嘴边 最后又怎样 足下既与那赵凌川没什么关系 只是受人之托 也不知其中事情原委 不如就此掉头如何 李玄霄挠了挠头 哎呀呀 这可怎么办 关外猪妖真令人感到不安呢 老者的眉头逐渐皱起 他怎么从对方的语气中 听出了几分调侃的意味 第二十九章 这丫头我罩着的 片刻之后 有巨大的黑影平垫起 坐在地上的年轻人 紧随其后 却比前者先一步窜到了半空 腰间的逐渐向下斩去 只一见 便将那巨大的黑影 重新砸回了地上 不过半个喘息的功夫 李玄霄的身影又回到了地面 接触了从他手中掉下 却还未落在地面的黄酒 在木屋前 一具巨大的黑色蟒蛇 身体正匍匐在地上如动着 鳞片闪烁着黑药石般的光芒 眼球闪烁着冷酷的光芒 透露出对生命的蔑视 让人不寒而栗 黑色的鳞甲上鲜血鼓鼓而出 让人作呕的腥臭味 很快便弥漫开来 林道林和阿七一动也不动 呆呆地看着这条 比他们这辈子见过的蟒蛇 夹起来都要大的家伙 倒是小毛驴镇定如常 按理说 这种没有心智的畜生 此时早应该被吓得 本能地四处狂奔起来 上一次遇见六翼金棚时 小毛驴也是如此 安静地吃着路边的草 李玄霄把竹剑重新插入腰间 漫不经心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巨蟒 现出圆形的老者趴在地上 身子不断地抽搐 这一剑便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看了一眼对方刚才用的普通竹剑 自己这五百载的修行 还不敌对方手中一把竹剑 看样子 似乎是只有自己诚然 大概才有一战之力 在下有眼不识高人了 嗨嗨 回去告诉关外猪妖 这丫头 我罩着的 蟒蛇的眼珠子转了转 听对方的口气 自己还有一条活路 片刻后 蟒蛇在此处山脉消失 身躯在地下迅速穿行而去 李玄霄双手插腰 站在两个娃娃面前 那得意的表情仿佛是在说 厉害吧 愣着干什么 赶紧夸我帅啊 阿七看着他 一动也不动 故意不说话 Omega 李玄霄仰着头 没有听见夸赞声 把眉头一皱 嗯 很厉害 阿七这才说 嗯 还有呢 阿七沉音片刻 还有 很厉害 没有别的词了 李玄霄皱眉 看向巨蟒逃离的方向 心里想着 要不要将那巨蟒抓回来 再吓唬吓唬两个小家伙 啊 阿七看着李玄霄的模样 不由得再次回想起 铁牛曾与他说过的话 李玄霄很谦虚 从来不会因为 自己的实力强大而自满 阿七摇了摇头 铁牛骗人 玄霄一点也不谦虚 而且十分喜欢 喜欢嘚瑟 林道林把小手拍得啪啪作响 大哥大哥 我要是苦练剑法 是不是能像你一样厉害 李玄霄自信一笑 大概吧 那得看你的天资如何 毕竟像你大哥 我这么厉害的人可不多见 林道林若有所思 独闹道 像大哥这么笨的人 要练很久 要是自己练 岂不是很快就能很厉害 李玄霄一巴掌打在他头上 嘿 你小子说什么呢 大叶与西林原本相邻 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摩擦 几次引发了规模不小的战争 后来 以加盟关为界 划定区域 称之为关外 三不管地带 两国不再接壤 这才不像之前那般针锋相对 此时 关外浮云城大酒楼 咚咚咚 随着打更人罗声的响起 原本沉寂了一整日的大酒楼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突然变得灯火通明 五彩的灯光闪耀着 把整个酒楼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酒楼的大厅里 弥漫着浓郁的香气 美食的味道 让人垂涎欲滴 此时的酒楼 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小二在擦拭着餐具 准备迎接晚上的客人 很快 客人就到了 最先到的是一位 走姿鸟娜的美貌妇人 步伐轻盈如风 身姿曼妙如柳 有一个矮小的身影走过 却是双头人身 有四体踏踏 有双脚蹒跚 亦有模样可人的粉面狼君 仔细看去 白虎 野狗 虎妖 蛇精 关外各类的妖魔鬼怪 齐聚于此 酒楼的大堂中 一片嘈杂 各种各样的声音响起 当年历世的 也有我们家老爷子 那赵凌川 可将我们家折腾得不轻 如今他女儿现实 岂能留他活口 没错 把那妮子交给我 我定要将他折磨得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算我一个 原来 仲妖今日齐聚于此 是为了商量 如何对付那赵凌川后人的事情 仲妖一边喝酒吃菜 一边大声嚷嚷 一份填膺 坐在人群中的老者吐着性子 一言不发 一书生打扮模样的公子 走到前头 是意仲妖安静 诸位 当年那赵凌川 与我等有血海深仇 我等曾共同立下血史 是要将其错骨扬灰 诛其满门 如今其轻生骨肉现实 甚至还要败入龙虎山门下 不过才七八年的时间 真当我等关外猪妖是死的 一番话 说得群情激愤 就是 甭管是谁 杀了他们 若真是那龙虎山在背后捣鬼 咱们就先让那西陵关外三省 尸横遍野 这倒不是说大话 放在百年前 关外猪妖势力极其庞大 夹杂在西陵和大叶两股势力之间 双方都有一拉拢 关外猪妖更加肆无忌惮 世人命如草剑 随意杀戮 登堂入室 甚至连一线的县官说杀就杀 有的干脆占据了一座城池 自己做起了主人 便是如今 关外猪妖收敛了许多 可如果他们 真有心与龙虎山撕破脸 在水源中下毒 传播异病 制造河水决堤 这些下流的招数 一个比一个好用 我估计 这次背后 还有大叶在暗中下手 哼 不如便连大叶一起收拾 我同意 不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 怕是将我等的威名给忘记了 老者闷头喝酒 想起那个手持逐剑的男人 便是后背一阵阵地冒着冷汗 这时 站在众妙前的书生公子道 刘老哥 你们柳家消息最为灵通 听说你已经与能护送之人交了手 不妨说与我们大家伙听听 第三十章 青鱼门里玄霄 从众妖的目光 一下子全部落在老者身上 老者摘下斗笠 吐着杏子 脸色复杂地站起身 老柳 那护送之人到底是何人 一位体型硕大的猪妖 见对方磨磨叽叽 不耐烦地催问道 就是 难不成还是大罗神仙不成 此言一出 众妖发出爽朗的笑声 老者却是半点也笑不出来 他当时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后来 经过多方打探 才终于确定 能在那个人手上过了一招 而且还活了下来 不用说别的 以后出去吹牛 都他娘的底气十足 青云门 青云门 众妖面色微微一沉 青云门乃是当今正道魁首 此事若是有青云门参与其中 确实有些麻烦 青云门李玄霄 此言一出 周遭一片死寂 谁 李 李玄霄 随即 众妖的表情便转为了疑惑 这件事的诡异程度 就好比两个地下帮派死斗 一个帮派去请了帮手 另一个帮派托人打听 问对方帮派请了谁 准备做一些应对措施 然后得知 对方帮派去请了皇帝做帮手 众妖大眼邓小眼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李玄霄 那个青云门的李玄霄 有洋妖不可置信的问道 青云门有几个李玄霄 老者反问 众妖又是一片沉默 片刻后 啪个鸟 一男子拍砖起 浑身酒气 显然是喝多了酒 那李玄霄三十年前修为 便被废了 整日在青云门中闭门不出 如今就算他大伤出狱 我们一拥而上 他也未必能将我们全杀光 众妖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对方 你要不听听 你自己在说一些什么 那李玄霄是何等人物 自己这一伙 什么关外猪妖 估计都不会被对方放在眼中 当年的魔教又如何 区区一个魔教偏使 便能统一关关外猪妖 在他们看来是高高在上的偏使 可在魔教当中 连号都排不上 那时 李玄霄便一人一剑血战魔教八位供奉 杀死伤二 死在他剑下 类似偏使一样的人物 数都数不过来 虽说虎落平洋被犬欺 可他们根本连犬都算不上 顶多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虫子 刘老 此事当真 书生公子满脸狐疑 不是他不信任对方 而是这件事实在是太过离谱了 老者点点头 随即拱了拱手 一言不发的便离开了酒楼 众妖此事心中都不免打了退堂鼓 人家已经找了通天一般的人物 再不自量力 明白了是要去送死 便在这时 有一个笑声响起 那笑声极为刺耳 仿佛是一把锋利的刀子 直接刺入了在场中腰的耳膜 笑声来自于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他这一笑 让中腰都注意到了他 嗯 生人 你笑什么 那身材的高大男人道 我笑关外裙腰胆小如鼠 只知欺软怕硬 便是一听那稍微响亮点的名号 就被吓破了胆 你说什么 好大的胆子 老子今天挑了你舌头 一听这话 中腰顿时勃然大怒 惹不起那里喧嚣 还怕了你不成 片刻之后 在场众人犹如被当头一棒 皆将在原地 那高大男人身上 散发出的恐怖气势 令原本躁动的中腰 瞬间冷静了下来 诸位介绍一下 书生公子道 这位便是熊天宋熊长教 熊天宋 清云门的叛逃弟子熊天宋 熊天宋乃是清云门迎建峰弟子 自幼便劈其火爆 不守规矩 时常犯事 当年 带入宗门没几年 熊天宋就出了 奸迎迎宗女弟子仪式 师门为了声誉影响 另一方面是不忍 因为此事 就舍弃一个天资卓越的弟子 于是 为熊天宋妥善处理了此事 而后每次出了事 都是清云门给其擦屁股 一次带队执行任务时 意外发现一件西式珍宝 为防止弟子之间背后下黑手 按照规矩 任务期间 无论得到什么珍宝 一律都要上交宗门 熊天宋为了独吞珍宝 竟杀光了与自己一起执行任务的弟子 回到清云门后 谎称被凶兽袭击 其余弟子身受重伤下落不明 不过 这件事情 他做的并不高明 很快 便被执法堂找到了线索 杀戮同门 其师尊再也无形保他 因此 熊天宋被迫逃离清云门 遭到清云门通缉 熊天宋名声虽差 实力却是毋庸置疑 六景修为 孕育原胎 化出原因 便已是能开宗立派的存在 所以书生公子称 一生熊掌教并不为过 说你们胆小如鼠 实在是高看你们了 那里玄霄名头再想又如何 我早就想会会他了 熊天宋扫了一眼群妖 满脸不屑 那里玄霄交给我去杀 你们只需要在后面看着就好 众妖齐齐看向他 熊天宋一脸高傲 似乎丝毫不将那所谓的剑道魁首放在眼里 熊天宋自然有他的考量 他如今被清云门追杀的东躲西藏 无立足之地 好不容易逃入了关外 却也没有立身之本 杀了那里玄霄 一方面是报复清云门 毕竟里玄霄虽然修为被废 可是名号却是响当当的 世人皆知 清云门里玄霄 自己杀了那里玄霄 无异于当众打了清云门的脸 算是一种报复 另一方面 是向自己的背后之人 那一个投名状 那世人口中的魔教余孽 如今已是自己的最后庇护之地 更重要的是 在外人看来 里玄霄修为被废 是一件半真半假的传言 毕竟 李玄霄灭魔教以后 三十年未出山门 熊天宋作为清云门内门弟子 接触的清云门内部 事情较多 迎见风与通天风 在清云门戚风中 关系一直不错 熊天宋自然知晓 那里玄霄的真实情况 那里玄霄 早就是个废人了 体内沾染魔魂 被视为不祥志 他还未离宗之时 宗内长老便对他多有不满 想必如今定是 被宗门扫地出门了 正好让他捡个便宜 第三十一章 我修为确实被废了 关外 横断峡谷 这里是从关外通往西陵的必经之路 关外猪妖早已伏兵两侧 别看他们气势汹汹 但是没有一个准备跳出来做出头鸟的 那里玄霄何等人物 便是在落魄 轮得到他们欺辱 但现在有一个清云门叛逃弟子 愿意当先锋 还说得信誓旦旦 熊天宋站在山顶 俯瞰整个峡谷的壮丽景色 山脉横顿 峡谷纵身 山巒连绵起伏 犹如一条巨龙蜿蜒而行 峡谷中的河水奔腾不息 水花飞溅 发出阵阵轰鸣声 熊天宋深吸一口气 峡谷连运身后 这也是为什么关外多妖魔的原因 今日 便要在此处斩杀那里玄霄 说不紧张是假的 熊天宋虽然亲眼见识过 修为被废的李玄霄 在舞蹈场 被一个下三井的修士打败 但也曾目睹过 不过二十岁的对方 手握青云剑立斩珠魔 说起来 他跟李玄霄还颇有缘分 当年 李玄霄入门那日 与其有过一面之缘 李玄霄的父亲 因为要爬青云门的长梯 累得气喘吁吁 熊天宋虽然当时也刚入门不久 可出生在修行世家 自幼修行 对于凡人 向来是看不上 只是多年后的熊天宋 怎么也没有想到 便是那时的少年 会成为修行界最为耀眼的存在 有风不断吹过峡谷 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远处 有几道身影 正在向峡谷靠近 老大 老大 那江离和燕青的故事结局 一点也不美好 你再给我讲个别的故事呗 李玄霄叼着野草 眼皮微微一抬 看向前方的峡谷 嘴角轻轻勾起 哦 还想听什么故事 我想听爱情故事 零到零说 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懂个屁的爱情 走在前头的阿七 忽然转过头 阿七想听玄霄的爱情故事 嗯嗯嗯 零到零点头 想听想听 我也想听 李玄霄眸中一闪 嘴角的笑容缓缓收起 似是想起了某些久远的记忆 我 是个剑客 剑客不需要女人 只有剑 小毛驴后面 还拉着一辆四个咕噜的车子 车子上装着一些成袋的干茶叶 一个叼着烟杆的老人 跟一个年轻小伙走在车子旁 两人是父子 李玄霄在半路遇见了他们 他们的旅走丢了 老人准备带着儿子去西陵 把这茶叶全卖了换了钱 回来娶媳妇 于是 李玄霄便顺路拉了他们一程 李玄霄吃着老人家里自己风干的蜡肠 李玄霄担心两个小家伙 缠着自己 讲什么爱情故事 于是主动跟老人搭话 既然你们种的茶叶 能去西陵换钱 怎地旁人都不这么做 老人缓缓吐出一口烟雾 都知道能换钱 这些年 西陵与大业也不打仗了 可偏偏 这关外危险的很 妖魔鬼怪作祟 要不是为了给我家娃讨个媳妇 打死老汉 我都不愿冒这个险 说完 老汉又看向李玄霄 后生 你上路带着俩孩子 这是要做什么 受朋友之托 送他们去念书 念书好 念书好 老汉点点头 一行人边走边聊 不知不觉 便已经进入了峡谷 熊天宋站在山顶 望着山下的人影 嘴角露出笑意 便是这么近 对方都没有丝毫察觉 倒是那多出的一老一少 引起了熊天宋的注意 不过在确定对方 不过是普通人之后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等自己杀了李玄霄 这关外群妖便是见证 到时 再将李玄霄的人头 献给魔教 换取一枚七颈破镜丹 熊天宋三十岁 便迈入六颈 此后半生 皆被卡在此处 一直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破镜丹也曾经服用过两枚 不过效果并不明显 而魔教手中的七颈破镜丹 据说乃是曾经那魔教 二公封破瓶颈 留下的一枚 众妖的目光 落在峡谷中的一干人等 哪个是李玄霄 抽烟杆那个 还是戴着皮帽 那个年轻人 亦或者是叼着野草的男人 总不能是那两个小娃娃吧 那可是曾经惊天动地一般的人物 跺一跺脚 就让这天下抖上三抖 这样的传奇人物 足以让他们产生好奇 想要一堵真容 熊天宋冷哼一声 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如人登高山 先前一直被压制的修为 从三井四井 一直攀升到六井巅峰 熊天宋为了躲避追杀 已经许久没有将修为攀升到巅峰境界了 此刻 虽然已经确定了 那李玄霄还是个废人 不过 他却不敢丝毫大意 感受着体内久违的力量 仿佛一切都变得更加容易 自己的血液都在跳动 每一根经脉都在兴奋 众妖在同时感受到了那股力量 明白这是熊天宋要出手了 心里不由地捏了一把汗 李玄霄 他的声音刚要吼出来 下一刻 这个对于自己实力无比自信的青云门叛逃弟子 突然身子微微一将 眼神中的杀意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少许的迷茫 嗯 你找我 一道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 站在他身前 那人双手插着腰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熊天宋脚步后移 周身气血全力爆发 肌肉紧绷 力量汇聚在拳头上 血液奔腾 仿佛要喷涌出 拳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带着风声 向着对方的胸口击去 近身杀伐 没有任何法术法器 比拳头有用 当李玄霄出现在自己面前时 熊天宋便意识到了不对劲 不过 他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 此刻 关外猪妖皆在 自己六颈修为傍身 一起上 李玄霄早就是个废人了 声音戛然而止 逐渐穿透了熊天宋的心脏 我修为确实被废了 也确实变弱了 但并不是变得比你弱 第32章 逃 当李玄霄将那柄平平无奇的逐剑 插入熊天宋的身体上 战斗便已经结束了 锋利的剑气炸开 顷刻间便摧毁了他的心脏 六颈分为灵台 元胎 化阴三个阶段 升起灵台 孕育元胎 化出元阴 而熊天宋多年前便已是六颈巅峰 化出元阴 正所谓 远海澎湃升灵台 灵台之上孕元胎 元胎凝郁到光灿 霹雳电闪化元阴 按理说 熊天宋即使心脏被摧毁 也绝不会当场毙命 可李玄霄在一瞬间 就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剑气清灌其中 不给对方任何反击的机会 剑气撕开熊天宋的身体后 出去消耗的一小部分剑气 其余剑气 悉数再次被李玄霄吸纳 剑科的剑气 并不是无穷无尽 而是需要剑科夜以继日的磨练 获得那几分剑气 用一些便少一些 李玄霄拍了拍自己膝盖上的沙土 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真不如从前了尿瓶尿不尽 呸呸呸 熊天宋的身体 笔直地倒下 再无声息 原因被毁 便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的 李玄霄将逐渐重新拔出来 四处看了一眼 下一瞬间 一道道身影 向四面八方逃窜 此刻 关外猪妖 只有一个念头 逃 同时在心中 不止一遍地问候 熊天宋的八辈祖宗 这熊天宋生儿子 没屁眼的家伙 牛皮吹得震天响 什么关外群妖 都是萧小之辈 什么李玄霄不足为惧 什么他打头阵 要把那李玄霄的脑袋摘下来 去他娘的 自己这一伙人 真是没脑子 怎么就信了这个臭丘吧 李玄霄一见过后 看了一眼四萨去的群妖 并不打算再次出见 如今 他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 根基也被毁 见气寥寥无几 还是留到关键时刻 再用吧 片刻后 李玄霄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峡谷中 林道林远远地见他回来 说道 大哥 你去哪儿拉屎了 我也想拉 李玄霄气得给了这小子一脚 哎呀妈呀 大哥别踹屁股 要拉出来了 林道林一手捂着屁股 连忙跑了 老人巴达巴达抽着烟 望着生起的篝火 沉声道 希望这一路平安无事 别遇见什么妖魔鬼怪 李玄霄脑袋枕着双手 微微偏头 对一旁的老人的儿子打去道 这次去西林换了钱 要娶个什么样的媳妇 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村子东边的阿玲 哦 漂亮吗 年轻人点了点头 更加不好意思了 阿玲黑黑的 瘦瘦的 屁股还大 弯腰干农活的时候 年轻人总忍不住盯着看 她跟阿玲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到了要订婚的年纪 便缠着父亲 照顾找媒人去求婚 她家穷 拿不出什么聘礼 于是指得去西林换钱 临走的时候 阿玲拽着 她袖子依依不舍 生怕秦郎一去不回 想必那阿玲每日都在村口 望着自己的情郎的李玄霄 调侃道 年轻人有黑的脸上 泛起骚红 真好啊 李玄霄由衷感慨了一句 五日后 李玄霄一行人离开了峡谷 赶到了西林距离关外 最近的一个省城曹城 休息了一晚 一起同行的老人和其儿子 便告辞离去了 他们要抓紧卖了茶叶 过了时间 便不好卖了 年轻人送了李玄霄 半袋子茶叶 作为这一路的报酬 一旁的老人嘴角抖动 面沉似水 狠狠盯着自家儿子 明显是舍不得这半袋子茶叶 随即 他又用有些浑浊的眼睛 盯着李玄霄 等着对方说两句推辞的话 然后自己趁机 将这半袋子茶叶要回来 多谢多谢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李玄霄笑眯眯的 收下了半袋子茶叶 老人面色更加不好看了 额头不由的多了几道黑线 临走前 李玄霄将腰间的竹剑取出来 我不白收你的茶叶 这把剑算是回礼 李玄霄解下腰间的竹剑 老人脸上的皱纹皱在一起 完全不明白 对方为何会说这种无头无脑的话 若对方是个道士或者和尚 这话倒不显得那么突兀 更何况这一路上 也没见对方使出什么本事 年纪轻轻 这话说的一点分量都没有 倒是老人的儿子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郑重接过那逐渐 多谢 带到走远 老人不由地教训儿子 你这个傻小子 半袋子茶叶都送出去了 咋地 显摆你有钱 年轻人挠了挠头 爹 人家拉了咱一路 再说那人不像是平常人 咋说 你看人家带两个娃娃 就赶走关外 从南边来一路到西陵 这么久都没出事 能是寻常人吗 为了年轻人又补充一句 话本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 老人嗤之以鼻 五日后 赶着骆子车的父子俩 离开了西陵 往关外而去 这一次 茶叶不仅卖了一个好价钱 还便宜买了一头骆子 父子俩喜笑颜开 大雨 天象是裂开了口子 父子俩赶着骆子车 躲进山中的破庙里 嘿嘿 这个太老了 老帮菜肉质肯定不好 那个年轻的不错 一人一半 行 在父子俩看不见的地方 两只欺身于泥沛像的恶鬼 正在想着如何分食他们 一旁的骆子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发出不安的叫声 老人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一股刺骨的含义传来 骆子用蹄子踢打着地面 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叫声 黑暗的夜晚 一阵阵响雷落下 照亮了老人 有些惨白的面孔 他心里忽然产生 一阵阵的不安之感 喉咙动了动 两只恶鬼盯着 毫不知情的可怜家伙 他们慢慢地靠近父子和骡子 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 老人忽然瞪大了眼睛 他虽然看不见恶鬼 可却本能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身上起了一阵阵鸡皮疙瘩 玩 玩 睡梦中的年轻人 正梦到自己洞房花竹叶 阿玲害羞地看着自己 不由地露出有些吃傻的笑容 父亲慌张地叫声 这才将他惊醒 这些日子 也不知是不是这竹剑 真的有奇妙效果 明明鼠酒寒天 可是腰间跨着竹剑 却并不觉得有多了 于是此刻 年轻人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竹剑 爹 麦子侍 庙外仍旧电闪雷鸣 可是罗子已经安静了下来 老人浑身冷汗 惊恐地开着四周 只是已经没了刚才那种 如剑在喉的压迫感 笑 消失了 老人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看了看庙宇的尼胚像 又看了看此家儿子 最终 目光落在齐妖间的竹剑上 爹 你咋了 梦魇了 没没事 睡觉吧 第二天 雨停了 父子俩牵着骡子 离开了破庙 从未注意到破庙之中 那尼胚像已经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痕 寄宿其中的两只恶鬼 早已被斩杀 第三十三章 因为有天下第一剑客照着你 西陵 曹城 龙虎山地方天师道都见 莫道友 陈道友 请 坐镇曹城的刘兜坚举起酒杯 莫主与陈十四同时举杯 杯中并不是普通的佳酿 而是灵酒对于修饰颇有好处 刘兜坚放下酒杯 不知青云门后续还会有几位弟子 或者长老前来 莫主淡淡道 只有我们二人 这 刘兜坚脸色微微一僵 那熊天宋的实力他自然清楚 自从对方来了关外以后 闹得是他一个头两个大 几次围杀都没能成功 现在青云门却只派遣了两名弟子 陈十四看出了对方的不信任 语气颇为不满 有我师姐在 足下大可放心 熊天宋不足为患 那是 那是刘兜坚尴尬地点点头 青云门冠绝天下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话说到这儿 刘兜坚犹豫了一下 这才说到 不是屏道友谊打探 而是无意中得知 青云门李玄霄李真人出现在曹城 所以 频道还以为是那李真人清零了 陈十四一言不发盯着对方 哪壶不开提哪壶 墨竹面臣似水 刘兜坚见状 连忙改口 当然 不是屏道不信任二位 李真人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熊天宋而清零 呵呵呵 刘兜坚咽了一口唾沫 意识到自己似乎是讲错了话 于是忙自罚了三杯 这时 有龙虎山牙翼匆匆来报 兜坚 兜坚 何事 如此慌慌张张 熊天宋死了 什么 刘兜坚下意识地看向墨竹 陈十四二人 只见对方脸上也是一脸茫然 不久后 都坚府内 尸身保存完整 按理说人死如灯面 又是在山中 早就应该被妖魔鬼怪分石殆尽 毕竟这六井修士 可不是普通的萝卜青菜 对于山中的妖魔鬼怪 妖兽来说 无疑是珍贵的补品 可是熊天宋的尸体 在峡谷中几日 却仍旧完好无损 究其原因 那尸体之上残留的锐利剑气 始终不敢让重妖 踏入雷池半步 这 刘兜坚眉头紧簇 看着手心之中的剑痕 好锐利的剑气 他身棒龙虎之气 又是坐镇一城的龙虎山地方都间 修为自然不弱 这剑气看似雷弱 已是风中残竹之事 可放一接触 就犹如复古之躯 钻入体内 他正疑惑之际 却见那青云门的墨竹 已用法术将熊天宋尸体托起 此人乃是我师兄所杀 使手续带回青云门 讨扰了 说罢 也不等刘多坚回应 已掠出了堂外 陈十四站在原地愣了一下 立马跟上 师姐 墨竹微微低头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个轻轻的笑容 那笑容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温暖柔和 仿佛能驱散所有的阴霾 又如春日里绽放的第一朵樱花 娇嫩而动人 陈十四不由地看呆了 师姐 笑了 被宗门弟子一向戏称冰山师姐笑了 陈十四记忆中 师姐的笑容是如此珍贵而难以忘怀 每当他回忆起师姐时 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深深的思念和眷恋 可是 无论他如何努力 也无法清晰地描绘出师姐笑容的模样 师姐 吴氏 走吧 墨竹收敛了笑容 再察觉到熊天颂是被师兄李玄销所杀后 他一切都想通了 原来师兄并没有变 师兄也没有抛弃青云门 陈十四伙的师兄的话 难道是巧合 原先墨竹也以为如此 可现在 他明白了 那是师兄故意留下的 师兄此前从未轻易流化 又怎会因为几两银钱 而卖给一个店铺的店主 一定是师兄提前算好了 陈十四会去那店铺 最终得到师兄的话作 陈十四作为通天风 除师兄外 最具有天资的弟子 师兄有意培养 而后 师兄又斩杀了与关外群妖勾结的熊天颂 以防自己与陈十四势单力薄 师兄真是煞费苦心 想明白这一切 知道师兄还在默默守护着通天风 墨竹眉眼微微低垂 一眼陈十四 稍作犹豫 便将整件事情的实情告诉了对方 以往师兄做事 从来不会求什么回报 以至于曾经默默帮助了的那些人 最后都不知是师兄帮助了他们 师兄出事以后 又何曾见过这些人感激师兄 当然 其中也不乏像宁颖那种白眼狼 陈十四听完师姐的解释 沉默片刻 望着师姐期待的眼神 这才道 师姐放心 师兄的恩情 十四铭记于心 墨竹赞许地点点头 阿提阿提 李玄霄摸了摸鼻子 嘀咕道 谁老念叨我 一想二骂三念叨 你打两个喷嚏 不是有人在念叨你 而是有人在骂你 林道林如是说 李玄霄在他屁股上来了一脚 林道林早已习惯 捂着屁股往前面跑去 大哥 大哥 你看那座最高的山 是不是就是龙虎山 林道林指着前面那座 威恶的山峰兴奋道 嗯 是 李玄霄点了点头 他多年前曾来过龙虎山一次 倒也不至于现在就忘了 阿提低着头 慢腾腾地走在后面 明显是性质有些不高 怎么了 李玄霄的大手 忽然摁在了他的脑袋上 阿七把头抬起来 水汪汪的大眼睛转了转 又看了看前头的林道林 阿七不想去龙虎山 把林道林送到龙虎山后 阿七想跟着你 我血里有风 注定是要漂泊一声的 跟着我做什么 阿七不说话了 他父亲赵林川 乃至整个赵家 便是被龙虎山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与关外猪妖联手杀死 现在又要他去龙虎山拜师学艺 似乎是猜到了他心中所想 李玄霄揉了揉他的脑袋 这世间 哪里有那么多公平正义可言 想要公平正义 自己去争取吧 在仇人那里学艺 再为你家人报仇 没什么比这更帅的事情了 阿七眨了眨眼睛 嘴巴鼓起来 龙虎山的人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叫一个仇人的孩子 李玄霄道 龙虎山我还算了解 不会全是坏人 更不会所有龙虎山的道士 全是你的仇人 至于你的仇人 他们不敢动你 阿七问 为什么 因为有天下第一剑客照着你 李玄霄淡淡道 第三十四章 天师府挨揍 西陵 龙虎山天师府 老天师闭关 这次的弟子入门大会 由龙虎山天师府五主全权主持 天师府三都五主十八头 负责大小事宜 三都大多时候 已不问龙虎山内部事宜 此刻 五位身着赤袍的龙虎山五主 正在堂内商讨弟子入门仪式 这是这一次 龙虎山各地方立下大功 且三代以上造议的子女名单 平阳子眉头微皱 目光落在名单中 为首的弟子一个名字上 赵凌川的后人 当年赵凌川风头无两 隐约有超过正统龙虎山之事 惹得龙虎山部分人不满 当年便是平阳子 与龙虎山三都之一的都老合谋 利用关外群妖将赵凌川害死 时隔多年 重新见到这个名字 平阳子不由得眼皮微斗 按照规定 子女其上应有血清 仍旧担任地方造议 才有资格入选 可是这赵凌川的后人 赵凌川已死多年 庞系亲属 也无在地方担任龙虎山造议 其余四人都明白平阳子的意思 其中一位双目紧闭的赤袍道士 终于睁开双眼 赵凌川当年为龙虎山立下大功 保西林百姓安宁 其身死后 破例葬在龙虎山 赵家全家被灭门 唯有一女存活 如今手持其父造令 败入龙虎山 若是被我等拒之门外 不知让那世人如何一人我等 平阳子无话可说 其余人等对此也并无意义 哟 看这几个人的穿着 乞丐上山咯 有龙虎山弟子 坐在两旁的白石阶梯之上 玩味地看着牵着毛驴的李玄霄三人 阿七跟在李玄霄身后 默默地走着 林道林撸起袖子 便要破口大骂 却被李玄霄提搂起来 大哥 你放开我 我非得教训教训 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喂 你就是赵凌川的女儿 你知不知道 你爹害死了多少龙虎山的人 如今还赶来龙虎山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哑巴吗 乞丐上山了 乞丐上山了 李玄霄扫了一眼 大多都是不过十三四岁的龙虎山外门弟子 看这样子 应该是什么人暗中指使 那门弟子不屑于做这种事情 于是特意找了外门的年轻弟子 想到这儿 李玄霄不禁笑了 自顾自地摇了摇头 伎俩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 但确实足够恶心人 回去吧 从哪来滚哪去 龙虎山不欢迎你 装龙子是吧 你爹是大畜生 你是小畜生 于 哈哈哈哈 阿七紧紧攥着拳头 一言不发 李玄霄低头看了他一眼 笑眯眯的说道 很生气吧 阿七无声地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阿七不生气 嗯 生气只能气坏了自己 阿七会记住他们的 嗯 不错 李玄霄揉了揉他的头 这时 一位身穿道袍的年轻弟子 出现在前面 用眼神制止了众多弟子 这些外门弟子 年轻不懂事 还望误怪 无碍 请随小道来 便随着对方 一路来到一间破旧的屋内内 入门大会前 还望几位在此处站住 林道林捏着鼻子 看着屋子角落中畜生的粪便 忍不住破口大骂 奶奶个腿的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这之前分明是畜生住的地方 你们龙虎山 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 年轻倒是淡淡一笑 留下一句爱住不住便离开了 林道林气的直跺脚 嘴里问候 那年轻倒是八倍祖宗 李玄霄则一屁股 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阿七已经开始 里里歪歪收拾屋子了 小毛驴打了个响鼻 弟子入门大会 要在一月后开启 李玄霄便准备在 龙虎山住上一些时日 不过这龙虎山某些人 诚心让他们难堪 不仅没有饭时 半夜还有人偷偷 用石头砸窗户 在得知别的入门弟子 都被安排到了 宽敞舒适的东殿正房后 林道林气的疯狂跳脚 站在殿前 破口大骂 不过在被人教训之前 先被李玄霄给踢楼回去了 大哥 你要我出口恶气 这帮龙虎山的道士 不干人事 狗眼看人爹 人家不给送饭 阿七和林道林 便自己去取 每次都要去砸一堂 走很长的路 当然这段路 可不是一帆风涮 不是被跟他们差不多年龄的 龙虎山外门弟子 有意撞一下 就是找叉对骂 林道林这小暴脾气 三言两语 便跟人家打了起来 对方人多 林道林双拳难敌四手 被人家打翻在地 阿七放下手里 装着饭菜的提盒 撸起袖子冲上前去 这些龙虎山人 虽是龙虎山外门弟子 可跟阿七 林道林都是同龄 虽是修行世家 却终归不过是个孩子 林道林自幼 便混迹街头巷尾 与人打架斗殴 本领自然娴熟 阿七从小跟着铁牛打铁 对付几个自食身高的同龄人 手道擒来 五六个同龄人没一会儿 便被他们俩打得哭着跑了 可是第二天 埋伏他们的人更多了 林道林和阿七边跑边打 回来的时候 身上沾满了饭菜的汤汁 林道林揉着被揍红的脸颊 气得哇哇大哭 阿七见他这副窝囊样 生气道 哭什么 被揍了明天就打回来 隔天 两个小家伙又去取饭 这一次 林道林和阿七早有准备 一个将早就准备好的沙子 朝对方仰起 一个拿着竹剑便揍 占尽了便宜 可是下一次 对方也准备了武器 林道林被揍得鼻青脸肿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拽着李玄霄的袖子 让大哥去给自己报仇 李玄霄坐在石头上 漫不经心的说 你这次被打了 我帮你打回来 下次再被打了 又有谁能帮你打回来 第35章 借鉴一用 李玄霄只管坐着祸躺着 阿七和林道林都不知道 他整日在想些什么 大哥 你教我的剑法没有用 林道林郁闷的说道 他之前试着用了几招 结果还不如自己胡乱挥舞有效果 那是你俩不会用 好生练着 别懈怠了 李玄霄懒洋洋翻了个身 林道林和阿七 一个月都未见李玄霄离开过破屋 他们俩也挨了一个月的打 不过 对面的人也没有多好的下场就是了 林道林和阿七 就算是被打得鼻青脸肿 也要死命揪着对方给上几拳 总算这一个月过去了 到了弟子入门大会这一日 真正的麻烦上门了 林道林和阿七一大早刚换好衣服 准备出门参加弟子入门大会 却见外面人头攒动 之前被阿七和林道林收拾的那些龙虎商外门弟子 这一次不仅都来了 还都带来了自家的长辈 李玄霄打着哈欠 从屋里走进来 这是怎么了 诸位搞得如此兴师动众 就是他们俩 其中一个人 脸上带着淤青的孩子 指着阿七和林道林 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众人中一个年纪最长者 目光落在阿七身上 狭长的眉毛微微一条 不论是长相 还是那眼神 像 真像 真像的赵林川 当年参与谋害赵林川一事 龙虎山的各个家族皆有份 否则 今日他们也不会在此 斩草除根 事到如今 却是绝不能留那赵林川后人重登龙虎山 足下管教无方 纵容幼童打人 今日我等前来要个说法 那前姓老人话音刚落 林道林就扯着嗓子喊道 放屁 分明是你们家孩子先挑事的 喊道我们是狗娘养的 你们家这一大群孩子 打我们两个 被我们打成这样 你们还好意思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臭不要脸 前姓老者 脸色阴沉 身边早有年轻子弟勃然大怒 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屁孩 竟敢如此与我叔父说话 随即又将矛头指向李玄霄 定是你管教无方 还不向我叔父赔罪 此刻 龙虎山无主之一的平洋子 虽在殿内 却时刻能察觉到李玄霄等人的情况 先由孩童大闹一事作影 安排众人前去讨要说法 双方难免争执 争执之中 有年轻弟子大怒而愤然出手 误杀那前来龙虎山 拜师的赵林川之女阿气 在外人看来 这就是一场意外 而那年轻弟子失手杀人 罪不至死 等风头一过 自会有福分在等着他 退一万步 就算老天师要追查此事 就让那出手的年轻弟子 自杀了事 给个交代 龙虎山为考虑到生育 并会平息此事 赵林川一家无后 自然没有人再为此事纠缠不休 最后 此事不了了之 平洋子口念 清静经 此事对于他来说称不上什么大事 就如同亲里地里的野草一般 毕竟那赵林川已死 自己在杀其女 也只是以防万一 就算是今日计策不成 日后也有无数种办法 让其死在龙虎山 或者死在龙虎山外 只是为什么 他隐隐约约 竟然有一种不安之感 身为龙虎山无主之一 平洋子绝对不相信 这种感觉是空穴来风 只是他又不清楚 究竟是什么能让他有这种不安之感 于是不得不念诵 清静经 赔罪 不知道如何赔罪 李玄霄问 给我家叔父磕两个响头 比人不擅长磕头 李玄霄摇了摇头 说着 他抬起头看向半空 似乎是根本不在意 与他对话的年轻人 鹅毛般的飞雪 清云门就从不下雪 一年四季如春 少了许多韵味 有风扑面来 吹得一袍烈烈抖动 发丝也随之飘舞 李玄霄眯起眼睛 只觉得有趣 磕头 磕个屁头 零到零怒到 一美妇人护着自家孩子 冷笑一声 两个有爹生没娘养的剑种 跑到龙虎山来撒野来了 你才有爹生没娘养 美妇性眼一瞪 小兔崽子你 再说一遍 林道林忽然不说话了 拽了拽李玄霄的衣角 小声说道 大哥 大哥 我怎么觉得 事情有点不对劲呢 你倒是激情 林道林见过马贼杀人 此刻这些人的眼神 竟与那些马贼相差无二 他们 他们想杀了咱们 林道林不可置信 大概吧 林道林嘴唇有些发白 这可是龙虎山 大哥 你先跟他们周旋 我去叫人 没用的 为什么 李玄霄看着落在手心上迅速融化的血 淡淡道 要是有用 他们早就来了 今日 龙虎山执事堂的弟子 都有意避开了这个方向 绕去了别的路 执事堂 执事长老坐在上座 此事与我们无关 若倒是真闹大了 自有那平洋子丹泽 另一位稍显年轻的老者 面露几分为难 如果丹丹只是如此 我倒不用如此担心 只是那李玄霄 却恰在此时出现在龙虎山 他已是废人 有什么可担心的 虽是废人 可李玄霄声名在外 又是青云门弟子 若是在龙虎山出了事 放心 平洋子下手有分寸 他的目标是那赵灵川之女 不会对李玄霄动手 只是长老抿了一口茶水 继续道 再说 那李玄霄被青云门厌恶已久 就算是死在了龙虎山 他青云门说不准还要谢谢咱们 对了 这茶叶可是小韩镜中的白马毛奸 正是 今年就这么多了 等下一个十年 争取多弄一些孝敬长老 二人闲谈之间 心神骤然一鸣 启程 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美肤淡淡的 名叫启程的仆人微微点头 看向对面的年轻人 心里打定主意 这人和那男娃稍加教训就好 那女娃则是要死的 虽说对一个孩子下手 有些不耻 破屋前 李玄霄于风雪中缓缓起身 众人的目光紧盯着他 他们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仿佛在对方身上 看到了某种危险的信号 下意识地便将孩童护在身后 暗暗运转法力 随时准备出手 只是对面的年轻人 忽然扯出一个笑容 放心 我不会给你们动手的 也犯不着给你们动手 跟你们动手 有损剑客的风范 他抬起头 伸出手 唯 借剑一用 第36章 江湖不散 有缘再见 借剑一用 李玄霄的声音并不大 却质地有声 龙虎山道士 各是千柄剑一概出窍 向此地飞来 浩浩荡荡 天空中乌云密布 狂风呼啸 整个世界都变得一片阴暗 飞剑如虹 随着剑光刺破黑暗 顷刻间 龙虎山的整片天空 皆被剑光照亮了 天空中的云彩 被剑气撕裂 露出了一片湛蓝的底色 阳光洒在云层上 形成了一片金黄色的光辉 宛如天神降临人间 山上的大片树木 被剑气砍伐 倒在地上 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山石被剑气击碎 形成了无数的碎片 四处飞剑 龙虎山最大的那条江水 流经整个西岭 此刻 龙虎山的整片江水 皆被剑光照亮了 江水被剑气搅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吸着周围的一切 水花飞剑 宛如珍珠般晶莹剔透 江水被剑气切割 形成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 宛如峡谷一般 顷刻间 龙虎山的所有生灵 皆被剑光照亮了 灵兽园的灵兽 惊恐地四处逃窜 寻找着能够躲避剑气的地方 鸟儿们在空中盘旋 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众人则惊恐地望着天空的剑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破屋前的众人 感受到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这股力量仿佛来自于天地之间 在这股力量面前 一切皆是微不足道的蝼蚁 不好 李真人手下留情 先后有数道声音骤然响起 四面八方有不同的身影 先后掠出 执事堂 先前看戏 闲聊的执事长老身影 已经来到了此处山峰之上 看着漫天剑雨 目瞪口呆 无主之意的平洋子 深深地吸了口气 口中迅速念念有词 手中的浮尘 也开始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不行 来不及了 太快了 如今龙虎山主侍的其余四主 唯有一位剑修反应迅速 可还是看着那漫天的剑雨 很快 他便放弃了抵抗的想法 龙虎妾 此人竟然能调动龙虎妾 主殿 十八道龙虎棋牌烈烈作响 棋牌上 绘着西陵十八省的地形图 以及各种神秘的符咒 这些棋牌乃是当年龙虎山初代天师所制 用来压制西陵十八省 当年 初代天师能驾驭十八道龙虎棋牌 而后再无天师能完整驾驭一十八道龙虎棋牌 直到多年前 龙虎山造诣赵凌川掌握一十四道棋牌 破屋前的几十人 男女老少都有 本是按照计划来此地找查 隔杀赵凌川之女 还有不嫌是大看热闹的诸多龙虎山弟子 足有百世人之多 此刻 正正地抬起头看着剑雨落下 他们会死 这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们会在刹那间倒在剑气之下 甚至来不及感受到痛苦 铅鱼饼剑插在地上 嗡嗡作响 剑气并没有肆意 而是随着一饼饼飞剑的落下 化为漫天雨水倾泻而下 冰冷的触感让人不寒而栗 众人呆若目击 活着 自己还活着 众人心中同时生起这样一个念头 漫天剑雨落下 却并没有伤到他们分后 方才那骂得最凶的美妇人此刻面无血色 脸色苍白 早已是被吓破了胆 那人群中看似最为老成的老者 也好不到哪里去 更别说他们这些龙虎山外姓家族弟子了 半空中 龙虎山无主 诸多道门真人 以及望风而来的无数龙虎山弟子又如何 方才那一刹那 他们配见齐齐不受控制的出窍 李玄霄仰起头 大声说道 老天师 最后一缕龙虎气我 还给龙虎山了 从此两清了 李玄霄抖了抖身上的风雪 此刻 空中已是密密麻麻 皆是身穿道袍的龙虎山倒是身影 林道林竖起一个大拇指 阿琪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李玄霄 好厉害 李玄霄点了点头 如果没记错 这是这丫头第一次夸自己 受了别人的欺负就打回来 被同龄人打了 别把我的名字 我先丢人 轻易年轻人摸了摸小毛驴 身上的气势攀升 他转过头 对林道林道 小毛驴送我了 顷刻间 身影便化作一团光柱 冲天而去 众人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去 有声音自九霄云外传来 这两个娃娃 是我李玄霄罩着的 还望龙虎山的诸位 帮忙照顾一下 语气轻快 好似是在开玩笑 可感受着 那空中久久未散的余威 在场众人都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啊 林道林扯着嗓子喊道 江湖不散 有缘再见 再见 阿琪轻声说 他似乎是知道 李玄霄能听得见 许久后 前来找尸的众多家族子弟 默默地带着自家幼童 迅速离开了此地 龙虎山诸多道士 也纷纷取回自己的佩剑 所有人都沉默无言 有的人甚至干脆原地盘坐 细细感悟那残留的剑意 平阳子深深吸了一口气 又长长吐出 如此声势 剑气遮天蔽日 数千柄不同品类 不同级别的飞剑 甚至不属于剑客自己 却能让剑气不泄露一丝 不伤在场一人 在画布上作画并不难 可若是在指甲盖大小之地 让一幅画作美轮美奂 精雕细琢 实乃非人 李玄霄这一手 隐千剑而不伤一人 便如同那于拇指上作画 李玄霄 无愧于见到魁首之名 平阳子的目光落在破屋前 那扎着辫子的女孩身上 忽然可出一口鲜血 他苦笑一声 能受李玄霄一剑 不枉此生 龙虎山 林药园 老天师缓缓睁开双眼 感受着缺涉七十余年 此刻终于补全的龙虎之气 当年李玄霄为灭魔门 窃下龙虎山大扮龙虎之气 因龙虎之气是观国运 因此 此事只有寥寥几人知晓 这些年 龙虎之气陆续回到龙虎山 只预下这最后一次龙虎气 本来已不抱什么希望 毕竟当年李玄霄灭魔门 不是为一己之私 而是为整个天下 因此 李玄霄重伤 龙虎之气又有疗伤的功效 将龙虎之气留在其身 也是理所应当 人之常情 甚至可以说 整个龙虎山 因为某些原因 都亏欠他李玄霄 没曾想多年以后 李玄霄终归 是将龙虎气 归还了龙虎山 第37章 儿母 毕业 一月后 西陵永安镇 鬼手神医李永安 摆弄着瓶瓶罐罐 他的手指灵活地穿梭在 各种器材之间 仿佛在弹奏一首美妙的乐曲 这些瓶瓶罐罐里装着的 都是李永安 视为珍宝的药物 每一瓶都经过 他精心挑选和炮制 对待这些药物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充满了爱和呵护 嗨嗨嗨咳 李玄霄躺在床榻上 微微抬眼 我说牢里头 你压的药呢 这都多久了 少废话 不想死 就把嘴巴闭上 李永安勾搂着腰 手里拿着一个 刚刚捏成的黑色小药丸 塞到李玄霄嘴里 嘴中喋喋不休 你说你伤势都已经好转了 好生休养不好吗 非要去龙虎山引剑 引剑就引剑 还把龙虎器 还给龙虎山做肾 李玄霄道 算是一辈子的事 再说 那龙虎器本就不是我的 当初答应了 要还给龙虎山 诺不清许 许则为之 好好 就你个寒鸟 胡孙重情重义 李永安又将手里的绿色液体 给李玄霄灌进嘴里 拍拍他的后背 我这一颗腾龙丹 多少宗门熊 主要都不给 想当年为了配置这药 历经何止是九九八十一难 先后找了三位顶尖炼丹师 翻山下海 求爷道奶奶 千辛万苦 才配这三枚腾龙丹 先前已经用了两枚 这第三枚 我还想着 以后等寿员到了 再给自己添点寿员 李玄霄咧嘴一笑 你个糟老头子 惜命的紧 谁都死了 你都死不了 好好休养 你现在根骨被毁 还以为自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啊 就算你现在伤势恢复 可根骨却恢复不了 抓紧找个根骨与自己融合 李永安笑眯眯的说 回清云门 或者随便投靠某个宗门 事例 只要得知你伤势恢复的消息 别说根骨了 就是要他们自己的骨头 都能给你挖出来 太累了 趁着我还活着 想去四处走走看看 李玄霄伸了个懒腰 至于根骨 不好找啊 看缘分吧 不说了 不说了 弄点酒肉 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 晚上定要把酒言欢 不醉不归 夜晚 李玄霄和李永安推杯换斩 在夜色下的田园中 用炉子烤着肉 鬼手神医李永安的田园 遍地的灵药 随便取一株 都足以让外面的修士疯强 为其拼上性命 没有人会想到 这样一片田园 没有出现在某个宗门 家族 或者帝国的后花园 而是竟然出现在一个 平平无奇的小镇当中 只是此刻 这样一片惊世骇俗的田园 却成为了李玄霄烤肉的地方 哎 还记不记得 咱们第一次吃饭 就是这炉火烤肉 李玄霄眯起眼睛 盯着火中 发出滋滋响的烤肉 李永安一缕胡须 忘不了啊 当年的李永安 还不叫鬼手神医 就是一个游历世间 想要治好自己眼睛的瞎子 就像穿越了时光 想起来所有的过往 明明心中澎湃雷霆万君之事 嘴中却是挤出平淡的一句 好久不见啊 久厚而憨 辽发兴起 回忆往昔 多年前之幸事 汉事 去世 后悔事 久来就干 无一间经久落渡 敬欢皆同醉 同睡天明未起身 也不知道下一次见 是我给你烧纸 还是你给我烧纸 李玄霄笑道 李永安满是皱纹的脸上 露出一抹笑容 带着几分苦涩 物是人非是是修 李玄霄翻身 一屁股坐在小毛驴上 招了招手 再见 上一次说再见 再见是四十年后的今天 不知道这一次 又会是在多少年以后 李永安望着李玄霄的背影 许久许久 人越老 越是容易念旧 以前还不幸 如今 怕是最后一次见了 再多说两句话好了 李永安轻叹一口气 转身回了屋内 他撤下田园中的静置 露出原本的面貌 然后 他就看见了自己精心条理的田园 一位为珍贵的药草 被人悉数偷光 哦 能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偷走田园中的药草 而且 对方十分从容不迫地 只挑走了好药草拿走 小镇中肯定没有这样的人了 外来者出现在小镇周围 也一定会被他发现 那么只有一个人了 这世上敢偷他鬼手神医李永安的东西 也就只有那一个人了 李永安将在原地 随即反应过来 儿母 闭一眼 阿蒂阿蒂 李玄霄揉了揉鼻子 随即欣慰一笑 嗯 一定是那李永安想我了 真是兄弟情深啊 我这才刚走没多久 就开始这么念叨我了 李玄霄拍了拍自己 用来装药草的麻袋 艳阳天 那个风光好 红的花 是绿的草 李玄霄手里拿着一个小木棍 木棍一头系着绳子 绳子上绑着一根胡萝卜 他坐在毛驴上 将胡萝卜就放在小毛驴眼前 以此激励小毛驴赶路 小毛驴左吃不着 右也吃不着 嘴里发出后不满的叫声 随即身子一抖 将李玄霄从身上甩下来 李玄霄猝不及防 摔了个狗吃屎 手中的木棍也掉了下来 小毛驴连忙低头 去捡胡萝卜吃 气得李玄霄用脚直踢他的屁股 嘿 你个没良心的 老子供你吃供你喝 你就这么对老子 小毛驴用眼睛去挟他 仿佛是在说 老子没干活 你天天气谁 李玄霄用手拍着屁股上的尘土 随手在麻袋里 磨出一味草药 跟嚼杂草一样 扔进嘴里 若是让其药师 炼丹师见了这一幕 怕是要急得直拍大腿 嘴里叫嚷 暴天天物 暴天天物 三味枫叶 修行者 修为分为一至九景 这天下的草药 丹药也分一至九品 不同于人为炼制的丹药 草药天生地养 受日月灵气滋养 这三味枫叶乃是七品灵草 无比珍贵 多少药师 炼丹师走遍大江南北 动天伏地苦求一味而不得 而如今就被李玄霄 这么当小零食随口吃了 第38章 也算是他的造化 空中没有一片云 没有一点风 头顶上一轮烈日 所有的树木 都无精打采得懒洋洋地站在那里 李玄霄眺望着远方 在他的眼前 是一片青山脆软 山间白云缭绕 仿如仙境 他深深吸了口气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那个年少轻狂的他 那个迷茫的他 有快马甲鞭的声音响起 由远至近 李玄霄微微偏头 是一对全副武装的重甲士兵 胯下战马大的下人 像是一头头巨兽 关道剧烈的颤抖 像是要地震了一般 李玄霄忙将小毛驴引向一旁 免得被他们撞到 后面 陆陆的马车声如雨水般 划过晶莹的汉白玉 马车在阳光的映照下 雅气十足 香精欠宝 李玄霄一手拿着烤软的饼子 狠狠咬了一大口 这时 马车的车帘被人掀开 露出一张美艳可人的脸 是一个方林二八的女子 面容精致而可爱 眉毛弯弯 像月牙一样 双眸明亮而灵动 宛如星辰般闪耀 鼻梁挺直 嘴唇红润 微微上扬的嘴角 透露出她的甜美和俏皮 她看着李玄霄 和她胯下的小毛驴 紧接着 目光落在李玄霄手上那张烤饼上 不由地抿了抿嘴唇 那个 可以分我一些吗 李玄霄一笑 撕下自己并没有沾染的余下半张饼子 一伸手将饼子丢给对方 少女满脸欣喜 伸出小手 可是下一刻 一道剑光将那饼子砍在地上 一名白衣剑客 驾马紧跟着马车 小姐 这饼子乃是粗人吃的东西 你若是想吃 车里有点心 何况这外人的东西 不能随便吃 说完她冷冷看了李玄霄一眼 似乎是在警告对方 李玄霄无奈怂了怂间 少女看着掉落在地的饼子 满脸不舍 可是 我看她吃得很香 而且不吃不就不吃 你干嘛浪费食物 白衣剑客 不再搭理少女 少女喋喋不休 李玄霄觉得颇为好笑 从怀里摸出一个之前摘的野果子 一口咬了下去 吃了几口 发现有一双眼睛 一直在盯着自己 李玄霄转过头 就见还是刚才那马车里的少女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手中的果子 李玄霄当真是觉得有趣 看着出行的人员 这马车 绝不是什么贫固人家 怎么一个果子 一个烤饼 能将其迷成这个模样 想要 嗯嗯 少女如小鸡种你般点头 李玄霄看了一眼那白衣剑客 少女道 我要吃果子 白衣剑客颇有些无奈 似是担心自家小姐 继续喋喋不休 于是随手扔给李玄霄一块金子 果子 拿来 语气中带着命令一般的口吻 李玄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将果子抛过去 与果子一起抛过去的 还有那块金子 山间摘的果子不值钱 交个朋友 白衣剑客眉梢微调 略微有些意外地看着李玄霄 不过很快 他就冷哼一声 一个果子 就想结交我为家 与白衣剑客的想法不同 少女一口咬在果子上 露出满足的笑容 等他吃完了果子 笑眯眯地看着李玄霄 仿佛是在问他 还有吗 李玄霄觉得有趣 姑娘方明 喂盈盈 李玄霄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 看着阵仗 大概是南洋为家 后面的马车都装了货物 送礼 道喜 于是 李玄霄又多问了一嘴 哦 是那藤原阁阁主藤武之子大喜 我们要去吃习 说到吃习 魏盈盈眼睛闪烁着光泽 那你一个人骑着毛驴 又要去做什么 魏盈盈好奇地问 看一看这天下 不过现在嘛 我也要去藤原阁讨一杯喜酒喝好 那正好我们顺路 白衣剑客淡淡道 你也认识藤原阁阁主 嗯 算是 算是 对方的修为 体内契机 腹内 灵势走向街舞隐藏 被自己看得清楚 不看相貌 白衣剑客直接用神识探查其如今年岁 虽说不能具体 至其哪年哪月 却也能摸出一个大概 这样的年纪 修为看看 确实没什么前路 可走了 才疏学浅之辈 怎会认识藤原阁主 白衣剑客是不幸的 大抵是看他们这一行人气派无比 想着跟着他们去藤原阁碰碰运气 倒是个会随机应变 剑缝插针的主 白衣剑客瞥了一眼自家小姐 剑小姐与对方聊得颇为有兴致 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她自己也藏了一些私心 省得小姐烦她 等到了藤原阁 再打发的对方就是 小事一桩 李玄霄和魏盈盈 聊得还算是投机 小姑娘年纪轻 对什么都好奇 至于李玄霄 纯粹是没人陪她说话 有些憋得慌 你认识那藤原阁主 魏盈盈问 以前认识 哦魏盈盈又到 那她家厨子做饭怎么样 看得出来 魏盈盈对于吃习这件事 真的很重视 李玄霄被这丫头跳脱的思维 弄得哭笑不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没去她家吃过饭 何况我上一次见她 已经好多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你麻袋里是什么 吃的吗 魏盈盈盯着毛驴身上 背着的麻袋 算是吃的吧 李玄霄给了一个 模棱两可的答案 她这么一说 魏盈盈更加好奇了 什么吃的 我拿东西给你换 袋子里的随便一株药草 估摸着都抵得上 这整个车队带着的鹤里 不换不换 而且这东西 你也吃不了 李玄霄笑着说 药草 单药可不能随便吃 并不是品阶越高 效果就越好 而是要对应 每个修饰的自身情况定 身体承受不住药力 反而会被其所害 轻则被伤 重则一命呜呼 咦 魏盈盈满脸失望 她又想了一下 摸出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 跟你换 白衣剑客瞥了一眼 满脸无奈 小姐拿宝物 跟人家换食物的老毛病 一直都没能改了 老夫人怕她将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随手送人 所以就给她弄了一些 不值钱的物件 小姐手中这块玉佩 大概也就够眼前这年轻人 花三辈子吧 对于魏加来讲 算不得什么价值连城的宝物 此人虽然拙恋 不过确实足够幸运 遇见了自家小姐 也算是她的造化 第39章 光暗与否 皆细于本尊一念之间 跟你换 你换不换 魏盈满是期待的说道 李玄霄一个劲的白手 不换不换 这东西你吃不了 跟在旁边的白衣剑客 暗自冷笑一声 原来是个蠢货 天大的机缘落在眼前 却被她拒绝了 不过 她从始至终都未多言 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 只是静静地看着蚂蚁搬运食物 车队一路前行 天气阴沉 满天是厚厚的滴滴的灰黄色的灼云 东北风呜呜的吼叫 肆虐的载矿野的奔跑 仿佛握着锐利的刀剑 能刺穿严严实实的皮奥 幸好车对众人 一多半都是修行之人 倒是不惧那北风呼啸 李玄霄将小毛驴停在前面 移出驿桩中 不准备继续再走了 风雪大的 甚至都看不清前面的路了 不过魏家一行 似乎是完全不担心这个 继续前行 李玄霄升起了火堆 被动得直跳脚 哎呦哎呦 驿桩乃是本地大信人家所设 专门停放死得不明不白 或者是含鱼儿死 无人给其收尸的人 李玄霄看了一眼 装内的几口棺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基本的口粮 李玄霄四处寻了一眼 发现放在角落中的一口桃碗 于是用雪擦了擦桃碗的两边 再往里面添了一些雪 又加了一些米 放在火堆上烤 等着火将雪烤化 不一会儿 便闻到了米粥的香味 李玄霄眯起眼睛 喝了一口酒 听着外面呼呼的风雪声 舒服得很 舒服得很 只是没一会儿 屋外传来声音 李玄霄转过头 就见一张熟悉的可爱小脸 叹了出来 魏家一干人等陆续走进来 快进去 进里面暖和暖和 魏盈盈招呼着几个 穿着单薄的侍女 穿这么少 还不让人家进马车里暖和 你看看 都动成什么样了 白衣剑客淡淡道 小姐 若是下人也跟主人一样 上了马车 岂不是坏了规矩 什么规矩 他们又不是修饰 动坏了怎么办 几个侍女长相十分美艳 可惜并没有修行天赋 二爷先行 咱们休息一晚再追上去 白衣剑客将长剑横于胸前 盘腿坐下 说完 便不想再多言语了 在他看来 这侍女的死活 与他合肝 都是牵了卖身器 生死皆由魏家 又不是珍贵的修行者 这何止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世家大族 又有哪一个 将这些下人当成人了 小姐终归是少女星星 这些木柴是你的吗 可以卖给我们一些吗 魏盈问 不是 是医庄里的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木柴 是有人放在里面的 用来给过路的人用 为什么 李玄霄解释道 不为什么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过路的人用了木柴 等第二天方便了 用了多少 再给人家补齐 魏盈盈眨了眨眼睛 白衣剑客心中冷哼一声 弱者的抱团取暖罢了 只是 他却无心 与自家小姐解释 你这米粥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魏盈盈抿了名嘴唇 接着 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 瓜子点心 全推给李玄霄 跟你话 李玄霄看着手里 包装精美的点心 轻轻咬一口 慢慢地咀嚼着 感受着那点心 在口腔里融化的细腻口感 嗯 长安的王级铺点心 长安位于大叶 在西陵 要吃到大叶长安的点心 价格怕是要贵上 几十倍不止 不过对于魏家来说 自然算不得什么 魏盈盈面露差异 你吃过 吃过 以前有个朋友喜欢吃 美女所见略同 你朋友肯定跟我一样 是个大美女 李玄霄点点头 嗯 他确实是一个大美女 天下第一美人 有多美 嗯 形容不出来的美 总之很美很美就对了 肯定没我姐姐漂亮 魏盈盈说 我姐姐才是天下第一大美人 每一天叫上你朋友 和我姐姐比一比 这个恐怕不行的 因为 因为他已经死了 李玄霄淡淡的 怎么会呢 我杀了他 魏盈盈吃米粥的动作一僵 抬起头来 琥珀色的瞳孔 盯着李玄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疯子 想要杀尽天下人 李玄霄一手煮着头 语气淡然的 像是唠家常一般 周围听了这话的魏家人 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都不太当一回事 就连几个烤暖的仆人 都觉得 这只是一个故事 屋内当真的怕是 只有李玄霄面前 这个小丫头了 魏盈盈道 那他岂不是很厉害 嗯 相当厉害 也相当自信 他总是说 除非我不想赢 不然没人 能让我说 观暗与否 皆细于本尊一念之间 本尊见证过王国的新王衰落 物种的诞生与灭亡 在数不尽的时光中 只有凡人的愚蠢是永恒不变的 你们是在守护一个 注定要毁灭的世界 你们的努力毫无意义 逃吧 那样你们还能多活几天 我 即是末日的开端 闭日的阴影 毁灭的丧钟 我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见证痛苦与绝望吗 凡人 李玄霄学着学着 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周围人早已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毕竟是大户人家 似乎是觉得这样笑有尸体面 于是只是用手掩着嘴巴 轻轻笑着 众人同时冒出一个想法 这人脑子不会有毛病吧 未加随行之人 多数都是修行之人 此刻像是在路边 看见了小孩子 带着纸壳 做的盔甲 假装身经百战的大将军 就连闭眼修行的白衣剑客 都不由得睁开眼睛 又看了一眼那年轻人 他每次都认为 这人行为可笑的时候 对方总能在下一刻 做出更加可笑的举动来 荒唐 哇 好厉害魏盈盈张着小嘴巴 白衣剑客无声叹了一口气 自家小姐连这种话都深信不疑 按理说 年龄也不小了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 唉 第四十章 天蝉凌花 你的朋友好厉害 魏盈盈对于李玄霄的话 深信不疑 那他是怎么被打败的 因为 他遇见了一个更厉害的人 有时候 李玄霄都怀疑 是不是天道为了灭杀那个人 而专门让自己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等自己杀了他 天道便收走了自己的一切 让世界的力量重归平衡 大雪不会停止 天空是散不尽的雪花 已经许久了 三十多年了 在梦中 他也始终看不清他的脸 又再胡思乱想了 李玄霄不禁摇了摇头 他走到外面 准备再添一些雪 酒也喝没了 可惜 魏盈盈捧着小脸 眼睛转了又转 原来他这么厉害 白衣剑客实在是忍不住出声提醒道 小姐 别听那个人鬼扯 一个不成器的剑修罢了 连本命剑都没有 倒是吹牛的本事厉害 魏盈盈困惑道 你是说 他 他撒谎 是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喜欢吹牛扯皮的人并不少见 只是像他这么吹的倒是罕见 那你又怎么知道他在吹牛 魏盈盈不解 一旁名幻影的侍女轻轻一笑 小姐 连我都听出来了 这人差点都要把牛皮扯破了 盈儿虽是侍女 穿着却跟其他少女不一样 但蓝色衣裙 虽然看起来与那些普通侍女并无分别 可是皮肤在寒风的吹拂下 竟无半点变化 盈儿其父在魏家世代的家奴 家奴地位并不低 其父又是六井修士 盈儿与小姐魏盈盈 自由一起长大 所以自然关系更近 地位更高 如果是普通的侍女说这话 有白衣剑客在身旁 等小姐走后 定是会被狠狠教训一顿 魏盈盈漂亮的眉毛 微微骤起 本尊见证过王国的新王衰落 物种的诞生与灭亡 在数不尽的时光中 只有凡人的愚蠢是永恒不变的 哈哈 这人说话可真逗 说完 盈儿又是忍不住名嘴笑了起来 可是我看她不像是在撒谎 魏盈盈说 白衣剑客道 小姐 骗子不会把骗子两个字写在脸上 莫要被人骗了 还不知字 盈儿也道 就是就是 骑一个毛驴 还拿着一个麻袋 穿得那么穷酸 也是一个傻子 方才小姐预配与她交换 她都不换 正好趁她不在 让我看看 她这麻袋里装的什么宝贝 说着 她将李玄霄一路背着的麻袋解开 那麻袋就是最普通的麻袋 普通百姓常用其装运粮食 上面更没有什么福转 静止 盈儿从里面拿出一朵花 不由得眼前一亮 这袋子里竟然装的是花草 蛮漂亮的 花瓣层层叠叠 柔软有弹性 花瓣里坠满了许多金黄色的小颗粒 不用靠近去闻 便能嗅到芬香 盈儿又翻找了一下 这人真奇怪 麻袋里全是花草 确实好漂亮 魏盈盈凑近了去看 白衣剑客无意间瞥了一眼 嗯 这花有些奇怪 白衣剑客的神识 下意识地扫过 这一下子 就更加好奇了 不对劲 有些不对劲 她虽然不懂药理 也不怎么使得名贵药草 可是神识中却能感受得到 这朵花中蕴含的灵蕴 感受到她散发出的一种奇异的能量 白衣剑客道 冰叔 您看看这花 她口中的冰叔 买是魏家的一名药师 瞎了一只眼睛 脾气有些古怪 不过因为其药理水平 所以在魏家颇受尊敬 听见声音 一个独眼的白发老头走过来 整个人不休蝙蝠 浑身散发着 常年与要接触的特有气味 掰开逼个天杀的 叫我做什么 看花 看个屁话 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冰叔虽然这样说 不过还是看了一眼 嗯 冰叔伏下了身子 浑浊的眼球 盯着那漂亮的花朵 随即脸上的表情骤然一变 天天蝉菱花 是天蝉菱花 他失声叫了出来 将周围的几人吓了一跳 天蝉菱花 七品菱花 生长在雪山之间的天蝉菱花 白衣剑客下意识地握紧了佩剑 怪不得他看着花眼熟 当年他为冲破六井中气 就曾在家中长老的陪同之下 前往秘境寻找着天蝉菱花 结果那一次不仅没能寻得菱花 反而被人锁伤 境界跌落 如今 十个多年再次得见 白衣剑客心中五味杂陈 随之而来的便是困惑 这菱花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泽泽 火星七叶花 血精草 蓝颜星使我勒个娘啊 暴天天物啊 这好东西 竟然用麻袋装着 暴天天物 老子我一辈子都能见到这么多好东西 兵叔的声音在耳旁响起 白衣剑客一路上都未有什么波澜的表情 此刻变化得像是七彩阳光一般 皆是六品 七品的菱草菱花 其中竟然还有一位八品 早已非凡间之物 这些菱草菱花 怕是都够买下几座城了 若是沦落江湖 不知道要惹得多少人为此厮杀 白衣剑客 心脏狂跳不止 面色浮红 他深深吸了口气 试图平息内心的兴奋与激动 但他的心跳却越来越快 仿佛要跳出胸腔 这些药草 别说他未夹了 就是那西陵皇室 恐怕都不会有 一个普通的修士 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西式真物 难不成 难不成那人 真的是绝顶高手 可是神识查其身 并无特殊之处 除非 除非那人的修为高深莫测 那只不过是对方的障眼法 自己根本看不透 想到这儿 白衣剑客后背流出不少冷汗 这等人物 岂是他未夹能得罪得起的 拿来 白衣剑客 忙将银儿手中的灵草夺过 小心翼翼地放入麻袋中 又将麻袋放回原位 方才之事 管好自己的嘴巴 白衣剑客冷声道 是 一桩中的众人 都是魏家众人 自然知晓 魏家规矩之言 严厉警告了其余人 白衣剑客又严肃地对魏盈应道 小姐 待会儿千万莫要说落了嘴 她倒是不担心别人 只是自家小姐 这个跳脱的性子 第41章 血海滔滔 荡静天下 李玄霄手里捧着一个小雪人 笑眯眯地走进屋内 哎呀呀 心灵手巧这个词 就是为我而生的 没有人夸她 她自己夸自己 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 屋内 众人皆是沉默已对 不敢出声 李玄霄在门口 躲了躲身上的风雪 关上一桩的门 重新做到了篝火旁 魏盈应已经把米粥喝完了 此刻端坐在铺团上 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李玄霄 李玄霄又从背后 拿出一只雪白的兔子 风雪配烤兔肉 绝了 那兔子一身柔软的绒毛 像一个毛茸茸的球 耳朵长长地 直立着 不时地转动 好像在听周围的动静 眼睛像两颗红宝石 闪烁着聪明和机智的光芒 这么可爱的兔子 咱们怎么可以吃它 魏盈应于心不忍 不可以吗 魏盈应把头摇得像是波浪骨 你看它多可爱啊 咱们不可以吃它的 不一会儿后 魏盈应咬了一口 烤得外酥里嫩的兔子腿 嗯 可爱的兔子确实很香 李玄霄笑眯眯的点头 我就说很好吃吧 阿姨剑客瞥了一眼自家小姐 与那轻衣年轻人 便是怎么也进不下心来 领悟见到了 尤其是知晓了对方的麻袋中 此刻装着的 都是西式的灵草 不过 他却是半点不敢动歪心思 他既不是蠢货 也不是傻子 是蠢货是傻子 也不会以外姓在魏家 身居如此之位 自己当真是看走了眼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是绝顶高手 这样的人 必定不是无名小辈 莫非是退隐的鬼手神医李永安 不对 虽说自己未曾见过李永安 可是常听府中的药师兵书提起 鬼手神医的画像 就挂在兵书的床头前 每天都要拜上三拜 兵书年轻时 受气指点药理 所以对方如果真的是鬼手神医 兵书一定会认得 白衣剑客忽然想起 对方刚才给自家小姐讲的故事 那轻衣年轻人 说起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 漂亮 在他口中是天下第一美人 第一美人 又被他所杀 而且这个第一美人 修为身后 还能说出这种狂妄的话 除非我不想赢 不然没人能让我输 你们是在守护一个 注定要毁灭的世界 你们的努力毫无意义 逃吧 那样你们还能多活几天 普天之下 也就只有三十多年前 被杀的魔教妖女 血海滔滔 荡进天下 气寒九州百万箭 没错 天下第一美人 想要杀进天下人 除了那魔教妖女 这世间没有第二个人了 白衣剑客 只卷脑袋翁的一下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眼前这人莫非就是 见到魁首 李李喧嚣 白衣剑客 双眼瞪得像同龄 如果说鬼手神医李永安 是天下药师需要仰慕 崇拜的对象 那么见到魁首李喧嚣 便是所有剑客眼中的神话 白衣剑客深吸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一时之间 有些反应不过来 在他看来 对方的身份 从一个没有前路可言的 下三井见修 直接摇身一变 成为了天下见到魁首 一日 等风雪稍微停了一些 魏家一行人 与李喧嚣再次出发 白衣剑客保持着 和李喧嚣一个 不远不近的距离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 之前没发现 对方身份时 听他哼着走调的歌曲 不屑一顾 如今竹子分泄 看见其摘花弄夜 哼 小女人才做的事情 如今 于细微之处感悟修行 无愧是见到魁首 若是瞧见了对方 和自家小姐说话 定是要将耳朵竖起来 仔仔细细听的 不过小姐一直问一些 关于食物的事情 白衣剑客心里着急 险些就要喊出声 小姐 你问点关键的 现在在你面前的 是天下见到魁首 九州第一人 清云门通天风首席大弟子 白衣剑客觉得 要不要私下里 给自家小姐 弄一份问题清单 第一 传言您自那一战后 修为被废 这是真的吗 第二 传言您与那号称血海滔滔 荡尽天下 气寒九州百万件的 魔教妖女 有过一段恋情 能等我仔细说说吗 第三 当年那一战之后 魔教妖女尸体不知所踪 到底去了哪里 第四 白衣剑客在心中默默盘算着 自己要问的几个关键问题 几日后 藤原阁 今日藤原阁阁主之子大婚 整个藤原城热闹一片 从天南海北赶来道贺的人不计其数 街头巷尾弥漫着花香和酒香 采气飘飘 锣鼓喧天 简直要比过年还要热闹 藤原阁阁主 可是一位传奇的人物 在春秋时期 妖魔乱舞 难时没有西陵 也没有大业 藤原阁阁主 便能让藤原城 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也因此 藤原城的百姓得以休养 不同外界失山血海 遍地妖魔 当时不少逃难的人 都往藤原城跑也是这个原因 藤原阁阁主 以一己之力 护佑全城百姓 乐师好善 试问 如今藤原阁百姓 哪一个没有受过对方的恩惠 藤原阁外 张灯结彩 红地毯从门口 一直扑到了街口 巨大的红灯笼 高高挂满了街头巷尾 上面写着 恭贺藤原阁阁主之子大婚的字样 楼阁内 笑声不断 宾客们欢聚一堂 婚礼的主角 藤原阁阁主的儿子 身着一袭华丽的长袍 手执着一柄折扇 微笑着迎接前来道贺的宾客 李玄霄牵着小毛驴 缓缓地走过低矮的城门 阳光明媚而耀眼 小毛驴轻轻地嘶鸣着 李玄霄眯起眼睛 看着这座古老繁华的城市 街道两旁的房屋错落有致 飞檐豆拱 古色古香 红砖青瓦的墙壁上 爬满了藤蔓 给人种沧桑和厚重的感觉 有穿着长衫的文人雅饰 有衣着华丽的富商大股 也有身披麻衣的平民百姓 就到这里吧 卫英英好奇道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李玄霄道 得给人家准备点鹤脸 总不能白吃白喝吧 第四十二章 藤原阁 李玄霄坐在路边茶摊上 一边喝着茶 一边寻思着 该给那藤原阁阁主带点什么鹤脸 他把茶水一口气喝光 又从麻袋里摸出一片泛着红色的叶子 仔细看 上面脉落清晰 叶子颜色鲜艳 红得发烫 宛如一颗跳动的心 龙血液 李玄霄把一片龙血液放在茶杯里 又让摊主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 热水不断滚动 欲加沸腾 滚动的白水顷刻间 便好似变成了鲜红的血液 若是这一幕 让魏家的兵书见了 怕是要锤足顿凶器的蹊跷声音 爆天天物 爆天天物 李玄霄细细品了一口 这龙血液泡的茶水 感受着其中淋浴 茶摊就坐落在湖边 因为在这个位置 所以价格比普通的茶水 要跪上不少 他静静地坐在湖边 感受着夜晚的宁静 湖水在微风中轻轻荡漾 河叶随着晚风摇曳 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在他的身体里 暖流涌动着 奔腾着 仿佛一条大江大河 冲刷着他的经脉和血管 仿佛带来了生命力 让他的身体充满了活力 自己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贪婪地吸收着这股暖流 让他在自己的身体里流淌 他闭上眼睛 沉浸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中 两久后 李玄霄轻轻吐出一口气 这龙血液洗经伐水的效果 着实不错 他这种吸收方法 对于一般的修饰来说 简直是天方夜谭 无论是灵草灵药 都需要经过药师 单师的提炼 方能服用 而且品阶越高 越要小心翼翼 因为一个不小心 便会被药力反噬 药师们深知灵草灵药的珍贵 因此在提炼过程中 他们会全神贯注 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 仔细研究每一株灵草灵药的特性 寻找最佳的提炼方法 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其药性 在提炼过程中 药师们会运用各种工具和技术 如干锅 炉灶 提炼阵法等 将灵草灵药中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 并通过不断的调试和试验 确保丹药的品质和效果 丹师们则更注重于药性的调和与凝聚 提炼灵草灵药并非易事 药师和丹师们 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如灵草灵药的品质 提炼工具的选择 提炼过程的控制等 因此 药师和丹师们 在提炼灵草灵药时 总是小心翼翼 如吕薄冰 确保每一株灵草灵药 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也因此 药师和丹师 无论是在宗门 还是在皇朝 都具有极高的地位 因为无论在如何天赋异禀 踏上修行之路 灵药灵草灵药 便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即使得到灵药灵草 也需要找到药师 为自己提炼 提炼 一些散修 因为没有宗门 或者家族势力提供支持 更加不会有相应配套的药师 所以 就有七成的散修 是因为服用灵药而死 而偏偏九州八荒 就有这样一个人 无论是灵药灵草灵荡 都无需提炼 提炼 凝合 他奇特的身体 让他可以直接服用灵草 而将有益于身体的东西 尽数吸收 不浪费一丝一毫 而将有害之物 一个不留的 全部排出去 直接跳过了灵草提炼的阶段 不止如此 别的修士 在某个境界的时候 是不敢吃超越 自己境界太多的灵草灵药 因为很有可能 会承受不住药力 对身体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 严重一些 直接威胁生命 而李玄霄迈入三井的时候 吃六品的灵草灵丹 跟吃咸菜似的 他的身体 将有益的一小部分吸收殆尽 而将李玄霄身体 承受不住的药力 直接排除到体外 这样的身体 对于普天之下的药师 单诗来说 属于是做梦 都不敢想的那种 天生是要种子 当年 鬼手神医李永安 发现李玄霄身体这一特质后 果断出手给他下毒 把他绑了 回去给自己吃药 一会儿 已经是好久好久事情了 李玄霄将思绪慢慢收了回来 悠哉悠哉地 喝着龙血液浸泡的茶水 明儿婚礼就正式开始了 自己送个什么礼 能表现自己的诚意 顺带蹭一顿饭呢 说起来 那藤原阁阁主的小儿子 也算是自己的小辈 当年 有过一面之缘 藤原阁阁主名焕锦维我 出生在春秋乱世 偶然间得到一柄散修留下的配件 因此误得几分建议 从此以武入见 一步步建立了藤原阁 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 在乱世中 护佑藤原城百姓 后来大夜 西陵先后建立 魔教四女 简维我封闭藤原城 准备不掺和到正邪两派之间的争斗当中 他娘的 老子 才不管外边怎么样 我只管这藤原城 当年 简维我便是站在藤原阁的墙头 如是说道 而那时的李玄霄 面对的是一个两难境地 一方面 魔教引弱水冲击殷山 一旦让其得逞 殷山大阵被毁 整个中原战场 将会呈现不可逆转的颓势 到时会连累西北 东南几个战场 很有可能便是天翻地覆之变 除非让弱水改道 借到藤原城 李玄霄事先与简维我商量 希望他能让出藤原城 同时转移城中百姓 却被简维我一口拒绝 当时藤原城聚集了 大批逃难的难民 人口超过百万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让城中百姓逃难 何况弱水一旦冲击藤原城 藤原城内必定生灵涂炭 即便有百姓逃脱 没了藤原城的庇佑 周围的凶兽 妖魔 再说 藤原城被毁 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食物问题又如何解决 简维我的拒绝 在李玄霄的意料当中 他也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理由 让对方同意 为了天下无数百姓 便要这藤原城毁于一旦 牺牲这数百万百姓 后来 李玄霄面对类似的两难抉择有很多 可那一次 是他第一次不知该如何抉择 替他做下决定的是 师尊忘情道人 忘情道人 与几位清云门长老 合力引动清云剑 一剑将藤原城护城阵法斩断 而后引落水涌入 藤原城一夜之间 身灵涂炭 暴雨倾盆 李玄霄站在雨中 看着简为我跪在废墟上嚎啕大哭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助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崩塌了 第四十三章 婚宴 因为此事 简为我恨死了清云门 甚至超过了魔教 按理说 身为清云门弟子的李玄霄 不可能再与简为我交好 可偏偏二人成了忘年交 多年以后 李玄霄再次踏入这藤原城 一日 迎接新娘子的队伍 浩浩荡荡地穿行在藤原城主街道上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队伍中的人们身着盛装 手持鲜花和彩带 鼓声 罗声和喇叭声 响彻整个城市 向全城的人宣告着这个喜悦的时刻 队伍缓缓前行 街道两旁的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李玄霄一手挡着阳光 看着队伍中最前面的那个年轻人 嗯 跟年轻时的简为我长得蛮像的 他随着队伍 一路来到藤原阁 恰巧就遇见了魏盈盈一行人 魏盈盈向李玄霄招手 这边这边 白衣剑客微微垂谋 拱手抱拳 小心翼翼的措辞 见过前辈 李玄霄摆摆手 没有多说什么 他自然而然的 与魏家一行人站在一起 他没有请柬 不过 旁人将他当成了魏家的随行人员 便予以放行 只是他们这些随从人员 吃饭都在后乡访 麻烦丢着毛驴 喂一些好的草料 仆人忙到 自然自然 李玄霄拍了拍毛驴的脑袋 乖乖听话 随即便跟着众人往后相防去 白衣剑客看了一眼 对着食物满眼放光的自家小姐 等小姐与魏家二爷碰了面 白衣剑客便静止离开了 只往后相防李走 一边走 目光一边搜寻着李玄霄的身影 对方的气息明明十分雷弱 可偏偏难以追踪 虽说这是在藤原阁多有限制 可也不至于一点感应不到 有熟人与他打招呼 白衣剑客微微汗手 哎 那不是魏家的柳无心吗 是他 魏家最杰出的弟子 年纪轻轻便已是六井见修 则则前途不可限量啊 魏家这些年都没有子弟踏入六井 让一个外姓弟子陷入了六井 这魏家我看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那人话刚说完 便被一股凌冽的气息锁定 顿时身子一僵 柳无心冷冷看了对方一眼 若不是在藤原阁 今日他定要教训教训这两个说闲话的家伙 一直没寻到李玄霄的身影 柳无心不免有些着急 藤原阁阁主最疼爱的小儿子大婚 大邀宾客 来做客的人不是一般的多 终于在人群中发现了那抹熟悉的身影 柳无心快步走了过去 挨着对方坐下 李玄霄笑眯眯的看了他一眼 你眼睛真毒 柳无心心中一紧 淡淡道 前辈过奖 他夸我了 他夸我了 看见了吗 赶紧给我记下来 都看过来 都看过来 李玄霄夸我了 这做的都是小孩子 肯定吃不过咱俩 李玄霄自信一笑 柳无心 柳无心方才都没有注意到 此刻环顾一周 确实周围坐的都是一些十二三岁的娃娃 虽是娃娃 不过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孩子 端端在凳子上静静的等待 穿着和举纸都透露出一种高贵和自信 前辈 前辈说笑了 很快 各色菜肴就被仆人端了上来 仆人们小心翼翼的将菜肴摆放的整整齐齐 确保每一道菜都能完美的呈现在客人面前 他们轻易的走动着 悄无声息地为客人提供周到的服务 美酒佳肴 而且这些都不是普通人能享用的食材 东海的隔离 松山的真路 雪山的焦白 便是在一些宗门都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藤原城地下两处灵脉交汇 只要闭着眼鼠钱就好 说上的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家里的长辈学的 浅浅动了几筷子便浅长折指 开始讨论修行的事宜 亦或者是如今九州八荒的大事 前辈 我敬您一杯 游越半上 柳无心终于举起了精美的酒杯 正闷头干饭的李玄霄也举起酒杯 柳无心一口酒下肚 相比起眼前的真羞美味 他更想与旁边之人说说话 可惜一直不知道该从什么话题入手 这时候 有人走近 柳兄 说话之人是一名年轻公子 乃是藤原阁阁主简为我的第二十四子 简阳明 简阳明与柳无心 还有其他几位年轻杰出弟子 并称为西陵七姐 二人自视相识 简兄 许久不见柳无心拱手行李 柳兄怎地坐在这里 这帮下人太不懂规矩 藤原阁虽然是大 可那魏家却也不是寻常人家 柳无心虽是外星 却是这些年来魏家年轻一代 唯一一位踏步中六井的剑修 前途不可限量 再加上简阳明与柳无心私交不错 自是不能如此慢待 连一个主座都不让人家坐 而跟几个娃娃坐在一起 这已经算是一种侮辱了 无碍无碍 柳无心忙说 柳兄这边请 待会咱俩要好好喝上他一天一夜 在哪喝都一样 简兄知道我就喜欢的清静 简阳明见对方不走 干脆坐了下来 行 那我陪简兄 二人几杯酒下肚 简阳明这才注意到柳无心一旁的年轻人 只见对方拖起袖子 筷子如同蜻蜓点水一般 刷刷一会儿的功夫 盘子里的菜就见了底 柳兄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这位人凶事 柳无心犹豫了一下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介绍李玄霄 对方似乎是并不太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 否则也不会坐在这里 如果自己说出来 惹得对方不快 事事在下的一位朋友 说完 柳无心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李玄霄 李玄霄点点头 同意了这个说法 柳无心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简阳明见对方修为平平 没什么过人之处 便也没有过多询问 第四十四章 魔窟 藤原阁 后山 藤原阁阁主简为我神色凝重 今儿明明是他小儿子结婚的大喜日子 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藤原城地脉交汇处 魔窟现身 魔窟 九州八荒最为神秘之地 目前为止 探测到的魔窟总数为九个 以悉数被封印 且有修行者世代镇守 魔窟通往哪里 为什么出现 究竟为何物 这些秘密没有人知道 只是每一次魔窟的出现 都会引起震动 魔窟中不仅拥有海量的奇珍异宝 甚至能发现不属于九州八荒之物 然而 不同于秘境 魔窟中极其凶险 修士根本无法在其中长期行走 而当魔窟一步步壮大 势必会影响九州八荒 世间唯一一位能在魔窟中行走的修士 便是那魔教妖女 不知从哪得到的力量 他能通过魔窟 将自己的大军迅速移动 往往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而魔窟的秘密 也随着魔教妖女的生死 一同被埋葬 如今 世间第十个魔窟 陷于世间 半月前 简卫我就感受到了 后山气息的不对劲 当时 他会以为是有不轨之人 想要暗中对藤原成灵脉下手 谁知道 竟是魔窟 简卫我身后 是历代藤原阁元老 以及藤原成城主 此时 气氛异常凝重 每个人的神情都极为严肃 默默地注视着前方 老太龙中的简卫我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嘴唇紧闭 似乎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股深深的忧虑 藤原成城主 看着简卫我的背影 上前一步 简老 我已传信黄成将此事说明 想必不久后 话刚说到一半 地动山摇 轰隆隆 魔窟深渊之中 仿佛是有某种凶兽 正在愤怒地咆哮着 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撕碎 地面开始不停地颤抖 山脉都在不停地抖动 怎么可能 一腾原阁元老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震动的魔窟 魔窟从出现到小规模爆发 再到大规模成灾 这个过程短则数年 长则百年 千年 而距离魔窟发现到现在 两盏如同大红灯笼的眼睛出现在白雾之中 眼神带着嘲笑之意 铿锵一声 长剑出鞘 简为我一剑落下 那隐藏在白雾之中的生物 已经退到了魔窟之内 白雾如同活了一般 迅速吞噬着藤原阁 眨眼之间 这座辉煌的阁楼就被白雾完全笼罩 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随后 白雾以藤原阁为中心 向整个藤原城扩散 白雾之中 爆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哭嚎之声 一具具魔雾从魔窟之中如潮水一般涌出 顷刻间漫山遍野 最先受到冲击的简为我等一干人等 同时出手 几人实力皆是不俗 魔窟中的魔雾毫无反抗之力地被灭杀 然而 下一刻魔鹰入耳 众人忙忽住几身 魔鹰落在心湖之中 好似掀起滔天巨浪 此刻 整个藤原阁内一片慌乱 原本正在举行婚礼的藤原阁 莫名其妙便遭到了冲击 白雾与魔雾同时出现 人们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 建筑物开始摇晃 砖头 瓦片纷纷掉落 不过好在 这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修行者 很快便对魔雾展开了反击 一位佛家修士 用幻风之法 将方圆十里白雾驱散 可不过片刻的功夫 白雾再次重重包裹而来 那名佛家修士 也被四面八方涌来的魔雾 活活啃食殆尽 魔鹰回荡着整个藤原阁 一些修为低下 亦惑着心智不坚定者 纷纷崩溃的大叫 更有甚者 将攻击得的目标 直指自己的亲朋好友 手足兄弟 一时之间 场面混乱无比 魏影影嘴里含着一块肉干 被二爷单手抱起来 魏家二爷一手法术幻化之下 眼前魔雾以西数化为血肉 然而 诡异的魔鹰不断地响起 影响周围人心智 一切突然变换 方才还热闹无比 喜气洋洋的婚礼 此刻 却是大火熊熊燃烧 奔走 哭喊 狂笑与哭嚎交织在一起 天空中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倾盆大雨从云层中倾泻而下 与地面上的热血混合在一起 渗入了那片早已腐朽的土地 雨水的冰冷 与鲜血的温热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诡异而残酷的画面 在这片土地上 一群群魔物正在肆虐 它们形态各异 有的像巨大的蜘蛛 有的像凶猛的野兽 还有的则像是从地狱中逃出的恶鬼 它们的嘶吼声如同雷霆一般 震耳欲聋 让人胆战心惊 诸位道友 藤原阁有魔窟出现 望诸位道友迅速撤离藤原阁 简为我的声音自云霄之上响起 传入每个人的星弧之中 那自魔窟中涌出的白雾 好似能吞并声音 简为我 为了能让此声传递出去 自身的法力疯狂挣腾 此刻 简阳明发迹散乱 鲜血 汗水混杂在一起 一脸迷茫地看着四周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白雾见浓 伸手不见五指 分不清下一秒向你靠近的 到底是诡异的魔物 还是自己人 神识投入其中 却像是泥牛入海 一只利爪从雾中探出 简阳明一个哆嗦 忙施展道法 然而 那魔物比他想象的 要快上许多 简阳明不得已缩短了施法的过程 威力却小上许多 落在那庞大的魔物身上 效果很弱 简阳明手掌凝聚雷法 身后的白雾之中 骤然一缩 又一个身影无声无息的 刺向简阳明的后背 这头魔物显然是暗杀的高手 简阳明没有丝毫察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后面 嗯 哼 简阳明猛然回身 以雷法轰杀身后的魔物 脚步变换 同时施展道法 将身前那魔物灭杀 多谢 出声提醒的那人 他认得 是与柳无星相识的那年轻人 方才在酒席上数他吃的最像 那时候 简阳明心中还略为有些不屑 李玄霄没有理会对方 看着眼前这浓郁的白雾 微微皱起眉头 随即轻叹一口气 这藤原城还真是多灾多难 第四十五章 举世 现在除了等待大军支援 还能怎么办 这次魔窟爆发不同以往 再等支援 怕是来不及了 此时 距离魔窟爆发 当刚过去四个时辰 整个藤原阁陷入一片白雾当中 藤原阁阁主 简为我启动了大阵 将藤原阁封闭 这才没有让白雾 弥漫整个藤原城 可是能坚持多久 谁也不清楚 一室厅内 此次前来参加婚礼的 众方势力的诸多头目 藤原城内所有 有头有脸的人物 皆汇聚在此 魔窟爆发的突然 幸好简为我小儿子大婚 简为我又乐事好善 愿意结交朋友 藤原城这一次 汇聚了不少修为强劲的修士 那魔窟的情况 诸位施主都看见了 出现不过短短几日 却突然之间爆发 若是再拖延下去 他是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阿弥陀佛 空严大师语重心长地说道 空严大师乃是金佛寺的僧人 年轻时受过简为我的恩惠 此次带着徒弟下山 参加简为我儿子婚礼 谁知道魔窟爆发 其徒弟也死在了这场灾难当中 魏家二爷陈生道 按照以往魔窟爆发的规律 趁着魔窟尚未成行 迅速杀了那窟主 而后封印魔窟 随着魔窟停留时间越长 最先镇守魔窟的窟主实力 也会越加强大 简老 你与那窟主交过手 这一次对方实力如何 简为我苍老的眼皮动了动 中三井之上 上三井 众人面色皆是一尘 魔窟尚未成行 窟主便已是如此实力 这还得了 若是再拖下去 即便是灭杀了那魔窟窟主 封印魔窟 整个藤原城 怕都要葬身在浩劫当中 现在最好的办法 便是集结藤原城 目前可调配的力量 众人联手定有胜算 趁着对方立足未稳 将其灭杀 而后封印魔窟 只是 一时听内的众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 你不发眼 他们本是参加婚礼而来 如今藤原城出了此等大事 魔窟凶险异常 保不齐会将性命搭在此处 何况 眼下危急的是藤原城 又不是他们的地界 此次灭魔 魔窟内发现所有灵物 藤原城不要一分一吼 此外 若是有人因此受伤 或葬身于此 藤原城定不会亏待 听简为我这么一说 还在犹豫中的一些人 当即拍着胸脯表示 除魔味道亦不容辞 魔窟虽然异常凶险 可是其中珍宝无穷 不过众人 虽说对珍宝心动 可那上三井实力不明的魔窟哭主 却也是令他们心生忌惮 那魔鹰射人心魄 便是不进入魔窟 都让我等不堪其容 若是进入其中 一位剑修的话 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再好的珍宝 也要有命使用不是 那位剑修看了众人眼 继续说 魔窟本就是九州八荒最为神秘 凶险之地 何况这次魔窟突然爆发 与前几次的魔窟截然不同 谁知道进入里面 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 柳无星站在魏家二爷身旁 怀中抱着佩剑 看向那剑修的眼神 带了几分鄙夷 那是一位早年成名的老前辈 据说曾误见十三载 十三载未出剑 而后一剑斩断大江之水 柳无星年轻时 曾见识过对方的风采 不由得心生仰慕 只是此刻 魏战先妾 我被剑修当一往无前 他不由得对对方有些失望 上三载的战力 再加上魔窟之力的加持 相反我等 进入魔窟之内 修为必定受损 对方搏命之下 我们胜算几成 即使是赢了 会死多少人 在场众人 修为最为身后之人 当属藤原阁的主人锦为我 可是谁都知道 锦为我过于年迈 寿源将至 说句不好听的 算是半截身子都埋在了土里 这时 魏家二爷主动开口 诸位 我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 大家要不要听魏某书商议说 他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好消息 众人疑惑 目前这个情况 已经算是糟糕透顶了 魔窟突然爆发 没有任何预料 藤原阁的大阵 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 很有可能 藤原城会因此遭遇浩劫 若是魔窟继续蔓延 什么好消息 老魏 你可别跟我们打雅弥了 就是 现在还有什么好消息 魏家二爷笑道 准确的来说 我这里有两个好消息 这第一个消息就是 虽说这一次 魔窟突然爆发 没有任何预料 然而 幸好这里汇聚了这么多殷侯 饶氏那魔窟出现 也定先不起什么风浪 马屁谁不愿意听 有人嘴角 已经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第二个好消息 魏家二爷顿了顿 有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人 现在就在这藤原城之中 谁 有人下意识出伤 李玄霄 简阳明听着周围 断断续续的哭泣声 神情有些黯然 有一位父亲 在魔鹰的影响下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此时 抱着儿子的尸体 迟迟不愿意松手 藤原阁之内 没有逃出来的人还有很多 像这样在魔鹰影响下 相互残杀的人更多 若不是父亲及时封锁藤原阁 恐怕此刻藤原城 都要遭受大灾 如此巨变 让人猝不及防 简阳明看见 坐在柳树下的弟弟简阳天 人生四大喜 洞房花竹夜 金榜提名时 他相遇故知 九汉逢甘雨 今日 本应是简阳天大喜之日 洞房花竹夜 可偏偏出了这档子时 他拍了拍弟弟的肩膀 放心吧 有父亲再不会有事的 藤原城变不了天 就在这时 一旁忽然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是一头黑白相见的毛驴 一边吃着草 一边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叫声 毛驴的主人也躺在柳树下 叼着一根杂草 目光深邃地看着藤原城的天空 之前的事 还未向兄台道谢简阳明道 魔窟爆发之时 简阳明在迷雾之中被魔物偷袭 幸亏有了对方的提醒 李玄霄摆摆手 无碍 第四十六章 李真人 二十四个 这位是 简阳明介绍道 这是我二十五弟简阳天 这位是 他回忆了一下 似乎是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是柳无星的朋友 有礼了 简阳天一拱手 魏家柳无星 与兄长简阳明和另外五人 并称西林七姐 他也曾见过柳无星几面 对方为人高傲 轻易不会与人交友 想必此人是有什么过人之处 可惜了 可惜了那一桌子饭菜 李玄霄摇头叹息 听见这话 简阳天眼神微微一变 与兄长对视一眼 简阳明笑了笑 之前在饭桌上的时候 对方就一心牵挂那一桌子佳肴 如今 出了这等事 竟然还念念不忘 道友放心 等此事解决 定让道友吃 他的三天三夜的简阳明 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在他看来 魔窟虽然凶险 可是藤原阁却也不是好惹的 尤其是有他父亲坐镇 仿佛这世间 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此次魔窟事变来得突然 事先藤原城没有任何预料 再吃习 就不知道是喜习还是桑喜了 简阳天年纪轻 听不得这话 当即便辩驳道 藤原城大风大浪都经过了 区区魔窟 只要有我父亲在 有藤原阁 这藤原城的天就翻不了 李玄霄无意与他争辩 想起多年前藤原城的惨剧 好不容易时间抚平了惨剧 却又要重来一遭 淡淡倒 此事不简单 魔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日益壮大 越早解决越好 这一次魔窟不同以往 若是给其时间 还能了得 只是此去 怕是会死不少人 简阳天沉生道 便是我简家全部战死 也要封印魔窟 护佑藤原城百姓性命 听见这话 李玄霄才微微睁开眼睛 看了对方一眼 这小子不仅长得像他老子 就连这性格也像 怪不得简为我 疼爱自己这个小儿子 简阳天看着对方的眼睛 很奇怪 他的眼神与相貌完全不符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矛盾和不协调 相貌很年轻 眼神却很老成 仿佛经历过很多岁月的洗礼 二十四个 这人什么来头 简阳天低声询问 我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是柳兄的朋友 简阳明也隐约觉得 此人身份有些不简单 只是当时在酒席上 他也没有在意 甚至连姓明也没有问一问柳兄 正在这时 远处警卫我一行人 从一时厅内走出 简阳明犹豫着 要不要走过去 他远远地看着父亲等人的脸色 想要从中判断一下眼下的局面 可是还没等心中思索 就见一行人向自己这个方向走来 简阳明此刻也不能一走了之 于是带着弟弟简阳天主动赢了上去 父亲 见过诸位书版 简阳明和简阳天拱手弯腰 简卫我微微汗手 直接掠过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身后的一行人也没有片刻停留 默默跟着简卫我 简阳明见众人神色有些凝重 心中不由地泛起担忧 这个方向 简阳明心生疑惑 这个方向是要去哪儿 这是书城的路啊 以父亲的性格 现在应该立马召集藤原城所有修士 重新杀回藤原阁 一路杀到魔窟 灭了窟主 封印魔窟才对 简阳明给人群中的柳无心 使了一个眼色 似是在询问对方 他们可商量出个结果来了 只是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一行人没走多远 在那棵柳树下驻足 简卫我面带笑意 你这寒鸟 狐孙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在柳树下 躺着的李玄萧笑道 低调 低调 我还不了解你 不就是不想随份子 来这蹭吃蹭喝 嘿 这话 我就不乐意听了 我可是 带了一块花布来的 让你儿媳妇做一套衣裳 简卫我简直要被气笑了 瞧瞧你这抠门含三件 当年 老子可没亏待过你 我儿子结婚 你就送一块花布 李玄萧摆出一副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的模样 看见这一幕的简阳明 和简阳天兄弟二人 面面相去 简阳天嘴角微微抽动 二十四个 你不是说 他是柳无心柳兄的朋友吗 怎么看样的 简阳明眉头紧簇 他自然是知晓弟弟的疑惑 只是 他又何尝不是如此 看父亲这个模样 二人明显是早就相识 而且听口气 双方关系还十分不错 李真人 除简阳我以外 身后一行人 齐齐拱手行礼 神色肃穆 李玄萧当年 乃是当之无愧的正牌魁手 同意作战 令所致无有不从 有生杀夺雨大权 八面威风 此番前来之人 能与藤原阁阁主简为我交好 被其邀请参加婚礼 身份自然不俗 其中就有不少人 参加过灭魔之战 只是以他们的修为和实力 在那场大战中 只是一个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对于他们来说 李玄萧存在的本身 就是一种权威 一种无法挑战的力量 无论是曾经还是如今 他们感觉自己 都显得如此渺小 只是拱手郑重行礼 表达着对李玄萧的敬意和敬畏 藤原阁供奉张燕 白上参见李真人 藤原阁长老周谦 王有波参见李真人 按理说 藤原阁乃至整个藤原城的人 对青云门 应是恨青云门入骨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可对于李玄萧 藤原阁却只有感激 当年商量无果后 忘情道长与几位青云门长老 暗中驱动青云剑 破了藤原城 引落水灌成 李玄萧拼了一身性命 孤身抵御落水 为藤原城挣得了半日的时间 而后趁着藤原阁实力大损 林脉被周遭诸多势力暗中窥视 一时李玄萧为藤原阁保住了林脉 同时帮助藤原阁重建 万剑宗副门主真原子 不知李真人可否还记得在下 当年湖畔之战 有幸得过李真人指点 双枪门 断武 断文 参见李真人 李真人当年救命之恩 我等兄弟还未报答 散修毗履 曾与真人有过一面之缘 今日再次得见 实乃我等之幸 李真人可否还记得梁州一战 当年我曾任左前锋都尉副使 在下为家老二位天际 久闻李真人大名 今日有缘一见 第四十七章 同行 天一门弟子华语 巧气宗成乐 西陵青天间同意 参见李真人 声音此起彼伏 简阳天深吸一口气 疑惑到 二十四哥 李真人是哪一位 简阳明脑中思绪飞转 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真人 这称呼不算罕见 在道经中 小有成就之人 为了表示尊敬 旁人都会称呼一声真人 可能让这些人 如此毕恭毕敬 却是少有 柳兄 柳兄 简阳明低声呼唤着柳无心 柳无心微微偏头 柳兄 你可没跟我说实话 你这位朋友 到底是何方神圣 柳无心淡淡一笑 李玄霄 简家兄弟二人 表情同时一将 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他就是李玄霄 李 李玄霄 简阳天沉阴片刻 说道 不是说他大战之后 修为被废了吗 柳无心略有些不屑道 传言你也信 无论传言与否 如今李玄霄出现在这里 对于此刻 藤原城的众人来说 无异于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下山的神一样 是神 何况 他们根本连上山的资格都没有 李玄霄从树下坐起来 白白手 算是跟众人打过招呼了 藤原阁长老周谦沉声道 魔窟现世 藤原城危在旦夕 当下唯有李真人出手方 能化解危局 简为我没有说话 以他和李玄霄的交情 再加上对其的了解 对方既然来了 便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李玄霄平静道 要是能出手 我早就出手了 可惜现在不中用了 话到此 一行人心里咯噔一声 传言李玄霄自那大战之后 修为备废闭关不出 只是很少有人知晓 传言是真是假 如今听对方亲口一说 难免会联想到 那早就传开的言论 李玄霄真的废了 李玄霄不须不急地继续说 不过 李某还欠藤原城一个人情 李某也还算有几分余力 若是诸位想要除掉那魔窟枯主 在下也愿尽一些绵薄之力 在场众人一时鸭雀无声 一来是因为李玄霄 给他们先泼了一盆冷水 二来是他表示 即使实力不如从前 却也愿意跟着众人前往魔窟 有些本是心灰意冷的人 此刻眼前一亮 顿觉得有了希望 在他们看来 李玄霄更像是一种符号 一种代表着绝对权威 和无坚不摧的力量的符号 如同天子御驾轻征一般 简为我平静道 你李玄霄从不亏欠藤原城 也从未亏欠藤原城任何一个人 当年若水冲击藤原城 藤原城百姓记得你的恩情 藤原阁记得 李玄霄淡淡一笑 并没有再说什么 半个时删后 由藤原阁一百余名修士 和八十名前来参加婚礼的各方势力修士 笼共两百多人的讨伐队伍 向被迷雾包裹的藤原阁浩浩荡进发 人数虽不多 皆是精兵强将 前方战况不明 实力不够再多的人进去 也是徒增伤亡 所以只挑选了 实力最为强劲之人 此时 藤原城内的百姓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是大家伙 又不都是龙子瞎子 那藤原阁的白雾 以及那之前震天的响动 都听了个清楚 不少百姓都聚集在外围 好奇的张望 无无知者无畏 简为我本想将藤原城的战马 和灵兽做起调来 协同作战 可是那些身怀异能的灵兽 与身经百战的战马 在那白雾之前 扬提长思 无论主人怎么催促 都不肯再进一步 于是也只好作罢 随着几位修士 同时施展束火 两百余人的队伍 就这样如同一把利刃 插入了迷雾当中 队伍虽是临时组建 却是极有规章 在队伍的四角 由四位扶传师 构成了一个神秘的阵法 这个阵法的力量 弥漫在整个队伍之中 让人感到安心和宽慰 站在阵法四角的扶传师们 手持着神秘的符咒 眼神专注而坚定 他们的身体周围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那是扶传师们 特有的能量波动 这些扶传师们心意相通 彼此之间无需言语 他们通过默契的配合 将阵法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 简阳明看了一眼 弟弟简阳天 低声道 你不该来 弟弟大婚之日 突遭遇大便 若是再出了什么意外 简阳天沉声道 我是简家的儿郎 安能贪生怕死 有了危险 咱们简家人躲在后面 腾原城的百姓又该如何 简阳明无奈苦笑 兄弟几人当中 便属这个最小的弟弟 性格最像父亲 柳无心手摁着剑柄 神情凝重 三人的站位 构成了一个三角镇 将最中心的李玄霄保护起来 李玄霄手一身轻袍 踩着一双黑布鞋 双手放在袖子里 表情让人分不清 到底是在面对一件 极为危险的事情 还是在看风景 一行人一路直往 腾原阁后山魔窟而去 越往前行 白物越浓 刚开始 众人还能用神识 窥得前方 情形一二 再往后 队伍中便只有少数人 能用神识路得前方之景 再往前 魏家二爷魏天际额头 留下细微的汗珠 最终还是收回了神识 已经到了极限 再继续下去 也是图号法力 一炷香之后 简为我忽然一动 刹那间 一道巨大的剑气横空出世 犹如天神降临人间 带着无尽的威严和力量 这道剑气斩杀而出 周围那厚重的浓雾 也被瞬间展开 仿佛是天门被打开 露出了一片清明的世界 在那一瞬间 时间仿佛凝固了 一切都变得静止 只有那道剑气 在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光芒之下 前方道路上 是密密麻麻的魔物 他们的身体散发着恶臭 那种腐臭的气味 弥漫在空气中 让人窒息 仿佛是从深渊中 散发出来的腐朽气息 这种恶臭 熏得人透不过气来 侵蚀着人们的鼻腔 他们的眼睛 没有丝毫的光芒 没有任何情感的波动 也没有任何生气 那眼神 让人感到绝望和无助 似乎是对世界的一种冷漠和无视 吞噬着所有的希望和光明 仿佛他们的存在 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嘲讽 让人感到无尽的恐惧和绝望 第48章 艰难前行 杀 既然已经闯了进来 眼下的情况也早有预料 一时之间 出手最为狠辣的剑修 纷纷出剑 前方道路上的魔物 顿时被杀得七零八落 一行人没有丝毫停留 迅速前进 弱 弱得可怜 前来阻挡他们的魔物 完全不是对手 众人风卷残云一般收舍他们 不出半炷香的功夫 就杀到了后山 不过 此时没有人因为顺利 而露出喜悦的表情 反而神色更加凝重 明明几个时辰之前 这里还是循摸乱舞 逼得检卫 我不得不封锁藤原阁 如今又怎会突然消失 不过此时再打退堂鼓 基本没可能了 魔窟前 轰隆隆 巨大的地鸣声响起的同时 无数魔物 好似凭空出现 悄无声息地向队伍合拢而来 诸位道友小心了 简为我一记 剑光冲上天际照亮四周 可不过片刻 便又被迷雾掩盖 众人在烟雾中穿梭 激烈的焦火 飞剑翁鸣 施法声 野兽般的丝鸣 爆炸声此起彼伏 仿佛要震龙人的耳朵 他们的身影 在烟雾中模糊不清 只有闪烁的刀光和剑影 以及不时爆发的火光 照亮了这片黑暗的战场 留下一部分人 守住魔窟窟口 余下的人斩杀枯主 简为我当机立断 魏家二爷为天际 双手一扬 天弓助我 皇甫其出 一道道蕴含其中的雷法 全部都被催动了起来 庞大的能量气息 顷刻间席卷而出 每一次能量的提升 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一具具魔物 在这种威力下 直接被轰碎 快走 众人没有丝毫犹豫 少部分人留下 与魏家二爷共同作战 以免队伍被两面包抄 其余人则一股脑地冲入了魔窟 瓮瓮瓮 魔鹰入耳 恐怖的魔鹰再一次响起 进入魔窟的众人 听到恐怖的魔鹰后 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呼吸变得急促 大脑一片空白 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有些人试图捂住耳朵 想要阻止魔鹰的入侵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魔鹰就像一只无形的手 紧紧地抓住了他们的心脏 让他们无法挣脱 静歇 其手归依苏西地 头面顶礼七聚之 我今称赞大准题 唯愿慈悲垂家户 难无萨多难 三秒三普陀 诵经声响起 十余名身披袈裟的和尚 转动佛珠 低声吟诵 声音越来越大 对抗魔鹰 趁此机会 众人迅速在魔窟内行走 且行且战 更多的魔物围杀上来 柳无心一尘不染的白袍上 沾了不少鲜血 却不是魔物 而是属于同伴的 魔物并没有鲜血 这是它不同于九州八荒 任何生物的地方 魔物被杀死 只会像是尘埃一样消失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一只心红的爪子袭来 柳无心横见阁挡 爪子的主人轻面獠牙 高大强壮 身上筋肉抱起 上面布满了伤痕和皱纹 仿佛是其历经无数战斗的证明 他的爪子心红 刚刚从鲜血中浸泡出来的一般 散发着浓烈的死亡气息 其中一只爪尖还在滴着血珠 是他刚刚撕裂了一位 人类修饰的胸膛 让人触目惊心 柳无心躲过了对方的第一次攻击 正准备反击 那魔物忽然调转攻击目标 杀向柳无心忽悠的李玄霄 不好 柳无心见势一转 只是又一头魔物撞了过来 逼得他不得不收件防御 李玄霄好似并未有所察觉 或许力量却不足 简阳天一时之间退也不能 静也不得 陷入两难之中 那魔物正要将简阳天揽入怀中 一道冰形术在他脑袋上炸开 简阳明从魔物的身前灵敏地绕过一周 那魔物庞大的身躯便化作了一具冰雕 简阳明大口吐着粗气 双手不住地颤抖 那不断响起的魔鹰 在他的心弧之中 一次又一次掀起巨浪 刚开始 和尚们的念诵还能有些效果 可随着距离那枯主越境 魔鹰比之前强烈了何止数倍 不断有人倒下 有修士忍不住魔鹰的影响 发出癫狂的大叫 随后将攻击目标 对准了前方的同伴 一枪将其捅穿 最后被人打晕 在魔鹰的影响下 一些人的心里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开始感到绝望和无助 觉得自己已经被魔鬼所控制 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他们开始尖叫和哭泣 试图释放内心的恐惧和压力 但这一切都只是徒劳 而其他人能做的 只有将被魔鹰控制的人打晕 能否活下来 也没有人知道 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他们只知道 自己必须不停地战斗 直到最后一刻 简为我手持本命剑 大不留心走在最前头 一路前行 一路杀法 这条路 恐怕是他们 此生走过最长的一条路了 周围的人越来越少 他们远远低估了 此处魔窟之行的凶险程度 脚下的人不断有珍宝出现 埋藏在泥土里的剑胚 散落在一旁的盔甲 落在地上的冰刃 还有盛开在黑暗中的灵花溢草 可现在根本没有人有心思在乎这个 魔鹰一遍又一遍地折磨着 他们的精神和身体 犹如万虫事故 柳无心看着脚下老友的尸体 并没有片刻停留 简阳天神色不忍 向那人的尸体正中作医 他的眼睛有些浑浊 方才他替李玄霄挡了一次偷袭 左脚受伤严重 封住了血脉 此刻只能拖着脚走 他看了一眼李玄霄 如今 整个队伍当中 就只有李玄霄最为整洁 行至此处 哪怕是死了再多人 死了谁 都不见对方出手一次 即便是己身到了性命攸关之际 便是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若不是自己与兄长简阳明 柳无心拼死保护 对方怕是要葬身于此数次了 一叨叨鬼魅的声音 只往脑袋里钻 简阳天握剑的手不住地颤抖 别再往前了 会死的 你远心 让你那大婚的妻子 捕手空房 还不等洞房花烛 就成为一个寡妇 你们输定了 还不等见到枯主 看看你的周围 还剩下多少人 这满地都是宝贝 随便捡几个 掉头跑 现在还来得及 第49章 最后的希望 简阳天紧咬牙关 诡异的声音不断响起 快逃吧 逃吧 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胜算了 那声音似乎是抓住了 他内心最为薄弱之地 直击此处 哈哈 别抱着那可笑的希望了 看看已经死了多少人了 你们都已经这副模样了 拿什么来迎下枯主 难道是靠那里喧嚣 那是你们最后的底牌 可笑 这一路 你可曾见过他出手 逃吧 现在还来得及 何止是简阳天 此刻为数不多的一行人当中 皆是被魔鹰 以及这诡异的声音不断影响 简阳天的脚步忽然僵住了 身子不动 后面柳无心盯着他的背影 明白对方 这是已经到了极限 实际上 以简阳天的修为能坚持到如今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许多修为比他高深的人 要么是心智不坚被魔鹰影响 要么就是坚持不住 倒在了半路上 简阳明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 他正要将弟弟带走 弟弟今日大婚 绝不能在此地出世 便是拼了性命 也要护其周全 只是下一刻 简阳天眼中的迷茫瞬间消失 再一次迈开脚步 一死而已 有何可惧 你坚持不住了 回头 简阳天忍着脑海中的翻江倒海 嘀吼出声 简阳明没有理会 继续往前走 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开口想要发出声音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简阳我走在最前方 他的距离和队伍 拉得越来越远 他的身上笼罩着一层寒光 带着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 让人不敢正视 脚步坚定而有力 仿佛没有任何事物 能阻拦他的脚步 挡着接散 常见或批或斩 奸笑连连 仿佛连空气都要割破 缭绕的剑气 犹如一条灵动的蛟龙 在空中翩翩起舞 又半颗的功夫 简阳我停下脚步 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 最开始的数百人 如今就只剩下寥寥几人 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 简阳天 脚边落着本命剑 只是本命剑 已经只剩下一半 二十四子简阳明 被简阳天抱着 双眼紧闭 就在刚才 他替自己唯一的弟弟 简阳天 挡下了致命的一击 代价便是他的生命 简阳明排名二十四 一直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 直到简阳天的出生 也因此他 对于这个弟弟 疼爱有加 看着儿子简阳明的尸体 简阳我的目光 在一瞬间那变得模糊 仿佛神游无碍 灵魂离开了身体 可是 眼下的局势 不允许他悲伤 已经没有再能往下走下去的人了 寥寥数人 也都是如同寒风中的蜡烛 随时都会熄灭 还有 还有人吗 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简阳我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声音中透露着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没有人回答 半晌 有一位老者抬起头来 白发凌乱地屁在身后 他的嘴唇微颤抖着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又没有说出来 金佛寺的空颜大师 蹊跷流血 那是他为保护队伍 与魔鹰对抗的结果 万剑宗的副门主真原子 只剩下了半截身子 看起来可不至极 就他们这副样子 别说是魔窟的枯主了 就是再来一波魔物 他们都抵挡不住 前方的黑暗中 传来悸动 不过在魔鹰的折磨之下 谁也没有注意到 直到那群东西距离他们不过四五丈的距离 密密麻麻的魔物 如同潮水一般 从黑暗的深渊中涌出 散发着恶臭和邪恶的气息 他们的皮肤咯咯答答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仿佛是由破碎的宝石和腐败的血肉组成 有人笑了 笑声中带着自嘲 说了 说了个彻底 两百多人的修士队伍一头闯进来 甚至连魔窟枯主的面都没有见到 我等今日必要埋葬于此了 万剑宗的副门主真原子 不甘心地说道 空颜大师最后念了一声佛号 诸位 老纳先行一步 随即 双手和石原地作画 老和尚一死 剩下的几人才终于明白 从刚开始到现在 对方为众人到底承受了什么 魔鹰没了佛鹰的抵挡 全力冲击着他们的神势 啊 真他娘的难受 老子脑僵子都要被敲出来了 简为我转头 看了一眼处在中心的李玄霄 如何 李玄霄点头 能行 好 最后看你的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 不过还好 他们还有最后的底牌 李玄霄沉默片刻 再次点头 几人纷纷看向李玄霄 这一路 即便是在行尸万分危急之时 都未见李玄霄出手 有些人险些道忘记了对方的存在 简为我没有色彩的眼睛微微一亮 他艰难地想要站起身 他似乎是意识到 父亲想要做什么 可是他却阻止不了 简为我剑指扶过剑身 眼眸中倒映着无数诡异的影子 这位从春秋时期活到现在的老家伙 回出了自己的最后一见 几人耳中 回荡着简为我的爽朗的笑声 今天老小我斗胆 替天下见到魁首开一回路 声音渐如雷霆涌动 耀眼的白光和灼热的气息同时出现 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他在空气中奔腾 像千军万马般急驰而过 耀眼的白光在声音的涌动中闪烁着 如同夜空中的繁星 周遭如同多了一座火山 喷涌着无尽的热力 将周围的一切都点燃 几人的皮肤被灼热的气息烤得通红 他们的汗水如泉涌般流淌下来 但他们却无法一开目光 爹 简阳天终于悲怆出声 半炙香的功夫后 前方的白光和灼热的剑气终于消失 原本被密密麻麻魔物堵住的通道 此刻畅通无阻 李玄霄望着老友的背影 没有再多言 李玄霄走到他身旁 将对方的剑拔起 一人一剑一路向前 第五十章 一人一剑 李玄霄一路向前 却再没有一只魔物挡路 这是一场盛大的赌局 如果此时再有魔物挡路 李玄霄只能带着余下的人跑了 能多活几个是几个 可现在 一路坦荡 李玄霄站在了魔窟枯竹的面前 红发 湛蓝的皮肤 四手 双头 青面獠牙 容貌憎恶 身披看似残破的盔甲 身躯如同一座小型的山岳 他坐在王座之上 魔窟之中不知从哪来的一束光 落在其身上 仿佛沐浴在盛光之中 李玄霄抬起头看着对方 很强 竟然要比全盛时期的警卫武还要强 即使是没有那无数魔物 单凭那两百余人的修饰队伍 想要灭杀对方仍旧是十分艰难 对方看向李玄霄的眼神充满了嘲讽 他并没有出手 即使是冥冥知晓 那两百多人的队伍冲自己而来 他也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王座上 在他看来 他们根本不可能成功 事实跟他想的一样 最后能走到他面前的只有一个人 逃吧 本座饶你一面 声如雷霆 李玄霄淡淡一笑 比人不擅长逃跑 对于剑术倒是略懂一二 枯主神情并未有任何波动 蠢货 问一个问题 此次魔窟出现的极为诡异 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 这也在李玄霄意料当中 魔窟中的生物极为奇怪 有人曾试图捕捉魔物 以求获得更多的信息 只是被捕捉的魔物 很快便会自尽而死 而魔窟中少数能交流的魔物 也如同没有灵智的凶兽一般 不会有丝毫的情感 仿佛他们的存在只是杀戮 能走到这里 你的实力不错 至少比死在外面的那些蝼蚁墙 抱上你的名字 他们可不是蝼蚁 是他们护着我走到这里的 李玄霄语气淡然 至于名字李玄霄 李玄霄 还不等王座上的魔物 咀嚼这三个字的分量 请了 李玄霄向前踏出一步 随即一剑横抹 没有耀眼的白光 没有灼热的剑气 仿佛只是最普通的一次挥剑 简阳天将父亲 跟兄长的尸体放在一起 他看着他们 数个时辰以前 父亲还叮嘱他结婚的事宜 兄长调侃着他即将洞房花烛 如今 却是天人永隔 他无力地栽倒在地 眼神模糊 自己也到了极限 魔鹰 停止了 柳无心喃喃道 余下几人被折磨的神经顿时一松 大口大口地吐着粗气 如同在水下憋了许久一般 成了 真原子不可置信 见到魁首不是吹的 有人道 李玄霄一手提剑 从远处走来 几人死死盯着他 没有人说话 直到李玄霄微微点头 此事了了 他将简为我的配剑插在简阳天的面前 随即一言不发地离去 对于他来说 仿佛这只是一趟简单的旅程 没有人见他出手 从始至终 他只出了一剑 一剑定了胜负 却也是他此时的极限了 便是连走路对于他来说 都有些过于艰难了 只能强撑着身子 让自己不在几人的目光之下倒下去 就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 帅 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坐在王座之上的枯主 回想起了李玄霄三个字的分量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数个失身之后 藤原城 包裹藤原阁的白雾已经散去 魔窟之内枯主被杀 魔窟被封印 当然 一次封印肯定不够 后续还会加固封印 且此事已经通报西陵皇族 以及各大宗门都会抽掉人手前来 以防不测 此战 藤原阁元气大伤 藤原阁阁主简为我 及其二十四字简阳明战死 此外 一百余名藤原阁修士 实不存一 李玄霄一觉从天黑睡到天亮 又从天亮睡到天黑 他是被小毛驴舔脸 给他舔醒的 一脸的口水 李玄霄嫌弃地推开这家伙 你这家伙 能不能懂一些个人卫生 小毛驴见他醒了 撒泼似地叫着 李玄霄揉了揉脑袋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从屋里走出来 早已有仆人听见了动静 通知了其他人 简为我大儿子 早年间便游历天下 不时常归家 阁中事务 一直有其二子简阳鹤帮着打理 如今 简为我一死 有能力接任阁主的 也就只有简阳鹤了 这两日 简阳鹤不仅要安排父亲的丧事 还要处理魔窟被封以后的各项事宜 藤原阁一百多余未修士战死 这定会导致日后整个藤原阁 亲皇不接 一件事情 接着一件事情 多年前 你父亲与李玄霄交情不错 一位藤原阁元老 低声对简阳鹤道 当年藤原城遭遇大变 若不是李玄霄出手震住了外部 也不会有今日的藤原阁 我听人说 李玄霄被清云门逐出师门了 什么 当真 当真 当年我就过一位清云门的弟子 此事便是他与我说的 简阳鹤眼前一亮 他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若是 若是能将对方留在藤原阁 元老明白他的意思 如果能将此人留住 是我藤原阁之福 这等人物 是我藤原阁能留下的 如今藤原阁突逢大变 此人极重情义 又与阁主有故交 再加上刚被清云门逐出师门 无处可去 我等需拿出十二分的诚意 简阳鹤点点头 明白 没一会儿 藤原阁的几位元老 以及简阳鹤便来到了李玄霄所住的房前 只是推开屋门 却发现屋子里空空如也 确实人已经不见了 藤原阁的众人面面相去 藤原城外 夕阳西下 余晖照耀着大地 山巒之间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溪 溪水在夕阳的映照下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仿佛一条金色的丝带 蜿蜒于山间 看了一眼 警卫我的幕后 李玄霄就牵着小猫驴离开了 此刻 他正躺在小猫驴身上 这一次 手上又多了两个麻袋 麻袋里装的是从魔窟中 随手捎带着的宝贝 哎呦我的天 这也装不下了 捎带手拿个储物带好了 他拍了拍毛驴的屁股 快点走 第五十一章 傍米地的往事 这个是什么来着 李玄霄手里 拿着一把 从魔窟中摘来的灵草 这草看的眼熟 就是不知道叫什么了 有没有毒 这么想着 李玄霄一口吞了下去 没一会儿 他脸色一变 从毛驴上鼻挺地栽下来 有毒 毛驴 出人病了 毛驴一蹄子 踩在李玄霄的脸上 见对方不行 又是连续几蹄子踩下去 就见李玄霄 脸色轻一阵 白一阵 随后从地上爬起来 吐出一口浓水 呸 果然有毒 毛驴见李玄霄醒来 吓了一大跳 李玄霄抽了抽鼻子 又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很快脑袋就恢复了清醒 要是别的修士经这么一下子 小命即使不丢 也要损伤到身体 难受上一段日子 可偏偏李玄霄 将这灵草中的毒素 很快就排出了体内 把其中能让身体 接纳的一小部分留下 呼呼 李玄霄吐出两口气 又嚼上了另一种草 哎呦 真难吃 买点大酱好了 沾着吃 嗯 这个没毒 李玄霄递给小毛驴 一片灵草 小毛驴张开嘴巴 一口吞了下去 吃了一口灵草 小毛驴塞开腿 跑得更快了 呱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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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提声均匀而单调 以前的小毛驴 又瘦又小 这才短短数月 个头便便的又高又大 披着一身黑色的大衣 亮 柔滑 像擦过油一样 嘴巴又长又大 两只大眼睛圆鼓鼓的 腿又长又粗 脚掌又宽又厚 叫声长长的 一叫起来就没完没了 把头左晃晃 又摇摇 四天后的一个雨宴 广宁府北面的山道上 此山名叫琵琶山 琶琶山以其形状得名 东手跌窄 颇似琵琶的头颈 膝部高宽 恰如琵琶的身体 其琴手有一块大岩石组成 上面积无草木 周围被山体上流淌而下的溪水 冲刷的千疮万孔 溪水涌入 怦然作响 声如钟庆 变幻无穷 唯唯动听 此时天下大雨 雨天总是能让人心情愉悦 对于李玄霄来说 尤其如此 每当下雨时 他总是喜欢慢慢地走路 因为他能清晰地看见山水美景 能随雨声一起触摸大地上的万物 前方出现了一座山神庙 庙门紧闭 上面挂着一块破旧的匾额 李玄霄把伞收起来 小毛驴一抖身子 率先跑了进去 李玄霄看着山神像 合手微微一拜 讨扰了 这座山神像处立在庙宇的正中央 岁月的痕迹 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神像的金身法香已经暗淡无光 不再有往日的神韵 仿佛是一个孤寂的守护者 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在神像的脚下 有一个香炉 里面燃烧着鸟鸟的香火 香炉中的香火之力缓缓上升 缠绕在神像的周围 仿佛是在向神像诉说着什么 随即 李玄霄找了个角落就坐了下来 从麻袋里摸摸索索 摸出一本 太上感应篇 嗯 不是这本 玉瑕策 慈祥见点 也不是这本 日月当空 不对不对 终于 李玄霄摸到了自己心仪的一本 《红楼春梦外转之棒米地的往事》 嘿嘿就是这本 李玄霄随后将其他的书丢了出去 丝毫不在意 自己捧着那本《红楼春梦外转》 细细读了起来 小毛驴打了一声响鼻 用蹄子将地上的书摆正 眼睛滴溜圆地转着 这小毛驴自幼就通灵性 从小将其养到大的零到零 又是一位拥有大气韵之人 谁知道被半路李玄霄给劫走了 如今 又被李玄霄投喂了如此多的灵药 便是一块废铁 也要被打造成一块金子 李玄霄从怀里摸出一块烧饼 咬了一口 在这雨夜 看这种写作风格狂野的小说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铁盆下面坐着火 火里加了一些灵草灵药 又放了一些酱油调味 没一会儿 水就咕咚咕咚冒着泡 外面暴雨倾盆 山神庙内 一人一驴 一人看着少而不移的小人书 无不是经过修行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参悟 期间的艰辛不言而喻 各种滋味也只有自己知晓 而这些人将自己的心得记述下来 每一篇都倾注了心血 嘿嘿 行好行好 李玄霄笑得像是一个猥琐的大叔 小毛驴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没出现 没出现 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呢 李玄霄突然耳中一动 听到了一些特殊的响动 那人追得真紧 柳无心 若不是负了伤 咱们还真不好得手 几人说着话 紧接着 庙门从外面被砰的一声推开了 身影陆续进入了庙内 哗啦啦 风从门外涌进来 火苗跳动 毛驴抬起头警惕地盯着他们 一共五个人 皆是普通百姓的打扮 三男两女 一个女人怀里 还抱着一个女子 女孩正直青春貌美 嘴里啃着一根胡萝卜 眼神中透着清澈的愚蠢 五人打亮了一眼李玄霄 随即就在庙内的另一边坐了下来 咱们为什么不连夜穿衫 一副人用心壶传音 太过凶险了 这场暴雨来得不一般 好不容易得手 可不能让这女子出了半点意外 否则回去没法交差 说话间 五人都注意到了 有些不太对劲 庙内的另一个过路人 老是盯着他们看 李玄霄微微眯起眼睛 盯着低头啃着胡萝卜的女孩 嗯 女子抬起头 看着李玄霄 这粉衣女子 不是魏盈盈 还能是谁 魏盈盈眼前一亮 救命 说话间 还不忘把胡萝卜根吞了下去 李玄霄不由地一笑 喊救命咋不跑呢 魏盈盈如实说 跑不过他们 还容易挨揍 嗯 还不笨 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吃呢 一个妇女淡淡一笑 让这位小兄弟误会了 这是我家侄女不听话 别太在意 第五十二章 熟悉的魔器 李玄霄仍旧有滋有味地 看着棒米地往事的小人书 妇女见她不再说话 伸手想要将女孩抓回来 别动 妇女眼中闪过寒色 怎么这小兄弟 这闲事 你非得管了 也不算是闲事 李玄霄说 是怎么一回事 五人瞳孔急缩 一瞬间同时出手 啪 轻轻一个响指 庙门像是一股力量狠狠撞开 一颗颗细小的羽珠飞进来 停在半空 包纱上的四人身子 在一瞬间僵住 羽珠就附在他们的身边 细小的羽珠像针尖一样细 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 而五人中的老者 则率先冲出了庙门 在这片刻之际 他就已经决定了要逃跑 想跑 李玄霄手绝一变 这一次 外面没有任何变化 哎呦 好久不用给忘记了 李玄霄挠了挠头 云飞即走动 即戒火即合 玄雷龙通雨 即物水足名 新地秋何有 雨顺身不思 嗡嗡 空中传来两声闷响 早已掠出好远的老者 身子往地面一栽 脑袋一阵炫愈 下一刻 跃动着电光的李玄霄 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李玄霄没有问 因为他知道 这些人根本什么也不会透露 他在老者的额头上轻轻一点 那老者的眼神 顿时失去了光彩 那天之中 一缕黑气 被李玄霄用特殊的手法取出 大雨滂沱 黄蜂呼啸着 把树木吹得东倒西歪 甚至有些树枝被折断 树叶被吹得四树飞舞 李玄霄表情并不怎么好看 这个世界魔有多种 其中心魔 乃是修行者内心滋生的邪念 无影无形 难以察觉 若不及时铲除 便会日益壮大 最终占据修行者的心灵 使其陷入魔道 外魔便是魔窟中的魔器外泻 侵蚀着修士们的灵魂 使他们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最终有些修士会被外魔所控制 失去了自己的意志 成为了魔物的傀儡 当年 那魔教便使用魔器控制修士 而这吕魔器的气息 既熟悉又陌生 别人可能不知道 可是李玄霄再清楚不过了 是那魔教妖女的气息 李玄霄站在雨中 久久未动 自己亲手杀的他 又是亲手将其埋葬 李玄霄的眉头皱紧 他想 自己应该去对方的墓地里看看 李玄霄将那吕魔器化散 转身回了庙内 魏盈盈跟小毛驴在庙内 一起啃着地瓜干 见李玄霄回来了 魏盈盈将地瓜干递给他一根 李玄霄看着那地瓜干 怎么 这些人就用地瓜干给你骗过来了 魏盈盈说道 才不是 是他们把我抢来的 我打不过他们 老老实实的 能少受点罪 还能吃到好吃的 你这丫头还不笨 魏盈盈点头 李玄霄将地瓜干扔进嘴里 知道你家人在哪吗 不知道 那我怎么送你回家 我知道家在哪 可是 我要去另一个地方 给你的家不顺路 李玄霄说 魏盈盈眨了眨眼睛 不要丢下盈盈 盈盈可以吃得很少 甚至可以不吃 李玄霄笑眯眯地说道 这样吧 我先带着你 看看我一位朋友的目的 然后再托人给你的家人留一句话 让他们别担心你 魏盈盈点头如捣算 好 又不忘补充道 我可以吃得很少 李玄霄走到山神向前 还望山神出来一见 一阵白雾忽然散开 随着白雾的出现 同时出现的是一个 勾搂着身子的金怪 有些埋怨地说道 你这个年轻人 好生不懂礼貌 打扰我清修 李玄霄笑眯眯地说道 实在是有事 想要劳烦山神大人 什么事 快点说 我很忙的 就凡你们这些 有点修为的人 动不动就会是我们 这些小土地山神 李玄霄摸出一些零食 小山神的脸上 顿时绽放出笑容来 年轻人还懂点规矩 说吧 什么事 几日后 山神庙 一位佩剑的白衣年轻人 顺着痕迹 一路来到了庙宇当中 山神 砰的一声 烟雾散开 山神出现在神像前 战战兢兢的模样 平住气息 小心翼翼地看着对方 小神芭蕉山山神 见过上仙 法力低弱地修士 请来山神土地 跟法力高身之人召唤 这待遇自然是不同的 与前几日不同 被李玄霄召唤出来不同 这一次 山神的脸上都笑出了褶子 向你打听个事 二八的女子穿着一身粉衣 还不等柳无星说完 山神便忙到 见过见过 几日前 有五个人带着这姑娘 来到小神的庙宇 随后又被一个 穿着轻袍的年轻人 把那五个人全杀了 带走了那姑娘 望着对方紧促的眉头 山神不知道 接下来的话是该说 还不是不该说了 直到对方示意他继续 山神才继续道 那年轻人让我床的话给上仙 那姑娘让他救了 无需上仙担心 他先行一步 随后便将那姑娘送回味家 那人说自己的姓名了吗 姓李 明玄霄 柳无星一路上提着的心 此刻终于放了下来 多谢了 无碍无碍 柳无星正要离去 忽然想起什么 转身看着对方 李玄霄给了你什么 山神一愣 一些零食 零食 山神忙将零食取出来 紧张地说道 就 就这些 柳无星看了一眼那零食 也算是你的造化 留下这一句 柳无星便离开了山神庙 山神有些不明所以 下意识地抱紧了 怀中的零食 不过 他也不是什么愚笨之人 细细一琢磨 便能琢磨出 对方话中的意味 他看着怀中的零食 神色大喜 明白了自己 前几日遇见的人 原是一位贵人 王相远处 摇摇一拜 多谢上仙 多谢上仙 第53章 夜席 咕咕哒咕咕哒 小毛驴撒开欢似地跑着 魏盈盈坐在驴屁股上 身子被颠簸得 左摇摇又晃晃 李玄骁用一根绳子 一头拴在了毛驴的身上 一头攥在自己手里 脚下踩着一块木板 在地上拖行出 两道长长的印子 路过的人 看着这奇怪的一幕 实在是不知道 该说一些什么 太诡异了 年轻人玩得真话 魏盈盈回头看着他 我们要去哪呢 归须 归须 魏盈盈轻声念着这个名字 仿佛它是一个 遥远神秘的梦境 眼前不自觉地浮现出 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波涛汹涌 狂蜂木豪 仿佛能看到 那个地方的轮廓 归须是一个 传说中的地方 据说那里 是世界的尽头 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和归宿 有人说 归须是一个神秘的岛屿 上面住着一群 长生不老的仙人 也有人说 归须是一个可怕的黑洞 会吞噬一切接近他的东西 李玄骁亲手 把那个女人 埋葬在了那里 这件事除了他 没有人知晓 魏盈盈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李玄骁的眼睛 他的毛子明亮 并未因这一路封尘 而显得暗淡 却也不那么咄咄逼人 眼神中带着轻快的笑意 咣当咣当 麻袋里的物件相互碰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李玄骁从中拿出一个 看起来十分华丽的手镯 手镯内藏着一副宝铠 关键时刻 便可以从手镯中 换出宝铠 这也是 他从魔窟内捡到的宝物 品杰算不得多高 不过差不多能抵得上 六井巅峰修士的全力一击 除此之外 还有神速鞋子 穿着跑路更快 要是真遇见了危险 先六围上 顿地斗篷 顾名思义省略了施法的过程 让顿地逃跑更加便捷 替身稻草 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 前方关道边有一个一旁 停着几辆马车的茶棚 算是路人歇脚的好地方 茶棚里摆了七八张桌子 基本每一张都坐满了人 看起来生意还不错 李玄骁要了两大碗茶 一边喝着茶 一边盘算着路线 这一路 不算远 但也不算近 若是欲空而行的话 倒是很快 只是李玄骁心中并不着急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若真是天下大势所趋 这一次 自己还要逆天行吗 李玄骁看了一眼 一身粉衣的魏盈盈 魏盈盈虽不怎么聪明 但实在是美丽 鹅蛋脸 白皙的肌肤四扬之白玉 眉毛像柳叶一般纤细 弯曲的弧度恰到好处 一身粉衣 长发随着微风飘动 轻盈如丝 完全不应该出现在 这风尘仆仆的路边茶滩上 一时之间 吸引了不少目光 对于这些穿着朴实的行人来说 这姑娘完全就是仙女下凡 嗯 少吃点 李玄骁说 魏盈盈嘴里塞得鼓鼓的 手里还抓着一块奶膏 这些糕点虽然便宜 可对于魏盈盈来说 别有滋味 李玄骁抓起一块奶膏 扔给小毛驴 小毛驴一洗 抬起头稳稳地将奶膏咬在了嘴巴里 师兄 那女子好生漂亮 年轻道士 看着魏盈盈的背影 忍不住狂吞口水 身边的另一位留着八字胡的道士 嘿嘿一笑 确实 真他娘的漂亮 比青楼里那些货色好看 不知道多少倍 盛在清纯 师弟补充道 八字胡师兄 点头赞同 二人对视一眼 相视一笑 师父 我俩去撒泡尿 八字胡师兄 看向正在喝茶的瞎眼道士 瞎眼道士冷哼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俩想什么 被银虫勾了心 两个年轻道士 嘿嘿一笑 瞎眼道士话锋一转 眼中含义闪烁 你们两个呀 就知道 关注小女子 那家伙身上的宝贝倒是挺多 带着这么多宝贝出来乱转 也不怕被人盯上了 八字胡师兄 有些不放心的说道 师父 这么多宝贝 点子会不会有些扎手啊 你的眼睛 长了还不如不长 瞎眼道士说 那人身上带着的全是逃命的宝贝 你猜他为什么带这么多逃命的宝贝 年轻师弟眼睛一亮 好下手 没风险 正是如此 瞎眼道士本名赵虎城 自幼修行 只可惜 平生做过太多的恶事 泄露天机 被夺取了一双招子 还是师父告 八字胡师兄 盲奉上马铁 瞎眼道士教训道 为师是眼瞎 心不瞎 再看看你们两个 整日没个正行 满脑子都想着女人 两位徒弟只道 师父教训的是 瞎眼道是一副袖子 那女娃娃 先让为师想用想用 老赢棍 两位年轻徒弟内心不屑 嘴上却道 这是自然 肯定是先孝敬师父 瞎眼老道淡淡一笑 李玄霄喝完了茶水 付了茶钱 提了提肩头的包袱 出了茶棚 便带着魏盈盈和小猫驴离去了 天色不早了 太阳缓缓西沉 天空染上了一抹橙红色的余晖 微风轻轻拂过 带着余温 远处山栏的轮廓 在夕阳的映照下 变得更加清晰 出发咯 李玄霄背着麻袋 脚步轻快 魏盈盈拍了拍小猫驴的屁股 小猫驴白了她一眼 跟你很熟吗 就拍我屁股 咕咕哒咕咕哒 入夜 李玄霄盘膝坐在山丘下 避起了双目 一动不动 似乎静如忘我的境界 魏盈盈盈着她 好高深的修行之法 魏盈盈是魏家千年来 最具有天资的后代 自幼便展现出了惊人的修行天赋 她还未正式开始修行时 就已经能够感应到 天地间的灵气波动 因此 自懂事起 魏盈盈便被家族中 最有威望的长老亲自教导 开始踏上了修行之路 虽然年纪上小 修为也算不上太高 但她对修行之事 涉猎颇深 这种呼吸之术 难不成 难不成 呼噜呼噜 哦 ZZ 哦 原来只是睡着了 魏盈盈继续啃野果子 就在这时 附近的泥坑中 突然破土而出了十几道寒光 嘿呦嘿呦 新书了 都想换一个账号写了 太尴尬了 莫过于被人发现写小说 还被当众朗读 脚趾扣地了 啥也不说了 大家多知识就完事了 第54章 杀人夺宝 魏盈盈反应极快 猛然睁开眼睛 身子腾空而起 顺势手势一转 让小毛驴和坐在地上的李玄霄 皆是腾空而起 躲过这一击 两个青色的人影凭空出现 魏盈盈认出了他们 是早些时候在茶滩上喝茶的两个道士 当时 便觉得他们眼神不怀好意 没曾想 竟敢真的偷袭他们 魏盈盈手腕一转 袖口流出一抹红色 向两个道士洗卷去 那是一团红色的流树 八字胡道士黑黑一笑 小娘子 跟道爷快活快活去 她双手一抬 嘴中念念有词 当即身前变起了一层冰雾 红色的流树袭到她的面前 顿时被冰霜包裹 逐渐无力 谁料魏盈盈手绝一边 那流树从原本的一丈多长 呼地伸展到数丈 将那八字胡道士层层包裹 八字胡道士感受到了危险 大喝一声 失地 与此同时 魏盈盈所站立的地面 忽然伸出一双手 抓住了魏盈盈的双脚 那手带着某种法能 让其一时之间正脱不得 就在这时 八字胡道士已经摆脱了束缚 手中捏着一张浮转 两团火球向魏盈盈射来 魏盈盈没法闪躲 只得应接这团火球 身前的宝玉 展开屏障 为其挡下了这一击 好东西 八字胡道士暗自咋舌 让对方挣脱了束缚 控制柳树 逼得失地抱头数窜 看样子不动点 真格的是不行了 八字胡道士 当即又摸出一张金刀符 食指与中指掐着符指 心神凝聚 口中默念咒语 这 当即 一道金色的光芒 自符指中吐出 那金色的光芒击事出 迎着那红色的柳树 虽说红柳树 比那金刀符高了一个等级 可却是天生的克制关系 再大的老鼠 见了猫也哆嗦 嘶啦啦 眼看金刀符将红柳树 从中一点点撕裂 见此情形 魏盈盈心里有些着急 这二人多年长她太多 又在底层摸爬滚打 随着那瞎眼师傅 经历无数厮杀 要论着生死厮杀 这魏盈盈还真不是 他们二人的对手 眼下情况紧急 魏盈盈便什么也顾不得了 当即运转周身法力 准备尽力一搏 红色的柳树迎风骤然一掌 顿时 铺天盖地地席卷二人 这突来的变故 也因法力运转过度 脑袋有些发晕 脚步亮呛 师兄 点子有些扎手啊 年轻倒是满头大汗 八字胡倒是咧嘴一笑 这小娘们还挺厉害 丢人现眼 一道雄浑的声音在周围响起 紧接着瞎眼老道的身影 凭空出现 师父 您就别说我们哥俩了 这次这个小娘们不好对付 八字胡倒是奉承道 还得看您老人家出手 瞎眼老道大手一挥 缠绕在兄弟二人身上的红树 顿时被解开 红树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重新回到了魏盈盈的手边 魏盈盈知道自己即使状态完美 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何况刚刚经历过一场战斗 于是连忙躲到了李玄霄的身后 瞎盗人一挥佛尘 无量天尊 道友 人间疾苦 不如让平道送你去长乐世界 李玄霄笑道 不劳烦道长了 这人间在下还没有待够呢 那可就由不得道友了 李玄霄白白手 你尽管出手 我逃就是了 下一瞬间 李玄霄一手拎起胃盈盈 跑 神速斜 脚下犹如生了风一般 李玄霄一跃十几丈 同时手中多出了一根纯白的羽毛 呼 李玄霄一口气吹了上去 顿时 后背长出一双翅膀 猛然一扇 就向远处飞去 哈哈 爽 有吼 李玄霄低头看着下方的森林 嘖嘖 真是好久没有体会到 这种玉空飞行的感觉了 咕咕哒 咕咕哒 小猫驴略有些肥胖的身躯 在地上飞速一动 随即猛然跃起 李玄霄大手抱起小猫驴 走你 看着李玄霄迅速远去的背影 八字胡倒是着急到 师父 瞎眼倒是自信一笑 怕什么 他逃不脱我的手掌心 话落 抬不便走 使出一招缩地成寸 速度极快 就像一阵风一样 几乎是眨眼间 就穿过了脚下的山川河流 哇 这老道有点东西 李玄霄见状 连忙加快了速度 前后这一追一赶 便是半个时辰的功夫 瞎眼老道停在一处山丘 也没轻轻抽动 跑得还真快 当即从袖子里 摸出一张福转 贴在身上 下一刻 瞎眼老道的身影 再次如同鬼魅一般 消失在了原地 轰隆隆 与此同时 老道手捏法绝 云层之中 乌云密布 凝聚着一道道雷霆 李玄霄抬起头 看着天空 随着老道的动作 一道落雷落下 被李玄霄险又显地躲过 老道四肢有些急了 被落雷击中 身形猛然一晃 向山间跌去 随即 翅膀重新化作一根羽毛 回到他的手中 李玄霄落在山间 闻着身上的焦糊味道 皱了皱眉 瞎眼老道时的身影 出现在不远处 嘴角带着冷笑 凭你也想逃脱 本道爷的手掌心 痴人说梦 李玄霄拍着身上的灰尘 随口道 确实有些低估道长的实力了 瞎眼老道轻蔑一笑 他已经不准备跟对方废话了 对方这身上的法宝 无不适用来逃跑的 如今被自己逮到 这一身的法宝 也就没了作用 方才为了追对方 消耗了两张高品级的符传 那可是自己数年的心血 一想到这儿老道就有些肉疼 不过 眼前这小子非富即贵 身上这么多宝物 算是弥补了自己 这两张高品符传 至于对方背后的势力 会不会报复 瞎眼老道根本不放在心上 把人杀了 尸体用秘法焚烧 任由对方背后势力 再如何能耐 也不知道是自己干的 杀人夺宝 自古以来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第五十五章 你跑个屁 什么破逃跑的法宝 不好用 还不如我的不写好用呢 李玄霄看着脚下的神速鞋 又扯下背后的遁地斗篷 满脸的失望 法宝好用女否 关键在于修饰自身 瞎眼老道 觉得自己说了一句废话 其实这句话很对 可是说话的对象 马上就要死了 再与对方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瞎眼老道 平常教育徒弟习惯了 顺嘴便说出来了 小子 下辈子小心一些 他手绝一变 当即从袖中 掠出一抹灰色的流光 这是一柄伏冰 他的出现 没有丝毫预兆 流光在空中闪烁着 灰色的光芒并不刺眼 但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仿佛这柄伏冰 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柄伏冰 是瞎眼老道的护身符 陪伴着他 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也是他最锐利的杀气 灰色的流光 本该穿透李玄霄的身体 可是却停留在李玄霄的咽喉处 那本该是最为脆弱的部位 此刻 却好似是一面铜墙 拦住了灰色流光的去路 灰色流光前进不得 发出嗡嗡的声音 瞎眼老道 表情骤然一变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不过 到底还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物 很快 他便镇定下来 深吸一口气 口中念念有词 开始施展出他的毕生所学 随着瞎眼老道的咒语声 灰色剑芒越来越亮 最终化作一道极光 只是任由那光芒如何亮 都入部的李玄霄皮肤之下半分 不 不可能 虽然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 修为平平 不过身体的基本形态还在 能毫无负担地 抗住瞎眼老道这一件 不是什么意外 下一刻 瞎眼老道 被一把匕首穿透了身体 李玄霄手中攥着匕首 点了点头 嗯 这从魔窟中带出来的匕首还不错 魔 魔窟 瞎眼老道 嘴角一出鲜血 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惹错了人 前辈 可否饶饶我一命 不可 老道嘴角抽搐 最后一个问题 话没说出口 瞎眼老道便已经咽了气 到死他都没有想明白 对方既然有这个实力 还跑个屁啊 嗯 这鞋子还可以 但是六斤以上的修饰 就跑不过了 这翅膀虽然品质不算高 不过好歹能让你暂时飞行 至于这遁地斗篷 李玄霄将一件件宝物 给小毛驴穿上 怎么说 也算是自己今后游遍大江南北的做起 不能太寒酸了 这几样宝贝 他方才已经试用过了 当然试用对象 便是眼前这个自以为遇见什么大便宜的瞎眼老道 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自然魔窟中的宝贝不会这么寒酸 可是其他的几样 小毛驴暂时用不到 那些玩意儿等级太高了 这时候 瞎眼老道的两个徒弟 姗姗来迟 当看见师父的尸体 以及平安无事的李玄霄后 毫不犹豫地扭头便跑 李玄霄手中短笔一转 在半空中围绕着二人迅速划了半圈 二人的眉心之上便出现了一道鲜红的线 短笔回到手中 李玄霄颠了颠短笔的重量 又人给小毛驴 小毛驴用蹄子接住 左瞧瞧右看看 兴起得很 欢快地跑着 我再问问你们 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李玄霄对小毛驴和魏盈说道 一人一驴 像是被私熟的先生点名回答问题一般 魏盈盈和小毛驴对视一眼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玄霄干脆坐在地上 伸出一根手指 在半空中摇了摇 继续说道 第一 记得日后行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打得过就把他打得跪在地上叫爷爷 打不过就跑 第二 得手以后 千万要记得掩去自己的行踪 免得被对方的同伴报复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切记杀人摸尸 小毛驴和魏盈盈若有所思的点头 李玄霄一挥手 去吧 看着魏盈盈和小毛驴盲目的背影 李玄霄嘴角耐笑 像是看着自己的学生 正在以自己教的方式 背书一样 魏盈盈对于尸体明显的有些抗拒 看样子 在他之前的修行经历中 并没有经历多少生死危机 更别提出手杀人了 不过 他既然踏上修行之路 这便是必不可免的 修行就是争 前进之路 一切皆可抛 这是当年忘情道长入门之时 教给他的第一句话 李玄霄盘腿坐下 伯云掠过月亮 头顶是满天星光 李玄霄解开瞎眼老道的酒葫芦 喝了一大口 砸吧 砸吧嘴 嗯 这酒真不错 三日后 有两个黑袍人 寻到了瞎眼老道 和两个年轻道士的尸体 跟二长老猜想的一样 李玄霄的伤势并没有完全恢复 其中一位黑袍人沉生道 如今最多也就是七警的实力 可能要比七警还差一些 若是时间一长 等他修为恢复 必定会报复青云门 二长老的意思 李玄霄被青云门逐出山门 早晚是个隐患 除枝 咱们俩 自会有人前来助我们 身材略显瘦小的黑衣人 面露为难 可李玄霄 毕竟有不适之功 另一人呵斥道 别忘了你的身份 二人皆是青云门执法堂 尹堂的弟子 执法堂分为明堂与尹堂 明堂在阳光之下 尹堂则藏身暗处 为青云门做一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执法堂二长老 终于是忍不住杀心 要对李玄霄动手了 在他看来 李玄霄之所以没有报复他 甚至是报复整个青云门 微根结底 就在于对方的伤势 还没有完全恢复 若是 等对方修为恢复 又成为那个天下无敌手的李玄霄 到那时 李玄霄会不会报复整个青云门 二长老不知道 但是 他内心认准了 李玄霄肯定会报复自己 与其到那时懊悔不已 不如主动出击 传信隐堂 围杀李玄霄 黑袍人大手一挥 是 第五十六章 推迟的受弹 百川将某处河段 一艘小船停在水面上 江水静静地流淌 微风轻轻地吹拂着 小船随着江水的起伏 而微微摇晃 坐在船上的一位 带着斗笠的男子 正攥着一根鱼杆 仔细看 那男人已经睡着了 眯着眼睛 发出轻微的憨声 一只破旧的蒋鞋 靠在船头 蒋上的木纹已经磨平了 船身破旧不堪 多处有补丁和裂缝 但他依然坚固地漂浮 就在这时 李玄霄手腕轻轻一抖 江面之上 一条亮线跃出江面 一条肥胖的草鱼 就这样落在了船上 李玄霄抬了抬帽帘 这船是像一个老船家手里买来的 船虽然破了 不过修补修补还能用 他准备去找一位老朋友 让自己这位老朋友 帮忙送自己去西海 归须便在西海之上 恰巧这位朋友略懂一些水性 嗯啊嗯啊 岸边传来小毛驴的叫声 魏盈盈带着小毛驴 去旁边的镇子上买酒了 此外还买了一些花生米小咸菜 李玄霄用船上自带的小土锅 熬了一锅鱼汤 先将鱼洗净 切成小块 放入锅中 然后点燃炉火 用小火慢慢炖煮 在等待鱼汤煮熟的过程中 他取出一瓶酒 轻轻地抿了一口 感受着喉咙里的辛辣和温暖 鱼汤终于煮熟了 李玄霄将它盛到一只小碗里 端到船头 他盘腿坐在小船上 感受着夜晚的清凉和宁静 风吹过他的脸庞 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气息 李玄霄望着星空 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 卫影硬捧着小碗 蹲坐在他的面前 一个劲儿吃鱼的同时 还不忘跟李玄霄搭话 李大哥 我听无心说 你是天下见到魁首很厉害 很厉害 一般一般李玄霄小口喝着鱼汤 难得得有些谦虚 那你这么厉害 是不是天下好多好吃的 你都吃过 哼 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 李玄霄想了一下 认真地说道 小时候我家穷 吃不得什么好东西 后来踏上修行之路 每日吃一些基本的食物 不过很快便不需要 食用五谷杂粮了 依靠天地灵气为生 所以并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 魏盈盈对于这个回答有些失望 专心致志地吃鱼 李玄霄目光忽然望向江面 江水之下 一条十几丈长的蛟龙 正从远方向这边游来 潜水藏不得蛟龙 可百川江是个异类 它与横跨中洲三国的大江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蛟龙再次抬起头 可是那人的视线 已经转向了别处 此人身上并无高深的法力挣腾 蛟龙便也没太在意 只当是自己的错觉 他悄无声息地跃出水面 化成人形的同时 脚下还凭空出现了一只小船 蛟龙变成的小船 向李玄霄的渔船靠近 蛟龙名幻凹春 虽是蛟龙 却是不同于一般的蛟龙 体内流淌着真龙血脉 平日里不喜修行 偏爱玩乐 只是一次喝醉酒闯了祸 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后被家中长辈 罚在这百川江樊审 百年之内不得擅自离开 敖春闲来无视 便喜欢化作人形 与过往的游客攀谈 有时候会摇着折扇 将那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子 迷得恨不得当场嫁给她 两艘船逐渐靠近 敖春拱手一败 有礼了 翩翩公子 温润如玉 嘴角带着一抹似有似无的微笑 让人如沐春风 李玄霄略有深意地 看了对方一眼 正愁着美酒无人做陪 不知阁下可否愿意 敖春拎着一坛子加酿 大老远 李玄霄便已经闻到了酒的味道 便也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 欣然答应了下来 敖春给李玄霄倒了一大碗酒 又给自己倒了一碗 正要放下酒坛 这时 一个嫩白的小手 端着一个酒碗凑过来 魏盈盈抿了抿唇 一脸的好奇与期待 敖春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眼这女孩 不由地择了一声 好根骨 是个修行的苗子 当即 也跟着小姑娘倒了一碗 谁知道 对方紧接着又拿出一个碗 敖春疑惑地看着魏盈盈 魏盈盈指了只身后一脸期待的小毛驴 敖春无奈笑了笑 指的又倒了一碗 我这酒可是几百年的佳酿 胸台可要细细品尝 嗯 李玄霄赞同的点头 不错不错 这酒可不是一般的烦酒 对于修士来说 好处多多 几碗酒下肚 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 敖春搂着李玄霄的肩膀 问李玄霄要去哪 自己可以送他一程 按理说 敖春几日前 本应该回本家的 祖父大寿 他都已经想好了 祖父最疼他 到时候 自己求一下祖父 服服软 将剩下的刑罚给免了 他也不留在此地了 只是家中忽然传信 说是有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 要来本家 为了等对方 祖父竟然将寿蛋推迟了 敖春头一次听说 寿蛋还能推迟的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传闻中的客人 到底是和方神圣 算一算时间 自己也应该出发了 顺路的话 倒是可以送礼玄霄一程 就在这时 敖春猛然察觉到了 一丝不对劲 一股如芒在背的感觉 仿佛有无数双眼睛 在背后盯着他 他的心跳陡然加快 血液在体内涌动 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敖春神识探查四周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他的眼神变得更加警觉 怀疑自己是否过度紧张了 然而 那种不安的感觉 却越来越强烈 敖春仿佛能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在靠近 冲自己来的 下一刻 挤到黑影四面八方的冲杀而来 好强烈的杀气 敖春几乎是在瞬间 现出了原形 对方已经不知不觉 设下了阵法 冲出去 敖春很快便做出了判断 情况不明 先溜为上 他的身影 偶然之间化作一团光柱 直冲半空 然而 很快他就发现了 有些不对劲 第57章 真龙 在感受到了强烈的杀气 以及那种如芒在背的不安感后 敖春一股脑的冲到了最高空 他心跳得很快 仿佛要跳出胸腔一般 他的直觉告诉他 很强 来者很强 远不是他能所能对抗的 他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的平静下来 只是 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那几道人影 在他逃脱之后 根本就没有追上来 而是直奔船中的人影而去 仿佛当自己不存在一样 嗯 这下子 敖春更加困惑了 他迅速观察周围的环境 寻找可能的威胁 很快 他就发现 不远处的树林中 还有一群人影在晃动 他们的身影 隐藏在树林之间 但敖春可以感受到 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这么多人类强者 三个黑炮人率先出手 眼神冷漠而无情 透露出必杀的决心 没有多余的废话 目标只需李玄霄的性命 执法堂影堂的弟子 三柄立剑 直插李玄霄胸堂 得手了 这么轻松 念头急转之中 又是竖剑刺了上去 每一剑都只取要害 只是很快 修为最为高深的一名剑修 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不对 下一刻 李玄霄的身子 便化作了一个稻草人 真正的李玄霄 则带着小毛驴和卫盈盈 出现在了远处 傀儡稻草 二长老 真是要赶尽杀绝啊 李玄霄淡淡倒 没有人回答 回答他的 只有剑 隐藏的弟子 可并不是无能之辈 傀儡稻草能用一次 在他们面前 却用不了第二次 李玄霄看着江面 喃喃自语 该来了 老龙啊老龙 再不来你兄弟 我就要变成一具尸体了 敖春看着这一幕 有心帮忙 可是也明白 以自己的实力 能活着逃离 便已是万幸了 说说 剑光闪烁 只是锋利的剑光 却并没有伤及李玄霄半分 而是在中途 便被一股更加强大的气息截断 轰隆隆 雷声滚滚 宛如阵阵战鼓 响彻天地 天空中乌云密布 一片昏暗 宛如夜幕降临 狂风呼啸着 树叶沙沙作响 仿佛在恐惧中颤抖 下一刻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宛如瀑布一般 猛烈地冲击着地面 隐堂的弟子 同时察觉到了一股 无比强大的气息 那股气息 如同汹涌的波涛一般席卷而来 将整个空间都笼罩在了气中 他们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心中涌起了一股 无法形容的恐惧 他们甚至无法确定 他的方向和来源 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在不停地颤抖着 像是一群无助的羔羊 随时都有可能 被这股神秘的力量所宰杀 他们想要逃跑 但是却发现自己的脚步 变得异常沉重 仿佛被什么东西 给定在了原地 熬熬 龙鹰之声响彻于天际 熬春满脸震惊 祖祖父 一位长须老者 出现在半空 真龙熬矣 这等微压的龙鼠 整个中周 怕也就只有那真龙熬乙了 隐堂带队的弟子 低吼道 走 熬乙冷哼一声 想走 怕是没那么容易 那带队弟子 顶着真龙的威压 身影向远处窜出 然而 随着熬乙的手 从上至下滑过 空中的人影 发出了一声惊呼 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仿佛熬乙的手 是一把锋利的刀子 将他的身体切成两半 人影的身子 在空中颤抖着 仿佛在遭受着 无法承受的痛苦 熬乙的手 如同一阵风 轻轻地扶过了 仿余的身体 但是 这看似轻柔的触碰 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让仿余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剧痛 仿余的身体 开始变得僵硬 他的肌肉紧绷着 似乎在努力抵抗着 熬乙的攻击 但是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熬乙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他的极限 终于 仿余的身体 再也无法承受 熬乙的攻击 他的身子 直直地从高空坠落而下 仿佛一只断线的风筝 无助地飘荡在风中 李玄霄静静地 看着人影坠落 他的眼神中 没有一丝怜悯和同情 熬乙看向李玄霄 哈哈大笑 哈哈 几十年了 李大真人 真是难得的给我写信啊 李玄霄笑道 熬老先生大寿 我怎么不来呢 算你还有点良心 熬乙拉住了李玄霄的手 走走 回去喝酒去 定要喝他个不醉不跪 这时候 熬乙忽然想起什么来 转头指着被他定住的影堂弟子 李大真人 这些人想要怎么解决 躺在地上受伤的领队弟子 虚弱道 我们是清云门的弟子 熬先生 我等无冤无仇 你没必要与清云门为敌 清云门 熬一冷哼一声 清云门的弟子 怎会围杀李玄霄 你们几个冒充清云门弟子 以为能蒙骗得过老夫 几人有苦说不出 面面相去 那领队弟子一咬牙 为了保命 也指得如实到来 我等是奉了执法 唐二长老之命 为杀清云门 叛逃弟子李玄霄 叛逃弟子 李玄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熬一摆手 无论几人怎么说 熬一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口咬定 他们是冒充清云门弟子 熬一道 李真人 你看该怎么处理 这些人冒充你们清云门弟子 几人纷纷求救似的 看向李玄霄 李李师兄 一个女声响起 李师兄 您您曾教过我剑法 您忘了 李玄霄没有再理会 转身走了 熬以灰灰衣袖 在场的几名尹堂弟子 当即便觉得 这暴雨中的威压 成倍的增加 原本如铺的雨幕 瞬间变得更加细密 水滴打在身上 竟有些疼痛 几名尹堂弟子 脸色一白 嘴角已有鲜血一出 他们挣扎着 想要运转灵力 却发现周围的灵气 竟变得异常稀薄 而那股成倍增加的威压 就像一座大山 压得他们无法动弹 逐渐的 他们什么也感知不到 哈哈 老李走走 我那宫中好久无数 可都给你留着呢 熬以说着 向空中招了招手 小子 赶紧下来吧 半空中的熬春一愣 随即连忙俯射而下 一脸的不明所以 第58章 独占八分 魏盈盈看着水下的景象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她轻轻张开嘴巴 并没有海水灌入 待他们入水的同时 熬以在周围形成了一层气膜 将海水阻隔在外 越能感觉到磅礴的龙气 这种时候 普通的野兽 灵兽定会慌得不知所措 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不过 小毛驴却是兴奋地叫着 似乎是那龙气越强 他越兴奋一样 熬以略有些诧异 不过即使老李待在身边的灵兽 那自然不是普通的灵兽 水府之中 亦是宾客众多 府内张灯结彩 声乐不绝于耳 各路神仙妖魔纷至踏来 带着鹤里 满面笑容地向龙王道合 不过能入得了真龙法眼的人物 自然没有几个 入得了府中之妖 皆是名声在外的大妖 水族中的妖占了九成 整个水府当中 人类就只有李玄霄和魏英两个人 诸多水族诧异地 看着这两个人类 人族修士 这真龙的寿宴 竟然会出现人族修士 水族宾客拜完寿之后 无不交头接耳 小声嘀咕 谁不知道 真龙敖以一向厌恶人类 甚至当年 不惜率领水族与人族开战 敖以年轻时 其全族被人类修士所杀 后来敖以修成真身 杀了那修士一门 为全族报仇 那修士背靠着一个庞大的宗门 至此 双方便结下了血仇 再到后来 水族与人族全面开战 可以说 敖以对于人族修士恨之入骨 虽然最后 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 但是敖以对人族修士的恨 根本没有减少半分 平日里见到人族修士 不将其打杀 便已经是十分克制了 更不用说 在水府内见到人族修士了 何况还是真龙大寿这么关键的日子 敖以拉着李玄霄 坐在主座旁 有说有笑地聊着 老脸 快尝尝 我这酒可是千年的佳酿 还是当年我为开化之时 家族里留下的 一直舍不得喝 今儿 你可有口福了 李玄霄也不客气 猛地喝了一大碗 千年的佳酿 已经具体形容不出来 是什么味道了 那是一种浓郁醇厚的香气 似乎混合着历史的沧桑 和岁月的痕迹 每一口品尝 都像是在品味一段古老的故事 让人沉醉其中 回味无穷 李玄霄感受着仙酒 一遍又一遍地洗刷自己的身体 他的肌肤微微泛起红韵 身体渐渐变得轻盈起来 仿佛要飘然而起 李玄霄闭上眼睛 沉浸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中 仙酒的香气 弥漫在他的周围 让他感到无比的 舒适和愉悦 忍不住道了一句 舒坦 哈哈 我这酒可美 喝吧 今儿咱俩俩喝个够 李玄霄笑道 那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 别到时候酒醒了 你可别不认账 我熬已像那么小气的人 来喝喝 熬已只顾跟着李玄霄 大喝特喝 来喝寿的人 自然要有其子女招待 珍龙这个岁数 基本上跟他平辈的人都死绝了 来喝寿的人都是小辈 有子女招待 也不算是亏了礼节 何况 平日李珍龙身居简出 能有幸见到珍龙一面 已数不易 给您老磕头了 一个小辈的蛟龙 连磕了十几个响头 好好 熬已笑得合不拢嘴 熬春看了一眼 坐在主座上的祖父 又看看一旁的李玄霄 哼 好玄方才喝嗨了 没跟对方拜把子 他都忘记了 自己要去跟祖父求情 免去刑罚的事情了 心下满是疑惑 这时候 旁边有水族金妖 问出了他想要问的话 熬春殿下 那位坐在龙军旁边的人是谁 就是就是 快跟我们说说 龙军不是一向仇事人族吗 熬春苦笑 心说我怎么会知道 祖父何止是仇恨人族 他记得小时候跟祖父出去游玩 见了人族修士 祖父虽说不至于将其打杀 但也会故意把对方扔进海里 或者 忽然冒出来做事 要撤对方 非得把人家吓得屁滚尿流逃跑才罢休 便是看见刚出生的小孩 人家刚睡着 他非得过去 把人家弄哭 然后开心地离去 怎么如今拉着一位人族修士 有说有笑 这时候 熬春看见了一只老龟 正在招呼前来的客人 老龟名唤真真 据说老龟本没有名字 后来仙人赐名 正所谓 逃之夭夭 其夜真真 真真有茂盛 快速长大之意 能得仙人赐名 这就算是得了机缘 老龟是龙府内的管事 跟祖父最久 便是连父亲等人都对其十分尊重 熬春忙凑过去 龟爷 龟爷 老龟慢吞吞地说道 你小子这次准备什么贺脸 白霍尔维好带着你 去你祖父面前求求情 免了你的刑罚 记着以后不要惹事了 嗯 我就知道龟爷最疼我 熬春一喜 差点把自己的大事给忘了 对了龟爷 坐在我祖父身边的那人是谁啊 我祖父怎的跟他这么亲密 老龟微微眯起眼睛 记着待会儿给你祖父磕头 别忘了给李先生敬一杯酒 他到底是谁 这下熬春更加困惑了 自是大名鼎鼎的李玄霄 青云门那个 不然呢 熬春满是诧异地望了一眼 坐在主座旁边的那年轻人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啊 李先生平日里不险山不入水 能被你看穿才怪 他跟我祖父关系很好吗 自然 这段故事说起来就话长了 你年纪小不知情 对了 你曾经不是问过 老龟我这针针二子 仙人赐名 是哪一位仙人吗 熬春 莫不成是他 老龟淡淡一笑 回忆其往事 那时 李先生才三岁 老龟 我便侥幸得了这么一份机缘 三岁 熬春一脸不可置信 三岁 仙人赐名 老龟沉声道 曾经有位算师说过 如果天下有十分器语 李先生一人便占据了八分 随便一开口 对于妖族精怪来说 便是莫大的机缘 何况还是赐名 第59章 西海 听了老龟这番话后 熬春忙提着酒杯 小跑着王主坐而去 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 先是给祖父拜了寿 不过却是并没有为自己求情 免去刑罚的一事 随后举起酒杯 先生 我敬您一杯 先前不知道先生身份 还望物怪 物怪 李玄萧笑道 龙子殿下不必这么说 请我喝的那坛佳酿 着实不错 熬春喝下一杯酒之后 忙道 先生说笑了 我当时只是远远地见先生 气质不凡 于是便想着找先生喝杯酒 没想到 先生跟我祖父是老相识了 实在是有缘分 熬春特意强调缘分二字 他知晓修行者 尤其是修为高身之人 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分 不过 李玄萧并没有搭茶 只是微微点头 熬春正想再说一些什么 可是李玄萧 已经被祖父搂着肩膀喝了起来 他也只好退开了 看见一旁闷头吃饭的 魏盈印与小毛驴 便凑了过去 魏姑娘 我敬你一杯 我不喝酒 魏盈印端起一个 装着汤水的精致小瓷碗 以汤带酒 好 熬春也不介意 一口喝光了酒 小声问道 魏姑娘 你跟李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魏盈印看看熬春 又低头看看桌子上的食物 不早点吃就不好了 熬春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于是忙道 放心 待会儿我补偿 十份给你 等你走了 再给你装一些 魏盈印眼前一亮 将自己和李玄萧 怎么认识的经过 事无巨细地讲了一遍 熬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关魏盈印 确实是根骨极佳 是一个修行的好苗子 还以为是李先生 将其带在身边有意培养 此时听魏盈印说了原委 才明白过来 本还想着找个机会 跟在李先生身边 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熬春有些失落 不过转念一想 这老天爷 竟然让自己遇见了 定是要给自己一份机缘的 而且看样子 祖父大概率 是不会让李先生 参加寿宴就离开的 自己争取再在对方面前凑一凑 鲜酒虽美 却也上头 便是实力正直巅峰的真龙 都呼呼大睡了三天三夜 更不用说 现在这个状态的李玄萧了 足足睡了十天十夜后 李玄萧伸了个懒腰 浑身骨骼发出响声 爽 这感觉 老龙也真是煞费苦心 特意拿出来这珍藏的鲜酒 淬炼自己的身体 这份情他记下了 李玄萧透过房间内的水晶窗 急目远眺 试图进来海底的景色 进入视野的景色很美 美得不像是人间的景象 更像是来到了奇幻的世界 在这里 海水的颜色变得深蓝 比天空的颜色还要深邃 李玄萧轻轻地闭上了双眼 调整了一下呼吸 然后慢慢地盘腿坐下 他的身体放松下来 内心也逐渐平静下来 在神识的引导之下 李玄萧再一次看见了 自己体内的魔魂 那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存在 是无数魔教阴魂融合的产物 他潜伏在李玄萧的体内 时刻准备着吞噬他的灵魂 他在李玄萧体内涌动 试图控制他的身体和思维 将他带入黑暗的深渊 不过 始终被李玄萧死死压制 不得越雷尺半步 只有在修炼的时候 李玄萧才会借助魔魂的力量 一缕缕灵力在空中漂浮着 仿佛是宇宙中的一颗明星 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内层的光凝结成一个小球 外层则像是一层薄纱 轻轻地包裹着内层 使得整个灵力看起来更加神秘 李玄萧可以感受到他的力量 通过他 李玄萧感到自己与宇宙相连 与自然和谐 李玄萧轻轻地握住了一缕灵力 感受到了他的生命 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它吹散 但它又仿佛能够改变世界 片刻后 李玄萧慢慢地将这缕 已经吸薄的灵力放回空中 它开始慢慢地消散 最终消失在空中 哈哈 老李 老李 便在这时 屋外传来了老龙的叫喊声 李玄萧有些无奈 估计又是叫自己喝酒去了 自己可不能再喝了 睡了十天十夜 也该告辞了 于是 便跟老龙说明了情况 老龙见留不住李玄萧 便也不多挽留了 这些日子 还请龙军多多留心 李玄萧指的 自然是龙军杀死的那些 青云门隐堂弟子的事情 龙军却全然不放在心上 青云门能耐我喝 你安心去救世了 李玄萧点点头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龙军作为真龙 修为自视身后 能奈何他的人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何况 若是在海域加持之下 这个人数还要再减半 围杀李玄萧的命令 应是二长老暗中所下 即使是青云门上层之道 也不会将此事摆在明面上讲 所以即使是吃了大亏 二长老也是哑巴吃黄连 更不用说找真龙算账了 对了 就让我那不成气的孙子 替我送你一程 李玄萧自是懂得老龙话语中的意思 想让自己有机会 提点一下他的孙子 即使老友的请求 李玄萧便没有拒绝 何况 他与敖春也算是有缘 在听闻这个消息后 敖春兴奋的简直要跳起来 回去好好准备了一番 这才带着李玄萧 魏盈盈和那头小毛驴离开了水府 敖春化成蛟龙之躯 顺着杨流一路往西海而去 归虚 在听说李玄萧要去归虚之后 敖春一脸莫名 他自幼便在西海长大 虽说听过龟虚的传言 但是从未见过 便是连祖父都未曾去过 不过 李先生定是不会胡乱说的 想到这儿 敖春心里有些期待 这传言中的龟虚 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小毛驴闭上眼睛 静静地聆听着海浪的声音 感受着海风轻浮着脸庞 他第一次看见大海 满脸的兴奋与好奇 李玄萧哈哈一笑 拍着他的脑袋 跟着大哥混 以后甭说大海了 连小母毛驴都给你找到 嘿嘿露个头 求好评 第六十章 非洲 西海 黎明前的黑暗渐渐退去 海天之间透出一抹亮光 像是点燃的火把 燃烧着深南的海水 整个东方的天空 都被燃烧得红彤彤的 这是黎明的曙光 李玄萧微微眯起眼睛 瞳孔被朝阳染红 小渔船在海面上乘风破浪 水下一条十几丈长的交融 为其开路 小毛驴和魏莹莹 一眨不眨地盯着李玄萧的手上的动作 便见李玄萧蹲在小渔船的小土灶旁 往土锅里扔一些茶叶 下面坐着火 这是老龙送的一些茶叶 自然不是普通的茶叶 李玄萧又在里面多添了几副药材 茶香扑鼻 许久之后 李玄萧半躺在椅子上 喝着热乎乎的清茶 看着波澜起伏的海面 海风迎面吹来 带着咸咸的味道 啊 魏莹莹小口喝了一口茶 又眼巴巴地看向李玄萧 李玄萧头也不转地说道 这茶少喝点 你承受不了 魏莹莹有些失望 又看了看一旁 正在嚼着茶叶的小毛驴 似乎是在疑惑 为什么毛驴可以承受 自己却不可以 李玄萧打量着小毛驴的身子 用手指肚抹扎着下巴 这家伙倒真是生了一副好身躯 稍加培养 成为个炼体的妖王 应该不在话下 敖春道 先生 我祖父传音给我 他已经让西海的水族 时刻监视着清云门的动向 清云门的人并没有再跟过来 李玄萧点点头 麻烦老龙了 此刻 敖春有一肚子问题 想问问 李玄萧不是清云门弟子吗 怎地会被清云门追杀 这清云门的人脑子进水了 得罪了李玄萧有什么好处 不过他总觉得 这问题有些冒昧 所以也只得埋在心里 李玄萧自顾自地喝着茶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他本不想再与清云门 处上什么瓜葛 自己立下不适之功后 虽被清云门设局陷害扫地出门 却是有从小府玉之恩 大不了两步向嵌 大路朝天各走一遍 可偏偏就是有人找死 二长老 这仗我给你记下了 以后慢慢还 远处有非洲经过 非洲有意降了下来 似乎是为了能让乘坐非洲的人 更好地欣赏 这波光灵灵的海面 非洲上的修饰不少 此时都不由地凑到非洲的边缘 向下望去 非洲呢 可嗨嗨 一个面色苍白如指的美人 躺在床榻上 美人虽美 却是丹田破碎 石海干涸 全身筋骨半数被断 配见轻衣女子站在床榻前 也只能尽心安慰 长姐放心 等寻到了鬼手神医李永安 定会有办法治疗长姐伤势 白衣女子轻轻摇了摇头 却是已不抱什么希望了 那鬼手神医李永安 一向神龙剑手不见尾 踪迹难寻 何况 与对方无亲无故 又如何会出手帮自己 轻衣女子走出卧房 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小鱼传上 李玄霄看着不远处的非洲 说道 敖春殿下 麻烦带我去非洲一趟 他想讨一个储物件 否则从深渊中 带出来的这么物件 还有鬼手神医李永安 送给他的灵草灵药 没地方放 装在麻袋里很麻烦 敖春便停下非洲 带着李玄霄来到非洲 李玄霄一拱手 说自己要在非洲上 挑一些新意的物品 非洲上的人欣然答应 毕竟他们这非洲 便是游走于各地 在一个地方买 在另一个地方买 还没有到地方 所以非洲的摊贩 还没有营业 在听说李玄霄 要买一个储物件后 一个戴着帽子的修士 随手取出五个储物件 分别爆出了价格 一旁身穿长挂 佩戴令牌的修士 守着自己的铺子 一边磕着金瓜子 一边用眼睛 打亮着这一跤一人 似乎是觉得 对方身上没有什么油水 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招呼 任由自己旁边的竞争对手去了 反正前些日子在南港 他赚了不少 先生 看中哪一个了 不如全买了下来 敖春豪气岛 李玄霄笑着说不用 他又看了一眼 这位修士铺子里的其他东西 又选了几样 自己日后说不准 用得上的物件 在下手上没有零食了 一物一物如何 可 李玄霄见其答应 便从麻袋里 磨出一束盛开的紫金花 紫金花 修复心脉的圣鸟 李玄霄心脉虽没有完全恢复 不过这神医李永安偏爱紫金花 所以种得多 所以李玄霄偷的也多 拿出一束买一些东西不碍事 何况 当年为了培育这紫金花 李永安那老小子 可是足足给李玄霄 灌了十几斤的食药 那段日子 李玄霄放屁都是药味的 如今也算是还回来了 一束紫金花 还这些东西 可 戴着帽子的修士 愣了一秒钟之后 随即生怕李玄霄反悔似的 一把夺过了紫金花 就这么说定了 谁耍赖谁小狗 李玄霄无奈笑了笑 老板 这石头顺道送我了 可行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修士就差说 您看上什么 随便拿就是了 那石头也不是什么 之前的玩意儿 是一个老瞎子卖给他的 他见那老瞎子可怜 便给了对方十几块零食 将其打发了 他也没太当一回事 李玄霄看着那块不起眼 且被绿苔包裹的石头 微微眯起眼睛 泽泽不错不错 方才身穿长褂 磕着瓜子 悠哉悠哉的另一位店主 见此情形 直接将嘴里的瓜子皮 喷了出来 他一抹嘴巴上 沾着的其他瓜子皮 连忙凑了上去 这位道友 来 来 来我店里看看 上门口抢生意 这一下子 那戴帽子的店主可不干了 同行是冤家 二人本就有矛盾 三言两语便吵了起来 这时候 其他的店主也凑了过来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玄霄 背着的鼓鼓囊囊的麻袋 呵 好家伙 还真是朴实无华 谁家好人用这东西装灵草 随手就能拿出紫金花 这袋子里还有什么 一下子众人的神识同时探了过去 这不探还好 一探之下 皆是大惊 一股股强大的能量 自那破旧的麻袋中散发出来 这是还有多少高品杰的灵草 一时之间 众人神色各异 有惊讶之人 有不怀好意之人 亦有贪婪之人 他们的目光 都集中在那破旧的麻袋上 仿佛看到了无尽的财富和机缘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穿着华丽的男子 他手持一把折扇 轻轻晃动着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他看向身边的一位老者 低声问道 老师 您看这些灵草 还有多少高品杰的 老者神色肃穆 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 轻声说道 这里至少还有数十株高品杰的灵草 青年男子听后 心中一喜 眼中的贪婪之色更甚 轻衣女子 本是因为姐姐的事情 心情郁闷 在非洲上转悠转悠 谁只晓目睹了此一幕 不仅有紫金花 麻袋中 还有那个他求而不得的两图花 花开两地 一白一黑 乃是传说中疗伤的圣药 青年女子眼前一亮 面露喜色 天无绝人之路 有了两图花 姐姐便有救了 在众人热气的目光之下 一人一交带着宝贝离开了非洲 第六十一章 海中厮杀 回到小鱼船上 小毛驴和魏莹莹 都用期待的目光 看着李玄霄 一个是在问 带了什么宝贝回来 一个是在问 有没有好吃的 李玄霄 将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了他们 他给小毛驴 也弄了一个储物件 小毛驴已有了灵质 开启修行之路 有了储物件 也方便装东西 小毛驴把玩着储物件 一脸的欣喜与好奇 将大哥李玄霄 给自己的书册 都装入了储物件中 魏莹莹则抱着一块精致的糕点 满脸幸福 李玄霄重新躺在椅子上 紧紧地握着手里讨来的 被绿台包裹的石头 眼睛凝视着这颗神秘的石头 仿佛想要透过外表 看到它的本质 它的手指 轻轻抹扎着石头表面的绿台 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触感 仿佛这颗石头 有着自己的生命 看不透 便是连他也看不透这小玩意儿 只是知道 是一个不俗之物 虚惊火炼制 方能让其显露原形 李玄霄暂时奈何不得 便将其收入了储物件当中 想着等日后 有机会再炼制 先后 有不少人暗中跟了过来 敖春注意到了身后的动静 无碍 李玄霄握着茶杯 慢慢地喝着茶水 他的目光坚定而从容 仿佛在这片茫茫的大海中 只有他和他的渔船 小渔船仍旧在海浪中 不虚不及地前行 随着海浪的起伏 而轻轻晃动 身后跟随而来的 十几道气息 都不是等闲之辈 他们的心思 敖春自是知晓 不过 他却是丝毫不在乎 哼 知不知道大爷船上 驮着的是哪位人物 要是这些人真是起了歹心 自己正好可以看看李先生出手 就是如此 行了不过半日 暗中随行的众人 蠢蠢欲动 轻衣女子 几次想要拦住小渔船 他自然不是想要偷抢 而是想要以物换物 哪怕是以全部身家换取都值得 轰隆隆 便在这时 前方的海面上 忽然出现了一阵 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海面瞬间被撕裂 露出一个巨大的黑色裂缝 从中涌出无数道黑色的闪电 犹如一条条恶龙 在空中肆虐 海洋也被这股力量 搅动得天翻地覆 掀起了数十里高的巨浪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敖春顶着巨大的压力 护住渔船 先生 前方应是有大能在斗法 李玄霄抬起头 一守护住自己的茶杯 不让热气被吹散 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近海 来到了西海的深海 西海之大 可并不是真龙一家可以独霸 风浪之中 可见那道身高百丈长的身影 双脚朝天 壮如水牛 浑身漆黑 而在他身旁 隐约可见一坨山岳般的身影 敖春见了这场面 不由的瑟瑟发抖 那壮如水牛的家伙 是极其珍惜的上古异兽 磁铁 而与其相斗如山岳一般的身影 被称为望天后 身满鳞片 浑身有火光缠绕 极其凶猛 乃是龙族的克星 双方在深海之中 斗得异常激烈 似是不死不休 如同两颗流星在夜空中相撞 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无尽的力量 仿佛要将整个海洋撕裂 敖春瞪着眼睛 这海中乃是磁铁的主场 不过这望天后浑身火焰 丝毫不落下风 似要将整片大海蒸腾 大量的蒸气 瞬间便将周围弄得白蒙蒙一片 先生 我们还是对开吧 等他们斗完了法 或者咱们绕路 敖春战战兢兢的说 他已经被这战斗的余威波及 打死都不愿意再靠近了 无须理会 尽管前行就是了 李玄霄说 小渔船在风浪中飘摇 直往那海浪中心去 很快 在海中争斗的磁铁与望天后 不约而同地停下了争斗 双方都朝他投来了目光 只见小渔船停在风浪之中 一条蛟龙盘旋在水下瑟瑟发抖 还有十余名修士藏在暗处 不过无论是磁铁 还是望天后都没有放在心上 这些人加在一起 能不能抵得住 他们战斗的波及都难说 更不用说 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了 望天后率先认出了 坐在渔船上的李玄霄 往前走了几步 好 李真人 望天后激动地叫出声来 李玄霄笑容可居 把手放在袖子里 怎么 这么多年了 脾气还是如此暴躁 你俩在海中这么打架 近海的人不知道要遭了多少灾 将过路的商船先翻了怎么办 脾气一向火爆的望天后 此刻像是一个被先生训斥的小孩子一般 低着头一句话不敢说 磁铁心中冷哼一声 对着望天后的鄙夷又多了几分 呵 耸祸 身任明鉴啊 是这次蛮横无礼 我只不过是路过 这家伙却说 厌果拔毛 瘦走流皮 非让我交过路费 我这才跟他动起手来 望天后辩解道 李玄霄又平静地看向磁铁 似乎是在等待对方的解释 磁铁下意识地吞了一口口水 磕磕巴巴地道 李真人不不是我不讲道理 是这海中就是我的地盘 这次随意闯入我家 连句话都不说 我自然是我气愤无比 第62章 真别屈 前一秒 磁铁还是瞧不起望天后 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 下一秒 面对李玄霄的问话 磁铁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李玄霄道 都多大的妖了 还动不动就打架 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二妖皆是低着头 一言不发 暗处窥探的众人目光闪烁不定 心中万分震惊 在这两尊上古异兽眼中 他们估计就与蝼蚁差不多 他们想到了 能带这么多灵草之人 不是寻常之人 却不想对方随口一句 便能止住两尊上古异兽的纷争 见此情形 不少人时序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你也是 大海这么大群是你的地盘 人家经过 你便朝人家收过路费 你是山大王吗 还有你 既是路过别人地盘了 便说话客气一些 一番话下来 二妖各打五十大板 行了 握握手 大家还是好朋友 二妖面面相去 嘴角微微抽搐 笑得开心一点 李玄霄说 磁铁和望天吼深吸一口气 一个伸出了手 一个伸出了蹄子 星号 星号 神人说得对 没错 我们和好了 再也不打架了 望天吼点头如捣酸 李玄霄微微点头 行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唉 望天吼朝李玄霄拱了拱手 那在下便告辞了 李真人 李真人要是有空的话 上我那去坐坐 说完 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海面 双脚一蹬 山岳般大小的身影 拔地而起 轰咚咚 暗中的众人一阵心惊 此刻已是逃没了大半 再也不敢窥他那灵草灵药了 望天吼的身影已跃出好远 后背一阵阵发寒 没曾想竟然在这遇见了李真人 望天吼打死都不会忘记 当初被二十出头的李玄霄 荡成儿子打 打得他满地打滚 后来 望天吼不服气 又去找了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 结果跟自己一起被对方打得在地上打滚 那场景 堪称一个惨不忍睹 虽说这么些年不见了 不过一听对方说话 便是连一个眼神 身上还是忍不住打哆嗦 嘿 不是说他修为被废了吗 怎么还这么猖狂 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哥 下次再见到 要是还敢这样 我上去就是一个被摔 一眼炮就打过去 这些场面在望天吼的脑海中 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不过 这些都只是想象 若是下一次再见了李玄霄 望天吼 估计还会跟今日一般从心 修为被废 这小子 怕是一只手都能将我倒插在地上 他娘的 真憋屈 望天吼离开后 司铁小心翼翼地看着李玄霄 李真人 怎得有空来了西海 李玄霄笑眯眯地说道 无事 怎么 还想向我要点过路费 司铁忙道 李真人说笑了 真人有何事 可需要我帮忙 倒是不劳烦了 那真人去我家坐坐 司铁试探性地问道 李玄霄在司铁眼中 无异于一尊温神 这样的人 他自然是不敢请进家中的 到时候 家里有什么宝贝 保不齐被对方看上 万一再看上了自己娇滴滴的美妻 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说出这句话 纯粹是为了客套一句 李玄霄漫不经心地说道 好啊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司铁 真确啊 李玄霄也遇到 怎么这副表情 难道是不欢迎我去 不敢不敢 李玄霄摆摆手 行了行了 我还有事 等下一次有机会吧 记着日后 也把你的脾气改一改 别动不动就有人厮杀 一听这话 司铁松了一口气 忙道 明白了 多谢真人教诲 那在下先行告辞了 与李玄霄告了别 司铁便钻入了水下 小渔船继续顺着海浪前行 海上已是风平浪静 蓝天白云 经过方才的狂风骤雨后 大海仿佛经历了一场洗礼 阳光洒在海面上 波光灵灵 李玄霄看着 已经快要凉了的茶水 又加了一些热水 敖春在水下 在这小船迎风破浪 心中兴奋无比 了不得 真是了不得 他本以为这次还能见识一下 这天底下最强的人族修士 出手是个什么场面 谁晓得是这样一个结果 三言两语 就平定了两位上古异兽的争斗 对于敖春来说 这可比亲自出手 要更加震撼许多 先生 身后的那些人都离开了 敖春得意的说道 嗯 李玄霄从储物界中取出 红楼外转之棒米地的往事 继续研读起来 魏盈盈凑过来 也想要去看 去去 这不是小孩子该看的东西 李玄霄随手甩给他一本 日月当空 这是什么 一本炼体法诀 适合你 李玄霄头也不太的说道 这些日子 他观魏盈盈 体魄尤其强健 气血旺盛 更难得的是 他心思纯净 毅力过人 食乃可造之才 魏盈盈虽说时刻想着吃食 不过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一看这部法诀 便知道气非常珍贵 他双手接过法诀 小心翼翼地翻开 这部法诀 乃是李玄霄 从魔窟中找出的半本残卷 对于李玄霄来说 算不得什么 不过一旦被外人得知 想必会引起 不必要的纷争和麻烦 于是叮嘱了魏盈盈两句 不让任何人知道 除非当他 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保护他 魏盈盈点头如捣算 也是真大 无妨 让他跟着便是了 李玄霄话刚说完 身后那股气息 已不再隐藏 而是主动显露 迅速逼近 敖春顿时警惕起来 第六十三章 再见归须 小渔船逐渐停下 敖春从海面抬起头 盯着出现在不远处 扶在半空的青衣女子 青衣女子背着剑 双手一拱 拜见前辈 哦 李玄霄微微点头 冒昧打扰 还望前辈误怪 无事 直接说吧 找我何事 李玄霄直截了当地问道 在下北洛师门几凌晨 我师姐数月前 与我下山历练 谁曾想被魔教余孽偷袭 师姐未保护被重伤 食海枯竭 经脉尽断 唯有这两涂花 与那鬼手神医李永安 可救我师姐 之前在非洲之上 无一探的前辈身上 正带着两涂花 今日特来求要 未等李玄霄开口 几凌晨顿了顿 继续道 在下一只 那两涂花珍惜无比 前辈尽管开口 只要能救回我师姐 几凌晨愿意亲近所有 后半生 愿为前辈孝死命 李玄霄道 死命 如何孝死命 愿听前辈拆遣 李玄霄摸出一片翠绿的叶子 扶了他 敢问前辈这是何物 让你听话的东西 否则我给了你两涂花 你不认账了怎么办 除非是极为信任之人 否则随意付下他人赠予的灵药灵物 乃是修行界的大计 被毒害 被炼制成炉顶的栗子 比比皆是 何况 对方也仅仅只是口头答应 不过几凌晨仅仅只是略意犹豫 便毫不犹豫地 服下了这片叶子 生死便在这一线 为了师姐他也要赌 几凌晨吞下叶子 将自己的储物戒 与储物袋拿了出来 这是在下的全部家当 敖春不由地高看了一眼对方 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子 李玄霄放下茶杯 你服了我给你的药 受制于我 我若不是不给你两涂花 又当如何 几凌晨心中咯噔一声 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在下 已是别无希望 只能寄托于此 若是足下食言 唯有来世 血债谢长 李玄消消了 身死倒消 哪里来的来世 你是北洛师门的弟子 与江离是什么关系 对方竟直接称呼 自家师尊明辉 几凌晨微微抬眼 却是没心思计较这些 江离乃是凌晨师尊 弟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师尊也不知道管一管 师尊早已离开宗门 调查魔教余孽 并不知晓此事 接着 几凌晨一愣 连忙伸手接过对方 抛过来的遗物 两图花 这多多谢前辈 几凌晨忙到 给你服下的药 是疏通脉络的 你气血有些不通 心浮气躁 服下这要好一些 几凌晨大喜 谢前辈 去吧 李玄消摆摆手 我跟你家师尊关系匪浅 这边算是一份见面礼 几凌晨恭敬道 还没有问前辈尊姓大名 日后见了师尊 也好告知其一声 行 你回去告诉江离之事 他欠我的第三十六份人情 他便知道 我是谁了 晚辈知晓 晚辈告辞 几凌晨不明所以 不过从语气中 亦是能知晓 对方跟自家师尊的交情 不同寻常 几凌晨手中捧着两图花 心中欣喜万分 却是没想到 便这样就获得了两图花 嗯啊 嗯啊 小毛驴叫着 几凌晨没有将储物戒 和储物袋一并带走 李玄消淡淡道 收着吧 这些物件就换了两图花 便宜他了 小毛驴眼疾手快 捡起了储物戒和储物袋 满脸欣喜 像是得了天大的便宜一般 青云门 执法堂 废物 废物 二长老背着手 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地站在客厅里 他的眼神死死地盯着 茶几上的精致茶杯 仿佛要把他看穿似的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伸出右手 一把将茶杯抓了起来 把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茶杯在地上摔得粉碎 茶水和茶叶 见得到处都是 二长老的脸上 充满了愤怒和决绝 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又没有说出来 过了很久 二长老才慢慢地转过身 缓缓地走出了客厅 背影显得无比的苍老和孤独 在他的身后 是一片寂静和凌乱 门下清传弟子赵灵 紧张地盯着自家师尊 再派 我就不信 这海中真龙能一直看着他 赵灵一时欲色 师尊 这次隐堂 损射三位七进见修 两位六精炼器士损失惨重 若是再派 他想说 此事一旦被宗门其他人发现了 非同小可 你懂什么 要么不做 要么作绝 何况此事 二长老一顿 压低了生命 那是掌门点过头的 掌门 赵灵眼皮一跳 二长老沉声道 他李玄霄是何等人物 既然已经结了仇 便不要心思手软 等他修为恢复 到时追悔莫及 弟子明白 二长老深吸一口气 若是杀了那李玄霄还好 若是不成 没有谁比他更了解 那小子的恐怖之处 这一次 消息又消失了 催催通天风那小子 让他抓紧 把消息套出来 是 弟子明白 赵灵犹豫一下 陈十四说 最近一段时间 他师姐莫竹 并未在与李玄霄通信了 而且 莫竹似乎是隐约 发现了自己的信件 被他人偷看 二长老怒道 那就让他再探 莫竹与李玄霄关系甚密 莫竹一定知晓 李玄霄要去往何处 告诉陈十四 无论如何 也要探出来 赵灵犹 师尊 那陈十四听口气 像是不想继续冒险了 担心被他师姐发现 二长老冷哼一声 他想不干就不干了 再给他几日时间 若是再探不出来 李玄霄的下落 他师姐就会知晓 他偷看自己信件的事情 是 半月后 茫茫大海 浩瀚无边 一抹烟红色的夕阳照海面上 这时候的海中最美 在霞光的照耀下 天空像是被火烧了一样 海流自西向东 浩浩荡荡 碧波渺渺 李玄霄站起身 他记得自己 与那魔教女子最后的分别 也是在这样一个夕阳天 如今又是在这样一个夕阳天 来到了对方的葬身之处 哼 好一个夕阳天 李玄霄笑了 他指着远处的一抹霞光 你们不是一直好奇 龟虚长什么模样吗 那就是唠 龟虚 一龙一驴一人 同时抬起头向李玄霄手指的方向看去 嗯 龟虚 第六十四章 遥远的记忆 龟虚 你们便留在这里吧 李玄霄道 先生小心 敖春望着远处的那抹霞光 心中虽是好奇无比 不过先生既不让他去 他便指得将心中的好奇止住 李玄霄离开了小渔船 脚尖落在海面上 欲空而行 龟虚曾被他设下静止 旁人寻不到 即使是寻到了 也无法进入 虽说那之后 自己修为便被废了 不过 静止却还在 静止感受到了李玄霄的气息 让其畅通无阻 龟虚 这里是西海之水的汇聚地 里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污底之洞 即使像里面注入再多的水 也不会让其增减一丝一毫 而龟虚上 拥有五座大山 分别是黛渝 圆桥 方胡 银舟与蓬莱 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山 上面有亭台楼阁 据说全部都是由黄金和美玉建造 山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行走兽 和树木花果 还有一口神泉叫做李泉 喝一口就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当然 这些都只是传说 不过龟虚上却有五座大山 并且皆有天地尽致 便是连李玄霄都不能入内 他曾与那魔教女子 合力共闯龟虚上的一座大山 黛渝 寻得那天地秘宝 而后被黛渝所困 李玄霄抬起头 看着远处的黛渝 周遭的一切都化成了模糊的流光 不由得被回忆拉了进去 耳中回想起一句话 我说 要不要一起合作 得到的宝物五五分 我说 要不要一起合作 得到的宝物五五分 数百年前 龟虚 五座大山之一 带于半空中 一身白衣 脚踩飞进的李玄霄 看着对面那个 穿着红衣的绝美女子 那女子如同火焰一般耀眼夺目 嘴角微微上扬 勾勒出一抹温柔的笑容 让人不由地心生好感 这个提议怎么样 李玄霄犹豫豫一下 实话实说 我总觉得 你不像是好人 红衣女子道 猜对了 我不是好人 你不会怕了吧 激将法对我没用 红衣女子贪手 可是眼前这静止 你我二人单独一人 肯定都无法突破 那你说该怎么办 除非与我立下血世 好 红衣女子毫不犹豫地 点头答应了 李玄霄略有些诧异 没想到对方 就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大到血世 可不是说立变能力的 这血世一旦立下 便如同在灵魂深处 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若有违背 定会在某个时刻遭受天谴 血世立下 天地为正 随即 二人便各自施展神通 通力合作 即使如此 亦是用了足足半年的时间 这才将带于外的禁锢 破开一个小口子 并且 那小口子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快 李玄霄与红衣女子二人 同时化作一抹流光 涌向口子 嗡 那神秘的静止压在己身 便如同无意中 踏在了猎人陷阱上的兔子 李玄霄全身僵硬 半点法术都施展不得 身体从口子处 直直地往下坠落 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道坠落了多久 李玄霄在心中盘算 大概有一个多时辰 竟硬生生将她摔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已是不知道多久 鼻尖传来一箱 身上压着柔软 李玄霄微微睁开眼睛 便见那红衣女子 躺在自己的身上 喂 李玄霄一巴掌 拍在对方妩媚的脸蛋上 两个巴掌过后 红衣女子醒了 先是愣了一秒 随即感受到了 脸上火辣辣的疼 眉眸转了转 直勾勾地盯着李玄霄 李玄霄抽出身来 看向四周 这便是黛瑜的内处了 什么也没有 李玄霄站起来 身上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别说离开此处了 便是连稍微走快一些 恐怕都做不到了 这天地的静止 也太过厉害了 有水声 红衣女子道 过去看看 走了没几步 李玄霄忽然身子一软 瘫倒在地 红衣女子微微偏头 看了她一眼 能行吗 能 李玄霄强撑着站起来 越往前走 静置便越强 走到最后 视野稍微开阔 看见了一个小水潭 水潭之中有数条金鲤鱼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你看 红衣女子 抬起手腕上发亮的手串 只见石壁上刻着一个个文字 四周石壁 皆是这样的文字 大概是上古时期的文字 十分复杂 李玄霄并不认识 他此刻想到了一个 更加关键的问题 这里隔绝了所有的灵气 按理说 这世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地方 能将天地灵气隔绝 即便是一个地方没有空气 天地灵气也会存在 可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气 不是感应不到 而是此处根本没有 两个时身之后 李玄霄与红衣女子的面色 皆有些难看 没有出路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宝贝 仙丹妙药 这里也没有灵气 再加上天地静止的存在 也就是说 他们很有可能会耗尽所有能量 而在这里活活被耗死 你来这里找寻什么 红衣女子轻声问 寻什么 我也不知道 李玄霄如实说 我只是听说 闺序很神秘 师父叫我游历九州八荒 我便想着来闺序上看看 那你可真倒霉 好奇心害死人啊 红衣女子说 以下是基于 你提供的文本进行的阔显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接下来的两天 红衣女子不死心地在洞内寻找出路 她拖着疲惫的身躯 一步步摸索着前行 每一个角落 每一条缝隙 她都不放过 心中抱着一丝希望 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出去的路 李玄霄则静静静地坐在角落里 细细研磨起那洞壁上的文字来 仿佛要从那些古老的文字中 寻找出某种答案 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墙壁 感受着那些凹凸不平的痕迹 试图拼凑出一段完整的故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红衣女子的耐心 也一点一点地被磨灭 李玄霄不知道的是 因为某些缘故 在此处 红衣女子受到的天道禁止压制 要比自己强烈数倍 乃是数十倍 第65章 被困 于是 不出几日 红衣女子身子变倒了 额头烫得厉害 睡梦中一阵阵地说梦话 她说的话 李玄霄一个字也听不懂 李玄霄砍了小水潭周围的几棵树叉 生了火给红衣女子煮了一些热水 又将水潭里为数不多的鱼抓了一只 烤了给其味了 红衣女子喝了一些水 将鱼肉全给吐了 一口也吃不下去 最后 鱼肉全让李玄霄给吃了 这鱼肉吃下肚后 只觉得肚中一片燥热 随着鱼肉在肚中被消化 那种燥热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仿佛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 身体的每一处都在燃烧 随即感到一种奇异的热量 在身体中涌动 身体好似正在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填满 同时 味蕾沉浸在鱼肉的鲜美之中 李玄霄恢复了一些体力 想着鱼肉有用 于是强行给对方塞进了嘴里 嗯嗯 红衣女子昏迷中 口中发出难语 李玄霄微微皱眉 吃 快点吃 一边说着 一边强行把对方的嘴掰开 可嗨嗨 红衣女子这一婚 便是几天的时间 只有少许的时候才恢复清醒 这些日子 李玄霄除了照顾她 便是在洞内四处转转 为寻找出路 更多的时间则是观测石壁上的文字 上面的字带着某种灵域 她虽不认得细细感悟 却是能领悟一二 这应该是某种功法 且今不需要调用灵气 便可细细修行 只是并无什么神奇之处 看起来就是最为普通的民间舞蹈功法 反正在这洞内 闲着也是闲着 闲来无事便练了起来 不过几天 她便能从体内 调动出一丝微弱的轻酌之气来 便将这一些轻酌之气 给红衣女子度了 又过了几日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轻酌气起了作用 红衣女子的烧逐渐退了 也渐渐恢复了神志 洞内 火光照亮四周 一条金色的鲤鱼架在火上 细细烤着 鱼皮被烤得酥脆 鱼游慢慢渗出来 滴在火堆上 发出噼啪啪啪的声音 红衣女子坐在火堆旁 眼睛死死地盯着鲤鱼 鲤鱼的香气在洞内弥漫开来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 轻轻地咽了咽口水 片刻后 李玄霄将讨鱼递给她 吃吧 咱俩一人一半 李玄霄说 你先吃吧 我还不饿 红衣女子便也不再客气 此刻她当真是鸡肠鹿鹿 自踏上修行之路 就再也没有体会到过这种感觉 很快 一条鱼吃得仔细干净 红衣女子歪头 看着小水潭内 还剩的最后三条鱼 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不知道 谢谢你照顾我 不用谢 要是不救我 你或许能靠着这些鱼 多活一些时日 有了我又多一张嘴 李玄霄说道 多一个人 说不准就能想出逃出去的办法了 红衣女子道 总之这个情 我记下了 随便你 如此 又过了两日时间 红衣女子蹲坐在小水潭边 将脸洗了一遍 到底是一个女子 受不了整日蓬头垢面的 她回头看了一眼李玄霄 李玄霄背对着她 正仔细盯着石壁上的文字 红衣女子扯下胸口的衣物 水滴从她的指尖滑落 滴落在她的胸口 呼 再一转头 发现李玄霄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红衣女子脸上忽然一红 沉道 你看什么 没什么 我以为你在偷吃呢 红衣女子气道 偷吃个什么 李玄霄便不再看了 红衣女子玩耳一笑 随即又无声叹了一口气 咱们就剩下三条鱼了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能多坚持一日是一日 红衣女子道 我讨厌等死 李玄霄 我也是 笑容从红衣女子的眼角和唇边一出 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死在这里 再过两日 你便把我杀了吧 让我死在你前头 李玄霄诧异地看向她 红衣女子解释道 我可不想一个人等死 太寂寞了 魔教中人还怕寂寞 红衣女子微微抬眉 你猜到我是魔教中人了 嗯 李玄霄微微点头 红衣女子道 只要是人就怕寂寞 你今年多大了 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想知道 跟我死在一起的小家伙 想年多少岁 你看起来似乎不比我大 小家伙 姐姐的实际年龄 你可想象不到 叫声姐姐听听 李玄霄不再搭理她 红衣女子以手脱腮 并不想这么快 就终止这段对话 再聊聊吧 反正都要死了 或许我有办法能活 李玄霄认真地说道 这些日子以来 一直在修炼石壁上 记载的某种神秘功法 其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唯有一样 可以不用凝聚灵气 在此地天地禁锢之下 在内斧之中 凝聚清灼之气 前几日 他试探性地潜入到小水潭之下 发现在水潭的边缘 堆积起的石头 有些松动 李玄霄便想着 能否用内斧之中 仅有的这些清灼之气 轰开着石头 或许还有救 当然 也有可能轰不开 也有可能轰开了 也没有出路 但总之 这是一个法子 眼看着时间没几日了 李玄霄便抓紧修行 一日 红衣女子从睡梦中惊醒 李玄霄看过去 只见对方原本绝美的容颜 梨花带雨 却也是动人心魄 她的眉毛微微促起 勾勒出一抹淡淡的忧伤 而她的嘴唇 原本如樱桃般 娇艳欲滴 此刻却紧紧铭起 仿佛是想要抑制住内心的痛苦 却无法抵挡悲伤的洪流 只能任由她泛滥成灾 泪水不断地从她的眼角滑落 滴落在她白皙的脸庞上 李玄霄静静地看着她 也不知道她是想起了什么 红衣女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挤出一个笑容 怎么 还没看够 要不要我再掉一些眼泪出来 不必了 未了 李玄霄又补充一句 我的肩膀可以借给你哭一会儿 红衣女子扑齿又是一笑 美眸看着对方 第66章 脱困 这功法没什么特别的 红衣女子道 李玄霄道 是 不过却能在体内攒一些轻酌气 红衣女子也尝试了几次 不过她受天道压制 实在是过于严重 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再嗡嗡作响 更不用说修行了 于是 便转直点起李玄霄来 李玄霄不识这其中文字 只能略感知到其意 于是 红衣女子便逐字逐句地解释于她听 如此 时间省下了大半 又过了一月多地时间 那小水坛内的三条金鲤鱼 已被撤了个金光 便是连鱼谷中的水 都被吸射得干净 红衣女子比起之前 脸上虽然照样干净 却是憔悴了不少 美眸中更是少了许多色彩 李玄霄道 准备好了吗 嗯 红衣女子点头 二人都知道 这是最后一波 一旦不成功 他们便要一起死在这里 下一刻 二人先后跃入水中 红衣女子本就虚弱 此刻一入水 寒气入骨 红衣女子本就虚弱 此刻一入水 寒气入骨 她的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冰冷的水包围着她 似乎要将她的生命冻结 不出一会儿 她的嘴唇变发紫 脸色苍白 眼神中透露出绝望和痛苦 她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状态 身体越来越沉重 手臂和腿部开始变得无力 她感到自己即将被这片水域吞噬 在她的意识逐渐模糊之际 她突然看到了一个身影 红衣女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向那个身影伸出手 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希望 有那么一刻 她忽然觉得自己不会孤单地死去 抓着对方 有了约莫半课中的功夫 到了那堵石墙 这石墙若是在平日里 无论是对于李玄霄 还是红衣女子来说 都不过是洞洞念头的事情 可如今便是生死之隔 李玄霄伸出手指 轻轻触摸着石墙 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她感觉到一股微弱的力量 从石墙中传递出来 与她体内的清浊之气相呼应 她闭上眼睛 仔细感受着这股力量的流动 她似乎在轻轻地呼唤着她 随即李玄霄开始集中精神 感觉到自己的思维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更加敏锐地感受到周围的一切 她开始调动自己体内的清浊之气 这股气息在她体内奔腾翻涌 试图冲破一切阻碍 李玄霄感受到了自己的心跳加快 血液在血管中涌动 身体逐渐发热 她知道 这是力量在凝聚 下一刻 一声闷响 石墙纹丝不动 红衣女子眼中的光暗淡了几分 没用 李玄霄咬紧牙关 再次运转法掘 内腹当中清浊之气挣腾 心中暗存 已无退路 便只有拼死一搏 下一刻 轰隆隆 轰 石墙被一股脑的冲破 有光亮透了进来 红衣女子眼前一亮 出路 真的有了 石墙倒塌的同时 李玄霄也历劫 失去了所有的意识 在最后一刻 她只看见了一个身影 向她游来 随着石墙的倒塌 红衣女子神识骤然一松 她托起李玄霄 拼命向外游去 身后的石墙则在下一刹那 恢复如初 不过此时 红衣女子哪里会注意到这些 静止还在 只不过没有之前 那般强烈了 不知道多久以后 红衣女子看着昏迷的李玄霄 不行 在静止之下这样下去 指定会被活活淹死 她没有犹豫 将红唇递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的李玄霄 手下一时往上摸了摸 摸到了柔软饱满 红衣女子微微醋眉 这时候 却也没心思计较这些 又过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期间红衣女子又给李玄霄 度了几次气 便是轻得自己都有些麻木了 最终 红衣女子带着李玄霄 破开了冰冷的水面 红衣女子趴在草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胸口不断起伏 呼呼呼 红衣女子缓了几口气 再次看向李玄霄 见对方还没有醒 便熟练地趴在对方身上 几口下去 却不见对方有什么反应 红衣女子皱眉 她记得之前见人都是这么弄的 这么想着 红衣女子与其对视 她的眼睛眼很轻 很亮 红衣女子微微移开了红唇几分 教你一个法子 以后就溺水的人 不要一味地给人家亲嘴 还要摁人家的胸外处 李玄霄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红衣女子看了她一眼 带着几分忧怨 几分诧异 几分羞闹 你早就醒了 算是吧 李玄霄盯着她那张绝美的容颜 女子的脸上有淡淡的红玉 不远处的风轻轻掠起了她 额前有些湿入的头发 随即 李玄霄的目光 又不由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看什么 红衣女子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 这才发现 自己身上的衣物 本来就单薄的红衣 被暗流冲走了大半 此刻 说是春光乍蟹都不为过 李玄霄很快将视线移开 坐了起来 把自己身上的轻衣脱了下来 递给对方 储物界在这里还不能用 他们虽然脱了困 不过似乎并没有脱离静止的范畴 红衣女子 披上李玄霄的轻衣 脸上的红蕴还没有褪去 李玄霄抿了抿唇 暗戳戳地 又看了背着自己的红衣女子一眼 她一眨眼 只觉心中温顺的小路有跳动一下 远处柔软的暖风有轻浮一下 更遥远的星星有闪烁一下 我去找一些吃的 嗯 不一会儿后 蛇肉放在火堆上烤着 去除五脏六腑和毒囊 最后放在火星堆里烤熟 吃起来极其的有韧劲 多吃点 待会儿还不知道要走多久的路 李玄霄说 红衣女子道 这次真是倒霉 什么没得到不说 反倒是遭了数月的罪 吃完了蛇肉 二人简单收拾了一下 便离开了此处 第67章 玄霄的星终于死了 二人便是行了一日有余 就离开了静止的范畴 各自休养了不过数日 就恢复了法力 衣服还你 红衣女子此时又换了红衣 李玄霄接过自己的轻衣 似乎是还能嗅到衣物上残留的味道 李玄霄看着对方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说道 你不是无情无义之辈 又怎离入了那害人的魔教 不如跟我回去 回去 回哪 正道 红衣女子淡淡一笑 你又怎知 我不是无情无义之辈 李玄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红衣女子道 悄悄跟你说一个秘密 李玄霄看着她 红衣女子上前一步 几乎是贴着李玄霄 对着她的耳旁 倾起红唇 我原本想脱了困以后就杀了你 把你大鞋扒快 然后烧成灰洒在海里 现在我改主意了 要不要跟我一起加入魔教 以你的本事 在魔教定会受到重用 李玄霄平静道 既如此 他日再见 便是敌人了 红衣女子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好 李玄霄看着她的美眸 情不自禁地生出了一丝 以你的念头 心中有一种美人如玉 何必做贼的感觉 不由摇了摇头 李玄霄转身便走 红衣女子的声音 自身后响起 杀人是会上瘾的 不然的话 你也可以试一试 那种看着生命在手中流逝的感觉 尤其是刚刚降生在这个世界的生灵 说这话时 红衣女子的脸上露出沉浸之情 她的双眸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宛如星辰在夜空中闪耀 嘴角微微上扬 流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 仿佛在回忆着一段美好的往事 让人看见这样的神情 绝不会跟杀戮联想到一起 李玄霄最后回了一次头 魔教屠入生灵 滥杀无辜 下一次再遇见 我不会手下留情 下一次再遇见 我不会手下留情 此时此刻 李玄霄回过神来 从遥远的记忆中脱身而出 望着不远处的大山带鱼 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 二人会以这样的结局收尾 他挥了挥手 带于其内的静止 便为他放开一个口子 李玄霄孤身入了内 水流声缠缠 他将红衣女子便埋在了此处 埋在了自己与他初次见面的地方 洞内有一口棺材 李玄霄由于片刻将棺材缓缓打开 两久之后 他站在棺材前 看着那空空如也的棺木 轻叹一口气 那个被自己亲手埋葬在此地的 魔教妖女的尸体消失了 那个想要毁灭九州八荒 杀尽天下人的女人 或许已经归来了 骤然 李玄霄回首 隐约之中 他的身后仿佛是有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 可是当他回首的那一刹那 却什么也没看见 魏盈盈一边吃着干粮 一边翻开着李玄霄 给他的那本炼体法诀 日月当空 敖春好奇地凑过来 将脖子伸长地去看 这时 海面上的水流忽然向外喷出 紧接着水流凝聚在一起 敖春好奇地看过去 原来是小毛驴正在尝试施法 哼 学得竟然这么快 小毛驴兴奋地哼唧哼唧地叫着 虽然没过多久 那凝聚的水流便再一次散开 不久后 李玄霄从归序中归来 先生 如何了 李玄霄略意犹豫 平静到 跟想象的一样 玄霄的心终于死了 天已如此 且随他去吧 敖春 李玄霄重新坐在椅子上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先生 接下来您准备去哪 敖春试探性地问道 李玄霄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现在 应该先把这小女子送回家 他指的 自然是正在沉迷于吃饼子的胃一面 然后给自己找一块上等的根骨 让修为快些修复 防止被二长老派来的人给弄死 李玄霄抿了一口茶水 看向敖春 这段日子 有劳敖春殿下了 既已到了此地 接下来便不再劳烦殿下了 敖春一听 对方要让自己走 忙到 祖父 让我一路好生照顾先生 现在事情还未解决 便让晚辈暂时跟随先生吧 否则回了去一定会被祖父责怪的 只是一路奔波 怕扰了殿下修行 李玄霄说 不碍事不碍事 开玩笑 还有比 跟在一位剑仙身边更大的机缘吗 李玄霄见对方态度坚决 便也就答应了下来 只是想起 方才李玄霄说的话 敖春心中有些泛起了嘀咕 找根骨 恢复修为 怎么的事 难不成真的跟传言一样 李先生修为被废了 三月的风 吹面不寒 兴华微雨 惬意自得 一行人离开了西海 已是踏上了去往南洋的路 敖春化了人形 摇着折扇跟在驴屁股后面 提议道 李先生 您这么忙 不如就让我送这小丫头回家 您先去忙您的事 事后我再去找您 李玄霄坐在小猫驴身上 喝着酒 淡淡的 我的是不着急 根骨这东西 就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可遇而不可求 有些人终其一生 也无法遇到与自己契合的根骨 而有些人 却在不经意间 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对于李玄霄来说 他的根骨 更是难得中的难得 他的身体状况极为特殊 需要找到能够与之完美 适配的根骨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然而 要找到这样的根骨 并不容易 这就像是在大海中 寻找一根针 需要耐心 毅力和运气的结合 李玄霄知道自己的机会渺茫 所以这种事情 着急不得 急也没用 就在这时 一直带着灵光的纸鹤 无声无息地 落在李玄霄的肩膀上 纸鹤是师妹莫竹 与他联系的唯一手段 第六十八章 算计 李玄霄伸出手指 纸鹤落在手指上 他微微眯起眼睛 看着纸鹤的来信 犹豫了一下 很快便给对方回了信 清云门 通天风 陈十四站在师姐莫竹的门前 表情阴晴不定 前几日 执法堂二长老门下的弟子赵玲 已是给自己讲明了情况 要是他再弄不到李玄霄的行踪 便将自己之前脱窥师姐信件 暴露李师兄行踪的事情宣扬出去 陈十四一念之差 踏上了贼船 如今便是想要下来都难了 当时 执法堂的赵玲 许诺给他一批上等的灵丹 他知道 师姐莫竹 一直与李玄霄有信件往来 这才出手截了师姐的信件 将李玄霄的消息 暗中告知了执法堂的赵玲 执法堂这才派出尹堂弟子 对李玄霄进行截杀 陈十四自然知晓执法堂的手段 这样做一方面能让自己 获得更多的修行资源 且与执法堂扯上关系 日后行事方便 另一方面 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古怪的想法 让李玄霄死 让世界莫竹不再去想他 这个想法 他不敢跟任何人说 就算是每每在深夜时想起 他甚至都觉得有些羞愧 他知道李玄霄并没有做过什么 让他记恨的事情 事实上 李玄霄对他算是有恩 如今不想再跟赵灵合作 并不是陈十四良心发现了 而是他发现师姐莫竹 对于此事有所察觉 可是执法堂的人又怎么会放过他 莫竹师姐此时正在迎见风 陈十四前些日子 见莫竹师姐再一次放出了传信的纸鹤 算算日子 纸鹤也应该回来了 等了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 当真是见到了 纸鹤扑腾着翅膀的身影 陈十四一喜 连忙施法 让纸鹤落在自己的手上 看着那纸鹤 陈十四忽然有一种错觉 这没有感情的纸鹤似乎是在盯着自己 错觉 陈十四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绷紧了神经 他深吸一口气 想起师姐 想起之前的种种 李玄霄 那可是我们通天风万年不出一味的绝顶英才 小师弟 别老想着打破李师兄保持的记录了 李师兄在你这个年纪 放眼清余门除了师尊 已是无人出其中左右了 小师弟 你这剑法学得真快 我是教不了你了 要是李师兄修为不备废 他肯定能教你 陈十四看似谦虚 实则自幼便是心高气傲之人 自从上了清余门后 他便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修行中 希望能够取得更好成就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证明当年师姐没有救错人 每当他突破的时候 都会去第一个将消息告诉莫竹师姐 他全家被灭 是师姐救了他 在他心里早已将师姐当成了自己最为重要之人 可是在师姐心中 那个最为重要之人却不是自己 而是李玄霄 陈十四略一犹豫 随即用特殊之法拆开信件 修行之路 求的就是一个念头通达 必须死 随着信件的打开 下一刻一道锐利的剑气骤然涌出 这道剑气犹如一道闪电 划破了夜空的黑暗 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在这道剑气的冲击下 周遭的空气仿佛都被扭曲了 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涟漪 这道涟漪迅速地扩散开来 将周围的一切都冗罩在其中 陈十四脸色刷得一白 不好 他猛然将信件甩开 身子骤然向后退去 他退得已经很快了 可是那道剑气更快 剑气并不磅礴 可是异常的锐利 就如同一个年迈的铁匠 用不足三分的力气 打造成了一柄精细到极致的物件 却是比那些耗尽了无数钢材 用了不下数十个名匠打造的物件 都要令人惊叹 可是此时此刻 陈十四却没有这个闲心 惊叹此等剑气的绝妙 生死关头 他根本来不及调动周身的法力 更不用说寄出法宝 非剑了 那抹精细的剑气 轻而易举的 便撕开了他护身法御凝聚的屏障 就如同用钉子在墙面扎出一个小孔 So 陈十四一口鲜血喷出 身子飞出去数十丈远 半晌后 陈十四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 他的嘴角还挂着鲜血 胸口急促地起伏着 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剧烈的疼痛 好险 多亏了反应及时 在最后一刹那 调动剑气汇聚在胸腹之中 只是这屡剑气虽没有杀死他 却也断了他体内数十个脉络 陈十四眼中满是愤痕 明白自己这是被人算计了 他从储物界中取出一粒金丹 为自己服下 随后拖着步子 一点点离开了此处 南阳 李玄霄一手拿着唐人 察觉到那屡剑气被释放 不由得清楚眉梢 陈十四 原来是他 李玄霄记得这个小子 那个号称能与自己并肩的绝世天才 当时李玄霄已经被废 通天封上除了墨竹 很少有人再愿意与他有接触 那时 墨竹常来看他 陈十四便总是跟在墨竹身后 记得第一次与陈十四见面 这小子脏兮兮的 小心翼翼的跟在墨竹身后 墨竹向李玄霄解释 陈十四全家被人灭了门 自己无意中救下了他 见他天资不错 于是便带着他回了青云门 希望李玄霄为陈十四开天门 凡人唯有开天门之后 方能修行 只是开天门 却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资格 即使是有这个资格 亦有不少人在开天门过程当中死去 通天封大半弟子 皆是由当年李玄霄为其开的天门 陈十四体制特殊 墨竹担心自己为其开天门 会造成不肯逆的后果 因此找上了李师兄 即使墨竹的请求 李玄霄便也没有拒绝 为陈十四开了天门 只是谁也不会想到 十余年之后 事情的走向会是这个样子 李玄霄咬了一口唐人 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随着他们踏入南阳城的那一刻起 魏家人便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不出一会儿 魏家家主等一行人便亲自前来迎接 第六十九章 变化 西陵 南芽 柳无心望着街道的尽头 却迟迟不见人影 心中不眠 有些着急 魏家家主 魏险相比起来 倒是淡定许多 几个年轻小辈窃窃私语 也被其用眼神制止住了 还是家主镇定 一个魏家小辈用崇拜的眼神 看向魏险的背影 不然 怎么会是家主呢 何况咱们家主 可跟李玄霄李真人 是多年的老友了 老友 我怎么不知道 一人满是疑惑 家主曾经跟李真人并肩作战 这你都不知道 另一位姓年轻人洋洋得意地说 家主跟李真人的关系深着呢 当年家主还救过年轻时的李真人一命 什么 明明家主跟李真人 是一个头科在地上的拜把子兄弟 几人你一言我一句 什么传言都往外说 这下子年轻一辈 对家主更是敬佩不已 魏险看向一旁的妩媚女人 我怎么样 妩媚夫人犹豫了一下 很好 虽然从刚开始到现在 她一直在摆弄了自己的衣角 你也只不过在听见要见到李玄霄后 从早上到现在换了十八件衣服 二十条裤子 我这样穿 会不会让李真人觉得我太过轻浮了一些 不然我再换一件 当家的 你太紧张了 放轻松 魏险自信一笑 我紧张吗 只不过是见一下李真人 我怎么会紧张 妩媚夫人的手摁住她的腿 当家的 腿不要再抖了 魏家的后辈们可都在后面看着你 我知道 他们都在传你和李真人曾经并肩作战 还说 你们是头磕在一个地上的好兄弟 我觉得 你应该向他们解释一下 这个谣言 五妹夫人道 谣言 我和李真人 曾经确实一起并肩作战过 当时你不也是在场吗 至于什么 磕在头上的好兄弟 任由他们说去吧 魏险一脸得意 便像是小孩子一般 五妹夫人忍不住一笑 却是并没有拆穿自家丈夫 与李真人一起并肩作战这不假 只不过 他们当时都是无名小卒 如同战场上的大头兵一样 李玄霄便是统一千军万马的将军 如果这么说 那么当时在场的人都算是与李玄霄并肩作战过了 自家丈夫又将那李玄霄视为崇拜对象 家里的画像都不知道有多少张了 大部分都是花了高价 托人买来的 如今 当真要再见到李玄霄 知道这个消息后 更是一整夜都没有睡好觉 正想着呢 远处跑过来一个身影 爹爹 娘亲 魏盈盈叼着一块糕点 兴奋地往这边跑来 她的脸红扑扑的 嘴角还沾着一点糕点线 看起来可爱极了 一身白衣的柳 无心见到是自家小姐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五妹夫人一把将自家女儿搂在怀中 眼神充满了宠溺和慈爱 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李真人呢 李真人呢 不同于母亲 父亲魏显看着女儿的身后 哪里还有人 不是说李真人也跟得一起来了吗 人呢 魏显满脸问号 在她看来 比起自家女儿 似乎那里玄霄更为重要一些 盈盈 李真人呢 魏显安耐住心中的激动 沉声问道 魏盈盈抬起头说道 说要好好看一看这南阳城 让我先回来 给爹娘报个平安 魏显忙道 这这怎么能行呢 怎么能让李真人 一个人在这南阳城闲逛 实在是失礼失礼 快快 叫人去巡礼先生 五妹夫人拦住魏显 当家的 李真人既然有这个想法 咱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可 李真人一向随性 你热情过度了 反而会适得其反 金夫人这么一提醒 魏显才琢磨出未来 是了是了 于是 魏家夫妇 便带着自家女儿 回了魏家 先去祠堂拜见 诸多魏家长老 竟然是家族大会 何况魏盈盈 虽不是魏家长女 却是魏家数百年来 最具有天资的魏家子女 深受魏家诸位长老重视 很快 魏家祠堂 换了一身装扮的魏盈盈 此时更像是一位家族的继承人 而不是一个脏兮兮的江湖浪人 魏家规矩大 魏盈盈按照规矩行完了礼 已是半住香之后了 魏盈盈规规矩矩的 站在众长老面前 响入非非 一会儿是冰糖葫芦 一会儿是糖醋鱼 一会儿又是奶油糕点 怎么回事 一位魏家长老猛然站了起来 魏盈盈以为 是自己心不在焉被发现了 吓了一跳 如真 何事如此慌张 魏家二爷魏天玑略有些不满 下一刻 不止是他 另一位长老也不由得开口 盈盈有些不对劲 此话一出 众长老的神识同时探过去 按理说 这么多强大的神识 即使是无异 却也能将普通修饰伤害 魏盈盈却只是略微后退了半步 神识扫尸之下 只见魏盈盈全身翘血颈向和气血游走 魏盈盈本就是天生舞区 原本她的身体像是一座神秘之地 虽知道是天生舞区 魏家众人却丝毫没有办法 如同守着金山药饭的乞带 如今气血在魏盈盈的身体内游走 如同一条奔腾的江河 汹涌而平稳 一座微恶的气海雪山 雄劲牢固 根基好似深入大地 不可动摇 但紫气从这座窍穴中升腾而起 像是一道神秘的灵光 照亮了整个身体 这道紫气如同一条纽带 将他的身体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 使他们相互协调 共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甚至有百川汇流 气征大则的壮观景象 无数的气流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能量 这种能量充满了整个窍穴 让人不禁为之惊叹 翘穴和气血如同一个缩影 展现了身体内蕴含的 无尽力量和潜能 一看之下 众人不由地呆住了 短短几月 怎会有如此变故 魏家二爷魏天记最先反应过来 咧子一笑 李先生 这是真是好大的礼啊 让我等该如何报答 他这一说 众人纷纷回过神来 一下子便想通了 魏盈盈这些日子 是流浪江湖不假 可却是跟着那位 大名鼎鼎的李玄骁 如此大礼 是不是有些过重啊 咱们家隐隐天资聪慧 像李先生这等人物 随意指点一二 便已是受益无穷 何况咱家家主 那与李先生 是什么交情 就是就是 那是有过生死之交的 那场大战 在场的魏家长 老并未有到场之人 也不知晓真实情况 只是听魏显曾言 与李玄骁交情匪浅 原本有些常 老是不幸的 不过 此时却是不得不幸了 若是没有很深的交情 能如此指点奇女 一时之间 看向魏显的目光 皆有了变化 魏显尴尬的点点头 正是正是 第七十章 火灵脉 南阳是一座老城 街道两旁 是一排排错落有致的 早年间春秋时代风格的建筑 这些建筑虽然历经沧桑 但依然保存完好 展示着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街道上铺着青石板路 由于年代久远 石板已经被磨得光滑如玉 在街道的拐角处 有一座古朴的茶楼 茶楼的招牌上 写着清风茶楼四的大字 一声灰 茶楼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 在茶楼的二楼 有一位女子正在抚情 情声悠扬 令人陶醉 茶馆的二楼靠窗的位置 有一位轻易年轻人 正在倾听她的演奏 李玄霄一边品茶 一边听着小曲 此刻云来云往 东方即白 远山如带 自视鱼味无尽 万般惬意 一旁化成人形的蛟龙敖春 对于听曲一事 十分不感兴趣 不过面对李玄霄 她却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是一副耐心倾听的模样 南洋的春秋时期的小调 是传许久了 李玄霄自顾自地说道 没想到在这儿能听见 可嗨嗨 能听出这是春秋时期的小调 足下倒也是个懂曲之人 一旁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道 李玄霄笑着点头 手指轻轻抹撒着一块 被青苔包裹着的石头 这是她从非洲上 无意讨来的一块石头 其中覆盖着神秘的力量 只是暂时还不知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看样子 需要用单火炼制方 能使其献出原形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一次李玄霄要亲自将魏银宁 送回魏家的原因之一 南洋城地下便拥有一座火灵脉 这座火灵脉 是南洋城的生命之源 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 宛如一条火龙 在地脉蜿蜒而行 凡人无法靠近 对于南洋城的居民来说 是极为神圣的存在 先生喜欢听这种曲子 敖春倒是想起来 数年前他有个堂哥 花了十万两银子 在江南买了一个细班子 听说那细班子极为有名 想必先生会喜欢 这么想着 敖春便已经决定 要给堂哥写信 让他将那细班子送过来 李玄霄道 我就听得乐 太过高深的 我也不太懂 敖春看了一眼先生 放弃了刚才的想法 便在这时 外边一阵吵闹 出去 出去 都出去 我家公子包场了 敖春向一楼看去 只见几个穿着 打扮统一的小厮闯了进来 开始赶客人 这些小厮 各个身强体壮 一脸凶险 又是人多是重 吃了哑巴亏 什么都不敢说 灰溜溜的走了 茶楼的小二 满脸陪笑的 给众多客人道歉 哎呦 实在对不起 这次不收您钱了 您下次再来 敖春招呼来小二 不满道 这是怎么回事 谁啊 排场这么大 小二赶忙解释道 哎呦 客官可不能这么说话 这位大友来头 哦 什么来头 敖春挑眉 这是咱南阳布正史大人的公子 魏家的人 客官可是新到这南阳城的 魏家是魏家 布正史大人是朝廷的人 敖春冷哼一声 什么公子如此蛮横 打扰我家先生听取 先生我去把他们赶走 小二一听这话 这是个什么口气 难不成这也是个大人物 李玄霄淡淡道 不听就不听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二心中松了一口气 见李玄霄还要付钱 忙道 客官不用付钱了 我们掌柜的说了 这顿算是赔礼了 李玄霄摸出一块银子 抬头看了一眼 抚琴的女子 对小二道 取谈得不错 多谢一个赏钱 小二拔高了声音 附近的女子落下目光 看向李玄霄微微一笑 随即 李玄霄便与敖春 一起离开了茶楼 茶楼外 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少年 傲然坐在马上 身穿锦衣 手握马鞭 神情冷聚 便是那不正实的公子无疑了 他本来也没有注意到李玄霄 但是身后的敖春 气质实在是出众 让人想不注意都不行 那年轻少年 看了敖春一眼 敖春意识毫不畏惧地 与对方对视 双方谁都没有说话 也谁都没有在第一时间一开目光 直到错事而过 年轻少年转头看着那二人 牵着驴子 没入到人流当中 回忆了一下 在这南洋城 似乎并没有这一号人物 李玄霄摸了摸肚子 看了一眼天色 算了算时间 也该去魏家了 魏府 当李玄霄牵着小毛驴 和敖春到了门口 小丝立马便认出了二人 魏盈盈向父亲说了 李真人的穿衣着装 体貌特征 魏贤立即通知了府内的小丝 若是有相似的人 来魏府立马通传 不一会儿 魏贤等人匆匆打到门口 一眼 魏贤便认出了李玄霄 他深吸一口气 强行稳定心神 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 一脚迈出门槛 紧接着 另一条腿同时也迈了出去 在旁人看来 这是一个极为诡异的动作 因为他的左腿还在空中 尚且没有落地 右腿便已经迫不及待地叹了出去 紧接着 呱唧一声 魏贤便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 几人纷纷一愣 敖春皱眉 心想这南洋人欢迎的方式挺特别啊 呵呵 魏贤笑着解释道 方才练功练到憨唱处 有些筋疲力尽 失礼了失礼了 无碍 李玄霄到 李某不请自来 叨扰了 李这人说笑了 您来我们魏家 实施我们魏家的荣幸 彭壁声辉 说着 魏贤上前一步 紧紧握住了李玄霄的手 一旁敖春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人懂不懂李树 李玄霄看着魏贤的大手 感受着宽厚手掌带来的力量 脸上的笑容不变 手 李真人的手 这是借到魏手的手 魏贤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握手的时间有些过于长了 好在五妹夫人急忙制止了他 李真人 失礼了 里面请 夫人低声对魏贤道 当家的 你太失礼了 魏贤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自顾自的嘀咕道 他的手很细腻 不像是一个剑客的手 第七十一章 如意算盘 李玄霄随着魏贤入了魏家的大堂 上了茶水 点心 简单聊了几句后 魏贤道 这一次小女得救 又被真人点误 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真人 说到正式了 李玄霄便放下茶杯 表示自己要在魏家赞助一段时间 且需要一间炼丹房 以及魏家火灵麦的支持 当然 不会白用 愿意提供魏家一些灵药灵草 作为报酬 魏贤没有犹豫 当即便同意了下来 几位长老也是没有半点意见 我心中却是相互传音 诸位 这事怎么看 李真人无缘无故 为何要借助我魏家 还要借火灵麦 这等人物 我等如何揣摩 一位长老道 传言李真人修为被废 我方才关他周身气息 伤势却是没有好 修为也没有恢复 藏纳余身 可能咱们都看不透罢了 总之要谨慎行事 上杆子不是买卖 切莫表现得太过操窃 若是因此得罪了青云门 可就得不偿失了 其余几人身以为然 李真人说笑了 什么报酬不报酬的 李真人救了我家小女一命 又为妻指点迷惊 这已经算是恩师了 既是恩师 那便是自家人 说到这儿危险 将自家女儿拉过来 快 去给你李师傅磕头 几位长老心中直呼好家伙 论不要脸 还得势宁 人家是借泼下驴 你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你一根草 就能搭个鸡窝 这就准备拜师了 这时 一位长老心念电传 盲说道 不论什么时候都没问题 李真人刚刚住下 可能在我位家不太习惯 这样我让我家那小子 就搬到李真人的院子里 平日里方便照顾李真人 李真人有什么事 吩咐我家那小子即可 余下几人用诧异的目光 看着说话的长老 哼 您这如意算盘的声音 也推响了点 刚才不是你说 要谨慎行事 不要表现得太过操切吗 担心这其中有什么猫拟 您这弯转的也太快了吧 直接就让自家孙子 去跟李真人做伴了 虽然这一大家子都欣慰 可总要有个亲疏远近 亲生的 嫡亲的 远房的 表亲的 现在 这位长老抢先一步 提出将自家孙子 送到李真人身边 谁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魏盈盈跟在李真人身边 短短几月 便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 终身受益 体内百穿汇流 气争大泽 若是他的孙子 再在李真人身边这么一待 好小子 难怪刚才跟我们说小心一点 此时几位长老愤恨地 看着那长老 那犀利的目光 仿佛是在看嘴上说着 要出去玩 结果被地里背书的盼头 哎 老三家那小子 手脚不伶俐 要么还是让我家那孙女来吧 人也漂亮 手脚麻烈 一听这话 排行老三的长老不干了 你家孙女比我家孙子聪明伶俐 就你家孙女那大小子的脾气 会伺候人 别到时候再冲撞了真人 这时 一位留着长须 脸颊骨消瘦的魏家长老道 哼 让李真人见笑了 他们俩感情 好时常这样 你俩不要争了 我看不如这样 就让我那三孙女来照顾李真人 我那三岁女从小变更母亲 再开通长大 可懂得照顾人了 有她再没问题 这事就这么定了 嘿 怎么就这么定了 余下众多长老狠狠瞪着她 割里三刀无血出 脸皮真塌娘的厚 自说自话 就把事情给定了 敖春笑盈盈的看着这一幕 像是看一群猴子在争抢食物一样 有趣 真有趣 李玄消变这样 暂时在魏家住了下来 魏家封锁了消息 保证李真人来魏家的事情 不会传出去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昨夜与魏家几位长老 喝了许多的家酿 此刻李玄消有些半门半醒 舍不得驱散酒意 这种感觉让她流连忘返 魏家给她安排的小院 清静雅致 阳光暖阳阳地落在身上 此刻不去想那魔教妖女 到底如何了 不去想清云门二长老 又要如何对付自己 不去想恩恩怨怨 只认太阳越升越高 任微风在卧室里窜来窜去 叔父惬意地睡上一觉 日上三干我独眠 不是神仙圣死神仙 李真人 早饭为您放在桌子上了 外面有声音传来 早饭 李玄消记得 之前已经有人送过了 不过 他并没有去多想 以为自己迷迷糊糊地 将梦和现实搞反了 又睡了一会儿 迷迷糊糊之间 又听见有人来送早饭 等李玄消醒来 走出去一看 好家伙 只见桌子上都摆满了早饭 有的干脆放在了椅子上 柜子上 显然这不是一个人送来的早饭 李玄消笑了 吃过了一份早饭后 让下人帮忙 将其他早饭都端了出去 随即关了屋门 便准备办正事了 厨房 谁 谁 李真人吃哪份早饭了 此刻 魏家年轻一辈都聚集在后厨 有人失望到 让我瞅瞅 不是我那份 我那份李真人没有动 这时 有人惊叫出声 是我那份 是我那份 紧接着 他奔出了门 似乎是准备向其父母 汇报这个好消息去了 其余人 则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后厨 房间内 咚咚咚 李玄消看着眼前的顶炉 忍不住伸手悄悄打打 多少年没用过这玩意儿了 练花之前 他给自己的好友鬼手神医李永安 去了一封信 以一张纸做剑 附着一些剑气 李永安是个衣士不假 练花宝物 意识十分拿手 只见从窗户口掠出去 随后化作一抹长红 直窜天际 第七十二章 李玄消与狗不得入内 西陵 永安镇 在外人 有人以特殊之法将整个小镇的陵运都藏匿了起来 如同在一座金山周围弥漫开来的层层雾气一般 让人分辨不清 鬼手神医李永安便在此处小镇隐居 在其以秘法封印的药园当中 树立着一块牌子 牌子上写着一句话 李玄消与狗不得入内 此刻 李永安正在药园当中忙碌 药园里的草药长得郁郁葱葱 各种草药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李永安穿梭在药园中 仔细地观察着每一株草药的生长情况 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草药的叶子 感受着它们的生命力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这时 李永安猛然感受到了什么 下一瞬间 老头的眼睛射出一道金光 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 奶奶的腿的 李玄消 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家伙 还敢回来 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气息是李玄消的气息不错 不过却不是李玄消本人 而是一缕含着剑气的指剑 李永安拆开信件 眉头紧皱 他娘的 踩着鼻子上脸 欺人太甚 偷了我的灵草 还让我去帮着炼制法宝 师父 你要去哪 李永安坐下两位帮着除草的灵通 好奇地问道 又要去村头王寡妇那里买酒喝吗 老子去报仇 李永安的声音传来 此时此刻 他心中已经有了九种办法 弄死李玄消 九种 魏家 算算日子 这已经是李玄消闭关的第六日了 六日以来 魏家中人并未见李玄消 踏出房门半步 也不敢去打扰 便是连小毛驴与敖春 都未见过李玄消一面 因为调动火灵脉的缘故 小院倒是一日比一日热了 魏显严令众人不得扰了李真人的大事 年轻一辈 便再不敢好奇地凑过去 只是魏家在如何隐瞒 却是瞒不过 同在南阳城的不正式王永吉 王永吉乃是朝廷 派往南阳父母官 如今虽已不是春秋时代 可是世家修行大族 仍然拥有不小的势力 与皇室共治天下 这王永吉名义上 是西陵权力最大的官员 实际上 整个南阳城 以及南阳周边的几个城市 却无疑不在魏家的掌控之下 王永吉一直想让自己的儿子 王廷玉 娶了魏家的女儿魏盈盈 这王永吉修为身后 其唐姐又是当今西陵皇后 魏父魏险 却是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 自家女儿乃是万里挑一的修行种子 他王永吉的儿子 是个什么货色 只是这话却又不好明说 再加上这王廷玉 对自家女儿死缠烂打 接而这王永吉 便是带着自家儿子来的 魏显一听下人禀告 是这爷俩来了 就十分头疼 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哎 魏老弟这般修为 身体如何不舒服啊 莫非是不愿意见我 话还没说完 声音和脚步声同时响起 魏显脸上强几出笑容 对着来人拱了拱手 王大人说的是哪里话 只是这些日子 确实是身体不适 担心怠慢了王大人 王永吉哈哈一笑 我大侄女呢 失踪这些日子 我家这小的吃不好睡不着的 便是连平日里 修行顿物都没有心思了 王廷玉道 魏叔 盈盈怎么样了 无大碍吧 没什么大碍 只是精神有些不振 在屋子里休养了 一是让他在家好生休养 不宜见客 王永吉道 正好让廷玉去看看 他们俩的关系好 魏显心道 真贪娘的 不要个二皮脸 算了 还是别打扰盈盈了 魏显语气难得的强硬 现在盈盈体内摆穿汇流 戏争大则 在尚未成形之前 最好不要让外人知晓 又是受到了李真人的指点 你瞅瞅你家那个玩意儿 哪里能配得上我家盈盈 三人又不甘不尬地聊了几句 王永吉发现 这魏显跟以往明显不同了 魏老弟 我听说最近魏家府上来了一位贵客 贵客 哪有什么贵客啊 就是一个远房亲戚罢了 魏显尽量说得轻松 哦 远房亲戚 王永吉道 我听说最近火灵麦有些异动 正常的运作罢了 王永吉身子微微厚仰 索性不再装了 魏老弟 你不诚实啊 这么大的动作竟然瞒着我 魏显心里咯噔一声 王大人这话我就听不懂了 什么大动作 魏老弟心里清楚 这一番打雅迷下来 二人笑眯眯的对视 一时之间谁也没有再说话 这时 有下人匆匆跑来 老爷 外面有课拜访 哦 魏显一喜 能摆脱这两个凡人精就最好了 什么人 下人道 不知晓 没有报姓名 不过似乎是来找事的 找事的 魏显皱眉 带我去瞧瞧 王大人失陪了 王永吉担心 魏显是与下人早就商量好了 蒙骗于他 于是便起身陪着魏显一起去了 魏府门外 魏显 王永吉父子二人 看着站在门外的糟粕老头 姓李的那个乌龟王八蛋呢 姓李 这位家除了柳无星以外 哪一个不都是姓魏 怎的上这儿来找姓李的人 王永吉若有所思地看向魏显 莫非这便是那位贵客 什么样的贵客 值得魏家如此隐瞒 魏显心中同时也泛起嘀咕 这老头 不会是来找李真人的吧 如今府内姓里的 也就只有李真人一人 蓝阳魏家 你是魏显 还是魏牧 魏显道 魏显乃是我祖父 魏牧是我父亲 我祖父已于二十年前先逝了 在下名欢魏显 乃是魏家第十一任家主 李永安冷哼一声 魏家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饶是魏显再好的脾气 此刻脸色都有些难看 李永安静着往府里走 姓里的那小子呢 我感受到他的气息了 王永吉诧异地看向魏显 说道 魏老弟 这位是 魏家在春秋时代 辐射树代君主 虽说春秋时代后 魏家势力有所下降 可是敢对魏家家主魏显 如此说话的人 却并不多 魏显一时一脸不明所以 不过可以肯定 对方认识李真人 而且听这口气 似乎跟李真人关系还不一般 所以 他并没有阻拦对方 难不成是一位影视高人 第七十三章 炼制 姓里的你 给我滚出来 敢偷灵草 不敢出来了 李永安怒气冲冲 他顺着气息 静止来到了李玄霄所住的院子里 魏显看着一旁跟过来的王永吉 王婷玉父子 这下麻烦了 轰隆隆 便在这时 院中屋设内的房顶 忽然被炸开了 煞事间 瓦片横飞 尘烟弥漫 滔天的热力骤然升起 周围顿时宛如一片无音的火海 炙热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仿佛要将一切都燃烧殆尽 真火窜出丹炉 如同一条火龙 咆哮着向天空飞去 李永安 快滚进来 李玄霄的声音自房中响起 我真想把你这小子的嘴巴 用针缝起来 求人帮忙 还跟大爷似的 李永安虽是这么说 手上的动作 却一点也不慢 周身迅速地闪烁起一阵奇异的光芒 这光芒如同一道屏障 将周围的空间分隔开来 那道光芒逐渐扩散开来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借鉴 随即 李永安便窜进了房中 李玄霄操你奶奶 这是个什么玩意 这到底是什么法宝 你拿着破顶炉练这种法宝 所以我才找你来了 二人对话的声音响起 魏显嘴角微微抽搐 破顶炉 得知李真人要练制法宝 魏家可是拿出了品杰最高的顶炉 结果在对方眼里 就是一个破顶炉 李李永安 李玄霄 这时 一旁的南洋部阵史王永吉 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两个名字 这两个名字可不普通 如雷贯耳 鬼手神医李永安 见到魁首李玄霄 这可能吗 这两个人物 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魏家 同名同姓 魏老爹 是我小小你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聊聊 王永吉道 魏显呵呵一笑 又过了数日 魏家 魏家的大阵已经启动 这下子 无论如何都瞒不住了 魏家众人都无法忽视魏家的变化 整个魏家 热得跟一座火炉似的 身怀修为的修饰还好 没有修为的普通下人 根本承受不了 于是 这些人只好暂时离开了魏家 而大多数魏家人 自然不愿意离开 这等景象 却是不多见 这等变化 很快就吸引了南洋城的诸多修饰 以及南洋城周边的一些门派和散修 一双双法眼扫视过去 不知道这魏家 在搞什么名堂 如此 又半月过去了 魏家已经彻底容不下一个人了 一镜山河如实质般显现 在一些上三景的修饰眼中 此刻整个魏家好似烈火中熊熊燃烧 那并不是实质之火 而是异象中的火 旁人无法察觉 可在魏家诸多长老眼中 甚至隐约可见一座巨大的丹炉异象 周遭火焰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红灰色 它并不像普通的火焰那样 视烈夺目 反而显得有些阴沉 这是丹火与火灵脉融合的成果 李永安调动了体内的丹火 周遭虽有他设下的捷径 以及魏家大臣的保护 但即使如此 那诡异的火焰仍让人感到一阵星际 仿佛它是来自地狱的明火 能够燃烧一切 即使众人知道他们所目睹的火焰 仅仅只是意境中的幻觉 但他们仍然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 此时此刻 李永安体内大道宝门大开 丹火自内不断涌出 武警修饰参悟道法 在体内铸就大道宝门 修行神通大道起 远海之上铸道门 而李永安早已越过武警 体内神通买是多少 炼丹师梦寐以求的丹火 被青苔包裹的石头急速旋转 熊熊烈焰燃烧 火焰点湿着空气 散发出炙热的气息 在这炙热的环境中 一切都似乎变得扭曲起来 只有那神秘的力量 依旧稳居其中 不断地运转着 娘的 那飞速旋转的石头 不断地吸收着李永安体内的丹火 像是一个无底洞 李永安面露难色 苦苦支撑 见此情形 李永安看着他的动作 猛的一惊 你不会是要动用三昧真火吧 李永安神通便有一门 乃是三昧真火 世人只知 李永安是剑道魁首 实际上 熟悉他的人都知晓 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何止是剑道 随便一样拿出来 都让旁人难以忘记相悲 天地丹火 乃是天地灵运孕育的天地之火 无论是炼丹 炼法宝 还是杀敌 都是事半功倍 不过 这些天地之火都极为狂暴 烧有不慎便会引火自焚 所以 不只练丹师 许多修士都希望能拥有一味丹火 可这丹火何其难得 李永安得到的丹火名唤天地五行燕 由金木水火土 五行能量属性所聚而生 五行属性显示出相生相克后 由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连续相生相而现 在天地掩涕中形成了火焰 当年李永安为了获得他 九死一生 这也一直是李永安一生的骄傲 直到他得知 李玄霄从出手体内 便自带一味丹火后 心态彻底崩了 三味真火 天地初开后 轻气凝聚而成 与他的天地五行燕 云泥之别 李永安自然想自己是云 对方是泥 可惜恰恰相反 只是李玄霄很少使用真火 一来是他太强了 强大到 外力手段 对于他来说 只会很麻烦 二来是对于恋丹意图 李玄霄没兴趣 也没这个精力和必要 此刻 李永安看着李玄霄的法觉变化 忍不住出声提醒 你确定现在自己的状态 能控制三味真火 李玄霄现在的境界 最多也就是六井 而且还没有根骨的支持 若是控制不住三味真火 真火暴走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放心好了 李玄霄自信道 这小子从来都是这般自信 当然他也从未让人失望 李永安放下心来 未了 又听对方道 要死一起死 滚 快让老子出去 李永安大吼 第七十四章 恋化的什么 王永吉基本确定了 那在魏家的就是李玄霄和李永安了 只是他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魏家是如何与这二位扯上关系的 魏家虽然自春秋时代便存在 是一个古老的家族 在西陵也算是上三家之一 可这仅仅只是西陵放眼九州八荒 他魏家算个屁 可那两位 鬼手神医李永安 见到魁首李玄霄 这二位便是连西陵皇帝 估计都不会放在眼中 怪不得这魏显一改之前的态度 王永吉心中有些犯难 他原本打定了 魏家不敢与他翻脸 想借着皇姐的关系 促成自己儿子与魏颖一个关系 可这魏家 如果真与那李玄霄和李永安关系匪浅 自己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话说 这法宝都练着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见动静 那魏家的宅子无人靠近 也好在魏家房子多 不然这一下子这么多人 还真不知道该住哪 终于 在半年之后 这日夜晚 整个南阳城的上空 骤然呈现出无穷异想 天空中的云彩 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拨开了一样 露出了一片湛蓝的天空 阳光从云间洒落 照亮了整个城市 宛如白昼一般 在这片光明之中 一道道霞光 从南阳城周围的山脉中升起 冲向天际 与此同时 漫天悦耳的道音 无缘而起 如同天类之音 让人心灵未知一震 这些道音清脆悦耳 如同风铃一般 让人忍不住想要驻足倾听 在这奇异的景象之中 南阳城的人们 脸上露出了惊恐和敬畏的神情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们 能够感受到 一种神圣的力量在空中弥漫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跪下朝拜 在这诡异的氛围之中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半 只有那一道道霞光和漫天的道音 在不断地生腾和回响 让整个南阳城 都沉浸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之中 魏盈盈指着魏家宅子的方向 爹爹 是不是李真人要出关了 魏显瞪大了眼睛 感受着天地之间奇妙的气息 大概是如此了 魏家众人纷纷面露喜色 仿佛是自己炼制法宝成功了一样 哼 这南阳城热闹了 一位魏家长老摸着胡须说笑道 南阳城周边 数十道强悍的气息 从四面八方向南阳城靠拢而来 神识与法眼同时叹了过去 哈哈 诸位道友同时来我这南阳城 实在是荣幸 魏显的身影出现在半空 向道来的众人拱了拱手 神医门 风清门 天使教 仙侠派 西邻整个南边的宗门 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来了 魏家主 这南阳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 看样子可是有什么珍宝现实 跟我们说说 到底是什么人在此施法 魏家主总得给我们个解释才对 几人七嘴八舌 实在是这南阳城的变化太过惊人 魏显解释道 乃是两位高人 借我南阳火灵脉炼制法宝 如今这变化 大概是法宝炼制成功了 高人 什么高人 炼制了什么法宝 这个不方便透露 魏显神秘兮兮兮地道 众人看他这得意洋洋的表情 不由得有些羡慕极度恨 不过却也没有在逼问这魏显 看着气象 当真是某件夺天地造化之物显示 这魏家攀上了高枝 谁也没有傻到这种地步 敖春一喜 拍着小毛驴的屁股 毛驴兄 李先生要出关了 小毛驴扯了扯身上披着的衣服 抬起头看着魏家主宅的方向 南阳 隔着魏家一条街的客栈内 屋子里 一位中年人冷冷看着同伴 训斥道 好不容易得到的李玄霄消息 二长老下了死命令 行刺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万事须谨慎 年轻人脸上满是不屑之意 说道 那人太过嚣张 我只不过是出手教训了 他一下罢了 万一被李玄霄察觉到 可就糟了 不过是一废人罢了 上一次有真龙必诱 这一次 我倒要实意是他的精良 年轻人不过四十岁 却已经是凄净的剑修了 堪称修行天才 自然难免心高气啊 更是魄力 被二长老招入了执法堂的影堂 中年人抬起头 看着那漫天的异象 低声道 估计李玄霄的闭关要结束了 也不知道这次练这个什么东西 待会儿 行刺记得要快准狠 绝不能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放心 我的剑不会出第二次 中年人再次叮嘱 李玄霄并非常人 切莫大意 他实在是不明白 二长老为何会派出这样一个年轻人 没见识过李玄霄的年轻一辈 完全不能理解那家伙的恐怖之处 总是自以为自己可以与李玄霄并肩 不过中年人对于这年轻人的实力 倒是毋庸置疑 为家 主宅 成了 李永安重重吐出一口气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恋便是半年的时光 他奶奶的 李永安瞪大了眼睛 看看这到底练制出了个什么玩意儿 火光与霞光逐渐退去 露出了那物件本来的面貌 一个一个剑呸 他娘的 还是个残次品 李永安骂道 只有剑呸 没有剑身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李玄霄倒是一脸平静 伸手握住剑呸 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 随即 身子飞掠而出 离开了魏家的大镇 与李永安设下的捷径范围 随着剑呸现世 原本的霞光与道音随之消失 原本如同白昼一般的天空 骤然乌云密布 劫云中央的光点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 亮到刺眼 数十道紫色闪电在云层中翻滚 闪电发出紫色的光芒 几乎照亮了整个南阳城 狂风四起 树木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 下一刻 空中的闪电夹杂着狂风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袭向李玄霄 准确地来说 他手中的剑呸 第75章 拼了 哦 雷杰静直落在剑呸之上 强大的能量 冲击让整个剑呸都剧烈颤抖起来 仿佛要被撑爆了一样 李玄霄死死地握住剑柄 努力控制着剑呸 无被雷杰的力量摧毁 可那雷杰却已经认定了 他手中的剑呸一般 不断地释放着强大的能量 想要将其击碎 李玄霄感受到 雷杰之中蕴含的毁灭力量 手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 手臂上的青筋 如同一条条蚯蚓般凸起 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手中的剑呸 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力量 都传递给他 剑呸在李玄霄的手中 不停地颤抖着 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嗡嗡声 仿佛在抗议着雷杰的压迫 李玄霄能够感受到 剑呸中蕴含的强大能量 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力量 仿佛能够撕裂天地 这还仅仅只是剑呸 连剑身都没有 李玄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客栈内 年轻剑修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心中的剑意 好似按捺不住一般 别冲动 众年人摁住被方的手 此刻 在雷杰的洗礼之下 若是贸然出手 杀不了李玄霄不说 他们还有可能被雷杰误伤 这家伙到底练这个什么玩意儿 竟然能隐瞒雷杰 年轻剑修满脸兴奋 那件佩夺天地之造化 若是到了自己手中 别再看了 中年人道 年轻剑修轻哼一声 哎 就是多看几眼 难道他还能发现我不成 不可轻视李玄霄 中年人忍不住教训道 你们这些年轻人 心高气傲 看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 那李玄霄就算是修为被废 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你的 呵呵 年轻剑修冷笑着摇头 却是对前辈说的话 完全嗤之以鼻 这中年修士三百多岁 才看看鸡身七几 跟自己又如何能比得了 中年人面露愤怒 却也不好现在发作 紫色的雷电 一次又一次落下 声音在空中久久回荡 那是一种神秘而威严的力量 仿佛是宇宙的怒火在咆哮 整个南洋城 好似一只匍匐在地 弱小可怜的野兽 终于随着一缕寒光冲天起 大半节云被冲散得无影无踪 年轻剑修的上丹田 寄出一柄飞剑 流光一闪 化为一道银龙 来 嗯 消失了 年轻剑修抬起头 看着原本李玄霄的方向 此刻却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神石正在放出 忽然空气一致 空气中有紫色的电光闪过 中年修士嘀喝一声 不好 李玄霄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不远处的半空 青云门呢 叫什么名字 中年修士嘴角抽搐 声音止不住的颤抖 原音剑锋弟子 后任执法堂三堂长老 李玄霄抬起剑胚 只有剑胚 并无剑身 然而不会有人怀疑其蕴含的力量 可是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落剑 而是没捎一条 来 中年修士一愣 随即立马反应过来 周深法力升腾 寄出一张本命符 一件七品的上等法器 很快 便以自身为中心数帐之内 形成了一座类似 护山大镇金色流光结件 那件上等法器 其上更是刻满了福传 这件法宝 绝对是一件品质极其不俗的仙家重宝 年轻剑修看了 也不由得一惊 年岁大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不算是一种坏事 比起这些年轻修士 底蕴更加深厚 只可惜 随着李玄霄剑胚 自上而下这么一挥 法宝 福传 金色的流光大镇 以及那中年修士 皆分为两半 年轻剑修目自欲裂 看着方才还在对着自己 絮絮叨叨的中年修士 身死倒消 时有一剑 嗡嗡嗡 本命非剑 发出嗡名声 恐惧 对方还没有出手 可是自己的剑道 竟然已经动摇了 剑心蒙沉 今日 哪怕是逃出去了 怕也要跌落境界 年轻剑修眉 猛然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血 手指捏着剑绝 嘀吼一声 拼了 下一刻 她的双眼露出绝望的神色 头颅直接离开了身躯 只剩下身躯向前栽倒 恍惚间 那中年修士劝解她的话 围杀李玄霄要小心小心 万分小心 年轻人心高气傲 这般随意 会要了你的命 李玄霄回到魏家主宅 望着受过雷杰洗礼的健胚 点点头 嗯 不错的宝物 不过是个残次品 还需找到匹配的健身 说着 她看向李永安 这一次练宝多亏你了 谢了兄弟 李永安瘫倒在地 翻着白眼 像是刚刚被人糟蹋过的 黄花大闺女一样 本想着 来这儿跟李玄霄拼命 要回自己的灵草 结果灵草没有回来不说 还白给人家 练了大半年的法宝 赔了夫人又折兵 李玄霄你个天杀的 偷老子灵草 还让老子帮你练法宝 这是什么话 老子当年不还是帮你免费试药 还没管你要报仇呢 还有帮你猎杀凶兽 帮你开拓福地 你上次还说什么 零风险 包回收 低投入 让老子投了上万枚零石 结果怎么样 李玄霄便将前些年 自己为他做的事情 一一细数出来 李永安默默地将身子转过去 背对着他 无言以对 李玄霄将剑胚收了起来 离开了魏家的主宅 恭贺李真人出关 恭贺李真人练宝成功 恭喜恭喜 魏家众人 纷纷向李玄霄道贺 李玄霄一时抱拳回李 这些日子多有打扰了 这半年来 借用火灵卖不说 还站着魏家的宅子 弄得魏家众人 不得不离开了魏家主宅 搬到别处居住 不过对于魏家来说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李真人在此地练至法宝 不仅凝聚了周遭的灵气 灵运和道英 更是在此地久久不散 对于南阳城的修饰好处 自不必多说 更何况在外人看来 他们还攀上了李真人这颗高枝 以后无论是谁对魏家 都要掂量掂量 至于到底是练的什么宝物 他们虽说好奇 可也知道此事不能多问 容易冒犯 这时 远处有一道身影急奔而来 李真人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 正是那王永吉 第76章 不当人子 李真人 李真人 王永吉从远处跑过来 李真人能大驾光临 实乃我们南阳城之行 这位是 在下南阳部正是王永吉 这是犬子王婷玉 王婷玉看着李玄霄 总觉得有些眼熟 再看一旁的敖春 顿时便想了起来 半年多以前 在清风茶楼遇见过敖春 那时 为了获得清风茶楼 红秀姑娘的芳心 自己包下了整颗茶楼 还让人将茶楼里的客人 给一块赶了出去 其中便有在 听取的李玄霄 敖春二人 或许李玄霄 已经将这件事给忘了 王婷玉抱着侥幸的心理 见过李真人 李玄霄自是认出了他 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自然不会与一个小辈 因为过去了这么久的 一件小事多计较 魏显道 为了恭贺李真人出关 今儿定要好好庆祝一下 酒宴上 魏家诸位长老 轮番给李玄霄敬酒 李玄霄来者不拒 王永吉看着李玄霄 跟魏家人亲密的表现 面露苦涩 再看在埋头吃饭的魏盈盈 这是半年多以来 他第一次见魏盈盈 只见一双法眼之下 魏盈盈体内 气血游走 如同奔腾的江河 汹涌而平稳 魏蛾的气海雪山 雄剑而牢固 根基深入大地 不可动鸟 百川汇流 气争大则 经过这大半年的修行 魏盈盈体内气势更加稳固 则 王永吉激动地站了起来 随即又迅速冷静下来 他这下子总算是明白了 这段日子 为何魏贤有意不让自己见魏盈盈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这魏家还真是攀上了高枝 想到这儿 王永吉看了一眼 正在盯着魏家侍女屁股的自家儿子 气不打一出来 哎呦 王婷玉揉着自己的后脑 爹 你打我做什么 打你 我想打死你 你个没出息的家伙 爹 我又怎么了 王婷玉不满的皱眉 视线无意中瞥见 正在吃着糕点的魏盈盈 微微湿润的乌黑长发 随意地披在肩头 穿着一身粉色的纱裙 桌子下修长而嫩白的小腿 若隐若现 粉嫩的脸蛋 娇美烟红 水润而清澈的美眸 再加上一眼天真无邪的笑颜 王婷玉咽了一口口水 爹 你赶紧帮我跟魏家说清啊 说 说个屁 现在人家能看上你才怪 他以前也没看上我啊 王婷玉说 爹 咱家不是有皇后娘娘撑腰吗 你眼珠子是瞎的 没看见人家跟李真人这关系 王婷玉疑惑到 李真人是厉害 不过能比皇后娘娘还厉害 王永吉沉声道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曾经是李真人的追求者 噗 王婷玉一口酒喷了出来 什么 姑妈是 小声 这事儿 不要乱跟旁人说 王婷玉点头如捣算 看向李玄霄的目光 变了又变 他怎么也想不到 记忆中美艳的姑妈 怎么会跟这个人扯上关系 一系列琐事过后 李玄霄在屋子里烤着火 他炼制法宝的时候 临近四月份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 又临近了冬季 外面寒风呼啸 李玄霄看着窗外的飘雪 喝了一口热茶 鬼手神医李永安 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李玄霄用脚踢了踢他 这家伙滚了一圈 不愿意搭理他 似乎是在一个人生闷气 李玄霄说 跟你说个正事 李永安没搭叉 又翻了个圈 李玄霄道 那女人的尸体不见了 李永安一震 随即猛然从地上坐了起来 什么 能让李玄霄在意的女人 还能有几个 我却而归虚 她的尸体不见了 李玄霄淡淡道 李永安沉生道 还有谁知道那个地方 就我一个 会不会是被无意中 闯进来的修士带走了 不会 那静止 这世上除了我 大概没能解得开 李永安又沉默了 他复活了 大概 李永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刚消停没几十年 这世上能让李永安 露出愁容的事情并不多 那魔教妖女 恰好算一个 血海滔滔 荡尽天下 气寒九州百万件 那妖女 简直就是九州八荒 无数修士的噩梦 数不清的人 死在她的手上 李永安提了提裤子 从地上爬起来 看向窗外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李玄霄看着对方 露在外面的半截屁股 大哥 说话的时候 把裤子提好 少来 说正是你准备怎么办 李玄霄双手一摊 我能怎么办 我现在这个样子 走到哪一步 算哪一步吧 你现在应该找一块根骨 只要有你在 那妖女就算复活了 也能再杀她一次 适合我的根骨哪 那么容易找 李永安道 我这儿道 有个好主意 什么 李永安 西海真龙 真龙的龙骨 代替你的根骨 再适合不过了 那老龙我早就 看他不顺眼了 李玄霄翻了个白眼 他知道李永安在开玩笑 老龙是二人多年的好友 自是不可能杀龙取骨 总之我回去了 以后没事不要来找我 记得 要是你被那妖女抓住了 千万不要把我的位置供出来 反正他要是真复活了 第一个也应该找你报仇 我有时间跑路 李永安说着转身便要走 这时 李玄霄忽然伸手拉住他 干嘛 李永安转过头 之前偷了你那么多灵凑 又让你帮我练了大半年的法宝 就让你这么走了 我怪不好意思的 哦 李永安挑眉 哼 你小子良心未明 片刻后 李永安穿着一条裤衩 身子飞掠到半空 身上的衣服 橱物件 鞋子全被那个混蛋给抢走了 这是人能干的事 李玄霄 不当人子 第七十七章 联手 魏家 魏显在屋子里来回夺着步子 五妹夫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当家的 这是怎么了 魏显略显烦躁地说道 还能怎么了 自然是李真人的事情 李真人 李真人怎么了 李真人练完了法宝 不会就走了吧 不然呢 难道李真人还能在魏家 一直待着不成 当家的 我知道你的心思 可咱这小庙哪 能容得下一僧大佛 算了 不跟你说了 我去看看 魏显来到李玄霄住的小院 小院外早就聚集了一群年轻 魏家子弟 好奇地张望 看什么看 看大姑娘洗澡呢 魏显一脚踹在一个小子的屁股上 二叔 你也太偏心了吧 只允许盈盈跟着李真人 我们几个看几眼都不行 就是就是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魏显脾气好 平日里便喜欢跟这些后辈玩闹 所以 魏家这些年轻人 私下里与他相处 跟哥们似的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少废话 打扰了李真人的清修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有人问道 家主 小时候你给我们讲的故事都是真的 你真跟李真人 是一个头壳在地上的好兄弟 那当然 你以为我吹牛呢 家主真的假的 我怎么之前看你跟李真人聊天的时候 紧张得手汗直流呢 一人也遇到 去你的 那李真人跟我不熟 能特意培养我家营养 能在咱们卫家待半年练制法宝 几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魏显冷哼一声 背着手走向李玄霄居住的小院 李兄 李兄 似乎是为了证明 自己跟李玄霄的关系 魏显特意将称呼从李真人变成了李兄 显得更加轻易一些 李兄 只是一脸喊了几声 都没有得到回应 魏显不由得有些尴尬 李兄 我进来了 说着 轻轻推了推门 门是虚掩着的 魏显走进屋内 却发现屋子里没有人 桌子上留下一个储物件和一封信 哎呀 好字 不愧是李先生的字 片刻后 魏显反应过来 这是道别信 储物件中是李真人留下的一些谢礼 在外面守着信的魏家几个年轻人 只听屋内传来一声惊呼 哇哇哇 哦 哦 几人面面相去 这 这是什么声音 魏显看着地上的灵草 瞪大了眼睛 火阳灵液 血玉古参 玉龙果 极寒灵芝 冰火 蛇灵果 魏显兴奋的手舞足蹈 南阳城 魏家宅子外的一处巷子里 魏盈盈正捧着一张大饼子吃着 眉眼皆是笑意 谢谢李真人 李玄霄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李真人 以后我想你了 要去哪找你呢 有缘次会相见的 咕咕哒咕咕哒 小毛驴撒开了蹄子 在关道之上一路狂奔 李玄霄坐在驴屁股上 身子不断起伏 魏盈盈点点头 低头继续啃着饼子 巴唧巴唧 好吃 青云门 通天风 某处山洞当中 破 陈石四一口鲜血吐出来 这伤实在是太过严重 一时半会儿 怕是恢复不过来了 剑伤已经升级根基 破坏性极大 即便是最轻微的调动灵气 也会带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该死的李玄霄 只会咒骂是无能的表现 一个平和的声音忽然响起 陈石四猛然抬起头 谁 黑暗中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二长老 不用站起来 二长老摆了摆手 李玄霄在南洋成功炼制了一件宝物 据我估计他距离恢复修为 已经不远了 陈石四咬紧牙关 陈生道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 你自己心里清楚 那家伙一旦恢复了修为 回到青云门 会再次变成那万众瞩目的存在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 他不与你计较这些小事 可那时候 你最在意的事件 你觉得还会再搭理你吗 有李玄霄在 你觉得在别人眼中 自己还是那个万中无一的天才吗 陈石四眼皮抖动 低声道 二长老 有话你就直说 没必要跟我弯弯绕绕 也不用刺激我 你曾经不是说 你会超过李玄霄吗 二长老调侃道 陈石四阴沉地盯着他 所以二长老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刻意刺激我们 二长老安排了这么多次围杀 我听宗门的人说 二长老从李玄霄入门的时候 便对其十分看不惯 当时 李玄霄被赶出宗门 亦是二长老一手炮制的吧 薪酬就愿 李玄霄如果修为恢复了 肯定最先找您算账吧 哈哈 二长老哈哈一笑 没错 那李玄霄恢复修为 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先杀了我 所以我来找你 我 我不会是他的对手 陈石四低下头 跟刺杀李玄霄的年轻剑修不同 那年轻剑修四十出头 便迈入了七景 心高气傲 不将任何人放在眼中 可正因为陈石四 是比他更加天才的存在 所以才能明白 恢复了修为 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可怕之处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但也仅限于现在 二长老说 从今天开始 我会培养你 你想要得到的资源 我全部都能给你 你想让我杀了李玄霄 等你有实力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好 陈石四没有犹豫 二长老淡淡一笑 似乎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 伸手虚空一掐 手指中间便出现一粒丹药 造化丹 能帮助你恢复伤势 陈石四已经 七品灵丹造化丹 虽是七品 然而却比八品灵丹还要稀有 可以帮助修饰恢复伤势 提升修为 甚至传言能够生死人肉白骨 拿着吧 陈石四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 多谢二长老 第七十八章 浮光森林 这个鸡腿是我的 别跟我抢 嗯啊 嗯啊 嘿 你这个家伙灵智越高越不听话 到底谁才是大哥 山洞中 李玄霄和小毛驴 正在因为争抢最后一只鸡腿 而大打出手 敖春皱眉看着这一幕 随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嗯 李真人便是这么朴实乌华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接地起 大道至简 便是如此了 最终这场战争 以李玄霄给了小毛驴一个爆刷 而结束 李玄霄啃啃着鸡腿 面露笑意 伸手往火堆里 又添了一把木柴 敖春看着手中 从一个散修逃来的地图 真人 如果我们用飞举之术 可能会更快到浮光森林 不着急 一路走着去也无妨 李玄霄淡淡的 浮光森林 位于西陵版图的边缘 这里是一片神秘而危险的地方 因为灵脉交织的缘故 此森林之中多妖兽 同时也多凶手 李玄霄要去浮光森林 一来是曾听人言 在浮光森林的中心 有一片湖 湖水湛蓝如玉 就像是一颗镶嵌在森林中的蓝宝石 熠熠生辉 夕阳西下的时候 整个湖面山水化一般 清丽雅致 韵味悠长 李玄霄想去看看 二来 想要收集一些凶兽的兽盒 这些兽盒中 蕴含着凶兽的力量和精华 如果能够将它们融合到一起 再完善剑胚 那么这把剑 就能够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 浮光森林外围 一个年轻修士 扯着一个少女 有些担忧地问道 年轻修士道 北洛师门招生的截止日期快要到了 只能冒险穿过浮光森林了 否则错过了这一次 只能再等四年了 再等四年 你的年龄就要过了 哥 我不去了 万一要是在森林遇见了什么危险 怕什么 有哥在 就在二人说话之际 不远处有几个身影迅速靠近 二位看样子 是要浮光森林 领头之人面带微笑地看着这兄妹二人 年轻修士警惕地望着对方 是 你们有什么事 不要紧张 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是火熊拥兵团的人 我叫张大力 来浮光森林 准备猎杀灵兽 我叫刘灵光 这是我妹妹刘灵灵 刘灵光道 你们二位要闯浮光森林 张大力微微皱眉 恐怕有些危险吧 刘灵光犹豫一下 还是将实情说了出来 张大力点点头 原来如此 即是要去北洛师门 那便正好跟我们同行吧 诸位也要去北洛师门 我们正好顺路 能给您送出浮光森林 否则你们两个不熟悉森林 稍有不慎 小命不保 刘灵光一喜 那便多谢了 几人一路前行 火熊帮的张大力等人 配合默契 修为深厚 遇见的几只灵兽 都毫不费力地被他们拿下 张大力是个热心肠 一路上跟着这一对年轻的兄妹说着 关于浮光森林 关于北洛师门的事情 张大哥 那你到底是什么修为 刘灵光问吧 哈哈 小子记住了 日后遇见了人 不要随便问这个问题 犯机会 哦 刘灵光点头如捣蒜 别看他在妹妹面前 跟个小大人似的 实际上 他也不过比妹妹大了三岁 刘家原本也是修行世家 只可惜 到了他这儿 早就没落了 所以 刘灵光算是半个散修 十岁后便无人指导 他修行了 此刻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个热心肠的修士 自然要好好问一问 张大哥 你是个武夫吧 对 张大力点了点头 露出小臂见重的肌肉 随即 猛然将手探了出去 空气中传来沉闷的响声 刘灵光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张大力将一条花瓣蛇 在他眼前晃了晃 刘灵光咽了一口口水 这 张大力笑道 四井的妖兽味道很不错 四井 便这么随手抓在手里了 刘灵光不可置信地看着张大力 四井的妖兽 对于刘灵光来说 遇见几乎就是必死 小子 你还太年轻了 这般修为就敢擅闯浮光森林 身后有一个嘶哑的声音道 那是队伍里 一个脸上缠着纱布的老人 拄着拐杖 哈哈 年轻人无所畏惧吗 队伍中一个年轻人道 那年轻人叫金虎 刘灵光虽然年纪轻 却也不是傻子 经过几日的接触 能看得出来这一行人当中 金虎以及一干人等 才是真正火熊帮的人 这个叫金虎的年轻人 在火熊帮地位很高 刘灵光听人叫金虎少主 似乎也就只有 可能是火熊帮的少主了 而以张大力为首的几人 则是另有目的 不过 这些事情 刘灵光只是放在心里了 并没有说出来 金虎道 几位 在行个四五日的光景 便能到达浮光森林的中心了 只是那边的凶兽秀为身后 我们一般不敢靠近 张大力点点头 辛苦金少爷了 我爹说了 能帮上几位的忙 是我们火熊帮的荣幸 可万万担不起前辈的一个蟹子 脸上缠着绷带的老人 嘶哑着嗓子开口 放心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们火熊帮的 金虎脸上露出笑容 前些日子 张大力等人 找上了自己的父亲 想要他们帮忙带路 前往浮光森林 金虎并不知晓他们的真正身份 但是从一向霸道专横的父亲 在对方几人面前卑躬屈膝 以及这几日 在林中表现出的实力来看 这几人绝非寻常人物 他们说话时 并未避讳流林光兄妹二人 流林光心中激动无比 知道自己和妹妹 极有可能是遇见了某些神秘的高人 几日后 浮光森林中心 先天人湖 传言 先天人湖 乃是先天人水幻化而出 乃是神话中 十大先天灵根之一的盘桃树 但万海之精华 具天地之精气 历万万年 方才能凝聚出一滴的 神水此水乃人水本源之精 一滴便可化江海湖泊 流林光 流林林兄妹二人 包括金虎在内的火熊帮的人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他们一时第一次 踏入这幅光森林中心 蛇 流林林惊呼 只见脚边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蛇 哼 这些小蛇算什么 看看那个 张大帝笑着看向前方 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先天人湖的周围 盘踞着一条巨蟒 他的身体庞大 长达近百丈 通体呈现出深蓝色 闪烁着点点光芒 浑身的鳞片坚硬而光滑 每一片都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流林光张大了嘴巴 看着这个即使在梦中 也从未敢想象过的场景 第79章 向流 流林光完全动弹不得了 身子僵在原地 像是被定住了似的 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额头上 脸上 身上全是汗水 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 紧紧地贴在皮肤上 让他感到一阵阵的寒意 眼前这个身躯庞大的巨蟒 比自己前半生看见过的所有生物 加在一起都要大 不只是他 便是连火熊帮的金虎等人 也是一个表情 蛇 好大的蛇 张大了一笑 那可不是蛇 是向流 向流 流林光没听说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倒是一旁火熊帮的少主金虎解释道 向流 蛇身九头 相传识人无数 所到之处 进城泽国 他喷出来的水比洪水还厉害 又苦又辣 吃了就会送命 流林灵抓紧了哥哥的手 脚下一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金虎正正地看着眼前这个体型庞大的巨蟒 再看看张大力本人 这几人要猎杀向流 这可能吗 几人加在一起 估计也就是人家的饭后甜点 现在还不是时候 张大力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 等满月之际 才是那向流最为虚弱的时候 山道之上 破旧的庙宇当中 一道亮光划过夜空 宛如一把锋利的剑 将黑暗撕裂成两半 下一刻 雨水倾向下 如瀑布般涌入森林的每一个角落 哗啦啦 小子 记住了在浮光森林中 一旦遇见了这种雨 一定要避开 不要以为仗着修为 就可以无视 寒气入体 可不是一件小事 张大力的声音响起 当然 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境界 自然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流林光点头 张大哥 我明白了 庙门被金虎推开 很意外 庙内坐着两人一驴 在这浮光森林的中心位置 竟然还有人 金虎道 两位道友 相逢集市员 在下火熊拥兵团 见过二位 逢人集市三分笑脸 这是父亲教他的待人之道 永远不要拖大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更何况 能入得了这浮光森林 这个位置的人物 怎么可能是小人物 李玄霄韩笑微微点头 一起烤烤火 多谢道友美意了 金虎虽说修为不如张大力等人 但是也不用烤火取满 李玄霄心疼地看了看一旁 被冻的瑟瑟发抖的小姑娘 刘玲玲 她的修为上前 无法抵御这刺骨的寒冷 身上又被雨水浇湿了 嘴唇发紫 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快过来吧 刘玲玲犹豫了一下 直到哥哥刘玲光 轻轻拽了拽她的手 她才敢走过去 坐在火堆棚 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李玄霄给她倒了一杯热茶 刘玲玲小声道了一声谢 李玄霄这一次泡的茶水 普通修饰也能喝 不用担心承受不住 刘玲玲喝了一杯茶水 很快便觉得身子暖和多了 多谢 没事 是不是饿了 刘玲玲还没有到壁谷的时候 先前干粮也丢了 三天下来只吃了两个野果子 你们两个小家伙 有口福了 李玄笑笑着拿出一个小铁锅 又轻轻地拿出了一节腊肠 那腊肠色色鲜亮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仿佛在诱惑着她的味蕾 接着 她又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几片菜叶 那菜叶嫩绿嫩绿的 上面还带着晶莹剔透的露珠 仿佛是刚从田里摘下来的一样 再从储物界中取出一些调料品 辣椒粉 胡椒粉 盐巴 酱油 醋 真是个特例 很快 锅中就散发出一阵阵香味 那香味浓郁而醇厚 仿佛是从儿时的记忆中飘散出来的 刘玲玲不由地抿了抿嘴唇 哈哈 能不能也分我一碗 张大力笑道 此事可以 张大力喝了一大口 则则 不错不错 接着 她便与几人商量猎杀那项柳的事一来 明天就是满月 大家谨慎行事 到时切莫冲动 脸上缠着绷带的老人道 张大力说 万无一失 找了数年 终于找到了能克制项柳的方法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 不知道为什么 说话的人 是一个手持佩剑的剑客 手中的佩剑 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情绪 微微颤动着 发出低沉的共鸣 那项柳百年前被人锁伤 再加上满月 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张大力十分乐观 无以打扰 只是那项柳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妖 春秋时期便一直避护着诸多村民 只要村民信奉于他 便护佑其不受战乱之苦 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做了好事 就在张大力等人聊得火热之时 一旁忽然有声音响起 张大力等人的目光 同时向开口的李玄霄看去 周遭的气氛顿势一变 方才 张大力等人 因为顾虑到 有李玄霄和敖春在场 所以 几人一直用心虎传音 可是又如何被对方得知 李玄霄自顾自的熬着汤汁 张大力道 足下十分了解那香柳 算不上 但也差不多 脸上缠着绷带的老人开口 足下这算是在为那畜生说情 李玄霄笑着摇了摇头 你们误会了 我只是 见你们几个心性不错 不是大奸大鳄之人 所以想提个醒 只是怕你们 被那香柳所杀 白白送了性命 第八十章 道家福气 什么 一听这话 张大力等人 眉头皱得更紧了 那香柳活得 像是一块化石 修为身后 你们几个 李玄霄转头 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几个不是他的对手 要不是 见对方能在此地出现 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方才又不知道 用什么手段 偷窥到了他们的心壶之音 这时候 按照几人的脾气 早拍转起了 足下这话说的 未免也太早了吧 我等此次前来 是做了万足的准备 其中一人说道 声音低沉有力 似乎是 充满了自信和决心 便是如此了 不劳足下担心 便等着我等 将那香柳的头颅摘下来 李玄霄笑着点头 不再多说 自顾自地喝着美味的 辣肠蔬菜汤 张大力似乎是觉得 同伴说话 火药味有些重了 于是拱了拱手 多谢足下的美意了 这几人对视一眼 以防万一 不再用心壶传音 一日 暴雨结束 昏暗的木矮 渐渐地压下来 天地缝合了一般 缠着绷带的老人 抬起头 看着天上的月亮 沉声道 我们该走了 张大力伸手揉了揉 刘灵光的脑袋 小子 和妹妹在这儿 等我们一会儿 等办完了事情 回来接你们 刘灵光 刘灵灵兄妹 听话地点头 离开时 张大力看了一眼 设下了一道禁锢 这块慈悲留着 一旦出了事 将慈悲打碎 张大力又不放心地 交给刘灵光遗物 他本来就是个热心肠 刘灵光这小子的年纪 与他儿子相仿 所以自是多照顾一番 他交给刘灵光的 算是一件不错的保命法宝 本是想着回家以后 送给家中后辈的 待他们走后 敖春好奇地问道 先生 香柳就是传说中的上古凶兽 就是他 他们要去围杀香柳 这样子能行吗 自然不行 那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熬春到 不过先生已经提醒他们了 好心当驴肝肺 丢性命倒是不至于 不过让香柳教训教训他们就是了 对于他们来说 也并非坏事 李玄霄漫不经心地说道 今日 圆月 夜幕降临 天空渐渐染上一抹深沉的蓝色 咸天人湖 香柳盘踞在湖水之盼 他那庞大的身躯 轻微地蠕动着 灵片在月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每一片都如同精美的艺术品 这时 香柳的头颅忽然抬起 硕大的瞳孔当中闪烁着星红之色 他的眼神扫过四周 最终停留在了不远处的灌木丛当中 好 一道身影骤然跃起 张大力气势十足的一拳轰杀了出去 浩大雄厚的全径轰然击出 拳风所及 周围的空气猛然爆开 方圆数十丈的杂草碎石都直接被镇成了碎末 泥土翻卷 如巨龙裂地般声势骇人 两股雄魂的力量碰撞在一起 发出低沉的闷响 下一瞬间 一道流光自云层之中骤然而落 连带着周遭数十丈之内的乌云 同时向下一沉 香柳怒吼一声 奋力一抬 上方的压力丝毫不减 剑影化作一层薄薄的白色光幕 发出轰然一声巨响 连绵不绝 地面如被一柄巨大的利刃划过 留下一道深达一尺的沟壑 触目惊心 那剑客身边突然亮起一道亮光 像是一道闪电 又像是一条银龙腾空而起 他躲闪得快 但还是被一股强大的前进 撞得亮枪倒退 与此同时 他借着后退之势 双臂一抖 身形暴退 哼 原来是借着这圆月之势 趁机为杀我 香柳冷哼一声 你们这些人族修士 除了会玩阴谋诡计 还会什么 老人嘶哑着开口 你们妖族体魄强健 天生地养 我们人族修士 如何能比得上 唯有精心谋划方 能有一战之力 说话间 便见五人站在不同的方位 手上各拿着一柄长枪 长枪上密密麻麻的 皆是符传密文 流淌着某种光泽 长枪上密密麻麻的 皆是符传密文 流淌着某种光泽 带着一股肃杀之气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件凶器 张大力手中的长枪 密文之上写有正月二字 而其他人手中密文之上的字 却都各有不同 颜色不一 有的呈纯青 有的白的一尘不染 一柄柄转满了符文的长枪 滑破长空 虚空之中 隐隐有了一丝波动 开始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征兆 但是很快就爆发出来 气势如虹 带着一股不死不休的 速杀之气 蕴含在了枪势之中 随着这波动越来越大 一股速杀的风也随之而止 奇怪的是 这一枪 仿佛并没有指向任何一个目标 而是随意地指向了前方 只要阻碍他脚部的东西 都会被毫不费力地被撕碎 五柄长枪 死死压制住了 香柳狂暴的气息 地面和天空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那长枪在圆越之下 似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而香柳则是在圆越与长枪的双重威视之下 被压制得完全抬不起头来 张大力一喜 再加把劲 能诛杀大妖香柳 不枉咱们花费了这么多的功夫 下一刻 香柳九个头颅 同时张开血盆大口 猛的一息 那五柄转满了符温的长枪 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 朝着香柳的口中飞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五味修饰大惊失色 连忙运足功力 想要夺回长枪 但香柳的实力太过强大 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 这香柳用的是 类似一种秀礼乾坤的绝妙神通 血盆大口 能收纳天地之阴阳万物 那五柄刻着符传的道家福气 吸收日月精华 专门猎杀香柳的长枪 被香柳轻而易举地吸收入体 五人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好 随着那道家福气失去了踪影 五人也如遭重创 第八十一章 不杀之事 夜空中 星红的月亮高悬 宛如一颗璀璨的红宝石 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光芒 颜色鲜艳而深邃 仿佛是由鲜血染成 在月光的映照下 周围的景物 也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显得格外诡异和神秘 林中的树木也被月光照亮 他们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 宛如一群舞动的怪物 吼 一声嘹亮的吼声 在月色下响起 庞大的九头之躯 仿佛是被红月异化的怪物一般 咚咚咚 张大力的心脏 要跳出来似的 向柳巨大的尾巴 扫向张大力 五人当中 现在也就唯有这五副张大力 还仍然有余力战斗 他猛然一脚前踏 正面一拳 硬扛对方的巨尾 强劲的气劲 自拳头疯狂涌出 竟是能在这种状态下 打得那向柳巨尾向后退去 香柳玩味地看着他 张大力一咬牙 双脚拔地而起 身形不退反径 大步前冲 他怒喝一声 声音响彻云霄 宛如一头猛火下山 紧接着 再次挥出一拳 带着无穷的威力 砸向那头捏出的头颅 拳头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颅上 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又一个片刻 已是气血再也掉动不出一丝的张大力 强撑着站起来 浑身的皮肤 已经没有一处好的地方了 强提一口气 咽下永至喉咙的那口鲜血 说了 彻彻底底地说了 那向柳从始至终都在玩弄他们 圆月是向柳的弱点 可那已经是从前了 随着向柳关键的蜕变之后 他早已能改变着圆月 借助血月 让自己获得了更强的力量 向柳伸出血淋漓的舌头 舔了舔唇边 嗯 这五柄长枪的味道不错 哗啦啦 随着向柳的移动 张大力捏紧了拳头 牙齿不由地打战 我答应了李玄霄那家伙 不能主动出手杀人 不过 这是你们事先袭击我的 我不杀你们 你们就要杀我 那就不算违反誓言了 哎呀 烦死了 不对 我得看看 你们这几个家伙 有没有什么恶果 向柳新红的眼珠子转动 杭佛能分辨 人心善与恶一般 该死该死 让我看看 你们几个家伙的善恶 奶奶的腿 你还是不是修饰 修为都已经这般了 竟然还学人家扶老奶奶走路 向柳气愤地看向张大力 我就不信你没做过坏事 偷看隔壁拔腹洗澡 还有偷林家小孩作业 你娘的 香柳气愤地将张大力甩飞 嘴上骂骂咧咧 一身修为全白瞎了 有着修为谁不做点坏事 你可倒好 就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香柳放弃了张大力 这小子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不过很快 骂声再一次响起 你小子修炼五百载 闭关了四百五十年 这辈子白活了 至于你娘的 活到一百岁 才踏上修行之道 一百岁之前 你在做知府 娘的一分钱也不贪污 你他娘的 做什么知府 香柳气得 简直就要抓狂 滚滚 不给老子滚 李玄霄这个乌龟儿子王八蛋 要是老子以前的性格 早就把他们给吞了 一个也不剩下 谁啊 谁在骂我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香柳身子一正 这些熟悉的声音 Sigma 张大力被香柳甩飞在地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这声音 有点耳熟 是庙里那轻衣人的声音 脸上缠着绷带的老人 虚弱地提醒道 张大力猛然想起来 正是那人的声音 W W 香柳的九个头 同时露出惊恐的表情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李玄霄 李玄霄 一定是他 香柳慌张地不知所措 此刻如果他稍微探查一下 很快便能锁定李玄霄的位置 只是香柳此刻 已经九神无主了 匍匐在地 用身子盖住自己的脑袋 庞佛下一秒就要学学鸵鸟 把脑袋钻进泥土里 怎么 你之后有意见了 那声音再一次响起 香柳的九个脑袋同时摇晃 九个嘴巴同时开口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李真人谁不知道 您是一个大大的好人 您的善良 就是黑夜的月光 给夜行的人照亮前行的路 就像是寒冬的暖阳 给寒冷的人些许温暖的光 是酷暑的威风 给闷热的人一丝期待的凉 使我在白转人生中 获得绵长的感动 与温情的停留 此时 重伤在地的五人一脸猛 一时之间 不由地失去了表情管理 嗯 什么玩意儿 这家伙突然之间 怎么了 香柳把头低下来 您怎么有时间来这浮光森林了 没什么 就是想来看看你 香柳嘴角抽搐 心中将李玄霄的祖宗十八代 问候了一遍 嗯 你在骂我 香柳猛然道 怎么会 我怎么可能去骂我敬爱的李真人呢 嗯 那就好 许久不见 感觉你又胖了 实力也提升了不少 现在连圆圆也不怕了 香柳尴尬地笑着 都是李真人栽培的好 我怎么听说 最近李真人受了点伤 好点了没 嗯 没什么大事 正好找你练练手 香柳表情骤然一变 险些没直接昏厥在地 哎哟 李真人您可快别逗我了 我哪是您的对手 您还是去找别人吧 我已经皈依我佛了 发誓再也不动手打架了 听了这话 张大力等人面露苦涩 李真人 李真人 香柳小心翼翼地露出了脑袋 走了 香柳重重吐出一口气 心里暗骂神出鬼没的浑蛋家伙 接着 他便自顾自的腾挪身子钻入了仙天人湖中 忽然 他扭过头 看向张大力等人 算你们运气好 今天饶你们一命 老子立了不杀之事 你们的宝物我就笑纳了 哈哈 嚣张地笑出声后 香柳庞大的身影 没入了湖水当中 张大力五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妙宇内 张大力等人 相互搀扶着回了妙宇 本想着好好感谢一番那位神秘人 可是妙宇内 却只有金虎 刘灵光等人 第82章 入住浮光森林 那位高人呢 张大力沉声道 高人 刘灵光反应过来 对方应该说的是那个 用小铁锅炖腊肠蔬菜汤的那年轻人 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 就在张大哥 你们走后不久 金虎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大哥 你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香柳 没有人回答他 不过看杰人的表情 就能猜到结果了 那位高人还说了什么 一个剑客忍着身上的疼痛问道 金虎摇了摇头 诧异地看着张大力等人 怎么称呼 一下子就变成高人了 这是发生什么了 倒是年纪较小的刘灵灵想起来 对了 那人还留下了一样东西 什么 张大力五人异口同声 能将向柳下的抱头数窜的人 修为字不必多说 索而真是看走了眼 对方定是早就看出了 他们不是那向柳的对手 才出言提醒 刘灵灵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截蜡肠 说道 诺 他留下了蜡肠 除了蜡肠呢 没了 没说什么吗 刘灵灵想了一下 他跟我说说奥妙就藏在其中 奥妙 什么奥妙 莫非是仙人指路 五人对视一眼 眼中均是惊讶与疑惑 所谓仙人指路 乃是指妖魔鬼怪 神仙佛陀等修行者 遇上真正意义上的得到高人之时 能问到一番 并得到高人指点的代称 若能得此机缘 便如醍醐灌顶 对今后修行大多会受益匪浅 犹如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 此刻 他们仔细端向着蜡肠 仿佛他是一件珍贵的宝物 金虎等火熊帮的众人 努力憋着笑 刘灵灵看着张大力等人这副模样 没敢说 其实他觉得 那人只是在告诉自己蜡肠的配料 浮光森林 李玄霄选定了一处地势 比较平坦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这里 敖春狐一的四处看了看 要在这里建造洞府了吗 李玄霄插着腰 抬起头看着晴朗的天空 天晴得像一张蓝指 即便薄云要被阳光晒化了似的 随风缓缓浮游着 毛驴 刨坑 敖春和我去砍木头 敖春眼角微微抽搐 砍 砍木头 嗯啊 嗯啊 小毛驴仰天叫了一声 撒开蹄子 开始在地上狂跑了起来 噗哧噗哧 不出一会儿 一个大洞就出现在二人面前 敖春跟着李玄霄 很快就砍了不手 木头回来 回来的时候 小毛驴已经将大坑挖的身达十几丈了 李玄霄撸起袖子 但笑道 别这么看着我 我可是见到高手 啊 太阳缓缓西沉 很快 一个有模有样的洞府 便这么现实了 李玄霄从储物界中 取出各种用品 随机躺在椅子上 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 笑一一的饮茶 美滋滋 敖春坐在椅子上 皱着眉打亮着眼前的洞府 李先生 李先生真是大道质简啊 去吧 去吧 李玄霄挥了挥手 今天给你的任务 是猎杀二十只三井实力的凶兽 十只四井凶兽 敖春微微一挑眉 并没有在意 他的修为在六井 一步一井 就算是同等境界的细微差距 便是云泥之别 更何况 足足差了一井的修为 先生 不如我直接去杀一些 等级较高的凶兽吧 一步步来 敖春略意犹豫 那我去了先生 切记要谨慎行事 李玄霄悠哉悠哉地说道 浮光森林中 有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凶险 敖春没有献出原形 而是施展飞行之术 向林中而去 月亮高升 几个时辰后 敖春将三十余只凶兽的兽盒 都带了回来 先生 我回来了 嗯 下一次记得 把尸体也一并带回来 那肉质十分鲜美的 是 先生 第二日 十只五井凶兽 三只六井凶兽 敖春仍旧没有在意 虽说他自身便是六井的实力 但是他自信对付六井凶兽 丝毫不是问题 无非就是多费一些力气罢了 只是 敖春很快就发现 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毕竟是六井的凶兽 体魄强劲 而这里又不是他的主场大海 如果单单是这样就算了 他单独与六井凶兽捉对厮杀 即使是不在状态 那六井凶兽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然而 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一旦与六井凶兽缠斗在一起 一时半会儿无法解决 很快便会招惹到林中其他的凶兽 有时会被几个六井凶兽同时攻击 甚至还遭遇过七井凶兽的攻击 敖春没的法子 只能且战且退 刚开始几日 敖春倒是还能坚持 毕竟拥有真龙血脉 法宝众多 底蕴深厚 只是架不住李玄霄 天天让他去猎杀凶兽 把法宝放在这儿吧 从今以后不许使用法宝了 李玄霄享受着和煦的阳光 漫不经心地说道 敖春一正 不用法宝 就算现在用法宝 这几日他都是苦苦支撑 何况还不准他使用法宝 还要把凶兽的尸体带回来 先生 这 敖春为难地看着李玄霄 最终咬了咬牙 还是去了 很快 一天的时间便过去了 今儿敖春回来的比平日里 要晚上许多 李玄霄将烤好的凶兽肉 扔给小毛驴 你这家伙 真能吃 我养了一头猪吗 小毛驴低头只顾吃肉 不去搭理他 跟我这些日子 也学了不少法术 明儿你也跟着敖春 去为杀凶兽吧 小毛驴猛然抬起头 诧异地看着李玄霄 碰 就在这时 洞外发出一声巨响 紧接着 浑身是伤的敖春 拖着步子走了回来 还没走两步 身子一软瘫在地上 先生 我回来了 第83章 天一般的人物 敖春醒来的时候 是在一个巨大的土坑内 土坑里浸泡着药水 刺着他的皮肤 一阵阵刺痛 忍不住发出声音声 多谢先生 李玄霄正在烤着敖春 带回来的凶兽肉 好好养着 这药水对你身体好 尤其是筋疲力竭之后 敖春眼角微微一抖 莫飞先生 这些日子 都是在历练自己 李玄霄说 嗯 兽盒都坏了 下次注意点 听了这话 敖春有些忧愿地 看着李玄霄 怎么 怎么有一种 对方是八皮地主 自己是被压榨的短弓的感觉 李玄霄将兽盒收起来 淡淡道 女儿猎杀凶兽 带着小毛驴一起 嗯 敖春诧意道 可那小毛驴 才不过良紧的修为 带着它 自己尚且有些顾不得自身 更何况还带着一个脱油瓶 敖春重重叹了一口气 别爱声叹气的 李玄霄吃了一口烤肉 露出满足的神情 年轻人笑口常开 好运自然来 敖春苦着一张脸 抢挤出一个笑颜 他现在哪有心思笑啊 又过了几日 敖春四仰八叉地躺在洞府内 一脸的身无可恋 要是让熟悉他的人 再看见他肯定会吓一跳 一向打扮精致 穿着精美的敖殿下 此刻穿着一身破烂 一尘不染的白衣上 沾着自己的鲜血 还有凶瘦的口水 血液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像是鸡窝一般 便是连屁股都破了好几个洞 要死了 要死了 敖春翻了个身 在他印象里 跟在仙人身边 仙人不应该是随意点化 然后自己便就此开悟 得到大道的真谛 要么就是给自己一颗灵丹妙药 此后自己一飞冲天 怎么到了 自己这一切全都变了 现在自己每天不是在挨揍 就是在挨揍的路上 游走于生死边缘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吗 李玄霄将一杯热茶递给他 敖春几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先生 我怕是不行了 我想休息一天 这些日子几乎都是连轴转 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李玄霄点点头 嗯 好 见他答应了 敖春一喜 接着又听李玄霄道 那今天就先猎杀十只三井凶兽吧 Excellent等于Omicron星号 爱 日子一天天过去 敖春每次回来身上都带着伤 有时是小毛驴把他拖回来 有时候是一龙一驴一起爬回来 李玄霄平日里不是在研究 如何泡出更好喝的茶水 便是躺在椅子上呼呼睡大觉 偏偏 他还喜欢天蒙蒙亮 便将小毛驴和敖春叫起来 让他们出去猎杀凶兽去 随后自己回去继续呼呼大睡 气得小毛驴与敖春抓狂 半年后 某一日 李玄霄带着小毛驴离开了浮光森林 前往距离浮光森林最近的小镇 准备买一个炼丹炉 炼制兽和 弥补健胚的缺陷 小镇人来人往 能住在此地的人 九成人都是修士 傭兵团占了绝大多数 专门在此地猎杀凶兽 因此 此地贩卖灵药灵丹 尤其是疗伤药 尤其的多 李玄霄走进一家店铺 浏览着店里的炼丹炉 挑选着合适的款式 对了 你们这里收凶兽身上的东西吗 收 店主点点头 牙齿 皮毛 骨骼都收 哗啦啦 下一刻 无数凶兽的零件几乎堆满了半个屋子 一股扑面而来的血腥味 让人忍不住干呕 店主 这他娘的是什么 几个时辰之后 店主终于算出了这些凶兽的价格 他将一枚储物件交给李玄霄 里面是你的零食 这枚储物件就算赠品了 李玄霄看了一眼这个储物件 是由助林的石髓 千锤百裂而成 不过品质不高 多谢店主了 店主拨着算盘 头也不抬 你是哪家佣兵团呢 以前怎么没见过 看着面生 醒来的佣兵团 算是吧 店主微微皱眉 他最近可没听说有新的佣兵团成立 何况周边地区佣兵团的格局 早就定了下来 李玄霄没挑到满意的炼丹炉 看了一眼外面络绎不绝的行人 镇上一直这般热闹吗 不是 今儿有拍卖大会 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原来如此 闲着也是闲着 李玄霄离开商铺 问到了拍卖大会的地方 火熊佣兵团 少主金虎 看着这月的进账与支出 这时父亲走了进来 父亲 咱们这月的零食 他话刚说出口 忽然就注意到了父亲身后的几人 一共四人 中间的一名女子披着黑袍 遮住了大部分面容 四人气质皆为不俗 金虎很快便认出了 其中一位老者手指上所佩戴的储物件 欲破剑 这种品质的戒指 就算他是火熊佣兵团的少主 也仅仅只在书本上看过 再看父亲的神情 这种卑躬屈膝的神情 前几日 金虎刚从父亲脸上见过 那是面对张大力等人 如今这几位又是 这位是犬子金虎 金虎快见过几位前辈 金虎忙毕恭毕竟的行了礼 一位老者但莫道 拍卖会快开始了 还是快去吧 您不用担心 位置都已经定好了 我与拍卖行的人说好了 必定不会空手而归 这倒不必 那披着黑斗篷的女子道 父亲让我出门 就是让我历练的 如果事事顺心 历练的意义何在 这东西能否到手 还是凭我自己的努力吧 金虎呵呵一笑 这位小姐还真是 真是懂得吃苦耐劳 心中却是不屑出声 没听说谁家出门历练 带三个护法呢 这边请 金虎低声对父亲道 父亲 这几位又是 又是何方神圣 金虎深深看了一眼 几人的背影 伸出手指了指天 天一般的人物 第84章 西陵皇室 记者要好好表现 跟上去 金虎叮嘱儿子金虎 金虎小姬着迷失的点头 明白了父亲 我会好好表现的 金虎快步跟了上去 却被眼神淡漠的 老者伸手拦住 那股强大的气息 让他顿时感到灵魂的站立 离我家小姐远点 唉 不用这样 我也正好跟普通人 多接触接触 普普通人 自己是普通人 金虎露出几分无奈的表情 不过想来也是 在对方看来 自己不就是 跟蝼蚁一般吗 黑袍女子淡淡道 父亲说我缺乏历练 也缺乏如何与人相处 看样子 我是该好好学习 学习了 一老者道 小姐 拍卖会离这儿的距离不算近 我召唤坐驾来 公叔 都说了 这是在历练 找那么招摇的座驾干什么 是 说着 黑袍女子离开屋子 踏上了九皮马拉的座驾 紫色珠帘从较顶一泻而下 耀眼的红色纹路 不满整个叫声 九皮骏马都不是反品 体态和神情 都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 仿佛他们身上 承载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毛发如丝绸般柔软 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像一匹匹金色的绸缎 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马蹄镶嵌着宝石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那每一颗宝石 都抵得上这火熊帮一月的收入 黑袍女子点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嗯 这样的马车 就不引人注意了 金虎 哦 他 他在开玩笑吗 不引人注意 这样的马车 怎么可能不引人注意 九匹金色的骏马 仰天发出长笑 随即狂奔去 街上的人不约而同地看了过来 拍卖会 这位道友 坐骑不能进入拍卖会 小毛驴急着直叫 老子不是坐骑 是大哥的小弟 却是发不出声音 只能恩啊恩啊的直叫 李玄霄哈哈一笑 摸了摸小毛驴的头 没关系 你在外面吃点东西 很快我就出来 入了拍卖会 李玄霄按照后排的指引 坐在了后座 这个座位 就要花上一百枚中品零食 更不用说再往前的座位了 说起来 已经好久没来拍卖会了 那时候 在拍卖会 都遇见了什么好玩的事呢 李玄霄逐渐地陷入回忆中 以前 他记得村子里的老人 总喜欢回忆往事 一边回忆 一边牢牢叨叨 一件事情 往往能讲上七八遍 每一次 自己都嫌烦跑开了 等慢慢上了一些年纪 这才稍微懂了一些 年少时仙衣怒马 一切都是新鲜 做什么都充满激情 充满干劲 随后经过种种 伴随时间洗礼 对一切感觉都熟悉 失去了那种憧憬 默然回首 年老的自己在街角 看见年轻的自己 目之所及 皆是回忆 心之所想 皆是过往 前面年轻人的吵闹声 将李玄霄拉出了回忆 脸上带着兴奋 与期待的笑容 这里看起来真气派 不枉咱们攒了 这么久的零食 这一次 一定要买到复林丹 你确定咱们的零食够 大概吧 复林丹应该很少 会有人去买 这时 一位适者走过来 实在抱歉 二位忘记交座位费了 座位费 我们交过了 二位刚才交的是入场费 这是入座费 两个年轻修饰对视一眼 入座费 还有这种东西 多少零食 你们这个座位 需要一百五十枚中品零食 什么 二人一惊 这么贵 若是交了这座位费 哪里还有足够的零食 去买副林丹 他们的座位费 我给了 身后忽然有温和的声音响起 二人同时向后看去 就见一个穿着青衫的年轻人 替他们服了零食 多谢前辈 二人一口同声 李玄霄点点头 摆摆手 好好修行吧 小子们 其中一人露出一张 极为灿烂的笑颜 谢谢前辈 也祝前辈 您在修行路一往无前 扬名立万 一往无前 扬名立万 李玄霄笑着摇了摇头 片刻后 拍卖会场的人越来越多 小姐 我们去包厢吧 这里乱糟糟的 没事 我不需要特殊 平平常常就好了 就坐这里吧 身穿黑袍的女子 看了一眼一旁的金虎 坐吧 金虎 跟我说说 关于这儿有趣的事情 多谢林小姐 金虎小心翼翼地 挨着对方坐下 她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姓氏 姓林 姓林的大姓 可并不多 能让父亲如此对待的人 更不多 火熊帮的势力范围 可并不仅仅在此地的小镇 而是围绕着整个浮光森林 帮内成员 达万人之多 比一般的家族势力 都要庞大 父亲曾经在西陵王朝军中任职 后来辞官回乡 才发展了这火熊帮 再看看对方这派头 这出门的架势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了 西陵皇室 林家 金虎深吸一口气 半君如半虎 稍有不慎 便是灭族之祸呀 金虎警惕地四处看了看 心中不禁泛起担忧 这还是其次 如果这位公主殿下 在他们的地盘 遭到了意外 他甚至都不敢想象后果 嗯 前辈 金虎忽然发现了 坐在一旁的李玄霄 之前 他与张大力等人 一同前往浮光森林 寻找巷柳的时候 曾在破庙中 与李玄霄有过一面之缘 李玄霄微微点头 金少主又见面了 是啊 金虎想起来 那日发生的种种 看看李玄霄 又看看另一旁的林小姐 左边这人 是张大力等 几位上三井大门口中的高人 右边这人 则是西林的公主 这辈子都没想过 会有这种待遇 这是你的朋友 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我也想多接触一些 普通人的朋友 金虎嘴角微微抽动 这位是李道友 李道友 这是我的朋友林小姐 李玄霄微微汗手 算是打过招呼了 隐藏在黑袍之下的 西林公主淡淡道 赏 老者起身 递上一枚金色的零食 李玄霄一愣 金虎瞪大了眼睛 金色的零食 这也太夸张了一些 盲低声道 林小姐 你这样会吓到别人的 怎么了 普通朋友之间 不会这样吗 当然不会了 不会有人没事 给初次见面的人 以为金色的零食 哦 林小姐恍然 我明白了 再给一些别的 下一秒 李玄霄就收到了 许多其他品质的零食 这样对吗 林小姐认真的问道 金虎内心抽搐 罪恶的帝国继承者 李玄霄无奈苦笑 这个插曲很快就过去了 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85章 月后的规划 宽敞明亮的拍卖大厅内 人头攒动 喧嚣声此起彼伏 大厅的中央 是一个巨大的展台 上面展示着各种珍贵的物品 拍卖会的气氛异常热烈 好拍的举起声和竞价声 不绝于耳 有时 一件普通的物品 也能引起激烈的争夺 价格不断攀升 令人咋舌 而那些珍贵的物品 则更是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 竞价声一浪高过一浪 场面十分火爆 在拍卖会的一角 身披黑色斗篷的少女 用手指抹撒着下巴 陷入思索 似乎是在考虑 到底该拍下个什么物件 一旁的金虎低声询问 林小姐 可有什么心仪的东西 这拍卖的物件 自然入不了少女的法眼 不过 即是为了历练 少女略意犹豫 目光落在了正在拍卖的一件 玲珑魂灯之上 看起来不错 就它了 四百中品零食一次 四百中品零食两次 少女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牌子 毫不犹豫地举了起来 四百零食 主持人提醒道 这位道友 四百零食已经被人出嫁了 四百商品零食 少女淡淡道 此言一出 顿时无数道目光汇聚而来 便是见识过不少场面 都能应对自如的主持人 都不由得一愣 玲珑魂灯是以凶兽之魂破作燃料 在迷雾当中 具有一定的效果 平时作用并不多 更多的时候是装饰的意义 所以 价格在四五百中品零食十分合理 如果不是为了特殊需要 没有哪个傻子会出高价买这个玩意 当然 今天是个例外 好 恭喜这位小姐 以四百商品零食的价格 获得了玲珑魂灯 主持人的声音异常热情 惊呼无声叹了一口气 这四百商品零食给自己多好 万恶的有钱人 李玄霄这时候 才多看了一眼那黑袍少女 一双法眼之下 那身遮挡自身气息的黑袍 自然没什么作用 颇有几分雇人之资 很快 便有新的物件被端上了拍卖台 拍卖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最后李玄霄以一个不算高昂的价格 买到了两尊玄力鼎炉 拍卖会结束 李玄霄刚走出拍卖会场 便见那位黑袍女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上了一辆九匹高头大马 牵扯着的豪华马车当中 金虎忙不迭地跟了上去 还不忘转头与李玄霄告别 李玄霄只当是看了一场有趣的戏 又带着小毛驴在镇子上转了一圈 这才回了在浮光森林 临时跑出来的洞府 洞府呢 敖春躺在椅子上 翘起了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喝着茶水 看着远处的云卷云梳 嗯 这才是自己该过的日子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这椅子真舒服 怪不得李真人愿意躺在上面 那个小李 今天去猎杀十只五颈凶兽 五只六颈凶兽 敖春学着李玄霄的语气 自顾自地说道 嗯 我觉得可以 敖春哈哈一笑 哈哈 觉得行 我觉得也行 忽然 敖春一正 随后 默默地站起了身 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 小猫驴嘴中发出咯咯的笑声 李玄霄挑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将两尊顶炉放下 两尊顶炉还不够 敖春带回来的兽盒 自然也不够 李玄霄粗略孤犯了一下 想要用炼制的兽盒 弥补健胚的缺陷 这兽盒的数量 必须要足够庞大 且兽盒极难储存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迅速降低价值 凶兽治凶治刚 又自幼体魄神魂坚韧 其兽和是其精华所在 用来融合主杀伐之剑 再合适不过 在灵中猎杀凶兽 速度又太慢 周期太长 所以 李玄霄很早便有了计划 以从李永安那里 抢来的幽魂天光 七叶花作耳 吸引凶兽 然后一网打尽 只不过在这之前 需要不买到足够多的顶炉 以及储备零食 顶炉需要零食方能驱动 到时炼制兽和这些 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 毛驴记一下 咱们今后的规划 接下来的日子一如往常 敖春每日出门 每日都是带着商扒回来 李玄霄选好了买家 将半年积攒下来的的兽盒 全部卖出去 换取顶炉 当然 也没忘记补充一些 快用完的油盐酱醋茶等调料 毛驴 今儿晚上吃烤肉 腌制的兽元肉 应该已经入味了 小毛驴开心地笑着 回到洞府当中 敖春已经回来了 不仅回来了 还多带了一个人 是在半月前 在拍卖会场 遇见的那灵性少女 少女坐在石凳上 好奇地四处打量 见了李玄霄 眼前微微一亮 我的普通朋友 咱们又见面了 李玄霄无奈地笑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 打招呼方式 敖春解释道 我在林中偶然发现了她 顺手把她救下来了 你身边的其他人呢 李玄霄问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要自己历练 说这话时 少女十分自豪地 挺起了胸膛 敖春轻哼一声 小丫头 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 要不是遇见了我 你现在已经变成 凶兽的盘中餐了 少女有些不满地 看着敖春 李玄霄将烧烤架拿出来 随意地说道 便在这待一晚吧 都天亮了 送你回去 少女点了点头 谢谢你普通朋友 李玄霄自动忽略了 后面的称呼 不一会儿 洞府内便充斥着 烤肉的香气 少女看着手中的筷子 没有白玉筷子嘛 紫檀香精歉玉 清玉香吃精筷也可以 敖春一挑眉 爱吃不吃 看着对方 敖春仿佛是看见了 曾经矫情万分的自己 忍不住火气 就上来了 你不是要出门历练吗 怎么连这点苦都受不了 少女犹豫了一下 随即用筷子夹起食物 小口吃了起来 你姓林 玄冰叫什么 李玄霄问 第八十六章 西林第一美人 林梦 少女答 赵如雪是你什么人 林梦诧意地看着李玄霄 是我母妃 话刚说出口 她就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不应该称呼自己母亲为母妃 于是盲改口 你认识我母亲 嗯 曾经认识 李玄霄点点头 怪不得有故人之姿 原来是故人之女 不仅长得像 性格像 甚至离开家人的庇佑 独自闯荡江湖 跟她母亲年轻时 也是一模一样 一旁的敖春 眼睛微微一转 赵如雪 这个名字 她可再熟悉不过了 西林第一美人 西林历代最具有手腕的皇后 王朝内太后多政的例子 并不少见 大多都是老黄早早地死了 新皇年幼 太后母家势力庞大 因此开始干预政事 左右王朝 然而如西林一般 皇帝健在 竟然发生了二省临朝的事情 皇帝与皇后并肩而坐 共治天下 一度令人嘖嘖称奇 年轻时的敖春 曾与三五好友 结伴共入西林 只为了见识见识 这位传说中 西林第一美人一面 不过 那一次还没有入得了西林京城 便被青天间修士发现 狠狠教训了他们一顿 后来 这事被父亲知道 觉得敖春太丢西海龙族的脸 记忆犹新 我希望你们忘记我公主的身份 以平常心跟我相处 林梦如是说道 敖春痴之以鼻 不再打理这个小丫头骗子 西林公主又怎么样 自己还是西海真龙之孙呢 西林不过是一个区区数百年的王朝 自家祖父那可是真龙 西海龙族 岂是区区一个存在百年的王朝 可以相提并论的 一日 李玄霄便带着林梦 离开了洞府 返回小镇 你母亲最近怎么样 身体好吗 我母妃身体很好 你是如何与我母妃认识的 林梦有些好奇 很多年前了 那时她还不是西林皇后呢 李玄霄想起以前那个 总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嚷嚷着要嫁给自己的女孩 林梦上下打亮了眼李玄霄 怎么看也不像是能跟母亲认识 不然怎么会做那么破的洞府 基于我母妃认识 回去我跟人说一说 让他们给你换一个好一点的住处 林梦十分认真的说道 李玄霄笑着摇了摇头 便在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幕后 林中的林木哗啦啦的倒下 鸟瘦四散 一只身高十余丈的吊金白虎出现在林中 猛虎通体雪白 没有一丝杂毛 眼中闪烁着责人而逝的寒光 九幽白虎 吼 虎笑声骤然响起 李玄霄眼神一鸣 跑 他一手将林梦抓起来 跳到小毛驴的背上 小毛驴撒开蹄子 狂奔去 九幽白虎身影如电 小毛驴撒开蹄子狂奔去 他的四体离得仿佛要飞起来一般 毛发在风中舞动 眼睛更大 鼻孔张开 呼吸急促 九幽白虎身影如电 身体好似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 那是什么东西 凶兽 九幽白虎 李玄霄道 很厉害吗 很厉害 咱们仨都不够做他的饭后甜点 林梦 他知道我父亲是西林的皇帝吗 李玄霄被气笑了 西林的皇帝 你爹就算是天王老子 这凶兽也照吃你不悟 下一刻 九幽白虎的翅膀展开 遮天蔽日 散发出无尽的威严和力量 毛驴 快快快 李玄霄干脆跳下来 一手抱着毛驴 一手拎着林梦 施展神形之术 脚步轻盈而稳健 风吹得他一惊飘飘 一股股强大的能量冲击倾向下 竟被李玄霄巧妙地躲开 有两次擦着林梦的尖角落下 巨大的余威将他差点震晕 神魂一阵颤抖 这就是接近死亡的滋味 林梦神情有些恍惚 即便是昨天 遇见了那实力超越他的凶手 他还自认尚且有一战之力 可现在面对身后对头九幽白虎 他毫不怀疑一旦被对方追上 自己必死无疑 身为皇室公主 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这种绝望的感觉 李玄霄速度飞快 一人一虎 一前一后在林中穿行而过 小姐 这时 有一道雄魂的声音骤然响起 紫色的雷电喷涌出 落在九幽白虎身上 却是连皮毛都没能伤其半分 三道身影从空而落 去截杀那九幽白虎 林梦一写 有救了 一人手持长枪 枪身雷光闪动 刺向九幽白虎 另一人则挥舞着巨剑 剑刃上闪烁着寒光 砍向九幽白虎的腿部 最后一人双手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蓝色的光幕 出现在三人身前 九幽白虎怒吼一声 翅膀煽动 狂风呼啸 同时张口喷出一道黑色的火焰 袭向三人 火界风势 轰然而出 轰隆隆 林梦的笑容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很快 三人便陆续败下阵来 九幽白虎脚踩烈焰 鼻尖喷着强烈的白气 一名脸颊消瘦的老者 猛然咬破舌尖之血 拦在其身前 驱动福宝 顿时周遭光滑耀目 筋芒流动 九幽白虎 猛然一爪子扇了出去 浩浩荡荡的火焰 仿佛泻红一般 那老者的福宝 脆弱得像是纸张一般 林梦美眸瞪的老大 嘴中喃喃自语 不可能啊 不可能 你耍赖 我没有 我明明看见了 所化的巨大气盘 一时之间争论不休 忽然 香柳其中一个头转过去 盯着不远处 怎么回事 李 李玄霄 香柳神色骤然一变 只见李玄霄一手拎着一个女孩 一手抱着一头毛驴 飞奔向自己 香柳深吸一口气 随即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跑 救命啊 杀上古稀有异兽了 第87章 剑客只有剑 不需要女人 香柳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夏天 初夏的阳光 从秘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 地下印满铜钱大小的零零光斑 种下的凉风吹走炙热的焦虑 香柳盯着出现在眼前 不知死活的人足修士 又来给自己送吃的了 香柳冷哼一声 满是不屑 那人戴着一顶梭帽 左手压着帽帘 右手的大拇指 轻轻推开剑桥 我叫李玄霄 香柳冷声道 不用告诉我你的名字 死在本尊手下的 你这号人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了 那年轻剑客哈哈一笑 我叫李玄霄 以后会是一个很出名的剑客 那个夏天是香柳此生最快乐的夏天 此后 他每每到了夏天 都会想起 那个叫李玄霄的剑客 此时此刻 香柳看着那个噩梦般的男人 发了风思地向自己奔来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恨不得爹娘少伸了四条腿 救命啊 我可是稀有上古异兽 别杀我 香柳 保护灵梦的三位护道者 看着不远处疯狂移动的香柳 皆是大惊失色 一个九幽白虎 便已是如此了 如今竟又遇见了传说中的香柳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 有些不对劲 这香柳 怎么一副慌慌张张的模样 九幽白虎 本是已经不准备再追了 李玄霄虽然现在打不过那九幽白虎 不过对方却也追不上他 九幽白虎很快便发现了这点 方才他已是全速追击 可始终跨不过那段距离 于是 当三位护道者出现的时候 他很快便将目标调转到他们的身上 准备将他们吞了两身 谁知道 就在这时忽然感受到一股令他灵魂直颤的气息 香柳 出于本能 九幽白虎闷头狂奔起来 围绕着浮光森林中最大的那座山峰 三股强大的气息相互追逐 香柳完全不明 所以 什么情况 李玄霄怎么突然要干我 我怎么 难道是突然看我不顺眼 九幽白虎有限的智商 更想不明白其中的因果 香柳虽说在浮光森林是最顶尖的存在 可是从来没有猎杀过一只凶兽 也从来不干涉浮光森林的事情 怎么今天就突然紧追着自己不放 哦 九幽白虎仰天长笑 三个护道者看着远处这一幕 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情况 小孩子在玩相互追逐吗 林梦被李玄霄抓在手中 一句话也不敢说 吓得浑身僵硬 香柳的气息对于他来说 仿佛是这一整片天空向他轻涯而来 让他呼吸不能 比起九幽白虎 不知道要强大到不知多少倍 李真人 李真人饶命啊 香柳一边跑一边大喊 根本不敢停下来 侯侯 九幽白虎的吼声同时响起 仿佛是在说 关我屁事 片刻后 李玄霄站在不远处 看着项柳和九幽白虎 转着圈奔头跑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随后 转身便走 小镇上 记住了 以后行事要谨慎 江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玩 啥 李玄霄笑着摆手 行了 快收起来吧 三位护道者拱了拱手 向李玄霄道谢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 西林定会报答 在下告辞 林梦道 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 李玄霄略意犹豫 在下道号紫阳 紫阳 知道李玄霄这个道号的人并不多 当时有一段日子闯了祸 便借着这个道号 嫁祸于他人 不过那个真正叫紫阳的道人 寿远早静 到此 数日后 西林京城 皇宫 严福宫 宫内陈设着华丽的宝座和屏风 显得格外庄庄 殿顶高悬着一颗巨大的明珠 熠熠升辉 照亮了整个大殿 严福宫本是皇后的寝宫 只是随着皇后的地位俱增 严福宫与郑德殿一样 成为了处理政务的地方 公主林梦 换上了一身华丽的裙子 跪在严福宫的狼道上 高举着双手 一脸郁闷 两位大臣 一位兵部侍郎 一位户部尚书 从宫内议室后出来 见了公主微微拱手 见过公主殿下 两位老臣脸上都带着笑容 知道是公主又惹了祸 又过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昏灰欲睡的林梦 忽然身子一抖 将手臂伸直 抬起头尾去巴巴地 看着面前的母妃 谢灵第一美人 谢灵皇后 赵如雪 那女子柳眉烧眼角尖 带着淡淡的笑意 皮肤白皙如雪 宛如玉雕般的面旁 散发着一种凛冽的气息 身材高挑而修长 摇身纤细 曲线玲珑有致 一身华丽的长袍 上面绣着精美的花纹和图案 更显她的高贵和典雅 母妃 我错了 错了 这一次 差点就丢了性命 继续举着 母妃这如意 为什么这么沉 赵如雪轻哼一声 加了些许的灵力 你就支撑不住 还想要出门历练 如果不是 我叫了护法陪同你 现在你我母女 早就阴阳相隔了 是 还是母妃想得周到 林梦撇撇嘴 我听护法说 你们在浮光森林 遇见了香柳 是 我也好久没见过她了 赵如雪淡淡地说 母妃认识香柳 很早以前的事了 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 能在香柳手下活着回来 你这丫头命真大 那个救了你的人是谁 在何处修行 她在浮光森林 有一处洞府 不过十分破烂就是了 道号叫紫阳 紫阳 让人去查一查 是要好好感谢人家 赵如雪转身 正要折返回寝宫 她还跟我说 她跟母妃认识 母妃不记得了 与我认识 赵如雪 忽然身子一僵 紫紫阳 她猛然转过身 那那人长什么模样 林梦便将李玄肖模样 大致描述了一遍 赵如雪一个恍惚 扮上回过神来吗 低头轻轻一笑 哦 果然是她 怎么 母妃 你想起来了 嗯 是母妃曾经认识的人 林梦好奇地问道 我还以为她在说假话呢 母妃你跟她怎么认识的 赵如雪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了 很长的故事 可是她住在洞里 吃着烤肉 用的还是那种筷子母妃 怎么跟她成为朋友的 母妃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天下第一剑客 一剑在手 天下无人可挡 有这么厉害 是的 赵如雪眉眼皆是笑意 不由地回忆起了曾经 我赵如雪发过诗要嫁 就嫁给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李玄肖我一定要嫁给你 李玄肖微微偏头 酷酷地说道 剑客只有剑 不需要女人 第八十八章 等春风拂近人间长流 母妃 给我讲讲吧 林梦满眼都是好奇 赵如雪揉了揉自家女儿的脑袋 唇角微微明起 目光正正地看着远处 像是穿越了时间 空间回到了曾经 我赵如雪 是嫁给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所以我要嫁给你 漫天大雪 披着雪白袍子的女孩 站在风雪当中 穿着一身青色袍子的年轻男人 回手摇了摇手指 十分装腔做事地说道 剑客不需要女人 只需要剑 李时 赵如雪是赵家的长女 春秋时代 家族互相征伐 混乱不堪 赵家在西林这片区域首屈一指 只是自古就没有长盛不衰的道理 几大家族秘密与魔教联手 趁着赵家调配人手外出之际 血洗赵家本家 同时魔教围杀赵家 胜于族人 剩极一时的赵家 便这么亡了 除了几个侥幸逃脱的分支 赵如雪是赵家唯一的敌情血脉 李玄霄带着这个 被各大家族追杀的赵如雪 前往浮流州 寻找已经离开多年的赵家某位长辈 此后 这十万一千里路 少女都跟在那名叫李玄霄的 天才剑客的身后 从流水江南 烟龙人夹到沙漠汗海 李玄霄在江边雾剑 剑影闪烁 少女则在江边唱歌 歌声悠扬 在沙漠中 顶着酷热和风沙 艰难的前行 少女的脸上沾满了尘土 嘴唇干裂 但她的眼神却依然坚定 紧紧地跟在剑客的身后 在海风呼啸的海滩上 巨浪与海风起舞 少女的衣服被海水打湿 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小城东边卖馄饨的小滩 生意火爆 少女一口气吃了三碗馄饨 她吃得很香 便是不饿的人 看着她的吃相也会饿 平日里这些东西 她是根本不会看上眼的 也完全不会动心思 这个面不加葱花不好吃 李玄霄给她抓了一撮白绿 香剑的葱花撒碗里 又拿过装辣椒油的小瓷瓶 往碗里放了一些 少女吸一口小馄饨中 饱满的汤汁 含在嘴里 汤汁在舌头上来回滚动着 微辣的汤汁刺激着味蕾 使得舌头有点麻麻的 有其乐融融的一家经过 小儿子骑在父亲脖子上 手里拿着唐人 少女看着这一幕 片刻后 眼泪巴搭巴搭地落在碗中 等着 我一定会杀了他们 她看向李玄霄 你很厉害 我做什么 你能帮我报仇 李玄霄淡淡道 做什么都不会 我只负责保护你 何况你也没什么能给我的 一月后 在苍蓝海 他们遭遇了魔教邪 休与几大家族的联手为杀 那一次 少女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 她身怀赵家密宝 为了这份密宝 魔教调来了三处分教的教主 三名七警巅峰修士 还有一百余位精英 此外 几大家族将四驾非洲横在苍蓝海面 阻断了他们的退路 数百余位修士 随时准备出手 之所以没有立即袭杀 无非就是顾忌李玄霄 青云门大弟子的身份 此事 乃是我等与赵家的私人恩怨 还望青云门莫要插手 远处 有人喊话 若是误伤了足下 便怪不得我们 再凌家地位颇高 非在下冒犯 只是青云门虽大 我等却也绝非萧小之辈 还望族下分个轻重 是啊 我们不想与青云门为敌 但若是执意如此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另一边 魔教中人蠢蠢欲动 与他废什么话 干脆一起杀了就是了 族下可听见了 今天便是将族下杀死在这里 料那青云门也不敢怎样 我看族下跟那女孩 也不过是萍水相逢 何必为了对方搭上性命 不如大家交个朋友怎么样 就是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催促或逼迫 或唱红脸 或唱白脸 赵如雪像是认命了似的 苦笑道 就到这里吧 若是真有来世 你的恩情我会报答 年轻剑客坐在船头 横溅于胸前 平静地说 人没有来世 何况我说了 这一路会护你周全 我不会实验 赵如雪一正 为什么 为什么帮我 因为答应过你 赵如雪呆呆地看着他 实际上 他与他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 只是在逃命的时候 偶然遇见了这个 喝着酒躺在树梢上 睡觉的剑客 剑客在听了他的故事后 随口道了一句 那我送你 去找你家的长辈 一剑出鞘 剑光横抹 哗啦啦 海浪之间 发出万马奔腾般的波操声 那时的李玄霄 修为并不顶尖 后来的赵如雪 见过许多 比那时的李玄霄 还要厉害的人 可再也没见过 那惊艳了他一生的一次出见 夕阳渐渐收敛了光芒 像一只光艳柔和的大红灯笼 悬在海雨天的边缘 李玄霄浑身浴血 背对着夕阳 收剑入鞘 走吧 赵如雪重重点了点头 再后来 赵如雪找到了 自家影视多年的长辈 一步步在这个残酷的 修仙世界壮大 发展自己的势力 最终重回赵家 报了当年灭门之仇 多年以后 又是一个雪天 他与李玄霄重逢 他报了仇 太早已是天下第一剑客 又是一个大雪天 风 刮得很急 雪花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 在空中飞舞 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 好久不见 他说 是啊 赵如雪笑盈盈地说道 多年不见 女孩脸上 早已没了以往的稚嫩 浮光盛雪 眉目如画 梨花一只春带雨 增之一分则太长 碱之一分则太短 灼粉则太白 石珠则太赤 唇角站出一朵青莲般的笑 一对星眸 在这抹微笑中引人瞩目 你已经是天下第一剑客了吗 李玄霄看着手中的剑 淡淡道 差不多 我已经许久找不到对手了 那你要娶我吗 我们说好的 女子忽然凑近了 几乎贴着她 李玄霄轻轻敲了一下她的脑袋 别自顾自地说出一个不存在的约定 女子柳眉微皱 露出一个委屈的表情来 若是让熟悉的人看见 定会吃惊不已 平日里沙发果断 支撑起一整个家族的赵如雪 也会露出这种小女子一般的神情 你忘了 咱们说好的 再遇见了 我要嫁给你 大白天的就做梦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这一日 赵如雪在西陵最好的酒楼 请李玄霄喝了一顿酒 第二天 李玄霄便离开了 赵如雪一直将她送到城外 看着她的背影 她想好了 要是对方回头 自己无论如何 也要缠着嫁给她 可是李玄霄一次也没有回头 就如同她的剑一般 一往无前 从来不会往回看 赵如雪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大声喊道 你要去哪呀 我们不顺路了 李玄霄摆了摆手 江湖再见 总会相遇 也总会离别 赵如雪露出一抹苦涩 把头低下 几年后 赵家的势力 已经威胁到了西陵皇室 双方矛盾日益加剧 其他家族又皆是虎视眈眈 为了家族不再重蹈覆辙 赵如雪选择与西陵皇帝成婚 大婚那日 李玄霄本是要讨一杯喜酒喝的 却被赵如雪拒绝了 赵如雪在阁楼上冲着李玄霄大喊 谁都来可以 就你不能参加我的婚礼 啊 李玄霄不明所以 太不够意思了吧 喝杯喜酒都不成 我又不是不随份的钱 我不管 你不准来 为什么 给个理由 我这身份去了 给你长长面子 免得日后被婆家人欺负 不用你管 不允许你来我的婚礼 我的婚礼我做主 李玄霄自然不懂女人的小心思 他可是特意赶了几日的路 来参加他的婚礼 最后只在酒楼里喝了一顿闷酒 气愤的决定要跟这家伙绝交 离开酒楼 西陵京城 三分春色 细雨千丝 客官 您等一下 小二走出来 有一位客人 托我留给你一张纸条 哦 李玄霄微微挑眉 他打开纸条 上面是赵如雪的笔记 等春风附近人间长流 你要记得 与心上人去白头 李玄霄淡淡一笑 自顾自地说道 新婚快乐 他的身影 渐渐地消失在大雪之中 母妃 母妃 林梦叫了几声 赵如雪才从遥远的记忆中 回过神来 嗯 母妃 给我讲讲你之前的故事呗 赵如雪又敲了一下他的脑门 训斥道 好好跪在这儿 犯了错还想听故事 赵如雪走出殿内 看着殿外的景色 草长鹰飞 思涛伏地 向阳草木青 明媚春光暖 又是一年春满园 等春风附近人间长流 你要记得 与心上人去白头 他轻声难道 娘娘 您在想什么 一旁的侍女是赵家的后代 又一直服侍赵如雪 自然是亲近 否则换了别人 定是不敢出声询问主子的 没 没什么 赵如雪微微一笑 笑中带着几分感伤 只是想到一个很久很久之前的朋友 什么样的朋友 能让娘娘想念 一个很会耍帅的朋友 浮光森林 金沙大峡谷 一个人影出现在峡谷内部 手中钻了一支笔 在地上写写画画 呼 李轩萧抹了一把汗水 真累 以前实力强的时候 只需要一把剑 现在不行了 炼丹 血伏 不服阵 都得一一用上了 浮尸 将天地灵气入末 以伏作战 催动符指 激发符指上的符纹 从而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 符师需要将自己的意志力和情感 融入到符指中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以伏入到的符师们 手段虽然神秘 但也并非无间不摧 他们的身体素质相对较弱 需要依靠符指和符纹的力量 来保护自己 做符阵的好处 便是可以事先储存足够的灵气 这样一来 在战斗时便可以随时调用 以某种形式参与战斗 而不需要临时从天地间汲取灵气 只是做符 需要自己的心意和情感融入其中 极为消耗精力 李玄霄这个符陆陆续续 已经画了大半年之久了 符墨字不是普通的符墨 不过符师数量稀少 小镇的林墨林笔数量因此也少 质量更加不高 李玄霄也就只能将就了 他是从世间第一符师 那老家伙是个老古董 符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一件金标细琢的艺术品 如果让那老家伙知道 自己用这种符墨 抱着这种心态 在这种地方画符 估计会骂死自己 李玄霄伸了的懒腰 看样子是时候了 从昨天开始 浮光森林的妖兽凶兽 大部分便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金沙大峡谷中 峡谷中心 敖春看着聚集而来的妖兽 不由地吞了一口唾沫 这时候 便是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去的 估计会在片刻的功夫 就成为妖兽们的盘中餐 敖春看着中心那朵盛开的鲜花 幽魂天光七叶花 便是他吸引了这无数妖兽凶兽前来 很快 这些少有灵智的妖兽 便不可避免地在峡谷内厮杀起来 因为李玄霄布置的扶阵缘故 这些妖兽一时半会儿 还冲不进峡谷的中心 不过 在敖春看来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李玄霄抬起头看着天空 嗯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天空乌云密布像千百匹拖起的猎马 地平线上 也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 只听见那低沉的 连续不断的嗡嗡声 从远方的天空传来 天时地利与人和 扶阵 暴雨倾息而下 扶阵随之启动瞬间 今日天象营获守心 半年前 入住浮光森林之时 李玄霄便预测到了今日之景 再加上这场从天而降的亿万滴雨滴大雨 便是最佳的天使 千年难遇 恰巧让自己碰见了 成就了这阵法 暴雨如同千万根利刃 切割着空气 发出刺耳的声响 似乎要将整颗峡谷切割成无数碎片 他们互相交织 缠绕 仿佛一幅抽象的画卷 让人眼花缭乱 扶阵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如同夜空中的繁星 扶阵中心 李玄霄手持法绝 口中念念有词 仿佛在与天地间的力量进行着对话 说起来 这是敖春第一次见李玄霄出手 他就站在李玄霄的身后 并没有被扶阵的力量波及到 但是仍旧能感受到 那股庞大的力量 令他心魂站立不止 而处在扶阵波及范围内的妖兽 则如同宝纸一般被撕开几节 大地剧烈的颤抖中 就连一声哀嚎都没有 落在峡谷的岩壁上 岩壁片片碎裂 落在遮天蔽日的陵墓上 陵墓变成墓粉 轰隆隆 敖春看着一只曾经追杀过自己的七颈巅峰妖兽 在这种恐怖的威能之下 那妖兽都未曾鸣一声 便瞬间被雨滴切削成了肉泥 风渐渐停息 雨慢慢停下 李玄霄收起法觉 扶阵的光芒也逐渐消散 敖春仍沉浸在刚才的震撼之中 他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景象 满地残骸 鲜血染红了土地 藏在仙天人湖中的香柳 瑟瑟发抖 犯 发生了什么事 狗日的天杀的李玄霄 我祝你生儿子没屁眼 浮光森林外围 火熊拥兵团的少主金虎 正带着众人准备前往猎杀凶兽 少主 前些日子来的那些高人 还有那个披着黑斗篷的女孩 一个个都是什么身份 就是 快跟我们讲讲吧 我不是跟你们几个小子说过了吗 可是那个在破庙中煮辣肠蔬菜汤 那个神秘高人 你还没说清楚呢 那人啊 我第一眼看他就不是普通人 金虎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一人道 那高人现在有可能还在浮光森林 不如咱们去碰碰运气 万一能遇见一份机缘 是啊 你要是能走到浮光森林身处还能活着 就不需要什么机缘了 话音刚落 便听地面一阵剧烈的颤抖 怎么 怎么回事 围绕着浮光森林的十余个小镇 无数修士同样发现了这一境况 轰鸣之声持续不绝 暴雨从天而降 天象是裂开了口子 整个浮光森林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远处的地平线上 一轮太阳将要落下 峡谷之中 一个个兽盒被李玄霄收到储物节当中 光收这些兽盒 都足足花费了两天两夜的功夫 扶阵的余威不散 周围的凶兽皆不敢靠近 细细算了一下 竟然有足足四万余梅兽盒 带着这四万余梅兽盒 李玄霄回到洞府内 如今的洞府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顶幕 李玄霄大手一挥 闭关 这一闭关便是数月 期间发生了几次三昧真火意外泄露 红楼梦 项柳小心翼翼的从先天人湖内探出头来 这李玄霄又在搞什么鬼 乌龟王八蛋 日常狠狠在心中问候了一下李玄霄的祖宗十八代 项柳又从岸边钻回了水府内 惹不起惹不起 溜了溜了 敖春啃着胡萝卜 津津有味地看着李玄霄珍藏的那本 《红楼春梦外转之爆米地的往事》 对于这些带着颜色的书籍 他一向是不屑的 只是他实在受不了这无聊的生活了 每日除了去猎杀凶兽 便是在洞府内修行 或者跟毛驴下棋 终于随着洞中一声巨响 闭关了将近半年之久的李玄霄 终于重新出现在敖春和小毛驴面前 敖春一写 先生 你终于出关了 是啊 这段日子可累坏我了 也辛苦你们了 李玄霄伸手揉了揉小毛驴的脑袋 先生练制成功了吗 敖春期待地问道 自然 李玄霄仔细端向着手中的剑胚 这便是他用数万枚练制的兽盒 经过半年来无数次的灼烧 锻造 打磨 最终弥补了剑胚的缺陷 剑胚的表面光滑如镜 呈现出一种神秘的银色光芒 仿佛是由宇宙中最纯净的物质凝练而成 在李玄霄的眼中 这把剑胚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武器 而是一件蕴含着无穷力量的艺术品 他可以感受到 剑胚中那股更加强大的能量再不断涌动 仿佛随时都准备喷布而出 李玄霄若有所思地说道 不错 再补其健身就完美了 他又看向小毛驴与敖春 小毛驴自不必多说 修为已经攀升到了三井 三花聚定精 修炼真挚化镜 觉醒了天赋神通 法术威能初步显露 衍生神识探查天地万物 玉石法宝 只是小毛驴 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法宝练制 至于敖春经过这半年的淬炼 体魄更加强劲不说 便是连一直没有突破的六井巅峰瓶颈 都有了突破的迹象 李玄霄递给他一粒上品的裴鹰丹 裴鹰丹可洗净易碎 壮大原因 使人更容易突破修炼瓶颈 不同练丹师 练制同一种的丹药的差别 便是云泥之别 细微差距 体现在丹药上会被几百倍 几千倍的放大 而李玄霄手中这粒丹药 乃是他从李永安那里抢抢过来的 李永安的炼丹记忆 自不必多说 回了西海洞府之后 好好闭关修行 冲击有望 经过这半年的淬炼 修复了你之前冲击失败留下的损伤 切记修行之路切莫过急 千里之低溃于乙穴 敖春眼前一亮 随即反应过来 先生 是让我走 李玄霄道 把你带出来这么久 你也该回去了 先生我 李玄霄白白手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这没丹药的主人吧 随即 李玄霄又对毛驴道 毛驴把屋子里东西收拾一下 准备走了 先生下一步准备去哪 敖春问 李玄霄道 不着急 先去跟一个老朋友告个别 仙天人湖 正在熟睡的香柳 狠狠打了个哆嗦 猛然从梦中惊醒 怎么回事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第九十章 天不盖 地不在 该寡的贼 仙天人湖中 香柳钻进了自己在湖水内的洞府当中 从刚才开始 就有的 这一阵阵不安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浮光森林 难道还会有令自己不安的存在 还别说以前没有 现在还真有 难道说是李玄霄 那家伙 要对我做什么 听说他最近爱好美食 莫非是想吃清蒸酒头香柳 想到这儿 香柳顿时浑身恶寒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似是为了印证他的想法一样 水府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动动 那声音在香柳听来 好似是砸在自己的心脏上 动动 门外的敲门声愈加急促 香柳屏住气息 一动也不敢不动 喂 香柳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开门 李玄霄的声音传来 香柳心咯噔一声 轻轻咳嗽一声 捏着鼻子变换声音 你好 我是香柳的表妹 香柳不在家 表妹 李玄霄忍不住一笑 快开门 不让我砸门了 香柳无奈 只得硬着头皮 将门打开 脸上挂着馋妹的笑容 哈哈 真是稀客 稀客呀 你表妹呢 我刚才好像听见 你表妹的声音了 李玄霄调侃道 一个远方的亲戚 他害羞不能见生人 就先别见他了 李正人您请进 李玄霄微微眯起眼睛 打亮着眼前这就水浮 嗯 不错吗 还行还行 先生您别坐着了 站着吧 不是 您刷牙 喝茶喝茶 香柳肝大地笑着 李玄霄抿了一口茶水 别紧张 我又不是来揍你的 只是要找了 跟你告个别 你要走了 像刘眼睛瞪的老大 心中雀跃无比 就差放一挂边庆祝了 这位祖宗终于走了 哦 那个是碧水丹吧 你小子竟然用来做装饰品 哎 金刚卓 金胡萝 红胡萝 这两个胡萝 可是殷山老祖的得意法宝 想当年 为了炼制这两个胡萝 可是费尽心思 等了千年胡萝才开花结果 随后又用了无数的珍贵材料 经过精心炼制 才终于将它们炼成 招妖帆 赴妖锁 招妖帆 顾名思义 乃是一件可以召唤妖怪的法宝 只要将其祭出 便会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封印在旗帜内的妖怪释放 为之战斗 而覆妖锁 则是一件可以捆绑妖怪的法宝 只要将其抛出 它便会自动缠绕在妖怪的身上 使其无法动拦 这两件法宝 相互配合 一个困住妖怪 一个将其收服 都是降妖除魔的戾气 还有山河设计图 斩仙飞刀 隐身符挨压 好东西真多 这些宝贝怎么都在你这儿 香柳有些尴尬一笑 都是 都是他们主动送给我的 没办法交情好 当然是主动 他只是将那阴山老者 吊起来打了三天 对方就主动将宝物给自己了 绝对是主动 哦 真人看上哪一个了 便送给真人 香柳十分豪爽地说道 要是李真人全看中了 便是全拿走 也无所谓 他知道 以李玄霄的修为 这些宝物 定是入不了气法眼的 万一李玄霄 再随手还给他一份礼物 那对于他来说 便是天大的机缘了 这个到时候再说 我今天找你来是喝酒的 有酒吗 有的有的 向柳点头如倒散 来 今天只喝酒 香柳拿出了自己 珍藏许久的美酒 几壶仙酒下肚 都有些飘飘然 朋友一起 皆大欢喜 喝酒一定要彻底 宁愿让位喝个洞 不让感情流条缝 几个时辰之后 他们俩搂在一起 哇哇大哭 诉说着这些年自己的心酸 喝酒谈心 谈心喝酒 对饮护珍 见一杯老酒 谈谈内心的陈年旧事 把心中的苦痛拿出来 在无人的夜空下亮亮 对月举杯 对月畅饮 以清风下酒 以银月做灯 与酒言苦忠 与酒道人生 五日后 香柳从宿醉中醒来 四处看了看 这才发觉 李玄霄已经走了 浮光森林中 也没有了对方的气息 走了 两行青泪 从香柳的眼角滑落 许久没有这么和老友 喝过这样一顿酒了 也许久没有如此敞开心扉了 其实想想 这些年跟自己认识的老友 似乎也没几个了 当年要不是有李玄霄 自己也不会改邪规政 恐怕早被当今 正到所不容了 唉 香柳重重叹了一口气 下一次再遇见 应该好好感谢一番 自己似乎从来 没跟李真人道过谢 当年为了自己 能在这九州八荒 有一处七夕之地 李真人可是承受了 不小的压力 自己反倒是见了他 便如同见了鬼似的 是不是有些太伤 李真人的一片真心了 想到这儿 香柳转身 看向自己的洞府 下一刻 更多的泪水 从眼角喷涌而出 像是洪水泄露了一般 李玄霄 你这乌贼禽兽 天不盖 地不在 该寡的贼 只见原本富丽堂皇的洞府之中 此刻空空如也 好好好 西海 龙福 几位龙子龙女 难得的聚在一起喝酒闲聊 堂兄一回来 便闭关了 我看这一次 是有希望突破瓶颈 我在祖父受担之后 便再也没见过他 熬春堂兄这段日子 都去哪里练了 有了突破的迹象 你还不知道 祖父让他跟在李玄霄 李真人身边去历练 有李真人指点修为 自视突飞猛进 祖父真是偏心 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就轮不到我 得了吧 就你这个鱼木脑子 跟在李真人身边 能将李真人活活气死 就是 咱们几个里面 也就只有熬春堂兄修为 早早地达到了六景 若是真能突破到六景巅峰 届时怕是真有可能成为 跟祖父一样的真龙 我不是听说 那李玄霄修为被废了吗 谁知道 俗话说破船还有三千丁呢 这种人物的事情 谁说得轻 话音刚落 便听一声龙银 骤然响起 第九十一章 捉你们九族 洞府之中 许多水族错愕地 看向声音的来源 随着震耳欲容的 龙银之声响起 现出圆形的敖春 从水府内骤然窜出 此时的敖春体型更加庞大 额头之上 已经有了龙角的雏形 身体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每一片龙铃 都像镜子一样光滑 龙椅上 正在打瞌睡的老龙 微微睁开眼睛 鼻尖喷出磅礴的气息 看样子 又欠了那家伙一个人情 众多同辈之人 羡慕地看向 在天际遨游的敖春 咕咕哒 咕咕哒 烈日高悬 山坡之上 小毛驴拖着李玄霄 一步步地欢快地往上爬 李玄霄躺在毛驴的背上 用缩帽盖着脸 抵挡阳光 一人一驴 唱着欢快的小调 阳光被两旁 层层叠叠的树叶过滤 落到李玄霄身上 变成了淡淡的 圆圆的青青摇曳的光玉 毛驴该给你选一件法宝了 李玄霄忽然说道 毛驴此时已经到了三井的修为 法术微能初步显露 衍生神识探查天地万物 可以遇使法宝 修炼至三井巅峰 三花聚顶金 真挚化镜 才能觉醒天赋神通 现在最重要的是 给他选一件本命法宝 这对于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例如 选择杀伤力最为强横的飞剑 成为本命配剑的修士 则被称为剑修 选择服转的 则被称为服尸 此外还有许多 则被统一称为炼气使 当然 这也并不是说 服尸便不能遇剑 剑修不能使用其他法宝 相反 除了本命物 大多数修士 还会有其他的手段 剑修也会使用服转 服尸也会配剑 有时候 服尸的剑可能更加厉害 当然 也有很少的修士 为了追求更加纯粹的道 专修一图 你想要个什么本命物 小毛驴啃着胡萝卜 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摸出一定银子 嘿嘿一笑 我喜欢它 这个可以换许多胡萝卜 哪有用银子当本命物的 没出息 李玄霄拍了一下他的脑门 关道之上 时而有人拍马而过 剑起的尘土 让李玄霄微微皱眉 他看见一个挑着扁单赶路的老伯 大喊一声 老伯 黄瓜怎么卖的 老伯扁单里都是水汪汪的黄瓜 黄瓜递给李玄霄 不要钱了 拿着吃吧 多谢了 李玄霄也不客气 递到了一声谢 便跟小毛驴 分享起手中的黄瓜来 看你这样子 是要去长津 李玄霄道 是啊 西林长津 想去看看如今长津的繁华 老伯笑道 小子 长津是繁华 不过 那是对于有钱人来说 无碍 看看长津的景色便好 再往前走 一个夜晚的功夫 山水之间 忽然就起了雾 隐隐约约是可以看见 远处群山的轮廓影子 一恍惚的功夫 整个世界都好像被大雾冲斥了 怎么起了这么大的雾 老伯担忧地看向四周 与他们一同被困的 还有赶路的一对人马 是携带着家眷 前来长津的新任兵部主使 张顺 怎么了 从马车上走下来的张顺 皱眉看着四周 老爷 起雾了 这雾中有古怪 张顺道 凶兽风道 这种事情 竟然会发生在西陵的京城长津周围 可见这凶兽在西陵 究竟有多猖狂 对于王朝来说 庞大的地区相互畅通的官路 如何维持是重中之重 小的王朝 或者多山区的地区 时常会有凶兽风路 袭击过路行人 官员的现象发生 老爷 估计不久便会有官兵前来 不用担心 轰隆隆 山道之侧 有轰鸣之声骤然响起 巨石滚落 老爷 站在张顺身旁的老管家猛然出手 那巨石被运用了精妙的法术 无下万钧之力 老管家一连击碎三块巨石 低喝一声 保护老爷 数位蒙面黑袍人 出现在雾中 袭尸而来 张顺呵斥道 大胆歹徒 本官乃是皇后娘娘举荐 话还没说完 便有一道雷霆 与他擦肩而过 身旁那辆马车 连行员 带那两匹价值不菲的马 揭化成鸡粉 杀的就是你 老爷快走 当即 便有家仆抓起张顺 向远处逃避而去 张顺迅速回过神来 这位新任兵部主侍 方才距离死亡只有一线 却是丝毫没有后怕 反而是破口大骂 你们奶奶的腿 老子是皇后娘娘举荐的兵部主侍 你们是不是朝中那些老臣 派来谋杀我的 我要将此事告诉皇后娘娘 灭你们的九族 张顺的声音迅速远去 该死的 跑得真快 树道黑影落下 皇后的人正在赶来 不能再追了 老家伙 属兔子的 回去复命吧 本想伪装成凶兽袭击 这一次 怕是越挨罚了 黑衣人说着 偏头看向雾中的李玄霄 李玄霄又朝老伯讨了一根黄瓜 吃着黄瓜 看着这一场突然上演的大戏 已经挠不出了一整个故事情节 卖黄瓜的老伯早就吓傻了 抱着自家孙子 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瑟瑟发抖 杀了 别留活口 是 嗯 李玄霄没想到看戏 忽然看到自己身上了 老伯一听这话 心脏差点眉下的停止跳动 忙把头低下来扣头 各位好汉 规则我们都懂 这里发生的事情 小人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 算你们倒霉 一个黑衣人淡淡的 老伯心下一梁 完了 各位好汉 我家孙女还小 放过我家孙女吧 你们行行好 就要了老汉我的命吧 黑衣人没有多余的废话 出手便想要结果对方的性命 这种事情轻车熟路 自不必多说 怎可能留下活口 老伯趴在地上 浑身瑟瑟发抖 一守护着自家孙女 嘴中满是求饶的话 也不管有没有人听 直念到口干舌脏 嗯 老伯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小心翼翼地把头抬起来 周围的雾气已经散去 地上多了数据尸体 刚才还要杀他们灭口的黑衣人 此刻先被人杀死了 便是连跟他一起骑着毛驴的 那年轻人也已经不见了 老伯愣了一会儿 随即连忙挑着扁担 念着阿弥陀佛 带着自家小姑娘跑了 第九十三章 为天下 西陵 长径 李玄霄抬起头 看着一只雄鹰 从偌大的城池上空飞掠而过 从城门中入了城 小毛驴眼睛瞪得老大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繁华的景象 这可不是之前去过的南洋 还有其他的城镇能比得了的 西陵国力虽然比不上大业 不过这长径 倒是出了名的繁华 熙熙嚷嚷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刚走了一条街 茶楼 酒楼 妓院 赌场便是见了个遍 小毛驴好奇地东边瞧瞧 右边看看 他们入长径的时候 长径下起了细雨 长径的雨像眷丝一般 又轻又细听不见嘻嘻的响声 也感不到大雨焦头的那种淋漓之感 落在地上 好像是天空下了一种湿漉漉的烟雾 没有形状 也不出响声 李玄霄在街边随手买了一把伞 便这么举着 小毛驴也死活要了一个 一人一驴便撑着伞 走在这烟雨蒙蒙的长径 李玄霄絮絮叨叨地说道 我第一次来长径的时候 这里还不叫长径 而是统称西陵 但西陵并不是一个国家 只是这个地区的名字 春秋结束以后 西陵几大家族联合在一起 这才有了西陵 有了这所谓的长径 长径跟大夜的江南很像 烟雨朦胧 溪水缠缠 青石板路硬白墙带瓦 撑着油脂伞的美人 在青石板路上留下浅浅的脚印 美人 美人在哪 小毛驴骤然双眼放光 李玄霄哈哈一笑 长径的美人不如江南 但是长径的美食 却是比江南好吃数倍 咱们这些日子 要在这吃个够 嗯啊 顺带再为你 找个本命法宝 不急不急 要好好溜达溜达 慢慢来 就如同重活一世 好好享受 于是 这一日便是吃吃喝喝 长径的山主羊 馅酿成 梅花汤饼 五香膏 从最后一个餐馆走出来 已是很晚了 李玄霄和小毛驴都挺着肚子 李玄霄手里 拿着一杯冰雪冷原子 这是油冰块 糯米 牛奶等之城 美味香甜 清清凉凉 李玄霄牵着毛驴 悠哉悠哉的 走到拱桥之上 往下望去 李玄霄渔船 船上有树枝悠然的白鹤 偶尔看到一只在水面上飞翔 李玄霄停住观望片刻 便有一位修士遇见飞过 惊扰了白鹤 杀了风景 李玄霄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那修士的背影 却是没有多做什么 选了一家客栈 商量好价钱 就住了下来 月明星熙 李玄霄将客栈的窗户打开 盘腿坐在窗边 外边挂着的灯笼 不知银河缘故灭了一盏 李玄霄对着远方天边遥遥一年 好似借着这月光 投入灯笼中 一瞬之间 灯笼之中重新亮起了光芒 山水有灵 人节有灵 每个地方的灵运不同 都需要细细感悟 他微微仰头 目光穿越无边无际的黑暗 仿佛看到了那遥远的天际 那里 明月高悬 仿佛在微笑着注视着这个世界 月光如水 洒在他的身上 仿佛给他注入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他轻轻的碾动手指 灯笼中的光芒 随着他的动作闪烁着 仿佛在与他的心灵共鸣 光芒越来越亮 好似要照亮了整个黑夜 在灯笼的光芒下 李玄霄看到了 西陵整座京城山水的灵运 山脉连绵起伏 仿佛一条巨龙 盘踞在大地上 此外还有人节的灵运 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 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仿佛在这片土地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李玄霄运转长生道经 他主修的功法 本是青云门 青云十二卷 长生道经 乃是他与那魔教妖女 意外闯入归虚武山中的黛鱼 在黛鱼中 被天道禁止压制 为了冲破禁锢 强行学习了山中记载的功法 在体内积攒浊气 冲破禁锢 只是这门功法并没有名字 最初学的时候 这功法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都不如江湖武人学习的武道之术 李玄霄冲破禁锢后 便没有在意 直到后来 自己修为被废 经脉根骨被毁 气海雪山化为积粪 体内魔魂凝聚 便是什么功法都用不上了 本来 李玄霄已经不抱有什么希望了 谁晓得 这门功法倒是一如往常 一点点积累 李玄霄便为其取名长生道经 恐怕 自己这辈子都不能将门功法练到顶点 所以取名长生 恐怕唯有长生之人 方能修得至真入化 西陵长经 皇宫 严福宫 新道任的兵部主是 张顺还有其余十余位道任的官员 此刻正在严福宫内 准备接受皇后的接见 众人一聊天才得知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路上遭遇了截杀 哎呦 刘大人可真惨 全家一十三口 全死在路上了 是吗 听闻此噩耗 众人纷纷摇头叹息 张顺面色严峻 没曾想朝堂斗争 已经如此严峻 西陵朝堂 二圣临朝 皇后的势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平民官员 经过皇后的举荐 被推举入朝为官 同时扶持散修 极大的打击了门阀家族势力 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 不用想都知道 能干出截杀官员这种灭九族的事情 背后定有人撑腰 太后的势力 极大家族 朝中的老臣 行事不容乐观啊 很快 宫女便引着众人前往内殿 拜见皇后 众人齐齐行礼 赵如雪淡淡道 不用多脸 这一路辛苦你们了 事情我都知道了 这一次是本宫疏忽了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死去的同僚我会安抚 你们任重道远 明白吗 为了西陵无数百姓 为了西陵不再像如今一样 臣等明白 臣等定当竭尽全力 誓死以报皇后提携之恩 赵如雪一挥袖袍 不是报答我 记住你们出来做官 出而是也 为天下 非为君也 为万民 非为一姓也 众人神色凝重 恭敬道 是 第九十四章 长经之行 夏日漫长 在客栈内住了不到两日 李玄霄便带着小毛驴 来到了一处城北的一处宅院 这个小宅院 是许久许久之前 他来长津的时候买的 也不知道 现在怎么样了 小院并没有想象中的荒芜 杂草丛盛 反而是被打理得津津有条 李玄霄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谁做的 他背对着小宅院 向远处摇摇一拱手 辛苦诸位了 在下请杯茶如何 片刻后 远处有声音传来 多谢真人好意 我等公务在身 树难从命 告辞了 李玄霄便也没有强留 再次拱了拱手 随即 转头对小毛驴说道 在这儿住上一些时日再走吧 恩啊恩啊 夕阳西下 人淡淡 雨蒙蒙 雨雨吹烟 自宅院中栩栩生起 李玄霄打开蒸笼 热腾腾的饭箱扑面来 嗯 不错不错 李玄霄笑着点头 巷子中 有两个人撑着伞走到门前 穿着轻衣的年轻女子立在门前 娘娘 我便不进去了 咚咚 门没锁 进来吧 里面传来李玄霄的声音 似乎是早就知晓她会来一样 穿着白衣的女子便轻轻推门走了进去 一进门便闻到了满屋子的香气 小毛驴眨了眨眼睛 看着这个绝美的女子 先坐一会吧 饭菜马上就好了 李玄霄头也不回地说 白衣女子倒也乖巧 当真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不是赵如雪 还能是谁 赵如雪用手拖着腮 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厨房中忙碌的身影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一张小小的四方桌上便摆满了菜肴 都是家常菜 清蒸鱼 拔丝地瓜 纯羹 陈丹肉 赵如雪诧异地看着这些菜肴 完全没有想到 李玄霄竟然会跑到厨房做饭 甚至还做得有模有样 李玄霄举起一杯装着黄酒的杯子 谢谢你替我照顾房子 请你吃顿饭 别嫌弃 你怎么会做饭 早就学会了 赵如雪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是啊 咱俩好久都没见了 感觉 感觉都不认识你了 赵如雪只觉眼前的李玄霄 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以往他身上那股咄咄逼人的气息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和平静的气质 让人感到安心和舒适 他的眼神中也没有了以往的冷漠和疏离 时间真的能改变很多 干 李玄霄这时候忽然注意到赵如雪鼓起的肚子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担忧 赵如雪笑道 不用担心 以我的修为 你这没有半点年份的黄酒 没有半点影响 真是怪我没有准备好酒了 赵如雪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怎么会 按理说应该我请你才对 多亏你了 救下我女儿 何况这西林还是我的地盘 等下一次我请你 来吧 尝尝我的手艺 赵如雪加了一口菜 细细品尝 赞赏地点点头 嗯 不错 他想起来以前逃亡的时候 自己饿得不行 超超着要吃饭 结果李玄霄给他弄了一份烤鱼 难吃的赵如雪差点没吐出来 最后为了生存 强行给咽了下去 想想也是 天下第一剑客 怎么会做饭呢 可现在 赵如雪快速吃干净了碗里的米饭 几个月了 李玄霄看了看他的肚子 快生了 赵如雪没有半分感情地说道 这一次 青天见的人说是男孩 李玄霄听出几分别的意思来 赵如雪淡淡解释道 有了男孩就好了 皇位就不会是别人的 前两次都意外流产了 这一次绝对不能出什么意外 李玄霄调侃一句 有皇位要继承的人就是不一样 赵如雪苦涩一笑 现在西林朝堂斗争异常严重 没有儿子便没有安身立命之本 说着他看了一眼李玄霄 我要是你就好了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外面的雨下歌不停 赵如雪撑着伞 先走了 好 赵如雪回头看了一眼 李玄霄吃饱了饭 打了个哈欠 躺在椅子上 似乎是准备小秘一会儿 赵如雪关上房门 青衣女子道 娘娘 这位就是您说的那个老朋友 是啊 不过她变了很多 变得我快要不认识了 时间会改变许多 娘娘不必戒怀 戒怀 赵如雪淡淡一笑 她还戒怀吗 可能有一些 年轻时候的赵如雪 总是觉得 嫁给西陵皇帝 是自己一生的遗憾 双方之间本没有什么感情 纯粹是利益的结合 可是 随着年龄的上涨 她也渐渐释怀了 如果时间真的能重来 真的让她再选一次 她也肯定 还会选择嫁给西陵皇帝 无论是为了家族 还是为了自己 她与李玄霄 自始至终 就不是一路人 这一点 李玄霄恐怕早就清楚了 所以 李玄霄从来只当她是一个朋友 李玄霄一觉醒来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大概是晌午了 闲来无事不从容 憨眠冬窗日已红 她伸了个懒腰 简单洗漱后 就去外面吃了一份早点 小毛驴摆弄着铜钱和银子 李玄霄敲了一下她的脑袋 没出息 就在这时 只听街头一阵骚乱 紧接着 便有官兵清街 让开 让开 都往边上靠 哎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还不知道 听说轩元将军 带着虎豹骑入京了 这时候入京 听了声音 皇后娘娘和太后 与那些老臣闹得厉害 这轩元将军是太后的侄子 这一次会不会出大乱子 哼 什么乱子 难不成还敢事后 噓 很快 地面发出轻微的颤抖 马蹄声游远至近传来 第九十五章 长津游历 披着转着符文盔甲的骑兵 游远至近 整齐华衣 从街道上奔驰而过 场面骇然 李玄霄收回目光 结了账 便带着小毛驴 溜达溜达地 在长津继续逛了起来 长津 天下第一楼 李玄霄指着那儿 说道 咱们明天在这儿吃 西陵天下第一楼 人尽皆知 便是许多有名的修士 都会专门 为了这天下第一楼的名声前来 价格自然也不一般 李玄霄算了算 手上的零食 大概够吃上一顿 只是要在这儿吃饭 需要提前预约 客观 您几位 什么时候用餐 两位 一人一驴 明天想吃 穿着一身粉衣的女子 敢问一下 道友在何处修行 可有名讳 哦 李玄霄微微挑眉 吃饭还要用这些 粉衣女子笑容不变 但也看得出来 对方应该是没来过天下第一楼 客观有所不知 天下第一楼 现在不再接待普通百姓 只有达到一定境界的修行者 才有资格进入其中 或者 您是某位家族门阀的公子 还是王公贵族的家属 李玄霄挠了挠头 没想到自己多年没来 天下第一楼变化竟然这么大 可惜了 我都不是 抱歉 可能让你白跑一趟了 粉衣女子说话仍旧客气 并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 而态度180度大转弯 既然如此 李玄霄也照待着小猫驴离开了 看着一人一驴的背影 一个年轻的小二凑过来道 管姐 这种人一看就是穷鬼 您跟他费这么多口舌做什么 粉衣女子用手指头 狠狠戳了戳小二的脑门 你呀 看人下菜叠这个毛病改一改 永远不要瞧不起任何一个人 行了 快干活去 正说着话 有一踏着草鞋的汉子 走进来对粉衣女子说道 刚才牵着驴那人来说了什么 敢问您是 草鞋汉子露出妖间的腰牌 粉衣女子诧异地看着对方 是宫里的人 夜晚 李玄霄的小屋迎来了一位客人 小猫驴开了门 是天下第一楼接待他们的那粉衣女子 粉衣女子款款行了一礼 我找李真人 小猫驴回头叫了一声 李玄霄走出来 见了粉衣女子有些诧异道 姑娘有什么事 粉衣女子道 白天的事情实在是对不住了 天下第一楼宴请足下 希望足下不计前嫌 李玄霄微微眯起眼睛 很快便想明白了其中关键所在 他也不是什么扭泥之人 当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在下便不客气了 很快 人一驴到了天下第一楼 那年轻小二远远地看见了 立马凑了过来 一改之前的态度 客官 您楼上请 楼上早就准备好了雅间 年轻小二额头上不自觉地便流下了汗水 看着这一人一驴的背影 我说管姐 这人到底什么背景 竟然让皇后娘娘手下的进屋未出面 粉衣女子轻哼一声 都跟你说了 切磨狗眼看人地 多亏昨天没让你接待 否则非得把人家给得罪了 到时候 怕是你连十条命都不够赔的 年轻小二尴尬一笑 管姐教训的对 我改我肯定改 雅间 精致的菜肴 如一件件艺术品般被摆上餐桌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天下第一楼的佳肴 不仅是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如一幅画菌展现在眼前 每一道特色菜肴 都是灵运之物 价值连城 李玄萧尝了一口 鲜嫩的海鲜在舌尖跳跃 细腻的甜点在口中融化 每一道菜肴 好似都在挑战着味蕾的极限 嗯 果然贵有贵的道理 毛驴赞同的点头 长津 皇宫 太和殿 内阁首府 赐福立在太和殿前 偌大的太和殿内 宫女太监一个也没有 空空荡荡 唯有梁峰在其中穿荡 二人相伴走进其中 昏暗的宫殿内 有一道身影 如同一滩烂泥一般 趴在王座之上 啊 那道身影口中 发出不可名状的声音 阵阵恶臭充斥在宫殿内 首府与赐福 皆是皱着眉头 自从半年前 皇帝陛下求得长生失败之后 便变成了如今 这副鬼样子 恐怕已经没有多久活路了 这世间 哪里会有真正的长生啊 便是连九井仙人的寿命 都是有限的 皇后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如往常 赐福道 只是宣元将军进京 皇后确实是警惕了不少 这件事 寡人会与他解释 首府道 青天间说不到一月 皇后便会缠子 殿内气氛像是凝固了一般 王座上的皇帝沉声道 都安排妥当了 是 序母留子 皇帝轻叹一口气 寡人又何想如此啊 只是寡人一死 这天下怕是就要姓赵了 陛下都是为了这西陵的天下 臣等明白 首府与赐福的背后家族 皆是西陵的大幸 如今皇后改革 扶植散修 打击门阀 扶植数族 对于他们的打击是致命的 他们巴不得要皇后死 只是以往 皇帝一直支持皇后 幸好 皇帝如今命在旦夕 也明白 如果他一死 那么皇后定将掌控西陵 可嗨嗨 你们去吧 皇帝挥了挥手 是 陛下保重龙体 皇帝摇了摇头 他十分清楚 自己命不久矣 首府与赐福告退离去 正走到太和殿门口 皇帝的声音再次响起 像是做出了 什么重要的决定 还是 还是母子巨王吧 一个也不留 是 待二人离开后 皇帝看着手中的玉佩 无声叹了一口气 想当年 他第一次看见赵如雪时 便具对方精为天人 立誓要娶妻为妻 即便他明知道 赵如雪从没有爱过自己 也明知道 这只不过是利的相互结合 只因他是皇帝 才能娶赵如雪为妻 又因为是皇帝 他注定了 不能踏上修行之路 即使靠丹药为持 寿命最多也不过几百年 注定了不能与对方厮守一生 又阴差阳错 一念之差 让他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赵如雪 赵如雪 他轻声念叨 到了地下 你我再厮守一生吧 轻声是我对不起你 不过谁让我是皇帝呢 没办法 没办法的事情 我不能留你再世 不能留你 第九十六章 长经暗留 天下第一楼 李玄霄和小毛驴 皆是好胃口 桌子上的佳肴 已经不剩多少了 便是这样 李玄霄还让人 将剩余的菜装了起来 回去用菜汤泡饭 或者沾着馒头吃了 一样美味 饭前已经有人付过了 粉印女子道 若是觉得美味 欢迎您下次再来 李玄霄点点头 那便不客气了 外面细雨连绵 这长经的雨一下就没完了 有的人干脆不打伞 肆无忌惮地走在街上 是你啊 这时 忽然有人出声招呼李玄霄 李玄霄寻声望去 是之前在路上遇见的 那位新任兵部主持张顺 是你啊 没想到在这儿 又遇见了 张顺道 李玄霄微微点头 怎么 认识 一旁的同僚道 张顺道 没什么 不过是路途中偶遇的人罢了 年轻小二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将李玄霄送出去好远 才蛇身返回 张顺诧异地看了一眼那小二 天下第一楼的盛名 他自然是知晓一二 怎地会对那人如此热情 哗啦啦 西陵朝天官 林梦看着道观内巨大的神像 若有所思 师父 您说朝天官的老祖 真的非生成仙了吗 成了仙 他住在哪 没有人陪他说话 他寂寞了怎么办 老道士双目紧闭 一言不发 早已习惯了 自己这弟子 智商不在线的问题 要不是林梦是西陵的公主 是皇后赵如雪的亲生女儿 老道士才不会收他做弟子 从今天开始 你便不要离开朝天官了 老道士忽然出声 嗯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老道士手捏了个法诀 便有禁止加固在其身上 朝天官虽是西陵国教 可是却不插手西陵内部的事宜 也就是说 无论谁是皇帝 只要还是西陵 朝天官便不会插手 老道士似乎是早就知晓了 这西陵内部的斗争 已经到了最激烈的时刻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若是那赵如雪败了 他这唯一的女儿 恐怕也活不了 对于老道士来说 这毕竟是 给他磕过头 正经败过师的弟子 不能眼睁睁看着林梦 便就这么死了 接下来的几日 林梦便只得待在这朝天官中 他也想过逃跑 可是每当身子离开朝天官 就会被一双无形的大手 给硬生生拽回来 于是 只能郁闷地在道观内 这日 林梦正在道观内闲逛 远远地看见 一人一驴向道观内走过来 林梦眼前一亮 他快步走了几步 惊喜道 是你啊 我的普通朋友 你是来专门找我的吗 可惜并不是李玄霄淡淡一笑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找一位朋友 不过并不是你 林梦柳梅一条 那你要找谁 红神仙那个老家伙在吗 红神仙 你认识我师父 林梦插一道 算是吧 他人呢 说话间 已经有道士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走过来 这位道友 敢问来我朝天官所为何事 麻烦找一下红神仙 找我师父 那道士上下打亮了一眼李玄霄 敢问道友明慧 或者可有道号 在下道号紫阳 稍等 很快 那道士便去而复返 紫阳道友 我家师父有请 林梦好奇地看着李玄霄的背影 又认识母妃 又与自己的师父相识 这人看样子 似乎并不只是自己的普通朋友 这么简单 想到这儿 林梦快步跟上 来到红神仙修炼的店内 林梦正问着李玄霄 他跟母妃是怎么认识的 你母妃没告诉过你 李玄霄问 没有 林梦摇了摇头 我的很神秘的朋友 你就告诉我吧 从普通朋友 一下子变成了神秘的朋友 你去抄写道德经一百遍 店内传来红神仙的声音 林梦一惊 师父 快去 林梦委屈巴巴地看了李玄霄一眼 转身失落地走了 李玄霄拍了拍小毛驴的屁股 是一小毛驴仙玩具吧 随后自己走入了店内 红神仙背对着他 仍旧盘坐在蒲团上 一动也不动 怎么忽然闲着没事干 来长津了 李玄霄随手拿起店内供奉的橘子 便堂而皇之地吃了起来 随便溜达溜达 既然来了西陵 长津怎么能不来 既然来了长津 自然要来看看你 红神仙语气平静 不是特意来干预西陵朝堂的事情 恰巧罢了 李玄霄这几天 也听了一些风言风语 自是对如今的局势知道一些 对了 顺道找你帮个忙 你那炼制的法钱还有妙了 红神仙道 怎么 李玄霄的目光 看向店外的小毛驴 给我心结交的好兄弟 找个本命法宝 法钱便是蕴养过的铜钱 能制作成法器 发挥除妖的作用 有一种法器叫金钱剑 就是用法钱制作的武器 还有一种叫五地钱的事物 可以挡杀 防小人 屈妖辟邪 妄财 是常见的简单法器 这其中又属朝天官的法钱 最为出众 红神仙沉声道 好 可以给你一些 不过 也要帮我一个小忙 说 红神仙难得的睁开眼睛 浑浊的眼球 微微转动 西林是要变一变了 朝天官不好插手这事 赵如雪不能死 李玄霄又吃了一颗荔枝 怎么 他们真敢对皇后下手 或许吧 我听说帝后很恩爱 皇帝会同意他们这么做 如果整这件事 便是皇帝策划的呢 李玄霄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丫头总会惹麻烦 红神仙一笑 现在可不是丫头 现在是一国之母 是一举一动 便能决定 无数百姓生死的帝后 李玄霄也胆态道 是啊 过得可真快 我记得那时候才那么高 是个孩子 现在他的孩子 都这么大了 第97章 阴谋 长青已经一连下了半个月的雨 李玄霄撑着伞 手里拎着石盒 哟 我们又见面了 张顺拎着自家小儿子 迎面走来 你也住在这儿 咱们是邻居 真是无巧不成说 张大人也住这儿 张顺叹了一口气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不来京城 不知道京城的物价 竟然这么高 要不是有朝廷的接济 围观这些年的俸禄 怕是连房子都买不起 李玄霄道 张大人是个清官 乃百姓之福 从朝廷端回来 李玄霄自顾自的嘀咕 这红神仙真抠门 大老远跑过来 连一顿酒都不请我喝 还得自己做饭 李玄霄坐在灶台前 拉动风箱 发出巴哒巴哒 清脆悠扬的声音 吹烟鸟鸟生气 风沿着铁皮卷成的圆筒 送入灶堂炉陛下 鼓吹灶堂以注火室 在风的鼓吹下 火苗欢快地跳跃着 烧热铁锅里的凉水 加热了铁锅里的饭菜 李玄霄想起以前游历江湖的时候 有个老先生跟他说过的一句话 正所谓 天地之间 岂游驼越乎 须而不屈 动而欲出 其大一便是 所以说天地之间 岂不像的风箱一样吗 他空虚而不别 越鼓动风就越多 生生不息 修行仪式 便也是这个道理 小院距离主街 只有一条巷子的距离 外面行人与马车的声音 栩栩入耳 梅雨季 鼠风河 此时情绪此时天 无视小神仙 可惜在这样一个好天气中 偏偏长径暗流涌动 动动 外面有人敲门 小猫驴开了门 外面站着一个颇有阴子的年轻人 娘娘让我带些长径的特产 年轻人沉声道 嗯啊 年轻人打量了一眼小毛驴 走了进来 让人将马车上的东西 全都搬进来 李玄霄往外看了一眼 年轻人一拱手 在下轻薰一味雨琳琅毛兰 奉娘娘之命 给真人送长径的特产 辛苦了 可有酒吗 有 长径盛名的梅子酒 梅子酒太甜了 我还是喜欢喝烧酒 毛兰道 娘娘特意嘱咐 去了梅子酒中的甜味 又多添了一些其他材料 李玄霄点点头 有劳了 毛兰抱拳 在下告辞 不送 毛兰退到巷子中 一副袖子 走吧 毛兰既不是什么大姓 也不是名门贵州之子 她能以奴隶的身份 年纪轻轻 便官升到清薰一味雨琳琅 得益于当今皇后的政治改革 朝中有不少像毛兰这样的人 皆是皇后的死忠 不然 赵如雪也不会派她来做这种事情 接下来的几日 毛兰都是掐着时间 来给李玄霄送东西 都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在其他地方却也买不到 只在长津盛产 这倒是让毛兰十分不解 说这人身份贵重吧 可皇后娘娘 送的都是寻常的物件 基本上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要说 这人没什么身份 这些日子送来的东西 都是皇后娘娘 为其精挑细算 不过毛兰虽然疑惑 却也知道 在宫中做事 少问 多做这个道理 远处的阁楼 绕在烟雨之中 时影时现 眼前一片迷茫 阁楼本是公主林梦所住的地方 然而 此刻林梦正在朝天关中进修 皇后赵如雪 今日没有返回宫中 处理一些事宜 身子却突发不适 于是就近来到了 女儿所住的地方 谁料到了 傍晚皇后 竟然是要生的征兆 这场变故 来得猝不及防 按照青天剑的估算 皇后产子 已是提前了两月 如今竟有比 提青天剑估算的时间 提前了半个月 这位号称白衣剑仙的赵如雪 来到了一生中 最为虚弱的时刻 一直服侍其左右的赵家 本家侍女 似乎是意识到 事情有些不对劲 立马派了几路人 同时通知常经 经赵一 经赵一 长治经师 其官职极为重要 而常经的经赵颖 乃是赵如雪 一手提拔上来 属于是皇后的死忠 第二路人马通知赵本家 让其迅速派人前来支援 第三路人马 进京调集金无谓 同时面见陛下 然而三路人马派遣出去 如同泥牛入海 皆无半点音讯 轻一侍女 又迅速以飞剑传书 却再次没有得到回信 唐姐 怎么了 还没有回信 另一位侍女 也是赵姓子女 乃是皇后亲信中的亲信 此刻意识满脸着急 没有 出事了 轻一侍女沉声道 娘娘如何了 娘娘是早产 又是郁郁临胎 情况有些危险 轻一侍女 忽然握紧了佩剑 眼神凝重 街上的青石板路 在雨水的浸泡下 泛着清冷的光芒 在这个寂静的夜晚 一阵连续不断的脚步声 打破了古镇的宁静 雨夜中 戴着黑色口罩 成群结队的虎抱骑 伪装成江湖汉子 向阁楼合拢而来 脚步声越来越近 越来越清晰 在雨夜中 这些脚步声 就像是一颗颗石子 投入了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随着脚步声的靠近 力刀缓缓抽出刀鞘的摩擦声 也传入了人们的耳中 声音如同一阵寒风 吹拂着人们的耳膜 仿佛能够预感到 一场血腥的杀戮 即将上演 这些伪装成江湖汉子们的 精锐部队 一言不发地走过街道 脚步声在雨夜中回荡着 军中舞者们旺盛的气血 将一片区域的雨水 大量地蒸发 堂姐 去保护娘娘 其余人有我守在这里 是 轻衣侍女从那界中 取出一粒金丹 这是能将修士的境界 短暂提升到 六井原因期的金丹 只是对修士身体的损害极大 修为怕事日后 都无法再进进一步了 第九十八章 骤变 又送来什么好东西了 李玄霄笑眯眯地问道 这是长津的火金柿子 左而现摘的 新鲜的毛兰道 李玄霄随手拿起一个 一手捏瓣 一手轻轻捏破薄皮 献出鲜红的肉汁 吞到口里 汁水入喉 滋味甚妙 嗯 不错不错 毛兰颇有些郁闷 自己堂堂一个清熏异味雨琳琅 这些日子 却好似成了菜馆里跑堂的小二 天色不早了 在下告辞了 毛兰今天隐隐约约有一些不安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早上 金吴卫左右牵牛卫 带着一大半金吴卫去了城外 说是要处理凶兽困到的事情 这件事情 本是不由金吴卫管辖 可是有皇后娘娘奉印的诏书 毛兰认清熏异味雨琳琅 京城的情报 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然而从武士开始 毛兰便没了皇后娘娘的消息 这种事情 虽然平常里偶尔也会发生 可不知道怎么 今天毛兰总觉得不对劲 不亲自去确认一下 总是不放心 毛兰走到小巷 敲响了隔壁的房门 隔壁住的是兵部主持张顺 同样也是皇后娘娘的亲信 不一会儿 毛兰便见到了张顺 张大人 今天可见了皇后娘娘 没有 可发生了什么事情 毛兰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继续问道 兵部最近可有什么调动 毛大人 到底想说什么 毛兰正犹豫 要不要将自己的疑惑说出来 这时 小院的门被推开 李玄销撑着伞走出来 哎呀 来得好快 我有个朋友 刚才跟我说 你的皇后娘娘有了麻烦 此言一出 毛兰与张顺二人皆是一愣 什么 毛兰急些道 消息可靠吗 什么时候的事情 应该可靠 那家伙除了抠门一点 人还算是靠谱 李玄销说的自然是那个 连一杯酒都不请自己喝的红神仙 张大人还烦请你快去兵部 调集兵部的人马 同时通知赵家 你们几个分两组一组去城外 告诉左右千牛卫大人皇后娘娘有难 让他们立马回京 另外一组去回金屋卫所将剩余人员全部调过来 毛兰很快便反应过来 迅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李玄销看向毛兰 我能相信你吗 毛兰被这话问的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皱眉道 足下何意 李玄销道 路上的一些人会很麻烦 你需要帮我解决 我不能出手太多次 但是他们的人还会很多 我看你不错 怎么样 毛兰握紧了腰间的佩刀 看向对方的眼神异常坚定 反问道 我可以相信你吗 张顺此时满脑子疑惑 他不明白自己 在路途上偶然遇见的人 怎么会知道皇后娘娘的事情 更不知道 皇后娘娘怎么会突然有难 只是 既然是皇后娘娘的亲信毛兰所说 那这件事 无论是真是假 都要认真对待 余点连在一起像一张大网 挂在眼前 轻衣侍女 握着常见的手颤抖不已 眼前这些人 皆是在战场上生死磨练出的武夫 手中的兵器也皆不是反品 皮肤下的气血涌动 像是一只只狂暴的野兽 比起精心培养的练器士 这些武夫虽然短命 却是王朝之中不可或缺的战领 武夫培养更加简单 消耗的财宝更少 不需要练器士那般悉心培育 即便是死了 也不觉得可惜 偶尔还能从万人的尸骨中 走出一个实力强横的武夫 轻衣侍女看着脚下的尸体 沉声道 你们这些人可知道 事后是什么罪名 你们以为朝廷会放过你们 赵家会放过你们 被别人荡成了手中刀 还不自知 一虎暴器精锐冷笑道 今夜之后 西陵便再没有什么地厚了 而等安敢 废话少说 正在最前方的一些精锐虎暴器 要一拥而上的时候 忽然 宛如平地起惊雷 在这寂静的夜空中炸响 原本如铁桶般坚固的包围圈 竟然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就见一个模糊的身影 如鬼魅般闯了进来 仿佛如入无人之境 毛岚手持一柄扶刀 在众多武者中杀了出来 他手中的扶刀 乃是朝天官炼制的福宝 皇后寿臣之际 朝天官将这柄扶刀 还有许多其他的宝物 献给皇后 皇后又将这柄扶青赐给了毛岚 毛岚身上沾染了不少的血迹 这一路从城南杀了过来 遭遇了不下四次截杀 外衣早已破损得不成样子 破碎的布条在毛岚的身上飘动 宛如一面面破旧的旗帜 而此刻 毛岚却毫不犹豫地 将这破碎的外衣全部撕开 随着外衣的撕开 露出了身体内侧穿着的金丝软甲 这软甲金光闪烁 耀眼夺目 每一根金丝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保护着他的身体免受伤害 软甲的光芒照亮了周围的黑暗 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金无谓在此 二等萧小之徒竟敢袭击皇后 不怕死的就上来 毛岚大吼一声 声音如同惊雷般响彻 众人微微后退半步 似是被对方的气势所震慑 然而下一秒 在暗处击补更加强大的气息 落在毛岚身上 毛岚顿时压力倍增 脚下的石板因为距离迅速裂开 大大大 雨夜中 轻微的脚步声没有被任何人注意 穿着轻衣的年轻人 顺着毛岚闯过的路 静止走到门前 随后在屋檐下 盘腿就这么坐了下来 毛岚 有人认出了这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 自边关奴隶之身启事 被称为人徒的家伙 依靠着军功 一步步杀到了如今的位置 怕什么 这时候还有退路 杀 有统领低吼道 大量金无谓武夫 在听到命令后 毫不犹豫地挥动屠刀冲了上去 便是名声再响亮又如何 乱刀之下 仍旧是肉泥 毛岚很年轻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实力 就像当年的李玄霄 这世上总有一些天洞英才 随着扶刀的挥动 磅礴的气血喷涌而出 扶刀上的符纹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与喷涌而出的气血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幅诡异而壮观的画面 第99章 报上姓名 毛岚眼神冷漠 挥动扶刀 像他冲过来的人群 如同田地中的麦子一样 齐刷刷地倒下 一时之间血肉横飞 鲜血和尸体交织在一起 内脏和肢体四处散落 将雨水染红 扶刀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根本上就没有意合之敌 然而人群仍旧像潮水一般 向他袭杀而来 不知道多久以后 毛岚气喘吁吁地看着眼前的敌人 他的余光看见 随他而来的那年轻人 正不虚不及地 拿出一块用不包裹的物品 李玄霄一点点地把布拆开 露出里面的剑胚 样子古朴 没有剑身 只有剑柄 让人看着 便觉得十分奇怪 毛岚 二十出头便寄身中三井 很不错 虽走的是五道短命路 可是却能重新开辟道路 迈入炼气室的路子 前路坦荡 现在迷途之返 尚有活路可走 大人们爱才容你可活 说话之人藏在暗处 以防万一不以真容见人 毛岚冷哼一声 却已经知晓了对方的身份 骂道 老状元何小冬 当年要不是皇后娘娘开了科考 你现在还在家里养猪呢 皇后娘娘甚至为你亲自点灯 做了官以后 不懂得报恩也就罢了 鱼肉百姓横向乡里 皇后娘娘念在当年之恩 只将你遣返乡里 你个不知廉耻的家伙 相属有耻 人而无止 我要是你就快点加着闭嘴离开这里 毛岚一口气骂了许多 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人接了牢底 藏在暗处的何小冬当即恼羞成怒 身影暴闪而去 小子 你找死 毛岚猛然前刺扶刀 嗡 何小冬的袖口掠出一抹剑影 随着一声嗡鸣 飞剑破空而至 那抹剑影如同一条灵动的蛟龙穿梭于水花之间留下一道银色的轨迹 而扶刀则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 张开獠牙 迎面扑来 两者相撞的瞬间 发出的脆响如同雷霆万钧 震耳欲聋 毛岚虎口顿时鲜血横流 连退竖步 拦下一剑之后 双方以极快的速度再次碰撞 发出一连串的声响 离得近的一些武人被震得连连后退 耳中鲜血横流 狂妄 何晓东双眉一挑 将扶刀夹在手中 同时剑光旋转 直奔毛岚咽喉 当即叫结束了这小子的性命 下一瞬间 周围的雨水刺散去 何晓东的身子骤然一僵 毛岚眼神中闪过诧异的光芒 不明白对方为什么突然霸了手 不过他可不认为对方是良心发现 毛岚迅速地反应过来 猛然出手 将扶刀插入了对方的咽喉 这时候 毛岚才注意到 何晓东的眉心 不知何时多了一道细小的红点 那道红点才是何晓东致命的根本原因 毛岚一愣 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就见李玄霄敲了敲剑柄 口中默念什么 毛岚诧异地望着对方 是他出的手 李玄霄将剑胚落在地下 剑胚落地像是融入了土地当中一般 突然消失了 下一瞬间 以毛岚为中心 距离他东侧十米的地方 骤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剑光 一声哀嚎响起 一道人影从地下被剑光射了出来 是一个戴着斗篷与口罩的男子 毛岚后背皆是冷汗 距离自己这么近 可是他却从未感受到这股气息 此刻才察觉到 这男子的气息之强 恐怕突然一击 自己绝对会死于这人的手上 李玄霄身手 那柄剑胚又回到手中 他将其重新横于胸前 这坦然而又散淡的姿态 仿若酣睡了片刻 醒来之后 随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似的 毛岚想到 这人或许会很强 毕竟是皇后娘娘 特意叮嘱要照看之人 但是没想到 对方强大到如此地步 这蒙面人的修为 他不知情 但是那老状元何小冬 却不是一般的修士 以修浩然正气 闻名西陵 修为身后 却被对方一箭杀了 藏在暗中的十余位强者 终于察觉到了 此人的不对劲 这十多人 有的是帝国专门培养在军中的修士 为了今夜的计划 早早的便被秘密调入了京城 有的则是西陵家族中的影视强者 这些人早已不过问家族中的事情 不常抛头露面 修为又极其身后 做这种事情再合适不过 皇后赵如雪的改革 极大的触动了 他们这些世家大族的利益 已与他们结了不死不休之仇 另外一些人 则是一副皇室的顶尖强者 为了今夜的行动 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调走了赵如雪身边的强者 因为赵如雪本身就修为强横 手中配件长雪剑 锐利无比 鲜少有人可挡 所以 今夜的机会绝无仅有 只是人多并不代表着他们 就足够强大 人多心不起 此刻面对未知的强者 瞬间秒杀了老状元何晓东 以及蒙面强者 藏在暗中的众人 都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出手 而是希望其他人先出手 为自己先试一试水 足下是何人 劝足下一句 闲事管不得 开口的是 西陵上三家之一 萧家的长老 老狐狸既不准备出手 但是又觉得 不能再耽搁下去 持则生变 于是想着借言语 将对方吓走 李玄霄淡淡道 不算闲事 里头那位算是我的妹妹吧 虽然总是给我惹麻烦 可是做大哥的 又不能不管 对于李玄霄来讲 赵如雪似乎不是什么 背负血海深仇的赵家唯一血脉 也不是如今的西陵帝后 只是记忆深处 那个披着白色衣袍 站在大雪天一把鼻涕 一把泪哭着跟自己说 玄霄大哥 你饭能不能做得好吃一点 好难吃 妹妹 众人无不疑惑 眼下这个阵仗 足下难道还不清楚 非要插手我西陵的事业 说话的是 西陵首席太监韩芷比 嫁于西陵宦官三十余年 他知道这些人的小心思 心中冷哼一声 体内气息凝聚 随时准备出手 谁人都知道 这韩芷比的实力 号称十万宦官的老祖宗 又因喜穿一身轻衣 所以朝堂之人 喜欢撑弃韩轻衣 其权势熏天 旁人暗地里都说 他是西陵影子皇帝 韩芷比见李玄霄 气弱神贤 冷声道 来 今天我便要瞧瞧 你能有多厉害 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挡住我们 诸位大人 咱家先试一试他的身手 不过咱家也提醒一句 今儿谁都别想有退路 事已至此 不成功则成人 韩芷比的一番话 给个有心思的众人提了的醒 是了 韩芷一说得对 事到如今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大家伙就别个子藏着小心嗓 余下几人深以为然 韩芷比不再掩饰自己气息 我韩芷比手下不死无名之辈 报上姓名 第100章 无知者无畏 长惊 阁楼外围的雨水 好似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扰动 开始变得如同舞蹈般 招摇倾斜 它们跳跃着 扭曲着 仿佛在与看不见的力量 进行一场神秘的对话 雨水的路径 不再是直线下降 而是呈现出诡异的曲线和弧度 似乎在遵循着 某种神秘的规律 在这奇妙的场景中 数到没有人能够看到 甚至无法察觉的波动 开始在天地灵气之中凝聚 这些波动如同隐形的触手 悄然无声地伸向四周 它们的存在 无法被肉眼察觉 但却能感受到 它们所带来的微弱震撼 仿佛是宇宙中的神秘力量 在阁楼外围 编织着一张无形的网 将一切都笼罩其中 这是韩执笔引以为傲的神通 百川会流 无声无息 即使是藏在暗中过的十余位强者 直到神通形成之际 方才察觉到 就像是蜘蛛编织的网络一般 肖家长老心道 韩清一的神通果然不简单 上来便使用神通 看样子 韩清一也察觉到了 此人的不寻常之处 有人则暗自则舌 都说韩清一中三井无敌手 现在看来此言非虚 报上姓名 韩执笔冷声道 我韩清一手下不死无名之鬼 在下姓李 名玄霄 道号紫阳 李玄霄 韩执笔正在下手 却忽然之间愣住了 他很快就扎摸出了 这三个字的意味 不只是他 便是那暗中的十余位强者 意识一证 谁 韩执笔双手捏招法绝 迟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他眼皮轻轻抖动 这时候 他才想起来 皇后娘娘与李玄霄年轻时 确实是有几分情分 莫非 韩执笔皱着眉 盯着坐在房檐下 那气定神仙的轻衣人 多年前 他确实远远地见过李玄霄一面 只是记忆早已有些模糊 对方的相貌当真与记忆中 那模糊的人有一些相像 谁 包括萧家长老在内的众人 心中惊骇无比 李玄霄 李玄霄轻轻抚着剑胚 不知在韩执笔看来 李某算不算无名之辈 韩执笔脸色凝重的 好似能凝出水来 心念急转 外人都说 那韩执笔 是西陵的影子皇帝 嚣张跋扈 手段极其残忍 可是这有很少人知晓 这十万宦官之首 对西陵皇室的忠诚 在韩执笔看来 如果自己没有这一层身份 见在弦上 即使是以卵机时 他也要与那李玄霄过过招 死而无憾 可如果真是李玄霄 西陵皇室又如何得罪得起 嗡嗡 毛岚感受到锋利的水珠 在身上留下细小的口子 原本刀枪不入 法宝不能破的金丝软甲 却被那水珠中蕴含的气息 轻而易举地划破 韩清一果然名不虚传 还没有交手 便已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韩执笔名声道 李真人 何必甘于我西陵之事 就此离去如何 方才已与足下解释过理由了 诸位就此离去如何 这便是没得可谈了 今天要么他们退离这里 放弃计划 否则便只能闯破李玄霄这一关 韩执笔在短暂的犹豫过后 口中模糊念了某个法字 将原本叙事待发的神通收了回来 这么大的事情 凭他还做不了主 暗中已有人快速入了宫 宫内太和殿中 几位忠信于皇室的重臣 以及两位供奉 和上三家 其中萧州两家的家主 接在此处 身穿软甲的禁卫匆匆来报 告知了当下的近况 李玄霄 几人皆是一惊 相互对视也 赐福一缕胡须 这些日子 皇后确实是让禁卫的毛岚 去照看一个人 皇后娘娘 甚至是亲自挑选了 许多心意的物件 只是都是一些长经的特产 糟糕 梅子酒什么的 我便没有在意 听他这么一说 几人不由的心下一紧 若是给对方 选了什么珍惜的宝物 他们反倒是不会在意 倒是这些寻常的东西 才令人浮想连篇 寻常百姓有了钱 这些东西也能买到 哪里至于 让皇后亲自挑选 那李玄霄 自然看不上西陵的法宝 福气 越想越合理 守着一座金山的家伙 怎么会弯腰去捡地上的金豆子 真是李玄霄 周家家主皱眉道 李玄霄怎会来西陵 一位青袍老者冷哼一声 哼 李玄霄又如何 这是西陵 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 青袍老者 乃是西陵地位最高的供奉之一 已经先后服侍了三位帝王 不同于青袍老者的强硬态度 余下几人心中不免有了犹豫 萧家家主犹豫了一下 说道 传闻说 李玄霄被青云门赶出了山门 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真是如此 另外一位供奉不屑道 此事的关键难道是青云门 李玄霄不比那青云门恐怖多了 传闻 那李玄霄修为还被废了呢 谁又知道真假 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这时 一只未出生的首府悠悠地说道 此言一出 众人皆沉默了下来 俗话说 无知者无畏 在修行界 实力越强的人 越不会轻易动手 天狂有雨 人狂有祸 更何况到了这等境界 都深深地明白 修行不易 谁会想因为某些事情 就断送了自己的长生之路 让修为富诸东流 若是旁人也就罢了 偏偏是那李玄霄 下三井的修士 面对李玄霄 敢毫不犹豫地出刀就看 因为他们年轻 只图一时爽快 几乎不去计算后果 所以才有愣头轻易词 沉默半赏后 首席供奉淡淡开口 他韩芷比 当年就是先帝爷身边的一条狗 现在到了他这条狗 为皇室搏命的时候了 让他去试一试 第101章 一线之上 韩芷比抬起头 看着雨幕 黄豆大小的雨珠 从天空落了下来 韩芷比本名不叫韩芷比 他只姓韩 证明自己也不知道 先帝爷在王府内的时候 他不过是一个擦尿壶的奴才 先帝爷垂帘 他才到了先帝爷身边贴身侍奉 先帝爷双手经脉阶段 提不起笔 韩芷比便带先帝爷执笔 久而久之便有了韩芷比的名讳 后来 先帝爷去了 韩芷比为先帝爷守了十年的灵 也是个忠心耿耿之人 只是韩芷比统于宦官期间 爱财如命 嗜血好杀 所以名声极其恶劣 哼 韩芷比冷哼一声 这帮混蛋不敢动手 便是让自己先打个头阵 探一探对方的底细 韩芷比知道 这些人拿自己当刀用 但为了皇室 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一旦今日失去了机会 让那赵如雪迅速反应过来 便在无翻身之地 这些年 赵如雪身边聚集的势力 亦是不可小觑 为了今日这个机会 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这样的机会 绝无仅有 他上前一步 将原本藏在周遭的神通 再次施展 听闻李真人修为身后 咱家不自量力讨教一番 李玄霄清楚 别看对方话说的客气 动起手来 对方却一点也不客气 暗中十余道气息或东或西 或浮于云端 皆是蠢蠢欲动 虽然暂时没有出手 不过是忌惮他的名头罢了 若是李玄霄表现出一点畏缩 或者不敌那韩芷比 他们一瞬间便会一拥而上 将他撕成碎片 退到我身后 李玄霄对毛岚道 毛岚连忙拉着轻衣侍女 退到李玄霄身后 韩芷比号称中三井之内无敌手 早年间更是依靠 其本命神通百川慧流 更是越境杀死一名七井修士 无数寒冷的气流 如同复古之躯 顺着雨水包裹而去 与周围的灵气相互作用 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共鸣 仿佛是宇宙间最微小的声音 却能够在修士石海深处 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寂静的雨夜 这种波动开始慢慢汇聚 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能量场中的灵气不断地涌动 凝聚 仿佛是在孕育着什么 同样是六井 拥有真龙血脉的敖春 在对方手里完全不够看 这便是差距 同等境界一分强弱 很多时候都是天差地别 李玄霄轻轻吐出一口气 剑胚之上 好似有白色的剑气 凝聚成剑身 韩直比能感受得到 李玄霄如今的境界 只停留在六井 甚至还比普通六井修士的气息要弱 更不用说与自己相比了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变小区于李玄霄 在战场上 狂妄才是最大的敌人 更何况 面对的还是李玄霄 谁又知道对方 是不是因为不引人注意 有意压低了自身的境界 随着韩直比的神通 距离李玄霄不过数寸之计 李玄霄身形未动 笔直一线 递出一剑 一股磅礴的剑气 犹如一道洪流 奔腾不息 只一剑 便好似在周遭立下了一座小天地剑阵 一瞬间 韩直比的身影掠出十余障开外 一线之上 剑光如同烈日一般照耀 再看那韩直比肉身 已全然被剑气摧毁 只剩下脑袋落在雨水中 这位号称中三井无敌手的韩清一 十万宦官领袖 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眼中闪烁了一下最后的光芒 嘴唇如动 先帝爷 咱家 咱家对不起你 周遭的时间 好似是静止了片刻 可是时间不会真的静止 一招一招便杀了韩清一 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内 却仍旧让人震惊 暗中藏着的十余道气息 在下一刻骤然消失 一时向四面八方逃去 不敢再多留片刻 太和殿内 几元一脸凝重 韩直比被杀死的同时 他们就知道了结果 什么修为 看不出 但是这一件定是有所保留 他修为没有被废 哼 破船上有三千钉 对付你我 修为被废 又如何周家家主自嘲地说道 清袍供奉陈生道 长津的护国大阵 可以压制修士境界 陛下虽是命在旦夕 却仍旧能操控金甲神兵 我等合力为杀 那里喧嚣不过是个直老虎 定然是身体受了伤 否则绝不会有修为 被废的传言传出 轻袍供奉扫了几人一眼 如何 几人面面相去 半赏后 周家家主率先站了起来 朝众人一拱手 随即转身走出了太和殿 随后 萧家家主也起身离开 一言不发 开玩笑 自己家族长存数千年 有必要冒这个险 那女皇改革 他们尚且有一条活路 不过是活得不那么自在罢了 但若是 真要联手为杀李玄霄 无论是代价还是后果 都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先不说能否成功 李玄霄曾立不适之功 杀了他 事情传出去 该如何解释 更何况 受过李玄霄恩惠的人不在少数 多少隐士大能 皆是其至交好友 远的不说 那大业的皇帝燕青 便与李玄霄关系匪浅 大业如今国力强盛 又要北上吞没西陵 郑仇没有借口开战 一群懦夫 轻衣供奉愤怒的吼道 西陵的大业 便毁在你们这种人手上 周家家主与萧家家主 一同离开了皇宫 心中嘀咕 你不是懦夫 自己去赌 赌他修为备废 李玄霄缓缓缓地将剑胚 用部重新包裹起来 随后放在怀里 剑胚不能收入纳戒 或者除物袋中 所以保存起来有一些麻烦 十一位强者离开了 可是与中尾装成江湖汉子的军队 并没有散去 他们只听从薛元将军的命令 这些人比起那些惜命的炼气势来说 有时候往往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只是 他们也没有立即杀进去 军官的脸色带着几分迷茫 不明白为什么还不下命令 便在这时 街上传来马蹄声 大大大 第102章 长青的天晴了 快快 张顺的声音骤然响起 这位兵部新任主事 手中拿着诏书 大声喊道 都别动 都别动 围者格杀勿论 兵部的大队人马迅速将这里包围 兵寒的玄武 对准了这些打扮成江湖汉子的虎抱起 同时 城外的金吴卫 也急忙从城外撤回了城内 怎么样 怎么样 皇后娘娘可无碍 张顺急忙问道 毛岚点了点头 看向阁楼内 随后又把目光收回来 多亏了李真人 连续送了这么多日的长青特产 怎么也不会想到 此人竟会是名震天下的李玄霄 毛岚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 李玄霄勉强一笑 想要站起来 可是浑身上下 几乎没有半点力气 一件要了那号称中 三尽无敌手韩直比的姓名 对于如今的李玄霄 可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韩直比的感觉并没有出错 何况还是在七海雪山被毁 体内没有根骨 经脉禁断的情况下 虽说戒主魔魂正在修复经脉 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幸亏是天纵英才 更幸亏如今 手中有着尚未成形的剑胚 李玄霄明白自己 不能漏半点切 更不能出手太多 让西林的那些老家伙 看出破绽 李玄霄挠了挠头 杀人真累 还是睡大觉舒服 又缓了一会儿 他才支撑着无力的双腿 勉强站起来 光光 李玄霄从怀中又掏出一个物件来 是一个波浪鼓递给毛岚 劳烦帮我送给你们的皇后娘娘 给她孩子的礼物 毛岚接过波浪鼓 李玄霄将手放在嘴边 打了个响亮的哨子 不一会儿 一头灰白相见的大毛驴 摇着尾巴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李玄霄坐在毛驴上 走了 张顺看着李玄霄的背影 对毛岚道 毛大人 到底怎么一回事 回头再细说 夜色深沉 李玄霄回到家 支撑着身体 强吃了一锅葱花面 两块蒸饼 这才躺在床上 倒头就睡 经历了昨晚的战斗 恐怕长青这几天不会太平 李玄霄知道自己又要见证一次历史了 他坐在长街的茶馆中 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 小二给他倒了一杯茶水 两日后 西陵的皇帝病死于宫中 皇后刚诞生不久的幼子 继承了的皇位 因为幼子年幼 所以皇后掌管了整个朝堂 皇帝的几个成年的皇子 尽数被控制了起来 长青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马蹄声不断在城市中回响 兵族们频繁地穿梭于街道之间 他们神色紧绷 手持武器 似乎在预示着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 夜幕降临 寒风呼啸而过 裹挟着岁月的沉重与悲凉 在这漆黑的夜色中 不时有一颗人头落地 鲜血溅洒在冰冷的地面上 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 刺眼而诡异 嗡嗡 毛鲤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漂浮在空中的法钱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股坚定和渴望 仿佛在这个瞬间 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了这枚法钱 和他的眼睛 在空气中某种力量的牵引之下 法钱在半空中 留下了一行诡计 不久后 法钱发出差鸣声 失去所有的控制 落在地上 毛驴忽然像是微敏了一般 耳朵垂了下来 李玄霄头也不抬地说道 好好练着 想要练制法宝 心神合一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啊 小毛驴叫了一声 李玄霄目光落在窗外 长津总算是不下雨了 天晴了 属于长津的乱局 也逐渐平息 李玄霄眯起眼睛 这些日子 也将长津看完了 似乎是该走了 青云门 后山 湖面之上 四名执法堂的弟子 身子将在原地 气海雪山被封 经脉之中 气息不再流淌 一层层薄薄的冰晶 覆盖在他们的身上 却是阻断了他们所有的行动 湖畔旁 另有三名弟子 正在围攻一人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通天风的弟子 陈十四 三人各自施展法诀 树柄扶刀横在空中 好似蓄势待发的士兵 在听到号角的刹那 向着陈十四飞涌而来 一人祭出法绳 绳子骤然伸到 数十丈之长 裹挟而去 另一人法诀 自上而下这么一划 便有骤然而亮的落雷 从天而降 处在攻击中心的陈十四 一手做剑指 一手副后 下一瞬间 哐当一声龙吟 陈十四周身 顿时被青色的剑光笼罩 隐约之中 好似能看见 一柄光芒万丈的仙剑 祭出 但却没有剑的实体 青色光芒闪烁 仿佛一条青龙 盘旋在陈十四的周身 片刻后 三人便落败了 啪啪 二长老忍不住鼓掌 面带喜色 不错 不错 短短半年 便掌握了青平仙剑 青平剑 虽然略逊色于青云门 正门之宝青云剑 却亦是品阶极高的仙剑 传言 青平剑 乃是青云门老祖 在长河之中寻得的仙剑 此剑飘浮于水平面之上 寄身流波 随风摩青 来去飘忽 任其自然 点点清脆 荣于起伏荡漾之中 又因形如高山流铺 长河泄波 虽起伏跌宕 而无剑断赛制之际 青平剑借此命名 短短半年 陈十四便可以不计出青平剑 而换出剑意 不愧是仅次于李玄霄的添加 二长老道 此次龙门大会 你定会夺得魁首 陈十四拱手道 多谢长老栽培 龙门大会对于修士来说 是一场极大的盛会 原本是青云门 和几个联系紧密的宗门聚集起来 比一比修为 论一论道行 谈谈接下来的合作 后来龙门大会慢慢扩大 一些其他的宗门也参与了进来 再到后来 一些散修也会参加 到现如今 已经成了中周最大的一个盛会 夺得魁首的人 获得奖赏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能为宗门和自己扬名 二长老道 龙门大会还有三月 有人来报在西陵东北部的紫云密境 有复苏的征兆 在龙门大会之前 我让几个弟子 随行与你去紫云密境一趟 一来是历练一番 二来是为宗门多争取一些利益 刷一刷功绩 省得到时候 因为清平坚让你使用 让他们说三道四 是 第103章 广寒宗 小师弟 怎么样了 陈十四刚回到通天峰 师姐宁颖便一脸笑意地 挽住了她的胳膊 二长老很气重你啊 连清平坚都给了你 再过不久你的修为 都要超过师姐了 师姐怕是要打不过你了 宁颖现在是六景初期的修为 陈十四则是五景巅峰 陈十四淡淡一笑 师姐什么时候都是师姐 其实陈十四想说 即便是现在 宁颖都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清平坚在手 加上陈十四自身的天赋与实力 即便是相隔一个境界 陈十四也有把握打败宁颖 对了 小师弟间隔有一个任务 你我一同执行如何 宁颖道 不了 紫瑜秘境即将开启 二长老让我去秘境中历练一番 哦 宁颖眼前一亮 那正好我跟你一起去吧 师姐为你保驾护航 别人可没有这个待遇 陈十四含笑不语 她不是不知道宁颖师姐的心思 她曾听人说 李玄霄得势的时候 宁颖跟个跟屁虫一样 跟在李玄霄身后 一口一个李师兄的叫着 等后来李玄消费了 宁颖便立即与对方进行切割 现在见自己修行天赋出众 便又巴结自己 呵呵 陈十四蛮瞧不起这种人的 比起宁颖 自己的师姐莫竹 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宁颖见对方不回答 当即嘟起了嘴巴 怎么 你不愿意 不是 既然师姐想去 那边一起去吧 宁颖展颜一笑 笑容恰到好处 好 那便这么说定哦 二人约定后 宁颖便离开了 陈十四看着宁颖的背影 冷笑着摇了摇头 来到墨竹师姐居住的地方 却没见对方的身影 自从自己被李玄消 那屡剑气所伤之后 墨竹师姐似乎是有意无意 都在躲着自己 莫非是自己偷看信件 与二长老联手扶杀李玄消的事情 都被师姐知道了 陈十四握紧了拳头 眼神闪过一丝失落 开口道 师姐 明天我要去紫云秘境了 几天之内可能都回不来 特来与师姐道个别 没有回音 又等了片刻 陈十四只好转身离开了 西陵 哗啦啦 船桨划过江面 留下一道道长长的水痕 江水清澈见底 鱼儿欢快地游动着 江边的树木郁郁葱葱 给人一种凝静又神秘的感觉 李玄消盯着江水中的鱼儿 微微眯起眼睛 又一个片刻 他手腕一抖 一条亮色的银线 便在阳光下滑出 一条大青鱼 便这样落在了船上 船家笑道 哎呦 倒是个抓鱼的好手 这会儿的功夫 都多少条了 李玄消看了一眼鱼框 已经装满了大大小小的鱼 船家道 我这儿有家里酿的大酱 炖鱼汤那叫一个香 李玄消听船家这么一说 便撸起了袖子 挑了一条个头叫中等的青鱼 简单处理了一下 放在船上的土锅里 就准备炖鱼汤 等水烧热了 往里面倒了一些船家吹嘘的大酱 又从那戒中取出辣椒等调味品 将鱼汤调制得更加鲜美 没一会儿 香味就飘了出来 嗯 船家倒是没有吹牛 李玄消点点头 船家哈哈一笑 我家这酱 可是从我爷爷那一杯传下来的手艺 李玄消加了一口鱼肉 放在嘴里 鱼的肉质本就细嫩 浸润在酱汁中 味道更显鲜美可口 李玄消又搭配了一些清新的蔬菜 味道更增添了几分爽口 于是给船家盛了一碗 如何 船家赞善的点头 不错呀 咕咚咕咚 一口气便将一大碗连汤带肉 味道自然更加鲜美 如何做的 李玄消手轻轻一扶 几个精致的小瓶子便出现在小桌上 笑道 用这些调料品跟船家换大将的配方如何 船家豪爽道 什么换不换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想要我告诉你就是了 李玄消现在还在西陵的地界 只是已经离开了长津 听说紫云秘境即将开启 这等景象他又怎会错过 顺带去秘境中转一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心意的物件 紫云秘境 因其上空总是弥漫着紫色的云雾而得名 有着丰富的灵草灵矿 但也盘踞着许多凶猛的妖兽 李玄消与毛驴蹲坐在船尾 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鱼肉 一边看着江上碧波荡漾 宛若一块巨大的绿色翡翠 花满煮 九满熬 万请波中得自由 一条鱼显然不够 李玄消又顿了两条 便在大口大口吃着鲜美的鱼肉之时 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一艘画坊缓缓驶来 仿佛是从仙境中使出的一艘仙舟 画坊上张灯结彩 顶上漆着黄漆 船注雕梁画缝 显得格外华丽 船上的女子们皆以轻杀掩面 身着罗衣 如同仙女下凡 美不胜收 船尾更有角色歌姬弹情助兴 情声悠扬 仿佛天籁之音 令人陶醉其中 广寒宗的人 广寒宗已借使女子修士而闻名 虽然其算不得顶尖宗门 但是其女子修士 常常下山寻求可以双修的道旅 因此 有不少散修登门广寒宗 只为寻得道旅 广寒宗距离西陵不算近 此次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大概率是为了紫云秘境而来 呦 这男子长得倒是颇为俊俏 女子修士满眼桃花地看向李玄香 船夫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么多穿着暴露的女子 不由得脸红脖子烧 一双眼睛 本来是被海风吹得眯在一起 此刻 却是瞪得低溜圆 真美 一个个跟天线似的 道友也是要去那紫云秘境的 不如同行可好 这这一路多无聊啊 有我们姐妹陪在身侧 陪道友姐姐们 就是就是 几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有两个女子还故意解开了肩带 露出鲜嫩欲滑的肩膀 让人垂涎欲滴 船家狂吞口水 一个不流神 船桨险些掉进江水里 这是 这是做麻呢 现在城里人都这么玩吗 李玄香淡淡一笑 多谢诸位道友的好意了 只是便不劳烦了 船家瞪大了眼睛 转头看向李玄香 心说 这你都能忍得住 就差没把他不要 我要这句话给喊出来了 第104章 紫云秘境 这些女子都是修行中人 待广寒宗的画坊驶去后 船家迫不及待地问道 李玄香点点头 船家吞了一口口水 一个个长得可真俊俏 李玄香笑道 漂亮 我觉得也就一般 胭脂俗粉 更漂亮的 你还没看见过呢 船家自是不幸的 以为是对方故意吹嘘 半日后 船到了江边 李玄香与船家告了别 将酱料的配方 收入到那戒当中 牵着小毛驴 直奔那灵气汇聚 最明显之地所去 在那片神秘的领域 隐藏着无数的宝藏和秘密 每一次秘境现实 都会引来各方势力的争强 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于是 这一路上 总能看见路过的修士 有散修 也有成群结队 穿着统一服饰的修士 看样子应该是家族 或者宗门的弟子 李玄香倒也不怕错过了 那秘境开启的时间 一路悠哉悠哉地穿临而过 小毛驴提子 呱哒呱哒落在地上 小毛驴修行快一点 到了三井巅峰 便能化形通人言了 哎对了 你是公的还是母的 公母 嗯啊 小毛驴叫了一声 畜生你想做什么 紫云秘境 秘境的入口 不会有固定的地方 但是就在这片区域 不会有差错 所以 有不少修士 特意带了修炼风水秘术的相识 或者对风水秘术 有过修炼的修士 争取第一个 发现秘境的入口 先进入秘境 就能占据主动权 谁都不想落于人后 此时位于西陵东北部的双子山 双子山分两座 一座高耸路云 一座低矮而宽阔 彼此相邻 犹如一对亲兄弟 顾名双子 此时平日里不见人烟的双子山中 满是修行者的身影 有的修士在山中行走 有的已经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位置 等待秘境开启 稍微聪明一些的人 则用飞举之术 漂浮到半空 等待着下面的动静 一旦秘境开启 确保能第一时间发现 只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有的修士之间有冤仇 此刻在这碰了面 顾全大局的相互放几句狠话 便不再打理 毕竟 现在更重要的是 进入秘境 寻求珍宝 有的情绪上头 便相互大打出手 法宝乱丢 流光一彩 其余人则在一旁劝驾 有的修士相互之间认识 难免要打个招呼 相互寒暄一番 总之好一番热热的景象 李玄霄寻了一个 靠着巨石的位置 便坐了下来 细细感悟此地特有的灵气 灵气亦有品相 属性之分 例如五行精气 日月精华 湿气煞气等 有清有浊 强弱有别 动天伏地乃灵气汇聚的 优质修炼场所 次者便是秘境中的灵气 有助修士快速提升修为 此地秘境即将开启 因此灵气汇聚 而能感悟灵气 吸收灵气的速度 质量都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便体会不到 灵气之中的差别 用通俗一点的话 来说就是 野猪吃不了细糠 正当李玄霄有不少修士 也在此地聚集 这时旁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道友 我们又见面了 是之前那广寒宗的女修 李玄霄点了点头 女修见对方自己这般 便也不再纠缠 转而去与别的修士搭话 您隐望着下面的修士 小师弟 我们到了 好多人啊 陈十四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 没有丝毫在意 完全没有将这些人放在眼中 与陈十四同行 还有庶人 都是二长老专门派遣 前来为陈十四护法的弟子 很快 便有人认出了青云门的标识 最近几年 陈十四风投正胜 几次参加会晤 都夺得了年轻一辈的魁首 自是有不少人认识他 哈哈 原来是青云门的陈道友 命道友 在下游里了 赵前辈别来无恙 来人名叫赵武 是天刀门的门主 武警巅峰的修为 此次前来秘境 带了庶名天刀门的弟子 按照修行界的规矩 武警便可以开山立门 而只有到了六警方 能开宗立派 赵武诧异地看着陈十四 陈道友 陈道友的修为 已经到了武警巅峰 他记得 上一次见陈十四 还是几月前 那时候 陈十四修为 还在自己之下 短短几月 便已经升至了武警巅峰 陈十四淡淡一笑 赵前辈好眼力 赵武嘴角微微抽搐 自己努力了一辈子 如今前路无望 才看看到了武警 而对方不过二十多岁 便已经迈入了这个境界 恐怖如斯 陈道友前途不可限量 我等望尘莫及 老夫见了 真是羡慕不已啊 你引笑道 我家小师弟天资不凡 这世上可没几个人 赵前辈不必为此困扰 老话怎么讲来着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哈哈 赵武尴尬一笑 是极是极 恭贺陈道友 陈道友 前途无量啊 其余修士这时 也走来与其打招呼 轻于门围天下正道魁首 人尽皆知 如此年纪 便修至武警巅峰 这等人物 日后必定是明镇天下之人 趁着其还为启示 混个眼熟 怎么这都没有坏处 陈十四志得意满 脸上带着淡笑 一一还礼 广寒宗见过陈道友 一抹暗香腐烂 宁瘾察觉到了敌意 暗暗瞪了 那广寒宗女修一眼 那女修鸣嘴一笑 怎么这位道友初次见面 便对奴家这么大的敌意 狐狸精 离我师弟远一点 你引爆了一句 哟 我又没有说要抢他 看你急不可耐的这副模样 周围的修士暗笑不语 陈十四对二人的争吵 浑然不在意 周围人看向他的眼神 让他除了内心骄傲一些 却没有其他的想法 在他看来 这些人不过是庸庸之辈 对自己的认可无足轻重 便在这时 就见远处的修士 都在向一个地方汇聚 不由得有些好奇 第105章 李真人 您辛苦了 李玄霄 谁 李玄霄 快走 李玄霄来了 更多的修士聚了过来 议论纷纷 好奇的张望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密镜开启了 一个散修拉住一人 迫不及待的问道 好像听说是李玄霄来了 李 李玄霄 清云门那个李玄霄 正是正是 快去见识见识 一群修士哗啦啦的 从四面八方向某个方向汇聚 很快就吸引来了更多的修士 都下意识地以为 是密镜开启了 即便不是密镜 也要去凑个热闹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巨师旁 李玄霄看着四周聚集过来的人流 无奈苦笑 哎呀呀 怎么发展成这样了 事情的起因 还是要从半住乡前说起 半住乡前 李玄霄正在巨师旁 感悟此地的灵运变化 忽然 一个极大的嗓门 吸引了他的注意 不仅是他 便连周围其他修士的目光 都纷纷看了过来 李真人 是李真人啊 那是一个长得颇为肥壮的汉子 瞪圆了眼睛 扯着嗓门大喊 汉子名叫葛丽 是神农门的弟子 神农门精通医药之术 神农门门主 早些年受过跟随鬼手神医李永安的教导 游历江湖的时候 被李玄霄救过两次 这门主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回去之后 创建了神农门 便让人雕刻了两座巨大的石像 一个是李永安 一个便是李玄霄 当然也不排除 借着这两个名号打响知名度 同时震慑其他势力的想法 所有神农门的弟子 入门前除了拜师 还要拜李永安与李玄霄的石像 入门后 每五年宗门还有一次大拜 凤若神明 此刻 这葛丽一眼便认出了李玄霄 葛丽带着几个神农门弟子 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 就被李玄霄跪下了 仿佛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扯着嗓门大喊 以李玄霄的知名度 扮住香的功夫 一群人便哗啦啦地围了过来 李玄霄有些尴尬 总觉得有一种 拉屎正在被别人围观的感觉 快起来吧 跪我做什么 非清非故的 眼前这些神农门的汉子们 将投刻的震天响 引得地面微微晃动 李真人 您对我们神农门 有天大的恩情 神农门莫尺难忘 格丽大声喊道 生怕旁人听不见 明显就是故意的 他倒是个聪明人 也不介意在众目睽睽之下 众人看他的奇怪目光 周围的一些人 不由得心中 纷纷默念神农门这三个字 怕是以后 若是真和神农门有了冲突 心里都要掂量着分量 格丽继续吼着 李真人 就历三十六年 您与上魔谷 力战魔教七位供奉 斩六逃一 就历四十年 您一人一见讨伐凶兽 灭兽王 解灭国之祸 就历四十二年 天下伐魔 您截至天下修士 一举剿灭魔教 次年杀死魔皇 劫术乱局 天下人都欠您的恩情 伸手不打笑脸人 便是对谁这么说 谁也不好意思发火 李玄霄默默无脸 星号Omega反斜杠星号 尴尬 虽然这些事情 都是自己做的 可为什么这么尴尬 那格丽不知怎么说着说着 竟是涕泪横流 李真人 您为了天下苍生 废了身体 情到深处时 险些没直接昏厥过去 余下几个神农门的弟子 也是垂胸顿足 越来越多的人汇聚过来 差不多所有前来紫云秘境的修士 都好奇地凑了过来 皆是一脸不明所以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 一时之间 议论纷纷 李玄霄盯着地面 此刻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大家看看李真人啊 为了苍生 为了天生 熬坏了自己的身体 看看李真人头上的白发 那是李真人 为了九州的安宁 操劳的结果 而我们却连最简单的一个谢谢 都没有说过 李玄霄深吸一口气 这跟大众拉屎 有什么区别吗 他忽然很后悔 后悔救了当年那个神诺门的小崽子 好家伙 我救了你 现在你弟子恩将仇报是吧 说着 格力转过头 对着众人喊道 看看 你们看看 曾经的天下大英雄 现在出现在这儿 竟然没有一个人走过来 感恩李真人 跟李真人说一声 辛苦您了 众人无言 李玄霄 这时候 一位白发老者走出来 李真人 您您辛苦了 当年魔教灭我宗门 本以为此生复仇无望 是您灭了魔教 替我们报了仇 白发老者 已是老泪纵横 抓着李玄霄的手 李玄霄心道 大可不必这样 这天杀的秘境 怎么还不开启 我的脸面不允许 我在这儿再待下去了 那那是李师兄 人群外围 宁颖见到忠心那人 微微一惊 方才听人说李玄霄 没想到还真的是李玄霄 再次看见 那道熟悉的身影 陈十四握紧了拳头 眼中闪过杀技 李玄霄微微偏头 精准感知到了 那骨子杀技 陈十四 哼 中了自己一招之后 修为不仅没有倒退 反而破镜了 果然是个天才 宁颖犹豫着 要不要上前打个招呼 如今李玄霄修为恢复 他看了一眼 陈十四 察觉到师弟身上的气息 不太对 再看看这表情 这愤怒的姿态 嗯 莫非师弟与李师兄 有什么过节 宁颖一脸困惑 算了 还是不要这么做了 自己多年前 已经将李师兄得罪了 再挽回 他也是晚了 两边都得罪 可就不好了 哎 李真人来着紫云秘境做什么 不知道啊 天地秘境有限制 紫云秘境六景以上的修士 即使是压制自身境界 也无法进入 传言李真人自那场大战以后 便身负重伤 跌落了境界 莫非是真的 现在看来 或许是真的 不然李真人来着秘境为何 怪不得这么些年 也没听过李真人的消息 第106章 生死斗 陈十四听着旁人的议论 忽然醒悟过来 既来此 那就说明李玄霄如今的实力 只在中三景 修为尚且没有到达上三景 而且根骨 气海雪山皆无 看着此时此刻 好似被众星捧月的李玄霄 陈十四好似又想起了 当初世姐一门的心思 全部放在其身上的场景 他忽然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上前一步 嗯 师弟 您隐困惑 师弟 陈十四已经挤入了人群当中 周身气息外露 灵力如刀 旁边的修士察觉到了这种气息 纷纷诧异地转头看向对方 见此人如此年轻 修为却是身后无比 纷纷让开道路 这又是哪一位 清云门的陈十四 二十出头 中三景 那人抱了一句粗口 这人与人的差别 比人跟猪的差别都大 谁说不是呢 随着陈十四的出现 许多人的目光再次被吸引而来 他大不留心地走到李玄霄面前 李玄霄抬起头 看着他 陈十四冷声道 李玄霄 不日龙门大比即将开始 你可敢与我在龙门大比中 进行生死之斗 此言一出 众人先是一愣 随即不少人都露出惊骇的表情 什么 生死斗 二人不都是清云门的弟子吗 那李玄霄是通天峰的大师兄 不是陈十四的师兄吗 等其余人反应过来 表情愈发精彩 挑战李玄霄 滑天下之大击 还是生死斗 这不是找死吗 总之 这一句话算是吸足了目光 让人浮想连片 李玄霄你敢否 李玄霄一愣 他想过 二长老与陈十四可能还会对自己下手 再搞妖蛾子 但是没有想到 陈十四会明目张胆地倒这一出 生死斗 认真的 那一件还没有长教训 李玄霄微微挑眉 陈十四沉声道 我没有忘 全记得 这一次我要亲手杀了你 生死斗你到底接还是不见 为什么要跟你打 跟一个小辈打 赢了别人也说我不光彩 哼 你要是怕了就直说 陈十四冷哼一声 你现在的修为你我都清楚 否则你也不会来这紫云秘境 你我现在是半斤对八两 公平对决 决出一个胜负 此话被周围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看样子 这李玄霄修为被废 不仅仅只是传言 怪不得这些年 没有半点关于李玄霄的消息 可是这清云门的弟子 怎么相互内讧啊 你们还不知道 我可听说 李玄霄已经被清云门扫地出门了 什么 怎么可能 那李玄霄立下不是之功 清云门能有如今这个地位 一半的功劳归功于李玄霄 怎么会将李玄霄扫地出门 当时我表兄就在清云门山下的小镇当中 据说当时清云剑还暴走了 大战之后修为就被废了 这可不是传言 而是真的 甚至魔器入体 传言即将变成颠覆九州的魔头 这才在清云门三十年未出 后来清云门嫌其晦气 就将其赶出了山门 这清云门也推不是东西了 谁说不是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泽泽 这种事情我做都得背着人 清云门还自称是正道魁首呢 龙门大笔 陈十四不说 李玄霄都险些旺了 倒是可以去看看热闹 只是 生死斗 你确定 李玄霄问道 在场诸位道有见证 我陈十四再次立下谢氏 与李玄霄在龙门大笔死斗 师弟 宁颖欲要上前阻拦 满脸着急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这儿会遇见李玄霄 更没有想到 小师弟陈十四会忽然提出 要与李师兄进行生死斗 早年的龙门大笔 只是切磋 后来 随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难免有一两次意外 再到后来 龟则一次次补齐 这才有了生死斗 双方立下血约 无事不相信小师弟陈十四 陈十四的天赋 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别说同境无敌 即便是跨越境界击杀他人 对于陈十四来说也不难 二十出头 便已经到了中三境 前途不可限量 不然 自己也不会上杆子 与人家套近乎 抛媚眼 装可爱 只是 只是 宁颖更加了解李玄霄 陈十四没见过 巅峰时期的李玄霄 宁颖却是全程目睹过 他这个通天风的大师兄 天才 天才不过是 站在李玄霄面前的门槛罢了 曾经有多少天才 哪个哪个号称无敌手 同境无敌 某某王 某某战神 结果不都是败在了李玄霄的手上 若是李玄霄修为 被毁还好 可现在李玄霄伤势恢复 即便是还没有完全恢复 又岂是随便可以碰瓷的 师弟 不可胡来 宁颖摆出了师姐的架子 又转头看向李玄霄 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神色 师兄 您不要介意 什么师兄 他早就已经不是清云门的人了 陈十四怒斥道 宁颖被他吓了一跳 那灵类的气息让他浑身站立 血液好似都僵住了一般 一动也不敢动 自己一个六井修士 竟然被低于自己一个境界的修士的 是给狠狠地压住了 李玄霄你 早已不是清云门的弟子了 如今与我死斗 不算坏了清云门的规矩 好 我答应了 答应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片哗然 围观的众人 好似是看了一场大戏 都显现要鼓掌叫好了 他们早已忘记了紫云秘境的事情 看着这场反转再反转的大戏 甚至这场大戏竟然还有后续 龙门大笔的生死斗 就在这时 大地震动 好似有一轮太阳从尘埃中跃出 一股股奇异的灵气迸发而出 刹那间 整个世界好似都变得一片光明 那光芒如同千万把利剑 刺破了黑暗的夜空 照亮了整个大地 在那光芒中 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力量在涌动 那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 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能量 它弥漫在空气中 让人们感到心旷神移 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中 秘境 紫云秘境开启了 第107章 尚品灵脉 紫云秘境的开启 暂时打断了这一出大戏 不过这龙门大笔的生死斗算是定了下来 恐怕等紫云秘境结束以后 这个消息便会传遍天下 李玄霄离开青云门 李玄霄修为果真被废 李玄霄与同门天才弟子陈十四 将在龙门大笔中进行生死斗 哪一个消息都足够震惊 此刻 就有不少人 还沉浸在方才的一幕幕当中 品味着还没有消化的信息 尤其是神龙门的葛丽 以及其余几名神龙门的弟子 他们本来是想着跟李真人套套近乎 谁知道 剧情忽然急转直下 直到紫云秘境开启了好一会儿 葛丽等人才回过神来 紫云秘境 天空中紫色的云雾缭绕 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 展现在眼前 李玄霄站在山坡之上 眺望着远处 心中感慨万千 随即深深吸了口气 感受着这里清新的空气 仿佛能够闻到花草的香气 李玄霄的心情 没有被方才发生的事情 而影响到分毫 从前的他从未注意到 与世隔绝的秘境中的美的 简直不像是人间 天空湛蓝如宝石 阳光洒下的光芒 温暖柔和 照亮了这个秘境的每一个角落 远处的高山巍峨耸立 云雾缭绕 林木郁郁葱葱 生机勃勃 步步如银河般飞细而下 水花飞溅 晶莹剔透 给整个秘境 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 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 这里竟然这么漂亮 山上清凉 满山的果子刚刚成熟 那一个个红彤彤的果子挂在枝头 在阳光的照耀下 仿佛再冲招手微笑 李玄霄和毛驴 沿着山路漫步 并没有着急 在这秘境中 寻得什么宝物 感受着微风拂面的凉爽 心情格外舒畅 前面不远处 有两位散修经过 这时 一只顽皮的猴子 从树上跳了下来 落在二人的面前 他眨着眼睛 似是在向其乞讨 两位散修顿时警惕起来 手捏法绝 随时准备出手 不过 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猴子并无什么恶意 去去 滚开 一散修挥手 又要将其驱开 猴子不依不饶 仍旧凑过来 滚开 跳一声 跳入丛林中 只是没一会儿 便又跳出来 那散修不耐烦地 挥出一道法术 将猴子锁在的一根树桩 打成粉末 猴子再次落入林中 这一次 不敢再出来了 等李玄霄和小猫 驴走过来的时候 猴子又重新跳了出来 李玄霄见猴子有趣 颇有几分灵性 于是从口袋里 摸出几块灵石 递给了他 猴子嫌弃地 把灵石一甩 李玄霄又摸出了两块蜡肠 猴子眼前一亮 结果腊肠细细啃了起来 紧接着 他迅速地爬上了树 消失在了茂密的树林中 李玄霄并没有在意 与小猫驴走了没几步 忽然后面 又传来猴子的叫声 几颗类似石子的东西 扔到李玄霄眼前 仔细一看 那不是什么石子 而是一枚枚上品灵石 李玄霄抬起头 好奇地看着树上的猴子 猴子发出嘶嘶的叫声 手舞足蹈 似乎是在示意李玄霄跟他来 然后走入到一处山洞中 洞口极为隐蔽 如果不是猴子带路 很难寻觅得到 洞内极深 七拐八绕又走了许久 眼前豁然一亮 这地方竟是藏着一条灵脉 怪不得这猴子手里 有上品灵石 李玄霄嘴中发出嘖嘖的声音 又想起刚才那两个散修 如果他们没有赶走这猴子 这条灵脉便是他们的了 可惜啊 终归是一个原字 即使原到了 能不能接住 还是一个问题 便像是那两名散修 如果他们能找到这条灵脉 怕是做梦都要孝心 上品灵脉 能更大地 可能开拓出上品灵石 价值字式不用多说 李玄霄倒是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 终归是见过世面 还不至于看见区区一条上品灵脉 就乐得牙花子都露出来 不过确实是有些错愕罢了 自己本是抱着闲逛心思 来这转一转 结果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找到了一条上品灵脉 这要是说出去 非得把人给气死 小毛驴感受到了这些灵石中 蕴含的灵蕴 高兴得恩拉恩娜地叫着 只是还没等高兴一会儿 李玄霄忽然感受到有人来了 三男两女 同样也是由一只猴子带过来的 李玄霄不由地一笑 和这些猴子可真是有趣 哈哈 上品灵脉 是上品灵脉 一个穿着灰色衣袍的修饰 满眼放光 一条上品灵脉 这要是带回去 估计家族的族谱 都得为自己单开一夜 纯 很纯的上品灵脉 杂质很少 这会真的发达了 一女修兴奋地说道 正所谓无财不养道 修行过程中 很难离开类似灵石这种财物的支持 有了这条灵脉 即便是笨蛋 用灵石队 也能给你对出修为来 三妹 多亏了你 没想到这猴子 竟然还有这本事 年纪最长的一个男子道 他们五人早年间相识 有的是散修 有人则是家族子弟 因秩序相投 所以结成了异性兄妹 此番前来秘境 本想碰碰运气 没想到运气会这么好 老二 你干嘛呢 白衣修士转过头 露出一抹冷笑 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意 那年纪最长的汉子错愕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便已经被扶刀插入了咽喉 断绝了生计 这时 又有两声轻呼响起 原是五人中的小妹 偷袭杀了另外两人 短短一瞬 这洞内便只剩下年纪最小的小妹 与排行老二的白衣修士 二哥 大德带你不薄 想不到你这么狠 五妹你也不赖 四妹可是救过你的性命 你也吓得去手 女子冷哼一声 修行便是争便是抢 上品灵脉的价值 你我都清楚 第108章 人生碌碌 静短问长 二哥 这灵脉不如你我二人平分如何 女子试探性的说道 白袍男子哈哈一笑 妩媚啊妩媚 平分 我可真怕你在背后给我一刀 你实力没有我强 我干嘛不直接将你杀了 女子眼神冷漠 二哥 你修为比我身后是不假 可是想要杀死我也不并非什么容易的事情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到时候可不怪妹妹我做出什么事情了 即便是不能杀了你 也得让你付出代价 白袍男子全然不在意 不接到 比起一条上品灵脉 这些代价我完全可以承受 洞内的气氛好似凝固了 下一刻双方各自施展法术 招招致命 没有留任何的余地 一炷香的功夫后 女子的头和身体分了家 身子被摧毁大半 不甘地瞪着眼睛 白袍男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浑身伤痕累累 扶着炎壁 你 你 你个臭婊子 竟然用毒 他话还说完 最终便有大量的黑色鲜血涌出 没出一会儿 亦是一命呜呼 五人竟是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去 待到他们死后不久 山洞中忽然传来 嘻嘻嘟嘟的脚步声 紧接着从四面八方涌出来无数猴子 他们飞奔到尸体面前 紧接着便伸手开始撕扯血肉 往嘴里送 咀嚼的声音回荡在洞内 令人胆寒 小猫驴见了这一幕 害怕地躲到李玄霄身后 浑身瑟瑟发抖 李玄霄摇了摇头 这种场面 他见得多了 前一秒还称兄道弟的人 下一秒相互残杀 在修行界屡见不鲜 只是没想到 最后这二人竟然会同归于尽 那女子在最后一刻 拼死给他口中的二哥 注入了致命的毒药 正好 李玄霄的那戒和储物袋等级都不高 空间不足以装下这么多的零食 便将这五人的那戒和储物袋取了 将灵脉的零食全部给取了 收获颇丰 藏在洞内的猴子也没有对他们下手 他们的实力并不强 所以从不与其他生物发生正面冲突 见此处洞内的零食都被取走 这些猴子便也离开了洞穴内 寻找下一个地点去了 一个时辰后 李玄霄和小毛驴离开了洞中 远处半空中 有修士在相互斗法 谩骂声传来 无非就是说 这个宝物是谁先看到的云云 李玄霄懒得理会 和小毛驴继续在林子中穿行 在这片神秘的秘境之中 时间仿佛失去了他的定义 黑夜与白日交织在一起 让人分不清 此刻究竟是何时 天空变幻莫测 时而乌云密布 时而阳光普照 妖兽与修士之间的追逐 从未停歇 有时 会看到一只巨大的妖兽 在丛林中穿梭 身影如同一阵风般迅速 让人无法捕捉 而有时也会看到两个 或者更多的修士 在空中对峙 他们手持法器 相互对峙 眼中闪烁着怒火与杀意 有时也会遇见修士 邀请李玄霄 一同前去诛杀守护财宝的妖兽 统统被李玄霄挽拒了 在密境的湖水之盘 湖水清澈见底 宛如一面镜子 倒映着天空和岸边的景色 湖边的花草随风摇曳 散发出阵阵清香 让人感到心旷神疑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祥和 仿佛与之前的喧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毛驴吃着岸边的草 嘎嘎香 嘎嘎美味 李玄霄坐着 面朝湖水 对着这广阔的湖水 喃喃自语 人生碌碌 静短论长 却不到荣枯有数 得失难良 多年前 李玄霄在寺庙之时 那个老兔驴的话音 犹在尔 独食不得 欲试自通 李施主修道为何 魏长生 魏德道 魏府不平之事 为了站在那至高之上 李玄霄渐渐收回了目光 嗯 他望向湖面之上 便在这时 有一条巨大的水怪 自湖面中破出 三道身影同时离开湖面 李玄霄及时解下杯子的油纸伞 防止落下的水灵自己一身 道友 可否助我们一臂之力 共同诸杀此妖 这水中的财宝 我们瓜分 其中一人喊道 大哥 短发男子 急忙以星湖传音 眼下局势还没有到万分危急的地步 多一个人 便要多分一份宝物 岂不是便宜了对方 无碍 眼下要紧的是诸杀此妖 找个冤大头出力 到时候 咱们三对一 此人不是对手 短发男子心中直到 还是大哥机智便也跟着喊道 道友 此方水浮之下藏着秘宝 我等何力定能降服此妖 谁料 那人只是淡淡摇了摇头 随后露出一副与我何甘的神情 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了 神色之中 似乎还带着一丝埋怨 仿佛是怪他们 坏了眼前的景色 这一路前行 也没个具体的方位 唯有清风引路 李玄霄便随心而走 前方的道路越来越狭窄 两旁的树木越来越茂密 走着走着 忽然听到了一阵清风的声音 李玄霄一个恍惚 这才注意到 周遭已经被迷雾所包围 此处聚集了不少修行者 在迷雾中徘徊不前 李玄霄好奇地听了个大概 原来是有人察觉到 这雾气中应是藏着什么宝物 只是每一次闯入 都会在雾气之中徘徊 最后回到原点 越是如此 越让人觉得 这雾中绝对不凡 只是谁也无法一探究竟 无论是什么法术 都没有效果 这雾气中 应是有什么修为深厚的雾妖 不对不对 这是天地的禁止 一修士摇头说道 我想 这应该是某种浮阵 众人争论不休 不断有修士 前来不幸邪地闯进去 可没一会儿 便会出现在原地 李玄霄觉得有趣极了 这雾气 既不是什么浮阵 也不是什么禁止 更没有误鬼在其中 走 去看看 李玄霄随手拿起一根掉落的陵墓 伸手虚空一面 陵墓之上火光照耀 破开周身迷雾 三昧真火 那便前去看看 第109章 白玉人深火 李玄霄举起火把 牵着小毛驴 走入了迷雾当中 众人看着他的背影 有人认出了他 是李玄霄李真人 众人一喜 李真人也来秘境了 一看你就消息滞后了 秘境开启之前的事情 你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会儿再说 快点跟上李真人 此时 黑夜估计 静得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沉睡 雨水刚刚停歇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 那是一种混合着青草香和潮湿的味道 让人感到既清新又阴郁 在这样的黑夜中 雾矮弥漫 人影闪动 最前方的身影 在迷雾中若隐若现 仿佛随时都会消失 冷风瑟瑟 吹拂着众人的身体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按理说 以他们的修为 绝对不会感觉到寒冷 可偏偏 他们却觉得刺骨 唯一无惧前行的 只有那道身影 步伐坚定而有力 仿佛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阻挡他的前行 快跟上 这脚下的路 我怎么觉得这么长 嗯 人呢 人不见了 怎么追不上了 周围的其他人呢 很快 跟着李玄霄 进入雾中的人 便各自走散 李玄霄闭上眼睛 脚步平缓 随心而行 不知道多久后 他睁开眼睛 只见前方不远处 有一棵高大的树 树上的叶子 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一颗颗饱满欲滴的果子 悬挂其上 呈现出一种诱人的乳白色 李玄霄淡淡一笑 果然有好东西 白玉仁申果 白玉仁申果的果实 橙乳白色 形状如同一个婴儿 果肉鲜美甘甜 入口即化 更为神奇的是 果中含有极其精纯的五行灵力 无论是什么灵根之人 服用皆有好处 对于凡人来说 白玉仁申果 更是具有延年益寿的奇效 此白玉仁申果 其生长最为著名之地 乃是白玉风 山风高耸入云 四季如春 风景如画 而在白玉风的山顶 生长着一种罕见的灵果 便是白玉仁申果 每到白玉仁申果成熟的季节 无数的修仙者和凡人 都会前往白玉风 希望能够得到这珍贵的灵果 后来 白玉山风上的白玉仁申果 被抢得绝了尽 九周之内 便少有其下落 没想到 今日又在紫云秘境中得见 陵墓之上燃烧的三昧之火 渐渐熄灭 不错不错 开吃吧 李玄霄拍了拍毛驴的屁股 毛驴叫了一声 摘下来一个没有自己先吃 而是递给李玄霄 嗯 没白疼你 于是 一人一驴便坐在树下 啃起果子来 果子鲜美甘甜的味道 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 入口即化 就像是丝绸一般柔滑 每一口都是如此的甘甜 美味 让人欲罢不能 小毛驴连吃了两个 觉得意犹未尽 还想再吃 却被李玄霄拦了下来 你不能再吃了 吃多了消化不了 对身体不好 什么都要适可而止 果油不及便不好了 小毛驴有些郁闷的看着李玄霄 一口气连吃了六个果子 李玄霄含含糊糊的说道 你大哥我没事 大哥我是神仙之体 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摘下一个继续吃 对于中三静的修饰来说 一口气吃这么多白玉人生果 不仅会浪费了这果子 还会让其中的能量在体内一出 感到身体不慎 更不用说 没有气海雪山与根骨了 就连经脉还没有完全恢复 恐怕也就只有李玄霄 不会在乎这些了 还能将其中能量 一分不差的吸收殆尽 李玄霄正吃得起劲 忽然听到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哎呀不要吃啊 小毛驴实在忍不住嘴馋 于是跑到避着李玄霄的方向 正准备再偷吃一个白玉人生果 都放在嘴里了 可偏偏这时候 那白玉人生果忽然伸出手脚来 抵住小毛驴的上牙和下牙 同时嘴肿大喊 不要吃啊 小毛驴吓了一跳 果子竟会说话 便见那白玉人生果哇哇大叫 不要吃啊不要吃啊 李玄霄好奇地看过来 瞧了一下小毛驴的脑壳 仔细瞧着那白玉人生果 也不由得吃了一惊 白玉人生果画形啊 他曾经在一本古籍中读到过 上古时期就有白玉人生果画形的例子 不过那都只是传言 在近代从来没有记载过 如今亲眼见了 不免有些好奇 放开快放开 李玄霄用两根手指将其拽起来 笑眯眯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八 小八 你在这里待多久了 小八掰着手指头 一百年 二百年 三百年好多好多百年了 就你一个画形的 小八点头 既然画形了 干嘛还待在这里 小八倒指了指自己的尾巴 那里有被藤蔓连接的痕迹 今天才刚斩断连接 密镜好不容易打开 想着逃跑结果就被你们抓住了 小八欲哭无泪 那你可真是倒霉 画了型的白玉人生果的价值 可抵得上这一整棵树的白玉人生果了 谁要是见了你 肯定不会放过你 李玄霄露出坏人般的笑容 小八被吓得哇哇大哭 求求你别吃俺 俺给你当牛做马 你要俺做什么 俺就做 别吃俺 李玄霄觉得这小家伙蛮有趣 好 那先做五百个俯卧撑 啊 两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零一 李玄霄翘着二郎腿 一边悠闲地吃着果子 一边数着数 小八累得气喘吁吁 处处上啊 几百年不见的大处生 这还是个人了 大哥 俺知道一个地方藏着秘宝 俺带你去好不好 嗯 先做俯卧撑 不着急 李玄霄淡淡的 小八 都不要 小猫驴不解的叫了一声 他一听见秘宝就两眼放光 李玄霄笑着没有解释 话形白玉仁生果在树上待了太久 习惯了灵术为其输送能量 这副样子出去 估计没多久便会昏厥 现在让他习惯下来 什么麻烦 小猫驴凑近了 去闻白玉仁生果身上的味道 嗯 真香 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一舔 小八欲哭无泪 这两个家伙 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畜生 第110章 冰血精 想去哪 正要逃跑的小八 再次被李玄霄抓了回来 小八转过头 甘大一笑 俺不是要逃 俺是妙疾 嘿嘿 李玄霄用手指微微压着他的小脑袋 你现在要是跑走 八成会遇见其他的修士 别人可没我这么好 俺知道 俺先带你们去找宝贝就是了 小猫驴恩啊恩啊的叫着 似乎是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最喜欢的就是寻宝了 师弟 切莫冲动 好 紫云密进北部 风雪之地 妖兽冰雄王 六井巅峰 你也没想到 陈十四竟然会主动凝战冰雄王 风雪四散 将周围好似都凝固了一般 只见陈十四身形一闪 躲开了冰雄王的攻击 同时手中长剑挥舞 一道道剑气朝着冰雄王斩去 冰雄王怒吼一声 身上寒气四溢 将那些剑气全部冻结在了空中 陈十四剑状 脚踏虚空 朝着冰雄王冲了过去 他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来到了冰雄王的面前 一剑刺出 冰雄王伸出熊掌 想要挡住这一击 然而 陈十四的剑是凌厉无比 直接刺穿了他的熊掌 插入了他的身体 还不等一旁的宁颖面露喜色 那冰雄王毫不在意 骤然挥出一掌 逼退陈十四的同时 将清平剑甩飞了出去 被剑气刺穿的伤口迅速愈合 只有残留的血迹 陈十四脸色微变 抽身击退 冰雄王岂会轻易放过他 迈开锯腿 朝其追去 冰雄王身上 但这一击 宛如皮肤汗术 不仅未能阻止冰雄王 反而激怒了他 冰雄王转身扑向宁颖 口中喷出一股刺骨的寒雾 宁颖闪避不及 被寒雾笼罩 情急之下大叫一声 师爹 只是陈十四丝毫没有 被他影响到 更没有抽身要救他的意思 将清平剑重新召回到手中 好 宁颖瞬间被冻成冰雕 寒气入体 逼得他寄出一件本命物 才得以脱困 陈十四 低声嘟囔一句 这个冷血的家伙 陈十四眼神专注 全力应对着眼前的强敌 他深知冰雄王的厉害 若不小心应对 恐有性命之忧 临走之际 二长老便与自己说过 若是在紫云秘境中 遇见了冰雄王 尤其是修为在中三境的冰雄王 定要将其斩杀 取得其洞穴内的冰血之精 陈十四的灵根 属于罕见的一品灵根 先天剑体 天生便能感应天地灵气 对于其他人来说 玄之又玄 无可琢磨的灵气 却会清晰地 映在他的视线之中 修行于他们而言 便如呼吸一般自然 对剑道的理解和领悟 更是远超同龄人 只是清平剑 毕竟是上古先剑 长时间使用 必遭剑意反噬 大量的冰血精 能完美地弥补清平剑 带给自身的损伤 不可谓不重要 所以 陈十四要进一步掌握清平剑 必须要融合冰血之精 然而 冰雄王因为其特殊的体制 修行到六井巅峰 极为罕见 其欲的冰血精 更是视所罕见 所以 陈十四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而宁宁在远处 心中却满是愤恨 他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不要搭理这个小子了 可是很快 他就后悔了 必须让陈十四哄哄自己 就在这时 陈十四抓住了冰雄王的一个破绽 一箭刺中了他的要害 冰雄王发出一阵痛苦的吼声 倒在了地上 陈十四松了口气 走到冰雄王身边 然而 却发现 冰雄王的尸体正在逐渐消散 最终化作了一缕缕寒气 陈十四心中一惊 意识到这只冰雄王 可能并非真正的尸体 而是某种神通法术所幻化而成 他转身看向明影 发现他正一脸诧异地看着自己 陈十四猛然反应过来 闪身躲避 然而终归是晚了一步 结结实实挨了冰雄王一掌 这一掌犹如巨山压顶 立刻摧枯拉朽 陈十四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座冰山撞击 整个人向后飞去 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鲜血从口中喷出 宛如一朵盛开的血花 紧接着重重地摔在地上 感觉自己的胸骨都要被压碎了 眼前惊心乱冒 冰雄王的攻击并未停止 他巨大的熊掌再次向陈十四拍来 仿佛要将他拍成肉酱 陈十四在地上翻滚着 想要躲避这致命的异迹 他的手指在地面上划过 留下一道深深的沟槽 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这道光芒迅速扩散开来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护盾 将陈十四拢照在其中 冰雄王的熊掌拍在护盾上 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巨响 但是护盾并没有破碎 反而将冰雄王的力量反弹了回去 冰雄王被这股力量弹开 向后退了几步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似乎没有想到陈十四会有这样的底牌 德晴 一人一妖再次都在一起 冰雄王洞穴之中 忽然被冰雪覆盖的地面 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洞口 紧接着一道身影钻了出来 画形的白玉仁深过小巴 轻轻吐出一口气 看着洞内的冰雪晶轻声到了一句 幸好不在家 紧接着 他便将洞内的冰雪晶 全部放入那截当中 洞外震天的打斗声音不断响起 有时候法术落在地面 震得洞府都摇摇欲晃 没一会儿的功夫 这洞内的冰雪晶便空空如也 小巴深吸一口气 戴着装得满满当当的那剑 一个月身重新钻入了地里 第111章 空忙活一场 可嗨嗨 清平剑失去了控制 无力地落在地上 陈十四脸色苍白 身上异常的狼狈 好在是他赢了 冰雄王的尸体就在不远处 这位六颈巅峰妖王 在自己的地界拥有地狱加持的情况下 竟然败给了一位武警修士 别说武警了 便是几位六颈修士 曾经联手围杀 都被冰雄王所反杀 最终只有一人逃了出去 足见陈十四实力的恐怖 宁颖看着这一幕 暗暗心惊 他现在才意识到 如今的陈十四早已经超越了自己 自己虽是六颈 可却肯定不会是陈十四的对手 这等天赋如果不出意外 日后的成就绝不会低于李师兄 师殿 你没事吧 宁颖果断将方才陈十四 没有救自己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转而关心起对方来 陈十四连看都没有看对方一眼 他用脚将地上执法堂弟子的尸体踢开 随后为自己扶下两颗疗伤单 一颗补气单 迅速走向冰雄王的洞穴内 冰血精 冰血精 六颈颠覆冰雄王 能够孕育大量的极佳品质的冰血精 这一趟便没有白来 至于秘境中其他的东西 都不值一提了 宁颖微微皱眉 看了一眼地上那执法堂弟子的尸体 没想到陈十四的心竟然会这么狠 怎么说 这也是清云门的弟子 何况还是因为陈十四而死 宁颖忽然有些后悔 自己或许是选错人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判断 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陈十四 这样一个冷血的人 就算是跟他成为道理 又怎么能指望他会对自己有一丝温柔呢 半点不如李玄霄 当初就不该那么早与李师兄进行切割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宁颖没有忘记 娶了冰雄王的兽和 还有一些其他的部位 六颈巅峰稀有妖兽 浑身都是宝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就在这时 洞穴内忽然传来陈十四的怒吼声 宁颖疑惑的走了过去 小师弟 怎么了 陈十四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洞穴 地上唯有一两块遗漏的带有杂质的冰血精 很明显 这原本应该摆放着许多冰血精 可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 陈十四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万中无一的概率 遇见了六颈巅峰的冰雄王 又费尽八粒的将其击杀 然而到头来 却白忙活一场 秘境 某地 嘿哟 小八将那界中的冰血精 全部取出来 俺给你们带来了宝贝 李玄霄拿起一块冰血精瞧了一瞧 则 这么高品质的冰血精可不多见 冰雄王本就稀有 中三境的冰雄王更是罕见 算是一个不错的宝物 只是这东西 只对于想要学剑的修士来说 才算是弥足珍贵 对于主修其他法术的修士来说 则无足轻重 剑修感悟剑道的过程 难免会被剑意所伤 而剑意会直接伤害其经脉 而经脉造成损失后 基本都是不可逆 一般修士都会选择用丹药弥补损伤 对于剑修来说 带伤在身 亦是常态 现有的能治疗经脉的灵草灵药 只有寥寥几种 且即是珍贵一场 冰血精便是其中之一 小八道 收了东西 你们就不能吃饭了 李玄霄笑道 现在有了东西 还能吃了你 一举两得 小八瞪大了眼睛 果然是畜生 秘境开启了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有时候 山峰裹挟着雾 寒意扰人 有时烈日悬在头顶 燥热难耐 有时大雨飘泼 清晨露中 露水沿着野草弯腰的弧度低落 落在地上破碎开来 哪去 正要逃跑的小八 黑黑一笑 转过头道 俺去撒个尿 去吧 赶紧回来 李玄霄继续闭幕盘坐 将所有的冰血精 融会贯通之后 他又享用了大量的白玉人参果 还特意配这三位 从李永安那里偷来的补药 皆是七品的灵药 这位补药 犹如神奇的催化剂 加速了他身体的恢复过程 原本便已经正在恢复过程中的经脉 在这些珍惜食材的滋养下 开始慢慢变得通畅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李玄霄的身体 就像一座正在重建的城池 每一根经脉都像是一条道路 而冰血精和白玉人参果 则是建筑材料 它们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健康而强大的身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座城池逐渐变得坚固耐用 江水滔滔 气势磅礴 以惊人的速度流动着 将生命力传递到身体的角落 李玄霄再浮以长生道经 这时候 太阳出来了 阳光照亮了远处的山巒 光线逐渐向下 照亮了一片云彩 让它们变得如棉花糖般柔软 树木也被阳光照亮 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这一切都是 那么美丽 李玄霄睁开双眸 轻轻身影一声 虽说断裂的经脉 没有完全恢复 就像是一条大路 不仅被堵塞的满满当当 中间还有断痕 不过那被堵塞的经脉 此刻畅通无比 已经算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收获了 又借助神石内探体内的气海雪山 像是冒出了头的春笋一般 小八呢 李玄霄问道 还没回来 小毛驴叫了一声 放心跑不了 一直跟着呢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脸委屈的小八 便被法钱裹斜下 给送了回来 小毛驴得意地收回自己的法钱 又狠狠在他脸上舔了一口 真香 小八嫌弃地蹭着脸上的口水 畜生 你除了蹭俺一脸口水 还能做什么 小毛驴一听这话 当即张嘴便咬 哎呀妈呀 俺错了 俺错了 李玄霄无奈笑了笑 两个小家伙在身边 倒也不怕觉得一人寥寥 李玄霄将铁锅中的汤水 喝得一滴不剩之后 收起面前的铁锅 留给俺一口汤啊 俺错了 不要吃啊 不远处 小八的声音响起 李玄霄哼着小调 迈不向前走去 莫愁千里路 自有道来风 第112章 画形 紫云秘境已经关闭 出口处弥漫着一股 混杂着血腥与腐朽的气息 有的修饰满脸喜色 显然是收获颇风 自然便有人一脸沮丧 手中空空如也 甚至还带着满身的伤痕 更悲惨一些的 直接将性命搭在了其中 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 小八站在山崖边 插着腰身吸一口气 大喊道 啊呀 我小八终于出来了 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啊 李玄霄道 你可以走了 嗯 放过我了 小八疑惑 是啊 也没打算吃你 去吧 小八一喜 再见 说吧 转身便向外跑去 李玄霄看他的背影 江湖路远 小心一些 小八好似怕他反悔似的 一溜烟的就跑没影了 李玄霄笑了笑 这小家伙 没一会儿 他忽然抬起头 就见空中一只妖兽 直冲云霄 那妖兽的嘴里 赫然便是小八 啊 救命啊 不要吃啊 小八死命抵着 不让自己被这妖兽 一口吞下去 下一刻 一道耀眼的火线 穿透了妖兽的身躯 小八又是哀悠叫了一声 身子直直地往下坠去 李玄霄伸手将他接住 吓 吓死俺了 俺这一次以为真的要死了 都说 让你小心点了 李玄霄把他重新放在地上 示意他 可以继续跑了 小八左瞧瞧又看看 心有余悸地甩了甩 流淌在自己身上的口水 他又抬起头 看向李玄霄 俺不想走了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李玄霄淡淡道 可你也回不去了 秘境已经关门了 小八扁着嘴 忽然抱住了李玄霄的大腿 俺想跟着你 李玄霄笑着捏着他肉嘟嘟的脸蛋 不怕我把你吃了 俺相信你 还有你做的汤很好喝 说着 不等李玄霄同意 小八就跳下来 俺去找驴子玩去 毛驴正在闭关呢 不要打扰他 李玄霄将他拽了回来 小毛驴在秘境中 吃了白玉人参骨 此刻正在努力消化体内的能量 怕是很快就要到达三井巅峰 可以化行了 也不知道 毛驴会化成了什么模样 李玄霄有些好奇 又过了几日 山洞中忽然爆发出一声怒吼 天空乌云密布 化形雷结 小毛驴便是准备杜结了 并不是所有灵兽 到达了三井便可以化行 像小毛驴这种天资卓越的灵兽 方才能再达到三井巅峰之际化行 只是这种例子 凤毛灵脚 小八第一次见这场面 眼神中满是好奇 他虽然岁数比李玄霄都要大 可却一生都在树中 没有灵质 如果从他诞生灵质开始算起 也就十多岁而已 轰隆隆 突然间 一道亮光划过夜空 紧接着是一声巨响 犹如天崩地陷 一阵吼声从洞内发出 小毛驴的身影自动中窜出 迎着雷截而上 丝毫没有退缩的打算 雷电结结实实地落在他的身上 好 哇 驴个真猛 小巴掌大了嘴巴 两久之后 烟尘弥漫 犹如大雾散开 在朦朦胧胧之中 有一道直立的身影出现 李玄霄一写 毛驴 你成功化行了 小巴虽然不明所以 不过还是跟着一起鼓掌交好 嗯啊 嗯啊 嗯 怎么还不会说人话 李玄霄微微皱眉 莫非 莫非是一时之间没有适应 下一刻 阉沉散去 露出了毛驴的本来面目 只见一个裸露人体 出现在他们眼前 在网上看去 是一个驴头 嗯 李玄霄瞪大了眼睛 这毛驴怎腰化形 化成了这副鬼样子 驴头人身 不伦不类 嗯啊 嗯啊 李玄霄无奈 实在是没眼看 小毛驴跑到小溪旁 开着自己的倒影 发出惊恐的叫声 这个丑八怪是谁 他捂着自己的眼睛 撒腿狂奔起来 李玄霄足足安慰了 小毛驴好一会儿 这家伙才终于接受了现实 青云门 谁允许你擅自决定 要与李玄霄生死斗 现在事情传出去 我青云门彻底成了笑话 大殿之内 陈十四跪在殿前 青云门现任长教望秦道长 这位将太上望秦道 已修炼成至真境界之人 此刻异常的愤怒 陈十四敢怒斥师姐宁颖 敢对任何长老的话 嗤之以鼻 面对师尊之时 却不敢反驳一眼 望秦道长愤怒地 将价值连城的玉碑 摔成粉碎 现在李玄霄被赶出宗门仪式 已经被传了出去 对于青云门的影响 不可谓不大 立下不是之功之人 便这么堂而皇之地 被赶出了宗门 青云门的名声和口碑 一夜之间跌入了谷底 甚至陈十四竟然还提出 要与李玄霄死斗 在无数修士面前立下了谢氏 望秦道长既愤怒陈十四的 胡作非为 其实更多的是在发泄心中的浴火 原本将李玄霄赶出宗门 是有着一整套的完整计划 诬陷李玄霄下毒 偷保 以正当理由将其赶出宗门 可是偏偏意外发现 李玄霄的伤势正在恢复 于是望秦道长紧急做出了调整 封锁李玄霄被赶出宗门的消息 将原先的诬陷和指控推翻 并且派人将李玄霄寻回师门 再寻回无果后 为了青云门 为了防止恢复伤势的李玄霄 进行报复 或者做出对青云门不利的事情 他便默认了二长老的刺杀计划 谁知道一次又一次的刺杀失败不说 如今陈十四还火上浇油 将这件本就不干净的事情 公之于众 实在是讽刺 望秦道长此刻 就是连杀了这爱托的心都有了 半赏后 望秦道长沉声道 即日起 罚你不得踏出雷乌崖半步 不得施令不出 雷乌崖是青云门处罚弟子的地方 掌门息怒二长老忙站出来打圆场 可是 可是陈十四他已经与李玄霄定下了谢氏 十四虽然鲁莽 可也是为了青云门 望秦道长冷声道 什么血氏 我没发话 便不算数 第113章 约战 可是 二长老还想再说什么 却已被望秦道人打断 不要再说了 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啊 还要去什么生死斗 同门之间生死厮杀 让人去看笑话 是 二长老知道 此刻掌门师姐 是万万听不进去其他人的话 师父 我有信心杀了李玄霄 这时 陈十四猛然抬起头 铿锵有力地说道 闭嘴 师父 难道您不想李玄霄死 二长老也没一抖 诧异地看着陈十四 这小子找死啊 这种话 岂是能当众说出来的 师父 我一定能杀了李玄霄 李玄霄不会是我的对手 他现在的实力 不过势中三进 没有根骨 没有经脉 我定能杀了他 为宗门处此大患 忘情道人历声道 李玄霄是宗门的弟子 你得了失心疯 再次胡言乱语 难道 难道师父不想杀了李玄霄 难道师父 想看着李玄霄重回巅峰 大殿内的气息骤然一冷 再长几人的血液 好似都僵住了一半 他们在寝客间 在场的几人都敢轻易动弹 生怕自己的举动 会引起这股压力的注意 陈十四的身子 匍匐的更低 如同背负着一座大山 额头轻轻抱起 忘情道长的目光 如同冰冷的刀子一般 切割着他身体上的每一寸肌肤 陈十四紧咬牙关 仿佛自己的身体 就要在下一刻 被这强大的威压碾碎 师父 师父您别抱着那些可笑的幻想了 你说我可笑 十四狂妄 还不向掌门谢罪 二长老低贺一声 现在掌门这个情况 陈十四还敢顶嘴 陈十四强撑着身上的威压 李玄霄已经彻底与青云门决裂了 受此大辱 师父难道还以为李玄霄能重回青云门 我若是李玄霄恢复修为的第一件事 便是灭了青云门 现在天下修士 都知道了李玄霄被赶出青云门 师尊可有自信 敌得过鼎盛时期的李玄霄 陈十四一字一句地说道 现在弟子有这个把握 能杀了李玄霄 能为青云门 去除这个日后的大患 还望 还望师尊成全 一番话说完 殿内再无声响 望秦道长 脸色殷勤不定 其余人等 更是不敢说一句话 两久后 望秦道长冷哼一声 你有何把握 杀了那李玄霄 平弟子手中清平剑 平弟子以武警秀为在秘境当中 能杀死六景巅峰的兵雄王 平弟子 只要有足够的修行资源 有把握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突破到六景 陈十四抬起头 毫不惧怕地盯着望秦道长的双眼 弟子还望师尊成全 以一个让天下人幸福的方式 光明正大的将李玄霄杀死在擂台之上 又过了两久 就在陈十四以为自己要撑不住时候 身上的压力骤然消失 陈十四大口大口地吐着粗气 浑身都是汗水 身子无力地瘫软在地 赌对了 陈十四知道自己赌对了 无论是想要将李玄霄赶出宗门 还是策划谋杀李玄霄 皆是这位高高在上的掌门师尊 在背后指使 三个月你有把握 只要资源足够 弟子有把握突破到六景 陈十四自信满满 望秦道长深深看了对方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目光又落在二掌老身上 二掌老抬眸与其对视 读懂了掌门师姐的意思 微微看守 片刻后 望秦道长转身离去 再为说一句话 二掌老直起了腰背 挥了挥手 示意店内的几人先行离去 随后又对陈十四道 跟我来吧 胆大妄为的小子也不怕掌教杀了你 陈十四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两月后 嗯 李玄霄常常吐出一口气 一扬鱼干 一条青鱼便从水中被拽了出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小八秀着锅里正在熬煮的鱼汤 嗯 这味道真香 李玄霄笑道 香吧 这酱料可是我从一个船夫手里换来的 俺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 小八点头乳捣蒜 他双手扶着锅 身子往里面探 李玄霄转头道 毛驴吃饭了 嗯啊 嗯啊 小毛驴画成了人身驴手 正在旁边练习法术 这个模样难看是难看了一点 不过不可否认 画形之后 对于法力的掌控变得更加完美了 现在 他已经能完美操控三枚法前了 而且画成人形之后 之前学习的练体功法 也能派上用场了 虎魔拳 小毛驴挥出拳头 发出虎啸之音 好 还真是勤奋 不一会儿 小毛驴跑了过来 成了一碗鱼肉汤 闻了闻味道 又闻了闻一旁的小巴 于是伸手将小巴拽起来 放在自己的碗里抛了片刻 这才把他扔出来 小毛驴满意地点了点头 美滋滋地喝着 带有小巴味道的鱼肉汤 小巴气得 只用自己的拳头去揍他 混蛋 当俺是什么 你当俺是调味品吗 只是他的拳头 对于小毛驴来说 仿佛是挠痒痒 小巴气急 混蛋 俺跟你拼了 剑打不过他 小巴便又去找李玄霄 李玄霄为自己做主 教教俺 俺要抱住这个家伙一顿 好好 李玄霄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句 他收着火 铁锅下的三妹蒸火 以一个适当的温度 将鱼肉煮得恰到好处 以一火炖鱼汤 这种事情看起来简单 实则需要对一火的精准把握 一火的温度 要远远高于普通火焰 烧不留神 别说鱼了 那普通道不能在普通的铁锅 便会被燃烧成粉末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 必须全神贯注地控制火焰的大小和强度 这种变态到极致的控制力 是所罕见 对于李玄霄来说 修行成脱万事 万事皆可修行 这时候 小毛驴提醒了一句 不要忘了跟陈十四的约定 李玄霄这才想起来 试了试了 他答应了那小子 要跟对方在龙门大笔中进行生死斗 现在这件事情 恐怕早就已经传开了 李玄霄放下盛汤的碗 又咬了一大口清甜可口的果子 麻烦 不过那小子 哪里对自己来的这么大怨念 李玄霄有些想不明白 嗯 算算时间也该去了 走吧 没一会儿 李玄霄坐在毛驴的屁股上 悠悠地向远方而去 第114章 绝无怨言 青云门 随着通天风内 一声嘹亮之音的骤然响彻 无数目光纷纷被其所吸 人们心中涌起一股期待 想要知道 是哪位同门在境界上取得了突破 这声音如同天籁之音 响彻云霄 让人不禁未知振奋 怎么回事 又有人突破了 一位六井小师叔陈生道 他的目光投向通天风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在他的印象中 似乎没有人符合这个条件 要么就是已经超越了这个境界 要么完全没有希望 还在下三井中徘徊 这日青云门之上 紫气东来 异象横生 横跨整个青云门 犹如一条紫色的巨龙 在天空中蜿蜒游动 整个青云门都被这奇异的景象所笼罩 让人不禁感受到一股神圣的气息 此时 青云门的弟子们 也都被这奇异的景象所吸引 纷纷走出房门 仰望天空 他们的脸上 都露出了惊讶和敬畏的神色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些弟子甚至开始默默祈祷 希望能够得到这紫气的庇佑 紫气东来的异象 在青云门上空 竟然持续了足足数个时辰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一个身影缓缓浮现 他站在通天风的巅峰 俯瞰着整个门派 气势磅礴 宛如一座高山 让人无法忽视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 似是在看一群蝼蚁 即使是那些修为 比他强横的长老 供奉也没什么区别 陈十四 人们的目光 瞬间聚焦在了陈十四身上 眼中充满了惊讶和不敢置信 突破了 有人颤抖着喊出了这句话 声音中充满了激动和狂喜 而这一嗓子 也让所有人都回过神来 开始低声议论纷纷 等等 前段时间 他不是刚刚突破吗 有人突然想起了什么 惊呼出声 这一句话 让原本喧闹的人群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他们都知道 陈十四在前不久 刚刚突破了一个境界 而现在 他竟然又一次突破了 不出半年 横跨一整个境界 六景 有人喊喊自语 声音中充满了惊骇和羡慕 他们无法想象 陈十四是如何在短短半年内 横跨一整个境界 达到六景的境界 这需要何等的天赋和努力 而陈十四却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反应 他只是 沉浸在自己的突破喜悦中 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知道 这一次突破 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他走向巅峰的开始 青云门 主殿内 望清道长 微微睁开眼睛 眼中也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真的成了 半年之内 一整个境界 二长老喜道 掌门 十四这小子 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比起李玄骁 有过之而无不及 望清道长没有在说什么 走到门口背对着二长老 眼神深邃的 望向云端之上 接着又压低了声音 说道 掌门 这一次 这一次 一定能杀了那里喧嚣 小师弟 恭喜啊 宁颖远远地跑来 一脸兴奋 可还没等走到近处 陈十四的身影 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宁颖一愣 下意识地转头四处看去 确定对方已经离开以后 宁颖气得直跺脚 低声道 这家伙 通天风上 陈十四欣喜若狂 直奔师姐莫竹所住的地方 迫不及待地 就要把这个好消息 第一时间分享给师姐 他穿过一片幽静的竹林 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 形成一片片光斑 便在这时 一道剑光骤然穿射而来 陈十四反应极快 侧身闪过 一条笔直的线内灵竹 纷纷轻倒 谁 陈十四感受到了 那森寒的杀意 谁会有如此大的胆子 杀上青云门 他并惊一看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身影 从竹林中缓缓走出 陈十四心中一沉 师姐 墨竹手持佩剑 眼神冰冷 为何 你为何要这么做 师姐 我突破六井了 当初你偷我信件 向二长老暴露李师兄行踪 我只当你年纪上小 不懂事实道理 且二长老位高权重 你不敢得罪于他 如今 你又公然提出 要与李师兄进行生死之斗 你明知他根骨被毁 经脉经费 安得是什么举行 墨竹一字一句 同时提剑迅速逼近 陈十四快步后退 师姐 我是为了青云门 为了你 好一个为青云门 墨竹杀意尽险 若是没有李师兄 岂会有今日的青云门 狼崽子 当初真不该救你 更不该让李师兄为你开天门 没曾想养出一个祸害 陈十四不可置信地看着墨竹 师姐 你你要杀我 我不杀你 难道让你去杀了李师兄 常见逼近 陈十四却是放弃了抵抗 猛然跪倒在地 抬起头诚恳地望着这个 曾经在他最绝望之际 救了他的女子 师姐 我的命是你救的 如果你想杀了我 十四绝无怨言 十四自认 没有做错过任何一件事情 所作所为没有私心 皆是为了青云门 森森寒光抵住他的咽喉 即如此 墨竹眸中 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下一刻 寒芒闪烁 陈十四一惊 以一个极为精妙的身法 避开了这一件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既是愤怒 又是惊恐 你真要杀我 你真要杀我 墨竹冷笑 不是说绝无怨言吗 你的命是我救的 你的天门乃是师兄所开 如今 我便替师兄 废了你的修行 陈十四感受到了 那冰冷的杀意 他清楚地知道 师姐不是在说笑 第115章 龙门大笔 狂狼一声剑鸣 声音清脆悦耳 陈十四惊慌失措地 祭出了青瓶剑 他的脸色苍白无比 没想到 师姐竟然真的会为了李玄霄 而选择杀死自己 两柄长剑 坑然缠斗在一起 火花四剑 剑气纵横 陈十四虽然痛心疾首 出手却没有半点含糊 青瓶剑舞动如飞 犹如一条青龙 在空中盘旋 伺机而动 而墨竹的剑 则犹如一匹脱僵的野马 奔腾狂放 不可一世 两把剑的每一次撞击 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陈十四的心跳得很快 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必须全力以赴 才能挡住墨竹的攻击 不同于宁颖 身为通天风的大师姐 此时此刻 无论天资如何卓越 也绝不会是墨竹的对手 陈十四也非常明白这一点 所以方一交手 他的目的就不再击败对方 而是趁机逃跑 寻求诸位长老与师尊的庇佑 可是墨竹丝毫不给他这个机会 别说逃跑了 哪怕现在稍有分神 他都有可能命丧于剑下 陈十四咬紧牙关 师姐 你真不在意往日的情义吗 情义 墨竹冷哼一声 运转剑绝 下一刻 剑锋轻而易举地 破开陈十四的防御 便要植入胸骨之中 完了 就在陈十四绝望之际 一道身影赫然拦在陈十四身前 竟是那宁颖 莫逐情急之下 只好剑锋天移 避开了对方的要害 宁颖虽有护身法宝 可是修为相差过大 直接被剑锋贯穿身体 即使是避开了身体要害 怕也是伤得不轻 宁颖喷出一口鲜血 陈十四又惊又喜 没有丝毫的迟疑 趁着这个时机 当即寄出一张高品阶的神玉符 瞬间化作一缕清风 消失在竹林当中 莫逐匆忙挥出一道锐利的剑气 向其追击 只是却仍旧被对方逃离了出去 莫逐气急 看着地上受伤的宁颖 讥讽道 好一个情深意重的小师妹 宁颖虚弱道 师姐 宁你万不可对同门下手 师弟你没事吧 别师弟了 人家已经跑了 什么 宁颖眉头紧簇 她艰难地转头看去 果真是已经走了 王八蛋 宁颖咬牙切齿道 她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真的这么冷血绝情 莫逐反手一掌 宁颖惊呼一声 被打得飞出去树杖 两眼一黑 直接昏厥了过去 莫逐太了解 自己这个小师妹的心思了 她这个小师妹 年纪虽小 心思却极深 当年见李师兄风头正盛 便整日缠着师兄 等师兄废了 就又迅速立马撇清关系 如今 剑尘十四天资一饼 又上赶子奔着人家 现在料定了 自己不会杀她 借此 卖尘十四一个人情 否则以这丫头的心思 又怎舍得为那陈十四舍了命 没出多久 便有两名执法堂的长老 带着数名弟子 来了通天风 陈十四已经将此事 到这二长老 二长老迅速让人控制住了莫逐 交后掌门发落 毕竟是掌门的爱徒 二长老也不敢怎么样 最终因误伤同门 莫逐被罚禁闭三百年 距离龙门大比 只剩下不足七日的时间 距离这龙门石碑最近的龙门城 此时热闹极了 这座小城的城门 仿佛是一道屏障 将江湖的喧嚣 与城市的纷扰隔绝开来 当踏进这座城门时 一种独特的氛围扑面而来 让人仿佛穿越 进了一个充满刀光剑影的世界 城里的人们 或是手提刀剑 或是身着道袍 或身后 有凶悍的异手跟随 目光坚定而沉着 每个人的身上 都散发着一种 无法言说的气息 让人不可小觑 仿佛在这座小城中 他们才是主宰 李玄霄牵着毛驴 带着小巴 便如此顺着人流走入其中 漫步在城中 感受着这里的一切 古朴的屋檐瓦角 与剂提刀剑的人们 相应城去 让这座小城 充满了古朴的江湖气息 就仿佛是书中的场景 在这里能够听到 那些年的江湖故事 看到那些曾经在这里 发生的爱恨情仇 故事中有英雄的壮举 有小人的阴谋 有爱情的甜蜜 也有仇恨的痛苦 听说了吗 清余门的事 这事都不新鲜了 我林村二大爷的 儿媳妇的弟弟 邻居家的大黄狗 都听出八百遍了 故事又有新版本了 什么版本 陈十四突破之六景了 什么 他不是武警吗 要不然 人家怎敢有底气提出 要与李玄霄生死斗呢 则则都是同门师兄弟 非要自相残杀 让外人看笑话 这清余门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谁说不是呢 哎 你压了谁 什么 压什么 哼 你还不知道 已经开盘了 李玄霄和陈十四 谁胜谁负 真的 那还有假 就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这时候 一个半大小子跑过来 你们有谁知道大哥在哪 几人看向这小子 是龙虎山的小道士 你大哥是谁 那小子一拍胸脯 十分自豪地说道 我大哥自然就是天下 见到魁首李玄霄 嗯 几人诧意地看着这个小子 不由地觉得有些好笑 你大哥是李玄霄 那你是谁 我姓张 明道林 这孩子不是别人 正是李玄霄 一路送到龙虎山的张道林 那身后穿着道袍的少女 自是铁牛 托付给李玄霄照顾的阿琪 阿琪穿着道袍 一脸乖巧 他伸手熟练地揪起张道林的耳朵 对着几人微微汗手 抱歉 打扰了 哎呀妈呀 疼啊 大姐轻点 林道林痛苦的声音响起 阿琪的力气奇大无比 他根本挣脱不得 只能被对方拖着往前走 我说你也不担心一下 万一大哥输了怎么办 阿琪头也不回地说道 他不会输的 第116章 龙门城 李玄霄出现的第一时间 便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吃饭 住宿 却是一分钱都不用花的 皆是最好的屋子 最好的饭菜 原本的客栈都被挤满了 一间客房都腾不出来了 客栈老板知道了是李玄霄后 便立马临时腾出了一间屋子 好酒好菜 不一会儿便被端进了屋子里 知道你喜欢清静 不愿意被人打扰 客栈老板脸上带着笑容 李玄霄到了线 毛驴重新化成人形 闻着锅里喷香的牛肉汤 习惯性地抓起小巴 往里面泡了泡 小巴双手抱胸 一脸郁闷 似乎早已习惯 也不再反抗了 吁吁 泡了一会儿 毛驴端起牛肉汤 一饮而尽 意犹未尽的杂巴杂巴味道 嗯 这牛肉汤 怎么有一股怪味 毛驴只当作是这儿的特色 便也没有多想 小巴见了这一幕 露出计谋得逞的笑容 他扑呲扑呲 迅速吃完了饭 便跑去学习功法去了 自顾自地嘀咕道 等俺工程圆满 一定把你炖了煲汤喝 李玄霄酒足饭饱后 浑身都透着满足 他懒洋洋地趴在床上 感受着床垫的柔软和舒适 他深深吸了口气 闻到了床头目散发的清香 那是小叶子坛的香味 清雅而不刺鼻 让人闻后心情愉悦 这种香味 让他不由地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 父亲给镇子上的老爷们运送木头 回来的时候 会给他带一小节树叉 父亲告诉他 这是小叶子坛 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木材 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够使用 李玄霄当时并不懂得 什么是珍贵 只是觉得 这种木材的香味很好闻 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 其实比这更好闻 更加珍贵的木材 后来李玄霄不知道见了多少 可是他却独喜欢闻这小时候的味道 压三千枚上品零食 李真人胜 我压五百 陈十四 胆子够大的 李真人可是从无败解 凡事都有第一次不是 江山带有才人处 一带新人换旧人 话说这青云门真不是东西 谁说不是呢 外面议论纷纷 闹得热火朝天 此时此刻 主人公李玄霄 却趴在舒适的大床上 享受着这份安宁 嗯 这个躺在树叉子上 睡觉舒服多了 没一会儿 李玄霄便陷入了熟睡当中 五窗春日影悠悠 一觉清眠万事休 距离这龙门大会 还有几天 李玄霄自是要好好在周围走上一遭的 游山玩水 不失为一种修行 更是此时李玄霄最大的兴趣了 自然也免不了 见到许多认识的人 于是一起喝喝茶 聊聊天 说说当下的事情 何况还有画老小八 和爱修行的毛驴在身侧 也不会觉得无聊 这日 正准备出城去 便见城门口热热闹梦 陈十四随着二长老 还有一众弟子入了城 这些弟子身穿便装 所以没有人第一时间认出 他们是清云门的弟子 许久没来这龙门城了 二长老淡淡道 陈十四却是没心情 欣赏这周遭的风景 阴沉着脸 二长老看出了他的心思 道 修行之道 求的 就是一个一往无前 道心坦荡 你有了心结 如今要做的 便是除去此心结 弟子明白 二长老一笑 还有 不过是一个女子罢了 等你日后修得正道 什么样的女子都会有 这时 直接有一伙气宇炫扬的年轻男女 穿着统一的服饰 穿接过饰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名骑着一头巨大黑虎的青年 高大挺拔 英俊威武 手持一把长枪 枪间闪烁着寒光 仿佛随时准备迎接战斗 黑虎也异常威猛 皮毛如丝绸般光滑 黑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傲然和威猛 仿佛在告诉人们 他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 跟在黑虎后面的 是一位身后跟随几丈于肠的赤红大蛇的少女 他身姿曼妙 美丽动人 原本熙熙攘攘 人来人往的繁华街道 突然间变得异常安静 人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望向城门方向 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紧接着 人群中开始骚动 大人小孩都纷纷向两旁躲避 这伙人怎么这么嚣张 有伞修认出了这伙人 低声对同伴语了两句 怪不得 这条街本就繁华 混乱之中一个孩子被推散在地 又被人踩到了脚 疼得哇哇大哭 走在最前头的黑虎 盯着这女童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女童吓得脸色惨白 抬起头看着这庞然大雾 便是连哭都不敢哭了 陈十四瞥了一眼 很快便收回了目光 二长老轻哼一声 一个二流宗门尚且如此嚣张 只是虽说瞧不上这帮子家伙 二长老却也不打算理会 大不留心地走在前面 陈十四自也没有在意这等闲事 黑虎忽然一甩尾巴 那比钢鞭还要力大百倍的尾巴 将空气抽得嗡嗡直响 不用想都知道 双方一接触 那女童定会丧命 黑虎的主人见了这一幕 也没有要阻止的意思 似乎是早已习惯 周围人看在眼里 暗自心惊 就在这时 不惹人注意的轻微变化呼气 伤对飘扬在空中的旗子 好似被隐形的利刃划过 悄无声息地断成了两截 仿佛他从来没有完整过一般 而一根被风吹走的细小的草叶 也在寝客间被一分为二 断面整齐 仿佛是被最锋利的刀斧劈开 没有丝毫毛刺 黑虎的身子忽然僵住 当兵一般的尾巴也停住了 下一刻 整个身子被一分为二 鲜血好似慢了半拍 这才如同喷涌的泉水一般 喷涌而出 黑虎的主人 持枪的高大男子 惊愕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震惊和愤怒 谁 出来 他大声呼喊着 周围的几名同伴 也纷纷做出防御的姿态 他们的神经紧绷着 仿佛随时准备应对一场 突如其来的战斗 众人见了这一幕 也不由得大惊 那持枪高大男子 几乎要把牙咬碎了 这黑虎 可是他自幼养育的灵兽 如今 竟然被人给莫名杀了 高大男子的愤怒可想而知 他的目光略过众人 随后落在那女童身上 瞬间便明白了 是有人在保护着女童 高大男子一挑枪头 竟是不齿地对准了孩童 众人心中暗自鄙夷 就在高大男子准备出手的时刻 却被一个轻易老者猛然拦下 师叔 住嘴 轻易老者反手一巴掌 将其打飞出十余丈远 随即一拱手 面向众人 后背无礼 冲撞了前辈 还望物怪 确实没人回话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又等了一会儿 轻易老者带着自己的后背 匆匆离去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平日里嘚瑟也就罢了 到了这龙门城 天下修饰汇聚之地 那就是不知死活了 迅速出手后 李玄霄已是离开了城 就是准备去逛一逛 当地人所说的某个风景名胜去了 第117章 正式开始 龙门大笔正式开始 今日的雾气格外浓厚 整个城都被笼罩在一层 朦胧的面纱之中 李玄霄不早不晚地出了门 一切如常 就像是出门散步一般 龙门仙台 这里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广场 可容纳万人 仙台的中心有一座高台 台上有一座巨大的石雕像 雕像高达数十丈 庄严肃木 俯瞰着整个广场 目光炯炯有神 仿佛在注视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雕像的外表线条流畅 雕刻精细 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 仿佛要从石头中跳出来一般 在雕像的脚下 有一群白鸽在盘旋 仿佛在向雕像致敬 整个广场被一片洒下来的阳光笼罩 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陈十四抬起头看着那雕像 拳头握得嘎嘎之想 能让他如此气愤 那雕像除了李玄霄 怎会是别人 二长老淡淡道 李玄霄十八岁 再次夺得魁首 此后这龙门大比除他之外 便没有其他的胜者了 直到他修为备废 愤怒是没有用的 你要让这个雕像换成你自己 明白吗 陈十四沉生道 我明白 新渔门的人来了 哪呢 哪呢 便是那边那群人 中间那个年轻人 就是陈十四 他就是陈十四 这等年纪 便已是六井我这辈子 要是能达到六井 也就死而无憾了 众人一轮纷纷 李玄霄李真人 怎么还没出现 这几日 李真人在城中吃是喝 上一次 我还看见李真人 在茶馆里吃点心呢 是吗 李玄霄走在街头 今日大雾 街头的雾气浓得化不开 像一层白色的薄纱 轻轻地罩在了房屋 树木和行人们的身上 人影在雾气中穿梭 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雾气弥漫 人影绰绰 仿佛置身于一个 神秘的仙境之中 让人有一种超脱陈俗的感觉 别有一番风味 大哥 你有把握干掉那人吗 小八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 此刻 他在李玄霄的肩膀 好奇地问道 应该吧 他也很厉害 那岂不是很危险 李玄霄但笑道 大哥 我应该更厉害一些 大哥威武 俺给大哥加油助威 一路到了龙门仙台 此刻这里人多的摩肩接踵 放眼望去 黑压压的一大片 数不胜数 其中大多数是修行门派 或者家族中人 他们的身份很好辨认 这些人是大多数都没有撑伞 雨水从他们的头顶低落 却仿佛没有感觉一般 除了江湖人 人群中还有一些商人 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 手持着雨伞 以及少数看热闹的百姓 一些世家大族的人 衣着更加华丽 举止也更加优雅 他们撑着雨伞 慢慢地行走在人群中 仿佛在显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李真人来了 这一嗓子 犹如平静的湖面上 突然投下了一颗石子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 人们纷纷伸长了脖子 想要一读李真人的风采 有些人忙激动地站了起来 不停地张望着 人群哗啦啦地自动分开一条路 是李先生 人群中 魏银正在嚼着好吃的刀点 护得眼前一亮 并要冲过去 却被身后的柳无心猛然抓住 小姐 不要无礼 与此同时 同样被抓住的 还有零到零 大哥 是大哥 不要捣乱 阿七淡淡道 他的手抓着零到零的手 像是一个铁钳 让其根本挣脱不得 李玄霄倒是一时间 有些不太适应了 以往走到哪里 都是这般万众瞩目的存在 后来修为被废 一个人久了 刚开始有些不适应这种估计 在清云门去哪里 也不会被人在乎 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现在恢复了从前那般 竟又开始不适应起来 陈十四与二长老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投过来 李玄霄毫不在意地 与他们对望了一眼 视线便又扫过人群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一样 很快 他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因为那人正在向自己招手 众人同时望过去 待看清了那人后 便觉得没什么奇怪了 好像是理所应当似的 那是坐在为数不多亭子下的一个宗门 在这龙门仙台当中 除了清云门 也就只有寥寥几个宗门 与家族有资格坐在仙台低排的亭子当中 北落师门 江离 清云门李玄霄 北落师门江离 铁匠铁牛 大业皇帝燕青四人 年轻时的情谊天下皆知 按理说龙门大比虽是重要 但是也不至于让江离亲自前来 毕竟江离 如今是北落师门的 最为位高权重的先官 如同清云门的掌门 除了某些重要的决议 否则一般都不会清零 更不用说江离亲自上场了 所以有人猜测 此次江离清零 完全是因为李玄霄的缘故 李玄霄带着毛驴和小八走过去 十分自然地坐到他的一边 介绍一下毛驴 小八 这位是我朋友江离 你好 小八友好的摆了摆手 江离看了他们俩一眼 画形的白玉人生果 这可罕见 出个价卖给我吧 小八脸色一白 吓得躲到了李玄霄的身后 李玄霄笑道 你别吓唬他 他胆子小 先生 又见面了 李玄霄看向身后 一左一右一位轻衣女子 一位白衣女子 那轻衣女子他见过 叫几凌晨 在西海之中跟他的许久 为师姐求得救命的灵药 先生救命之恩 还没谢过 白衣女子正中道 想必他便是几凌晨口中那位师姐 李玄霄白白手 并没有在意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 分给江离一血 按照往常 距离比斗开始 还要磨及一会儿 第118章 心黑手黑 龙门大笔可并不是单纯的比斗 这一点从参与的人员构成上 就可见一般 除了江湖上的各个散修 宗门子弟 还有不少世家大族 以及皇族 也会派人参加 这些世家大族 平日里虽然饮食不出 但其实力底蕴 却丝毫不容小觑 所以 这龙门大笔 也是各大宗门 以及家族互通联络 商议事宜的绝佳机会 有一些不可调和的生意上的事情 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伤亡 也会找个分量足够的中间人调停 就在这龙门大笔上 各自派出家中得一子弟 不分生死 只分个输赢 扑扑 李玄霄悠闲地吐着瓜子皮 一代新人换救人 这陈十四果然不错 年轻一代 北洛师门 不会有一人是他的对手 江黎淡淡地说道 李玄霄也道 确实不错 他可是说了 不仅要与你生死斗 在这之前 还要参加龙门大笔 夺得魁首 倒真是自信 他是觉得 除了你之外 同等境界 无人值得他多费力气 顿了顿 江黎继续道 我倒是觉得 他有点像是年轻时候的你 只是身上的力气太重了 又过了一会儿 这聚集了上万人制度的龙门大笔 总算是开始了 各大宗门的代表轮番上前说了一番话 随后便是第一门的笔试 按照龙门大笔的规矩 参加龙门大笔的人 先争出一个魁首 这还不算结束 接下来有恩怨的人 或者私下约定好 要对决的人 便各自上台 最先上场的两名弟子 一个是玄宝阁的修士 专门练拳 一个是神异门的修士 修的是睡梦之术 作为第一个出场的修士 二人的修为自然不弱 打斗十分具有观赏性 李玄霄看着这一幕 传过来的众人的呼声 也变得模糊 只能听到 那声音越来越远 越来越轻 最终消失在了细雨中 整个世界 仿佛只剩下了 龙门仙台上的两个人 他们的身影 在仙台之上闪烁着 如同两颗流星 在夜空中交错而过 身法闪转腾挪 如同幻影般快速 让人看不清他们的动作 招式也越来越巧妙 在这紧张的氛围中 细雨也似乎变得更加密集 更加急促 仿佛在为这场比试 增添更多的变数 没过多久 便奋出了胜负 没有人倒下 二人相互作一 随即各自离开 小八看得云里雾里 大哥大哥 谁赢了 李玄霄指了指 那个神异门的修士 小八张的嘴巴 哦睡觉都能赢 真是厉害了 交手的人 大多都是同等境界 修为即使相差一些 在战斗之中 偶尔也会被抹平 每一场比试 都有不大不小的赌注 总的来说 第一日的比试 没什么太过出彩的地方 直到第二日 清云门的陈十四出场了 一两招击败了 晋级的神异门弟子 随后又轻而易举的 将归一楼少主 打得本命物碎裂 胸骨碎裂 将离道 力气真是太重了 心黑手黑 至于给人家打成这样吗 论狠劲年轻时候的你 可远不如他 李玄霄笑道 目秀于灵 封闭催之 我要是年轻的时候 像他这般 怎么可能活到今天 第二十八场 陈十四上 声音传出好远 有人从仙台周围 跑向外门 乌样样的人群 立马躁动起来 又胜了 这都几连胜了吗 这不是刚开始吗 哎呦 又输了 我还以为那玄天剑宗的人 能赢吗 现在还没有人 能接过三招以上 现在赌局的规则都改了 改成什么了 现在全压陈十四胜 赌局只能改一下 压陈十四 能在几手之内获胜 哼 还有这种玩法 可不是 这时 有人匆匆遇见而来 高声喊道 陈十四下一场 又一阵未加柳无心 人群又是躁动起来 柳无心终于上场了 给我压柳无心500上品零食 哎 你不是一直是说 要压柳无心吗 那人单大地笑了一笑 原本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陈十四的风头 也太胜了一些 柳无心已踏入六井 很长一段时间了 陈十四刚刚迈入六井 按理说 哼 最怕的 就是这个按理说 龙门仙台 李玄霄 看着站在仙台之上的陈十四 陈十四从始至终都并未出见 便已是横扫了其他人 若是柳无心再败了 怕是没人再敢跟他鄙视了 别人是鄙视 陈十四下手 却不分个轻重 有时候下手中了 云烟教的弟子 直接被打得金丹尽碎 险些生死盗销 云烟教的人 面对青云门不敢说什么 只得咽下了这口恶气 陈十四抬起头 毫不避讳地 只是坐在亭子中的李玄霄 李玄霄含笑看着他 我押了你一万上品零食 一旁江丽淡淡道 你就不怕我输了 江丽满不在意 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起 就没见你输过 感谢北洛师门的江仙子 对我抱有这么大的自信 说话间 柳无心已经上场了 陈十四难得地认真了几分 柳无心 不错 这次的比武 只有你和李玄霄 撑得上我的对手 柳无心冷哼一声 可以把你和李真人的生死 都取消了 因为你会败在这里 你可以试一试 陈十四上前一步 柳无心的名头很响 柳无心虽然不姓魏 却是魏家主重培养的弟子 同时也是魏家百年来 最具天资的弟子 甚至西陵皇室 都想将此人要来 不惜开除魏家 望尘莫及的条件 只是柳无心念及当年 魏家一犯之恩 无论如何 都不愿离开魏家 其忠勇之名 一时间广为流传 柳无心祭出飞剑 眸光灵力 你觉得谁会赢 江丽问道 李玄霄想了一下 依我看四六之分 柳无心六 陈十四四 恰恰相反 江丽道 陈十四虽也是六景 可修为却不如柳无心 第119章 从未败过 陈十四与柳无心的 开的盘子数了 仅次于李玄霄 与陈十四的生死斗 压住的可不只是修士 还有专门依靠 倒腾灵时报复的商骨中人 以及一些宗门和家族 都会有专门的人 在比斗之前评估结果 最后压住 甚至是某些大宗门 出于名声的影响 也会暗中下主 无人知晓 曾经便有人以为 赢了临时的人 是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便想要趁机解杀 谁知道 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有不少散修 更是压上了全部的身家 一夜暴富的修士 也不在少数 有比斗就有输赢 有输赢就有赌局 四股便是如此 有不少人都没资格前去观战 他们只能在外面的茶馆中 或在树下 或聚集在一片空地上 等待着比斗的结果 有人在默默祈祷 希望自己支持的一方 能够获胜 有人焦躁不安地夺着步子 不停地看着时间 希望时间能够过得更快一些 在树下 人们围坐在一起 一边品尝着茶水 一边谈论着比斗的情况 他们中有些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 对于比斗的胜负 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而另一些 则是初次前来观战的新手 对于这场比斗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呼呼 终于 有人匆匆从里面跑出来 额头冒出了些许的汗水 赢 赢了 谁赢了 众人一口同胜 臣 当即有人痛心疾首 有人不可置信地站在原地 有人惊呼出声 赢了 陈十四赢了 那人激动地大声呼喊 龙门仙台胜负已分 周遭鸦雀无声 谁人都知道 自李玄霄之后 青云门又出了一个名为陈十四的天骄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这位天骄竟然会厉害到如此程度 在场有一些老人 不由地回忆起了 当年李玄霄出路头角之时 和其相四眼 柳无心说了 输得一败涂地 他的身上满是剑伤 鲜血淋漓 嘴角挂着苦涩的笑容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哪怕他已经拼尽全力 也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 柳无心握件的手颤抖不已 艰难地站起身 身体摇晃着 似乎随时都会倒下 他拒绝了旁人搀扶 一步步离开了仙台中央 陈十四的目光 再次扫向众人 似乎是不准备下场了 等着有人继续挑战他 下一个 他淡淡道 然而 柳无心都败了 还会有哪个愿意上去呢 上去了 也是丢人现眼 一时之间 无人应战 上一届的龙门大笔魁首 便是柳无心 被誉为年轻一辈 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倒不是现在 没有人认为自己 一定会输给柳无心 只是陈十四这一场 赢得太过顺利了 一切都水到渠成 打得柳无心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让余下之人都失去了 再与之较量的想法 陈十四的目光 直直望向李玄宵 众人的目光 也随之而来 接下来便是重头戏了 闹得满是风雨的青云门 先后两位顶尖弟子之间的 生死之斗 啪啪啪 二长老不满皱纹的脸上 露出笑容 率先为陈十四鼓起了掌 掌声清脆而响亮 如同夜空中绽放的绚丽烟火 打破了周围的寂静 在二长老的带领下 身后的青云门弟子们 纷纷站起身来 掌声如同汹涌的波涛 一浪高过一浪 仿佛要将这天地间的 一切都淹没 众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望向陈十四的目光 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仿佛是又见证了 一位大能的崛起 回去了 今日的比试结束了 李玄霄便准备回客栈去了 今天的好戏看得也足够多了 门儿自己便是 这戏中的一员了 江里点点头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二人之间无序多言 待到李玄霄离开后 江里身后的几凌尘 忍不住问道 师尊 李先生能赢吗 他本是绝对相信李玄霄的 陈十四带给他的冲击太大了 陈十四对阵任何人 几乎都是秒杀 往年的龙门大比 争夺魁首 少说也需要几日的时间 可这陈十四短短一日 便打得无人赶出 江里淡淡道 说实话 我更想看李玄霄被打败 毕竟还从来没见过 这家伙输手的模样 李先生从未败过吗 从未 回到客栈 李玄霄如往常一样吃了晚饭 又休行了一会儿 便躺在床上 闻着小叶子谈的香气 次日 陈十四早早地便到了 他站在龙门仙台的中央 那座李玄霄的雕塑 此事已经倒塌了 不用说都知道 是谁做的 李玄霄见了这一幕 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倒是一个平日里 打扫雕像的老伯 气得垂胸顿足 握着一个拖把杆 便要冲上来 与那陈十四拼命 幸好被人家给拦住了 那老伯破口大骂 两个人扯着他 才将他拽走 没良心的玩意儿 那李真人的像 竟然被你给弄倒了 我的天佬老爷啊 老伯耳背 旁人说话他根本听不清 李玄霄看着他 那老伯耳背眼睛倒是不花 盯着李玄霄 不由得一正 紧接着便大叫起来 李真人下凡了呀 李真人下凡了 李真人要降罪了 李玄霄无奈笑了笑 他站在仙台前 仙台的石砖 只要不是化成鸡粉 就能化成圆形 这石砖都用了数百年 李玄霄用脚试探性地 踩了踩这里的石砖 上一次站在这里 是多少年前 他有些记不清了 自从他迈入七景之后 便再未参加过龙门大比 思绪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 那时的他 第一次代表青云门 参加龙门大比 大闺女出嫁 头一遭 心里激动的不行 抬起头看着明媚的阳光 想着将来 想着以后 此时此刻 李玄霄看着明媚阳光 一切恍如在昨日 春风若有莲花意 可否许我在少年 第120章 生死对决 阳光晃得李玄霄有些目眩 他却没有挡住阳光的意思 陈十四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周围的呼声 如同珊瑚海啸一般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为他们二人欢呼 陈十四的心跳 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他感到自己的手有些发抖 但他还是紧紧地握住了剑柄 不让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 幼年在青云门时 他便听着所谓的 李师兄的传奇故事 那时他跟在师姐墨竹身后 常常通天风最偏僻的地方 看这个年轻的男人 从师姐口中他得知 这个年轻男人 就是李玄霄 可是跟传言中一剑在手 天下无人可挡的剑道魁首 差掉太远 那时的李玄霄 陷入到了人生中 最为低谷的时期 整日喝酒 醉一生梦死 很少有人特意会 跑来这么远的地方去看他 除了师姐墨竹 不知道为什么 墨竹将全部的温柔 都给了李玄霄 从那时候起 陈十四的心中 便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他拼命训练 提升修为 可是师姐的目光 从始至中 都在那个废人的身上 陈十四安慰自己 等有一日 等有一日 自己超越了那个人 曾经所做的一切 站在那最高峰 而此时此刻 便是他此生仅有的机会 狂妄龙银 声音响彻天地 随着这声龙银 一道光芒万丈的 青色仙剑记起 犹如一轮耀眼的青色太阳 照亮了整个天空 仙剑通体 散发着青色的光芒 光芒中 似乎蕴含着无尽的灵力 剑身上刻满了 神秘的花纹和图案 这些花纹和图案 似乎在诉说着 仙剑的历史和传奇 青平剑 有人惊呼 假不得 是青平剑 江里微微挑眉 青云门倒真是舍得 不过 人尽其才 却值得 从始至终 陈十四都未寄出青平剑 唯有与李玄霄这一战 当一开始 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 寄出了青平剑 他视李玄霄为心魔 却从未小瞧过对方 李玄霄值得他这一剑 陈十四右手握剑 左手作剑诀 随着一指点出 周遭骤然想起一道淒厉的名笑 自他眉心之中 又飞掠而出两道光芒 脱离他的神窍以后 在空中露出了原形 竟是两柄薄剑 闪电般破空而至 剑刃闪烁着寒光 如同两条银色的蛟龙 在夜空中蜿蜒飞舞 他的速度极快 剑刃撕裂了空气 这一幕 看得众人大惊失色 这小子竟然还有两柄本命剑 他到底藏了多少底牌 李玄霄瞳孔微微一缩 手指轻轻一弹 两缕剑气吐出 银色的剑气 在空中好似化作了有形之刃 与陈十四那两柄配剑 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音 当当当 很快 便在仙门台 留下无数剑气呼啸而过的痕迹 而处在剑刃风暴中的陈十四 看着李玄霄吐出的那两缕剑气 不懈地轻吼一声 以两缕剑气 对他两柄本命配剑 真不知道该说他是拖打 还是真以为 这样便能对付得了自己 一声轻盈 轻凭剑阵翘而出 紧接着 陈十四的双眼瞳孔中 似乎有两个重叠的圆环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当他再一次睁开眼睛时 整个世界都似乎变得更加明亮 而他也能够看到更远的地方 甚至能够透过物体的表面 看到其内部的结构和能量流动 双瞳呈现出一种深邃的紫色 如同宇宙中的星云一般神秘莫测 重瞳 而且是天生重瞳 不需要任何的后天修炼 关于陈十四这个秘密 只有师姐在内的极少人知晓 重瞳 是重瞳 有人惊呼 天生重瞳 又称天生道眼 陈十四自由发怒或者激动时 重瞳中的光芒就会变得更加耀眼 让人无法直视 仿佛他的眼睛中 蕴含着无尽的能量 除了视觉上的奇特之外 重瞳还拥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能够通过重瞳散发出的光芒 来影响他人的思维和情感 甚至能够控制他人的行动 在战斗中 他可以利用重瞳的力量来迷惑敌人 让他们陷入混乱和恐惧之中 从而取得胜利 只是天生重瞳 太过稀有罕见 极容易招来窥探 所以 即便有人拥有天生重瞳 也很少能活到成年 此时此刻 在场众人看着陈十四散发的重瞳之威 不少人都无法直视 更有甚者直接被余威震昏了过去 天生重瞳 能够看透本源 看破虚妄 此时此刻 所有的动作在陈十四眼中 实缓了很多倍 所有诡计清晰可补 远处快如飞剑的飞鸟 好似停止了 在龙门仙台空中 徘徊仙剑的动作也慢了下来 娘的 便是连一向波澜不惊的几位老者 都忍不住抱了粗口 此子到底还有多少隐藏的宝物 这也太过于妖念了 陈十四杀上前来 轻平剑脱手出 只徘徊在他周身三尺之内 正 李玄霄握住了剑柄 手指划过虚无的剑身 剑身便好似有了实体一般 叮叮当当的暴击声骤然响彻 犹如雷霆万军 比起空中飞剑碰撞的声音 还要响彻数十倍不止 陈十四驾驭三柄飞剑的同时 运转功法 清云门十二卷 顿时体内灵气化作大疆 汹涌澎湃 气势害人无比 而他面前的李玄霄 那微弱到可怜的灵气 仿佛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溪 这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北洛师门的几灵尘张着嘴巴 这差距根本不用什么修为深厚的修士 只要是一位修士便能肉眼看得出来 双方的气势简直如同云泥 几灵尘看向师尊江离 江离气定神闲 神情未有任何变化 此时在场众人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暗自折舌 尤其是压了李玄霄胜的那些人 这这 这便是李玄霄如今最大的短板 满打满算就算是六井修为 可是体内气还雪山被毁 无法凝聚大量的灵气 即使有法子凝聚 如今他的经脉 也没法子运转如此庞大的灵气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连根骨都没有 正所谓 气入骨为仙骨 骨为形体之根本 便是连最基本的根骨都没有 更不用说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 李玄霄只能调动微弱的力量与其对抗 而陈十四的每一剑都凝聚了万军之力 灵气汹涌澎湃 兼具力量的同时 动作快如闪电 集似飓风 快得仿佛浮光掠影 脚步看似错乱无章 实则都遵循着一种奇妙的韵律 如同翩翩起舞的仙子 又似鬼魅般飘忽不定 身形在仙门台留下了一道道残影 让人目不暇接 眼花缭乱 下一刻 他的脸微微一抽 他竟然被对方的剑气 如同巴掌似的 呼在了脸上 嗯 陈十四一正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诸多加持在身的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 会就这样被一剑呼脸 第121章 最精妙绝论的剑术 嗯 自己被一剑抽了 陈十四有些发猛 随即又惊又怒 而且还是直接呼在了脸上 怎么回事 对方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一剑抽在了自己的脸上 那上面的剑气弱的可怜 为了突破自己周身的护体之气 剑气被中和的所剩无几 所以 陈十四只是脸颊有些微红 他不敢想象 若是这一剑再锋利一些 自己的整个脑袋 估计都会被切下来 陈十四心有余悸 不可置信的 看着不远处的李玄霄 对方招式虽然精妙无比 但是气息缺弱的可怜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我刚才刚才好像是看见李真人 一剑打中了陈十四的脸 怎么可能 若是如此 那陈十四岂不是早就殒命了 众人意润纷纷 我真的好像看见了 不过就是一道影子 太快了 我也没太看清 不太可能吧 话还没说完 又是一下子 你看 那人激动的几乎就要跳起来 确实打中了 不少人都经得目瞪口呆 李玄霄的一剑 结结实实地落在了陈十四的身上 并没有多么磅礴的剑气 仅仅只有几缕 甚至还要奋出一些来融化陈十四的浑身剑气 否则根本无法落在其身上 比起被李玄霄用尽周身之力 全力一击杀死的西林宦官之手韩清一 陈十四明显要更强 虽然二人同是六锦 却几乎不在一个层次 李玄霄也十分清楚 他不可能像对付韩清一一样 全力一击杀死陈十四 那样不仅不能得逞 反而会因为后续无力 被陈十四所斩杀 所以只能以精妙的剑术 一次又一次地将剑落在对方的身上 陈十四瞪大了眼睛 重同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神识意识如同一张大网覆盖周遭 捕捉李玄霄的每一次行动 然而 下一刻剑锋仍旧精准地落在他的身上 陈十四又惊又怒 虽然那寥寥无几的剑气 对于他的伤害同样是寥寥无几 可是这种耻辱 以及无力感 让他心中十分窝火 面部都忍不住 开始剧烈地扭曲 就如同在半夜之时 被蚊子折磨一般 明明自己比对方强的嘛 明明一巴掌便能拍死他 可他就是在耳边嗡嗡个不停 让你只能无能狂怒 毫无任何办法 剑术仅仅只是剑术 却是堪称世间最为精妙的剑术 陈十四拼命抵挡 但始终无法挡住对方的剑 自己的攻击要么是落空 要么就被对方以四两拨千斤的法子推开 短短时间内 陈十四竟然就中了几十剑 陈十四心中慌乱起来 对方的剑气确实是少得可怜 只是积少成多 水滴时穿 绳巨木断 那一缕缕精妙的剑气落在身上 陈十四很快便感受到了身体传来的疼痛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仿佛是在看一场极其精妙的表演 陈十四的脸上很快便红肿起来 每一次对方的剑都像是一巴掌拍在他的脸上 偏偏他又无可奈何 不只是脸 他身上的皮肤此刻也已经被打得污清 到处都是伤痕和血迹 这种无力感 只出现在儿时 眼睁睁看着村子被路过的修士 随手毁灭的时候 从那时候起 他便暗自发誓 绝不会让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随后他拜入青云门 踏上修行之路 一路绝尘 同辈之人只能望其向背 十个多年 他再一次体会到了那时的无力之感 他的左脸很快便肿胀的不像的样子 眼睛迷成一条缝 仿佛是什么也看不清了一样 让人看了 忍俊不惊 去你娘的 懦夫 陈十四怒喝一声 脚下那经过特殊炼制的石砖 在一瞬间化成鸡粉 半空中盘旋的两柄本命剑 发出嗡嗡阵鸣之音 剑光大胜 将李玄霄所化的两缕剑气震散 正 一声巨响 犹如怒龙狂嘶 生动九天 陈十四人剑合一 剑士如同一条狂龙 奔腾而出 咆哮着向李玄霄扑去 无尽的剑气疯狂被释放 气息如同一阵飓风 席卷而过 惊人的剑气撕裂周遭的一切 险些就要波及观战的众人 几位修行前辈急忙出手 在四周施展法掘 庇护整个龙门仙台 众人无不失色 其中一位六井 练气前辈 一经被撕开大半 幸好急忙又有人上前接替他 李玄霄却是不慌不忙 不再用剑配语气对抗 身形一转 他双手在胸前不断地比划着 虚化出一个太极图 口中念念有词 声音低沉而悠扬 仿佛在念着某种神秘的咒语 剑气汹涌而来 像是一头撞入到渔夫大网当中的鱼儿 刹那间 剑气如波涛汹涌 大网在剑气的冲击下 剧烈地颤抖着 仿佛随时都会被撕裂 但是 却总是保持着一个临界点 完美地控制住了剑气 是太极导引术 最先认出 李玄霄施展术法的人 是龙虎山的某位门主之一 他看着李玄霄施展太极引导术 这种术法他也会施展 没有什么难度 事实上 只要是龙虎山的弟子 基本上都会这种术法 但是别人要是让他跟李玄霄 模仿现在这般 他肯定给那个一个大嘴巴子 太极导引术 顾名思义 是一种以柔克纲 以静制动的功法 它的本质 是用灵力将对方的攻击抵消 或者中和 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但是 要想使用这种功法 必须要有足够的灵力作为支撑 此刻场上的李玄霄 就彷佛在用一张普通捞鱼的网 去大海中捕杀蛟龙 这位龙虎山的门主 建本门的术法 被对方施展的如此精妙绝伦 反倒是没有一点惊讶 这并不奇怪 想当年各大门派最怕的就是 李玄霄看自己的本门功法 无论是什么 但凡让他扫上眼 第二日 便能给你展示的有模有样 到了第三日 人家便已经有了新的理解 等到第四日 其精妙程度 已经远远超越门派任何人了 狠狠打了个门派中所有人的脸 第12章 见到神通 李玄霄的身体 如同一片轻盈的羽毛 飘然而去 在下一刻 那被包裹的剑气陡然爆开 仿佛一道绚丽多彩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天空 剑气纵横交错 形成了一幅美丽而壮观的景象 让人不禁为之惊叹 陈十四的剑一次又一次的落空 对方划得像是倪丘一般 陈十四悬在空中的两柄本命剑 以及手中的轻平剑 他的剑术 自认为早已练着他这个境界的巅峰 剑气成丝 以法力将剑丸拉伸成如毛发之细丝 看似柔软 实则都有绝大法力贯通剑丝 不但锋锐无比 剑血封喉 其上法力更有破去敌人法宝禁止的奥妙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 他引以为要的剑在对方面前破绽百出 剑锋接二连三地落在他的脸上 胸口 手腕 肋骨 小腹 膝盖 脚踝 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被剑锋划过 留下一道道深浅不一的伤痕 江离淡淡道 真是个好苗子 可惜 可惜他的对手是站在剑术最巅峰的那人 他还远远不够火候 二长老面色铁青地看着这一幕 这时候 他忽然想起当年老掌门评价李玄霄剑术的一句话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陈十四感受到了恐惧 死亡的恐惧 可是死亡迟迟没有降临 就如同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 让人无时无刻都在心惊胆战 李玄霄的剑气太弱太少 每一次都不足以杀死他 只能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一些微小的伤口 然而 这些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就像是无数的小虫在他身上爬行 不断地侵蚀着他的肉体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伤口还只是一些小小的擦伤 对于陈十四来说根本无关痛痒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伤口开始变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大 就像是一把把钝刀子不断地割裂着他的身体 这种时候 或者更希望用锋利的刀子被一刀毙命 这样方能痛快一些 陈十四的皮肤被撕裂 肌肉被拉伤 骨骼也被打得粉碎 每一次的攻击都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 到了后来 他全身各处都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就像是无数的针在他身上扎着 让他无法忍受 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每一个动作都会带来无尽的痛苦 嘴角不断地流淌着鲜血 双眼之中也变得暗淡无光 陈十四的梁柄本命配剑先后跌落 他后退几步 努力地睁开眼睛 看着这道模糊的身影 此时此刻 他才终于明白了 古往今来 他那把只有剑柄的剑 原本还能维持数尺长 可现在只有不到一尺 然而即使如此 仍然一次又一次地 打在陈十四的身体各处 陈十四疯狂炸干自己体内的气海雪山 从中吸取能量 他大口大口地吐着粗气 身上虽然狼狈不堪 却是找到了希望 无论对方的剑术如何精妙 自己仗着皮糙肉后 一定能在自己倒下之前 将对方所剩无几的灵气活活炸干 只是现实恰恰相反 扑通一声 终于 陈十四再也支撑不住 额头上痘大的汗珠不断滚落 嘴唇颤抖着 同时身体也在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双手紧握着 指甲深深地掀入了肉里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这一切对于陈十四来说 太过漫长 又太过短暂 他自信满满地突破六颈 身怀无数秘宝 在仙台一路过关斩将轻松取胜 便要准备在此与那里玄宵 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死决斗 他想过自己可能会输 但是绝对不会想过输得这么狼狈 有些事 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明白 陈十四此刻终于明白了 那些见过李玄宵巅峰时期的人 为什么一提及那个人 无论是他的仇人 还是他有恩之人 都会忍不住暂气天资之恐怖 实力之强大 李玄宵迈不向他走来 陈十四 你不能说 便在这时 一片沉寂的观战台中 青云门二长老的声音 骤然响彻云霄 二长老额头轻轻抱起 便好似要忍不住代替陈十四参战式的 陈十四迈过这一关 此后前路坦荡 此后你便是唯一的传说 你忘了你的尸简 你忘了被人随手涂灭的村落 这世界就是强者为尊 你不想要被人欺负 你不想要失去你所爱的人 就拼尽全力打败你眼前这个人 李玄宵的身影笼罩住了陈十四 只是他并没有再次出手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陈十四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像是要被撕裂开了一样 痛苦如同千万把刀子 在切割着他的身体 他的眼前开始模糊起来 耳边传来了一阵嗡嗡声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自己体内的所有能量 都压榨了出来 李玄宵微微眯起眼睛 似乎是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实际上 他的体力也已经不多了 不过直到此时此刻 他终于在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别样的东西 临阵突破 江里险些尸声 好小子 在李玄宵密不透风的剑术之下 此子对剑道的领悟 竟然更上一层楼 犹如凤凰涅槃 突破了剑术的桎 不只是江里 在场一些修为高的修士 即使看出了这种变化 二长老喜出望外 激动地喊出声 清平剑剑身上的光芒 骤然放大数十倍 周遭之人只能感觉到 眼前白光一片 在那一瞬间 陈十四仿佛与清平剑融为一体 他的心境变得异常平静 只有对剑的感悟 和对天地的理解 他感受到了清平剑的神通 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 仿佛能够割裂天地 破碎虚空 思绪渐渐沉浸在剑的世界中 他看到了无数的剑影 感受到了剑的意念 清平剑的光芒逐渐收敛 变得更加内敛 但周遭之人都能够感受到 那股强大的力量 仿佛整个世界 都被剑的意志所笼罩 领悟清平剑神通 剑天地 李玄霄微微一笑 这才像点样子 第123章 胜负已分 龙门仙台 此时此刻早已破损不堪 残垣断壁 落日余晖的映照下 仙台的废墟显得更加凄凉和悲壮 在陈十四强行将李玄霄 拉入到清平剑的剑狱小天地当中后 在场除了江里与二长老以外 只有寥寥数人能亏得一二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别大呼小叫的 丢人现眼 魏盈盈好奇地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魏家众人没有人回答 以他们的修为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柳无心 柳无心双手抱胸 冷着一张脸 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场中心 柳无心不久前输了比赛 难免心情郁闷 所以魏家众人都不敢与其搭话 清于门的二长老 此刻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 陈十四临阵突破 简直是超乎他的想象 如果这一战他赢了 那么日后他的成就 绝对不会亚于李玄霄 在你巅峰的时刻死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死法 一声轻难忽然响起 若是无心之人 根本无法捕捉到这个声音 不过 就在片刻之后 陈十四和李玄霄 同时出现在龙门仙台的中央 陈十四全身经脉禁断 犹如一滩烂泥 和死人没什么区别了 胜负一分 比起上一场 陈十四对战柳无心 这一次 没有珊瑚海啸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全场进得仿佛一根针落下 都能听得见 李玄霄走过去 将渐渐对准了陈十四的咽喉 别别 便在这时 二长老急得吼出了声 清云门为培养一个陈十四 动用了无数资源 其中属二长老掌管的执法堂 处理最多 二长老不仅将其视为杀死李玄霄的手中刀 更是将其视为了清云门未来的希望 李玄霄出走 代表着清云门最顶尖站立的消失 若是李玄霄在自立门户 还有谁能与之对抗 在二长老看来 唯有陈十四 二十出头的六井建修 临阵勿进 这等人物是清云门未来的绝对支柱 他若死 清云门的损失太大 执法堂的损失太大 他前期那么多的投资 将付诸东流 最重要的是 再也没有任何手段能遏制李玄霄 别 别 所以此刻 二长老已经顾不得什么颜面了 玄霄 你一是清云门弟子 更是十四的师兄 没有必要与一个后辈计较 李玄霄偏头 看向对方 许久没有见二长老了 老家伙似乎还是这个德行 玄霄与一个后辈争的长短 不是你的风格 你赢了 没有必要赶尽杀绝 给他留一条活路吧 二长老故作轻松的一笑 仿佛他很了解李玄霄的形式风格 也仿佛二人之间好像根本什么矛盾都没有 顿了顿 他又到 诸多道友都知道你李玄霄的厉害 孩子年轻不懂事 说完 也不忘给李玄霄一个台阶 我能看得出来 玄霄留了后手 虽然已经不是清云门的弟子了 可对清云门还是有感情的 清云门永远是你的家 众人看看这一幕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生怕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 与此同时 他们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中 李真人赢了 嗯 应该是 如果不是此刻李玄霄站在战场之上 渐渐盯着陈十四的喉咙 在场大部分人都不会知晓 这场战争的胜负 二长老死死盯着李玄霄 实则已是暗中调动法力 若是李玄霄不体面 执意要杀死陈十四 哪怕今天是舍了老脸 也要把陈十四救下 只要他出手 现在的李玄霄 根本无法在他出手的刹那 杀死陈十四 在场之人 唯一对他有威胁的便是江黎 只要自己不对李玄霄下杀手 北落师门的江黎 绝不会与青鱼门闹翻脸 盘散自此 二长老终于稍稍放下心来 李玄霄淡淡一笑 一开了剑尖 将剑呸随意放回口袋中 转身便走 二长老重重松了一口气 身子瞬移便是来到陈十四的身前 手中捏着一枚 足以让人起死回生的金丹 便要为其服下 可是忽然他的动作 一将不可置信地盯着陈十四 围观的众人神色不一 就这么走了 不是说的生死之斗吗 生死都按规则 不是只有一个能活下来吗 有人道 你懂个屁 李真人这种境界的人 岂会与一个小辈计较 这倒也是 我对于李真人了解一些 早就猜到是这个结果了 则则 要是我就一键刺下去了 以此子的天资 日后必成自己的大话 这就是你和李真人的不同之处了 林道林张望着这一幕 有些失望地说道 大哥这是干嘛呢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啊 阿七道 你懂什么 这便是刀手 你永远都是这么幼稚 林道林瞥了一眼阿七 背对着他 挑衅似的吐了吐舌头 阿七抱着双手 一副成熟的模样 话还没说完 场中传来一声 愤怒到极致的抱贺 李玄霄 生震九霄 二长老怒目远征 众人纷纷疑惑地看向他 怎么了 一阵微风吹来 就见陈氏四下半身 开始变为激愤 不仅仅只是下半身 他的整个身体 都像是沙子一般 被风轻而易举地吹散开来 那是清平剑神通 剑狱造成的结果 从他出来的那一刻 他便已经没了生机 大罗神仙都就不回来了 二长老没曾想 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因而暴怒失去了理智 伸手便要施展术法 杀死李玄霄 只是下一瞬间 一道身影凌空而至 江离挡在李玄霄身前 即使生死之斗 又怎可事后算账 二长老你失态了 北洛师门少管闲事 江离横剑在胸前 淡然道 这闲事本作偏要管了 二长老气得要发疯 偏偏又清楚 这江离是个麻烦至极的人物 何况还有周遭无数人的目光盯着 李玄霄却是连头都没有回 揣着自己的剑柄 悠哉悠哉地往回走 看着这一幕 零道林看向阿七 笑道 现在怎么说 阿七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斩草除根 大哥干得漂亮 零道林 啊 怎么态度转变得这么快 第124章 借他人之骨 二长老抱贺一声 数字安杆 一片乌光自二长老手中 寄出 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 张开血盆大口 吞噬着一切敢于阻挡他的事物 他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穿越了空间的限制 来到了李玄霄的面前 毫无疑问 如今的李玄霄 绝不会挡下这一击 轰隆隆 江离同事出手 逆空向上拍出一道掌力 破空而去 刹那间 破灭了奔袭而来的那片乌云 借龙门大笔 今日倒想领教领教 青云门执法堂二长老的威名 二长老嘴角微微抽动 无论是输赢 对他已经都没有了意义 陈十四已死 何况还是立了生死之斗 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再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报复李玄霄 只是不答应 他还咽不下这一口恶气 玄妙长老 莫要动气 这时 与二长老同行的一位同辈长老 出声劝解道 即使生死之斗 我青云门没有不认账的道理 最终 二长老猛地闭上眼睛 副手转身离开 余下青云门的弟子 神色各异 陈十四怎么办 一弟子试探性地问道 他本想说 陈十四的尸体如何处理 可画到了嘴边 才发现 陈十四早已在神通之中 化作了积粉 被风给吹散了 走吧 还不过人家笑话的 那名长老轻叹一口气 很快消息像风一样传开 赢的人自然是喜笑颜开 只是也很少有人 敢在这一场比试中 压上全部身价 所以即使是输了 也不至于绝望 毕竟曾经的见到魁首 对阵当代绝无仅有的天才 这已经超过了许多人的认知 根本没有人敢认定 哪一方的输赢 只是估计不久后 修行界怕事 就要起一场巨大的风波 此刻这一代 主持龙门大笔的人 面面相去 前一天 陈十四才刚以无敌之态 碾压众人 夺得龙门大笔的魁首 今天 便在龙门仙台之上 化作了一把灰尘 大哥 这牛皮 俺日后也要像大哥一样 客栈内 小巴奋力地拍着李玄霄的马屁 李玄霄看着手中的一幅 被黑色物质包裹的物质 那物质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宛如一颗闪耀的星辰 令人眼花缭乱 神圣的光辉 从那物质中洒落 宛如阳光般温暖 又如月华般柔和 照亮了整个屋子 小巴和毛驴 同时感受到了一股 强大的神圣气息 这气息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震撼和敬畏 他们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 集中在李玄霄手中的物质上 李玄霄轻轻地抚摸着手中的物质 感受着他传来的微微脉动 他能够感受到 那里面蕴含着一种强大的能量 这就是陈十四的根骨 李玄霄在最后一刻 取了对方的根骨 只是到底还是慢了一步 根骨之上有一道深深的剑痕 如同艺术品上的一抹瑕疵 一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幻根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久死一生 而且就算成功了 根骨排斥 不能与其他的身体融合 所以成功的例子寥寥无几 即使是幻根骨成功 活下来的例子 得不偿失 除了魔教 魔教自有一套杀人取骨的写法 大哥 这是什么 小八问道 根骨 根骨 陈十四的根骨 要他的根骨做什么 补弃我的根骨日理玄销如实道 只是现在这根骨有些毁了 需要再给他补弃一些东西 陈十四根骨不能说不错 应该用绝佳来形容 只是根骨好 修为不一定就深厚 根骨差 不一定就弱 不受资质限制提升修为的 逆转天命 使得自己不被天命资质所束缚的人 不在少数 便是连最基本的地基都没有了 该如何搭建起根骨的楼阁 呼的 李玄销有些感慨 体内拥有魔魂 借助魔魂 他方能修行 如今又是杀人取骨 自己怎么越来越像魔教中人了 李玄销在那阶中翻了半场 终于翻出一个物件 这是香柳主动送给他的一个宝箱 没错 主动 宝箱内部刻有无数星辰名文 时间被延长了无数倍 无论是什么东西 都能在这里得到保护 李玄销将根骨放置其中 重新收回那阶当中 可惜了了 李玄销摇了摇头 大哥 可惜什么 李玄销没说话 用手拄着脑袋看向窗外 闭着眼睛感受着微风轻轻拂过 龙门大鼻已经结束 只是风波并没有因此停止 次日 李玄销见了江离 本想请他吃一顿饭 可将仙子自从避骨之后 便再无饮食 即便是一些蕴含灵气的五骨 他一时一口不动 老有短暂的相逢 又要分别 二人似乎是早已习惯 泪眼朦胧 依依不舍 不是二人的风格 皆是洒脱的性子 有缘自会再聚 李玄销往嘴里 连续塞了两个白菜线的包子 面前还有一碗萝卜菜汤 江离就坐在他的对面 双手结印至于腿上 双眼微合 双唇紧闭 与他的形象截然相反 接下来准备去哪 江离问 收集五行灵气 补气一下陈石四根骨的缺陷 补气根骨 对于五行灵气的精纯度要求十分苛刻 所以我暂时又有事情可以做了 李玄销淡淡道 小心清御门的人 我估摸着执法堂的人 还会对你再次下手 收集完五行灵气后 又要做什么 李玄销想起失踪的那女人的尸体 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之后的再说 好 李玄销去解了账 二人一左一右 一个往城西 一个去城东 就此分开 第125章 飞升台 九州八荒 八荒之一南荒之地 荒谷之中 部落林立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平原广阔无垠 像是大地的胸膛 敞开双臂 拥抱着天空 山峰秀丽翘拔 犹如大地的脊梁 高耸入云 刺破苍穹 河流奔腾不息 宛如大地的血脉 贯穿南北 捕育着万物 铁骑纵横在草原 盔甲闪耀着寒光 杀气冲销 让人胆寒 地平线上 一望无垠的建筑物 仔细看才发现 是一座座危额的城堡 连绵不绝 让人惊叹不已 这是一个人口 足有数千万的大部落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 长盛不衰 是南荒之地 最为强大的部落 此时 整个部落的人民 纷纷走出家门 他们的心情无比激动 仿佛有一种神圣的力量 在指引着他们 他们或在部落街头 或在山脊之上 或在河流之盼 无论身在何处 他们都双手合十 虔诚地跪拜在地 口中呼喊着 某个复杂的名号 这是属于部落的独特语言 是他们与神灵沟通的方式 今日部落中的影视 闭关了千年的老祖 要借助部落中存在的飞升台 就此飞升而去 部落中的千余卫巫师 纷纷走出家门 聚集在山峰之外 他们穿着盛装 手持鲜花 为老祖送行 山峰之内 古老的飞升台 高耸入云 飞升台的主体 是一座巨大的石台 呈圆形 直径约有数十丈 石台的表面光滑如镜 没有任何瑕疵 仿佛是由一整块 天然的玉石雕刻而成 在飞升台的四周 有四座高大的石柱 撑起了一个巨大的滑盖 滑盖的顶部 是一个尖锐的圆锥形 直插云霄 仿佛要刺破天空 滑盖的四周 挂着无数盏青铜古灯 照亮了整个飞升台 在灯光的映照下 飞升台显得更加神面庄严 飞升台的台下 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在一片宿木的气氛中 老祖走上了飞升台 那是一个身躯无比庞大的家伙 身高十余丈 全身红毛 穿着巨大的盔甲 额头还有第三只眼睛 自他迈上修行之路至今 已经过万载之术 他不是同辈中天赋最高的 也不是其中实力最为雄厚之人 可他却是当中最能隐忍 最能苟住的人 哪怕是在这个过程中 部落遭遇几次屠戮 他甚至都没有出面 无敌又如何 从古至今 他见过的无敌之人还少吗 远的不说 就说那中州的李玄霄 一人一剑 剑条九州八荒 无一人出其右 可那又如何 到了最后 部还是跌落境界 成了一个废人 唯有自己 也只有自己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能有机会见识一下 更加广阔的世界 他缓缓地抬起头 仰望着那无垠的天空 眼神中透露出坚毅和果敢 他的脚下 是高耸入云的飞升台 仿佛是通向天空的接替 在这一刻 他的心跳得如同古鸣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等待着他的抉择 这一生 他经历了沧海桑田 见证了岁月的蹉跎 和世间的变换 几何时年少轻狂 追逐梦想的脚步 从未停歇 穿越茫茫的大海 攀登高耸的山峰 面对了无数的挑战和困难 如今他的灵魂 依然燃烧着旺盛的火焰 面对着天空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仿佛是来自更深处的呼唤 引导着他向前飞翔 深吸一口气 然后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不知过了多久 山峰之外巫师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知道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毕竟 这也是有史以来族中第一次飞翔 又等了族族三天三夜 不少族人都因为体力不支 而晕死过去 就在这时 大巫师眼前一亮 感受不到了 什么也感受不到了 之前还有老祖的气息 现在皆空 大巫师转身面对众人 终于高喝一声 老祖飞翔成功 一时之间 整个部落都沸腾起来 恭喝老祖飞翔 恭喝老祖飞翔 无数人的呼唤声 在同时响起 声音响彻于荒野当中 如同一阵阵狂野的风暴 席卷着这片荒凉的土地 然而 与外面山呼海啸的欢呼声不同 此时此刻 飞仙台 一个孤独的身影 躺在飞仙台上 他的身体剧烈颤抖着 睁大了眼睛 盯着空中的某处 不甘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是那飞升进老祖 还能是谁 前一刻 他还是风头无两 没想到这一刻 便变成了一滩烂泥 中周 大哥 大哥 林道林与阿七 特意向龙虎山这次带队的师长 到了架 前来看望李玄霄 林道林知道大哥喜好吃的 买了足足四只烧鸡 好酒好肉 两个小家伙 一路来到李玄霄入住的客栈 恰巧遇见一个容颜经验的女子 女子二八的年纪 手里攥着一把圆豆 放在嘴里嘎巴嘎巴地嚼着 美眸眨了眨 盯着林道林手里的烧鸡 似是瞧见了什么宝贝 林道林眼前一亮 漂亮的大姐姐 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就与人家搭话 这才得知 女子名叫魏盈盈 也是来找李玄霄的 阿七看着这一幕 抬脚给了林道林一脚 快点叫人 林道林捂着屁股 走到门前敲了敲 大哥 大哥 确实半上也没有人回话 嗯 阿七推开门 屋内却哪里有人的影子 已是人去乌空了 只是留了一张纸条 好好修行 切胶切造 半空之上 化成人形的小毛驴 驴头人身 脚上踩着两枚法钳 背上驮着李玄霄 李玄霄拍了拍上好的大驴脑袋 像是在拍地里的西瓜 听声音就知道是一个脆瓜 不对 是一个脆驴脑袋 将蓝皮的书本 放在他脑袋上 用笔占了占墨 开始在书上写写画画 他拍了拍毛驴的脑袋 稳当一点 别老晃呀 大哥 你画什么呢 地图 地图 嗯 第一站去这儿 李玄霄用笔点了点 这是哪儿 小八好奇道 李玄霄解释道 中州最南边的丹学山 是一座有名的神山 传言 山上遍布金银珠宝 有丹水从这里发源 向北流去 山上栖息着一只神鸟凤凰 平时只在丹学中修行 要寻得火灵气 这里是首选的不二之地 陈十四的根骨不错 且在李玄霄的逼迫之下 在最后一刻 完成了蜕变 没想到灵了灵了 反倒是便宜了李玄霄 再补齐五行灵气 弥补那一道剑痕的瑕疵 一切便都完美了 大哥 什么是灵气 灵气就是万物的精气 万种物体都存在灵气 李玄霄头也不抬的解释道 在深奥一些 每个修真者的自身灵气 都有细微差别 原因就是 灵气进入体内后 会逐渐与其生命精气 和血气相结合 形成独特的 具有个人特色的精血灵气 所以 每个人的灵气都是相同 却又不同 小八摇头晃脑 也不知道是听懂 还是没有听懂 李玄霄从刚出娘胎 便已经能感受到灵气的存在 这些东西不用人叫 就能感悟出来 修行者 灵兽 灵气随着修炼 温养 其内部灵气 逐渐发生质的变化 会演变成能量核心 例如 修行者的内丹 灵兽的兽和 法器的气管 修行的再深入一些 那便要有更大的变化了 开启灵质 便是原因 兽和孕育兽灵 法宝的核心气管 开启灵质 就是气灵 李玄霄瞧了一眼 胯下的毛驴 照这个速度 怕是要个十年半载的 才能赶到中州最南部的丹雪山 李玄霄道 下一站先去文元楼 寻个南下的非洲 快一点的一两年便能到了 文元楼 最开始只有几座宝格 原本是供给南来北往的 修士们交易的地方 后来规模逐渐扩大 成了散修们最中情的地方 在这儿能领取到各式任务 赚取零食 或者换取各种修行资源 小八道 大哥 俺要修行 修行便要多读书 俺不想读书 俺不认字 李玄霄学着他的口气 俺这不是在慢慢教你吗 俺好累 有没有能一步成仙的办法 没有 俺不想修仙了 小八一捶脑袋 李玄霄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让你驴哥给你清醒一下 嗯啊 小毛驴一听此话 一手抓起小八 像是揉面团一般 将其在手中揉搓 最后给他揉成一个团 狠狠抛出去 不一会儿再次飞了回来 一番操作下来 小八已是晕头转向 小八好一会儿才反过劲来 大叫道 臭毛驴 你给我记得 等八爷我修炼有成 一定要把你煲了更汤 修味不够 还敢放狠话 小毛驴深吸一口气 又是一通王八拳 小八被打得哀忧直叫 也打不过小毛驴 气得不行 干脆一伸手 猛地将小毛驴身上 穿着唯一一条裤衩 给扒了下来 嗯啊 小毛驴一手捂着自己的裤裆 仰天大叫一声 小八转身变逃 李玄霄好笑地看着这一幕 日升月落 三月后 闻渊阁 云雾缭绕 矗立在一片青山翠鸾之间 若隐若现 仿佛是一个仙境中的幻象 周围已经能时不时地 他看见路过的散修 见一个驴头人身的家伙 驮着一个人 造型实在是古怪的不得了 进入文渊阁 就要搅纳两百中品零食 李玄霄附了零食 一路走过去 小八和毛驴跟在李玄霄的身后 他们好奇地四处张望着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新奇和神秘 他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小八的目光落在一座古老的钟楼 他高耸露云 钟面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案 毛驴则看向一座巨大的书架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文物 让人眼花缭乱 李玄霄带着小八和毛驴 走进了文渊阁的大厅 劳烦问一下 最近可有非洲经过 去南边 接待人一口气说了 三个最近要经过的非洲 李玄霄选了终点距离丹学山 最近的一家非洲 除去到时候要给非洲的零食 还需要给文渊阁抽三成的手续费 李玄霄倒也没有在乎这点零食 随即又给了小毛驴和小八一些零食 让他们去随便逛一逛 买一些自己心意的东西 小毛驴和小八欢呼一声 便带着零食跑了 李玄霄要了一壶清茶 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喝着清茶 从那戒中随手拿出一本书来 悠闲地翻看着 此时 微风轻轻拂过 带着夏日的余温 此地灵气汇聚 山川秀丽 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 李玄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细细品味着这一切 人间何处不是风景 只是刚安静一会儿 便见小毛驴急匆匆地跑回来 嗯啊 嗯啊 嗯 怎么 李玄霄见他这副样子 便知道是出事了 不过 此地是文渊阁 也不太敢有人在此地闹事 所以 李玄霄倒也没有太在意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小八被别人给抢走了 李玄霄一挑眉 哦 放开 放开 小八被一个黑脸汉子 擒在手里 挣扎不得 娘 这果子好吓人 看起来一点也不好吃 男孩皱着眉 一脸嫌弃 一旁的美貌妇人热气地说道 这叫白玉人生果十分难得 你看这果子 已经成了人形 更是绝品中的绝品 美貌妇人面色激动 她年轻时 曾有幸见过这白玉人生果 只是这成了形的白玉人生果 却是见所未见 仅听家中长辈 偶然提及过一嘴 美妇人交好的面孔 此刻甚至有些扭曲 怎么也不会想到 今天第一次随着自己当家的 来这文渊阁 便能碰见这画了形白玉人生果 更加好运的是 这白玉人生果 竟然就在一头下三井的画形驴腰上 夫人 这事儿 这事儿 还是跟老爷之后一声叫好 这美貌妇人 平时在家里豪横惯了 身旁的护卫倒是比较清楚 能带着画形的白玉人生果 出现在这儿 恐怕不是一般人 那头驴子 或许是回去找帮手去了 第126章 压制境界 快走 那美貌妇人 正要拉着自家孩子离去 便见先前那头驴妖 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美貌妇人见对方身后 并无人跟着 信念一瞪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你这驴妖 本妇人念你修行不义 这才放你一条生路 没曾想你还敢回来 嗯啊 小毛驴愤怒地叫着 小巴大叫 驴哥救我 美貌妇人 给身边的护卫 使了一个眼色 护卫当即拦在着驴妖身前 美貌妇人拉着自家孩子 对那护卫随口道了一句 不要打死了 打个半死就好 美貌妇人刚带着孩子 走了没两步 忽然身子僵住了 不只是她 就连身侧一只护卫的黑脸 是从一室身子一僵 两名身穿白色花纹锦衣的 文渊阁护卫 一前一后 堵住了这美貌妇人的去路 你们 你们是谁 那年轻护卫一拱手 在下文渊阁一等侍卫 有道友说 您在此伤人夺宝 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美貌妇人 回头狠狠瞪为掩那驴妖 当时直接让人打杀了便好了 什么伤人夺宝 本妇人不知道 让开 年轻护卫 却是没有让路的意思 还请道友配合一下 那美貌妇人横眉一束 你可知道我家老爷是谁 赶拦本夫人的路 不想活了 一旁的黑脸家奴见状 嘴角微微抽搐 一声劝道 夫人夫人 这是文渊阁的护卫 我们还是将宝物给还了吧 这夫人不知道文渊阁的厉害 这黑脸家奴却是清楚得很 美貌妇人面色一沉 当即回身给了对方一个巴掌 放肆 主子受辱 你这个奴才不替主子出头 屁股反倒坐在了那一头 黑脸家奴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前 文渊阁的护卫见此 也不再客气了 当即一人轻而易举的 制住了黑脸家奴 一人控制住美貌妇人 美貌妇人气得疯狂大叫 一旁不到膝盖高的孩子 也哇哇大哭起来 老爷 老爷 你们知道我家老爷是谁吗 黑脸家奴脸色更黑了 没一会儿 这美貌妇人口中的老爷 便匆匆的来了 只是他反倒没给美貌妇人做主 反倒是给了对方一巴掌 李玄霄静静静的翻看着书册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小毛驴便和小八手牵着手 乐呵呵地蹦了回来 回来了 嗯 小八开心道 大哥 你是没看见 刚才那场面可舒坦了 李玄霄淡淡道 这回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小八重重点头 以后俺一定好好修行 不受别人欺负 嗯啊 小毛驴也附和地说道 李玄霄头也不抬地说道 在文渊阁闹事 倒也是个没脑子的 等着他们给咱们来道歉吧 果不其然 没多久 那脸上红肿哭哭啼啼的女人 还有他口中的老爷 便与文渊阁的几名护卫一起来了 那女人此刻 全然没了先前的嚣张劲 低声下气地认错 想必是得到了文渊阁的教训 也在自家老爷口中明白了 自己究竟是 惹了多大的火 最终按照规矩 按被抢物品的十倍价格赔偿 只是比画形的白玉人生果 还要贵的十倍价格 怕是将他们卖了都赔不起 于是 小八只要了他们的随身携带的全部身价 八日后 李玄霄他们要乘坐的非洲终于来了 小八抬起头 睁大了眼睛 兴奋地跳起来大喊 啊呀 遥远的天际 那非洲如同一只孤独的鸟 破开重重云海 李玄霄大声喊了一句 出发 启程 青云门 陈十四在生死比斗中被杀的消息 早已传回了门中 这恐怕是整个青云门有史以来最大的低谷 李玄霄被赶出宗门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便是刚踏入修行界的狗都知道了 听说了此事后 谁都要催一口唾沫 骂一句青云门不仁意 更重要的是 以往青云门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 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那个天下无双的李玄霄 那场举世皆知的大战结束后 李玄霄便失去了所有的消息 外界基本都不知道 不过单凭青云门李玄霄 这几个字便已经足够分量了 任何人行事都要掂量掂量 又有多少天之骄子挤破脑袋 想要前往青云门 为的不就是这几个 现如今 一切都变了 心理上这青云门 便没有了曾经的那种巨大的压迫感 更是闹出了同门弟子香残的笑话 现如今 青云门最具有天资的弟子陈十四 还在生死斗中生死到消 化作了尘埃 对于青云门来说 毫无疑问 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于是这些日子以来 青云门好似是被一层阴霾笼罩住了似的 不过此时此刻 青云门掌门 望清道长 却没有时间忧愁这些事情 他坐于山巅 明晃晃的大日悬在头顶 身体周围散发着一股精纯的灵气 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涌上心头 这股力量如同洪流一般 瞬间涌入四肢百骸 身体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气势也在不断攀升 仿佛要冲破云霄 若是有宗门其他长老在场 肯定会又惊又喜 望清道长多年未突破的瓶颈 其将要突破了 只是下一刻 望清道长毫不犹豫双手捏绝 早已布置好的周围大阵迅速转动 符文闪烁 光芒四射 这一刻 望清道长仿佛与整个大阵融为一体 大阵死死地压制住他身上的境界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 望清道长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 身上的气息被他借助扶阵 与自身的力量硬生生压制住了 望清道长重新站了起来 面色凝重 第127章 天下气韵 飞升 九州八荒 自上古时期便没有任何 既在有任何一位得到修士 飞升成功 这倒不是因为其他 而是因为自上古时期 那个魔教女子便开始疯狂猎杀飞升进的修士 一旦有修士踏足飞升 这位号称血海滔滔 荡尽天下的九州第一疯子 就会出手截杀 将其彻底抹杀 正因为如此 九州八荒 至今都没有任何一位修士 飞升成功 直到30年前 举世伐魔 李玄霄杀死了那位魔教女子 随后 号称天下十分气韵 独占八分的李玄霄修为被废 自此之后 有算师以千年寿命为代价 算出至此 天下气韵尽数归还于九州八荒 不出一百年 九州八荒自会诞生庶名 乃至十余名飞升成仙者 诸多修士才纷纷敢突破境界 祈祷自己的修行之路更进一步 如今 妄秦道长也即将突破境界飞升 可是在最后关头 他却强行借助青云门大阵 以及自身强悍的实力 硬生生将自己的境界压制 甚至不惜让自己身体 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 明明那魔教女子都已经死了 妄秦道长不知不觉间 全身已经被冷汗所裹挟 怎么回事 这种恶寒 在他这个境界 自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 不可能啊 那女人明明已经死了 明明已经被李玄霄给杀了 他喃喃自语 明明 难不成 他确实没见过那女子的尸体 不只是他 天下人除了李玄霄 谁都没有见过那女子的尸体 莫非他没死了 想到这个可能后 这位一向内心淡然的青云门长教 神情骤然一变 青云门前殿 数位长老正在此恭候掌门 青云门长老分两波 一波是青云门的供奉长老 他们虽不是在青云门自由修行 但却是青云门曾经的中流砥柱 为青云门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青云门的繁荣和发展 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 而另一波 则是自由在青云门拜师 一步步走上长老之位的青云门长老 去了供奉二子 此刻 眼下这数长老皆属于前者 是青云门长久不出世的供奉长老 其中有几位 更是忘情道长的长辈 哎 陈十四死了 现在外面的谣言满天飞 咱们青云门这一次的脸面 可算是丢尽了 三供奉淡淡道 死一个天才不碍事 青云门的天才还少吗 四供奉不懈道 四长老有所不知 这陈十四可不是普通的天才 二十多岁的六景 稍加培养 或许就会是下一个李玄霄 当时就不该用这等手段 将李玄霄赶走 忘情这个掌门是怎么当的 三供奉愤愤不平 好了 大供奉偏了一眼三供奉 事已至此 说这下还有什么用 死一个天才不碍事 关键的是李玄霄 要我说四供奉道 干脆杀了一聊百聊 执法堂的人怎么做的事情 杀 怎么杀 现在这谣言闹得还不够大 四供奉冷声道 本座死后 任他洪水滔天 谣言闹得再大 总比留一个祸患强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这忘情当初既然决定了 要放弃李玄霄 就不该让他活着 离开青云门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四供奉道 晚 趁着李玄霄尚未恢复 话还没说完 就将忘情道长缓步走来 掌门 找 找 嗯 数位长老一正 难得的见掌门师太 找到李玄霄 呼呼呼 今日的风甚是喧嚣 李玄霄坐在非洲之上 眺望远方 非洲穿破云层 高速行驶在云海之上 仿飞一条银色的巨龙 翱翔于天际之间 小巴和毛驴 感受着非洲的急驰 心情也随之澎湃起来 啊 不少人都侧目看过来 李玄霄笑道 小点声 不要影响了其他人 他在面前摆了一张小桌子 正细细钻研着茶道 这是一本关于茶道方面的书 来自那美貌妇人一家 按照文元阁的规矩 那美貌妇人一家 只好将随身携带的全部身家 赔给了李玄霄他们 其中就包括这本书 内容倒没有多么深奥 只是李玄霄比较好奇罢了 缺了几位泡茶材料 也在文元阁补齐了 此时泡了三杯茶 尝了一尝味道还不错 小八在非洲上跑了一圈 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抓起一杯茶便往嘴里喝 大哥大哥 我看见了一个好东西 什么 你快快看看 小八和毛驴 一左一右强拉着李玄霄 走到非洲的一角 大哥 你看 小八指着云端下方 一个巨大的建筑 李玄霄微微眯起眼睛 淡淡一笑 嗯 是我 那巍峨的巨大雕像 是一个人 剑指苍穹 身影高大挺拔 气势磅礴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 仿佛他要向苍穹挑战 向命运抗争 大哥好威风 嗯啊 哈哈 李玄霄挠着头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大哥 这雕像真大 之前也不是没见过李玄霄的雕像 在山野之中见过一次 不过那是神像 这么大雕像的 还是头一次 目测至少也要有几十丈之高 下面还有好多人 小巴张大了嘴巴 海浪拍案 码头上挤满了人 他们聚集在一起 像蚂一样 这些人穿着不同的衣服 但是他们的目光 都聚焦在远处 矗立在海中央的雕像上 巨大的雕像 矗立在海中央 高耸入云 仿佛在守护着这片海域 随着一位老者的一声吆喝 巨大的号角之声响起 如同一面面战鼓 人们齐刷刷地向雕像叩拜 他们的表情庄严肃目 眼中充满了敬畏和感激之情 开船了 数不清的船只汇聚在码头 他们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 密密麻麻的排列在一起 仿佛是一支即将出征的舰队 蓄势待发 随着一声响亮的声音 无数船只扬帆起航 第128章 与你成神 大哥大哥 这些渔民为什么祭拜你啊 为什么要在祭拜你之后才开船啊 小巴小小的脑袋里全是疑惑 李玄霄嘴角露出迷之微笑 低着头似乎是在追忆什么 海风汹涌 波涛滚滚 你救了他们 是不是想他们感激你 借香火之力修行 李玄霄闭上眼睛 不搭理眼前这个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偏要逗她 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 来回抹撒着她的鼻尖 李玄霄被弄得有些烦了 睁开赠亮的眸子 盯着眼前这个美得惊心动魄的女子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奉命前来此地除凶手 结果静又遇见了这个女子 你为什么总是想得这么阴暗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我随手的一次相助 他们的父母就不会失去儿子 儿女就不会失去父亲 妻子就不会失去丈夫 咦 虚伪 你就是想要香火之力是吧 按理说 只有佛家修士和一些妖精野怪 才能借助香火之力修行 你却挤百家之大乘 借香火之力也能修行 你想要成为这一片的海神 暗中布局是不是 李玄霄有些不耐烦 是 行了吧 我就是想要成为海神 受香火之力 谁料红衣女子听了这话 微微摇了摇头 嗯 你不是这样的人 李玄霄被她气笑了 不是刚才你说我别有用心吗 红衣女子用手煮着下巴 微微挑了挑好看的眉毛 我说 你就承认 你不是傻子吗 李玄霄 九州可不允许有自称神的家伙 他话锋一转 不过 本尊可以给你开个特礼 允你成神 他站起身 背对着大日 如同帝皇正在给自己的臣民发号指令 那一刻 李玄霄心中竟然怀疑 这女子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 大哥 大哥 小巴的呼喊 将李玄霄拉出了回忆当中 嗯 大哥 他们为什么祭拜你 你大哥是海神来着 李玄霄道 他没想到 自己飞了这么多年 这片海域之人 还将自己视为海神 这么多年竟然从未变过 海神 海神是什么 就是海中的神仙 非洲很快就离开了这片区域 李玄霄也不想再多解释什么 回了屋子歇息 小巴看着李玄霄的背影 大哥以前到底是有多猛啊 驴哥咱俩真的跟对人了 嗯啊 小毛驴也点了点头 随即他也捧着书本回了屋子 小巴摇了摇头 不怕毛驴会打架 就怕毛驴会读书啊 当即也摇着屁股 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驴哥 等等我 因为零食给的少 所以住的地方是一个大通铺 大通铺里 同样住的四五位散修 此刻 一位穿着黑衣的散修 正在穿夺其他几位散修一起行动 在下旅梁 道友可是要去此次非洲的终点站 中洲最南部的丹雪山 那里可不安全 我听说有不少散修在那儿 都糟了那儿 不如大家伙一起同行 一路上也有个照应 那是一对散修道理 男女二人 男人长相圆润 看向穿着较为泼辣的女人 似乎是在等对方拿一个主意 泼辣女人拱了拱手 在下里通 这是我男人未勇 吕道友既然这么说了 那么咱们便一起同行 吕梁为人老成 修为也算不错 说话得体 很快同屋的几人便决定 到了丹雪山以后同行 这位道友 吕梁最后看向李玄霄 李玄霄听见了几人的谈话 略意犹豫 可 在下心里 一路同行 倒也不至于无聊 更何况 他没去过丹雪山 不知道路该怎么走 需要个人带带路 省得麻烦 吕梁还想在与李玄霄说上几句 不过见李玄霄 已经合上了眼睛 双手放于膝前 却是闭目打坐修行了 吕梁也只好信心地回去了 他看了一眼 李玄霄身旁的驴妖和小巴 他能看得出来 那驴妖虽然弱 却拥有成为大妖的前置 那小巴是什么 他却是看不出来的 此刻 小巴和小毛驴 一左一右坐在李玄霄身边 李玄霄的声音 在他们耳侧清晰地响起 数息时 要注意的是在呼吸上 心里数呼吸 耳朵注意 听着呼吸 全神贯注 心念集中 好像 好像母鸡腹蛋一样 嗯 小巴和小毛驴同时一愣 这是个什么感觉 李玄霄继续说 如果数息过程中发生杂念 则马上将意念收回来 从一重开始熟起 呼吸不要短促 而要绵绵不断 慢慢将一呼一吸 所用时间拉长 带动全身的气机 小毛驴和小巴 逐字逐句地听着 数月后 单学山 缓缓而落 众多非洲上的修士 早就带得腻味了 见非洲终于到了地方 一个个满脸喜色 吕良将同屋的几人 都聚集到一起 高声道 诸位来这单学山 都是为了火灵气而来 咱们先前素不相识 天南海北遇见就是缘分 有了南大家伙 就都帮衬一把 他倒是一个天生 会当领袖的料 众人无不点头称是 下了非洲之后 只见天空中 没有一丝云彩 烈日高悬 火辣辣的阳光直射而下 让人感到窒息 脚下的土地滚烫 仿佛被烤焦了一般 一阵阵热气袭来 不愧是中洲火灵气 最为雄厚之地 取火灵气的办法有很多 在单学山上击杀凶兽 从中取得兽和提取火灵气 这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方式 但是也是最为危险的方式 凶兽实力越高 火灵气纯度就越高 或者在此地灵直上提取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 但是也是最为耗时的方式 因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等待 才能收获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众人一路同行 其中吕良显然是之前来过这单学山 带着众人避开危险的区域 准备采取围杀不太凶险的凶兽的法子 吕良道 到时候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好 那是自然 那对道理中的女修士李同 拍了拍雄伟的胸脯 一行人在吕良的带领下 在学山穿行一月有余 竟是没有多少损伤 就收集到了不少的火灵气 这日 在山泉水休息的时候 李玄霄坐在山剑旁 细细感悟天地灵气的变化 吕良走过来 李道友 这些日子辛苦了 我自己也在其中 算不得辛苦李玄霄淡淡的 吕良笑道 这一月 咱们也收集了不少火灵气 这处理谁都谁少 也说不清楚 未免伤了何妾 我想着这些火灵气 咱们就按人头分了 李道友觉得如何 这些日子 吕良发现几人当中 鼠李玄霄最为稳重可信 所以第一时间来找其商量 不必算上我那份 嗯 吕良错了 之前向吕道友打听的那事 这丹学山中隐居的凤凰 可以确定在这个区域 大 大大吧 这种事情谁又说得准 凤凰想要隐藏气息 又岂是谁能找得到的 吕良疑惑地看向李玄霄 李道友 此行前来 他本想说 此行前来 莫不是为了寻找凤凰 但又觉得 这话有些离谱 于是便没有说出来 第129章 火灵气 别的我不管 这旅火气一定是我的 我们夫妻二人出力最多 那名叫李同的女修 将自己的福气三板斧横在胸前 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 你们夫妻二人出力最多 难道我们兄弟二人 出力就少了 我说 咱们几位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吕良卖力地坐着何事了 只是这种话术 在之前还算是有用 可如果利益过于巨大的话 再这么做 便没有意义了 此刻 一群人在一处洞穴当中 一束含着精纯的火灵气的花朵 便在众人的中央 这花中蕴含的火灵气 比他们这一路上 收集的火灵气 再翻的十翻都要珍贵 如何分就成了关键 这洞穴中那只凶兽 若是单靠你们 早就填了人家的肚子 一手持狼牙棒的汉子 冷哼一声 他的身上明显带着伤 方才这洞穴的凶兽 异常凶悍 他几次硬扛 这才给众人赢得了机会 李同不屑道 要不是我们几个用尽了手段 就凭你一个猛夫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试一试 敢动老子女人找死啊 李同的道理 看样子唯唯诺诺 到了关键时刻 却一点也不怂 那持着狼牙棒的汉子怒道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 谁怕谁啊 吕良善善地笑了笑 我说大家 咱们这么争执 也没个好处 非要弄个两败俱伤 吕良你也不要做何事佬了 吕良为难地看向李玄霄 李道友 李道友 嗯 李玄霄抬起头 他正和小猫驴下棋呢 小八老在一旁指指点点 挨了小猫驴两眼炮 还在鸡里呱啦地叫唤着 这边的气氛 与那边剑拔弩张的气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道友 不用算我的一份 你们自己分就好 李玄霄淡淡的 几人纷纷诧异地看了过来 这人从一开始就很奇怪 仿佛不是来寻火灵器的 而是来这儿游山玩水的 不争也不强 就是一份火灵器都看不上 原本众人都以为 这家伙是不声不响 到最后 想要分一个大的 谁料对方 竟然这种纯度的火灵器 竟然都不想要 不过 却也是合了他们的意 少一个人分 吓着一步 听俺的 听俺的 嗯啊 小毛驴伸手去拦小巴 小巴跳起来 捅他的屁股 两个家伙合力都吓不过李玄霄 还不等吓完 就已经开始相互埋怨起来 李玄霄用石头做的棋子 敲着石壁 好了好了 快点吓 他们这边是小打小闹 另一边却几次都险下要动手 幸好 最终还是免了大洞耽搁 约定等出去 以后再做最终的决定 这洞穴怎么这么深 吕良好奇道 众人顺着找到火灵器花朵的洞穴 一路往前 洞穴愈加开阔 原本黑暗的环境变得明亮起来 洞壁上的石损和钟乳石 也逐渐变得清晰可见 众人小心翼翼的前行 洞穴中的道路逐渐变得平坦起来 步伐也逐渐加快 突然 一道亮光出现在前方 众人纷纷停下脚步 警惕地望向前方 只见洞穴中 竟然还有一个巨大的洞穴 出现在眼前 洞穴套着洞穴 眼前这个洞穴中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光芒中似乎有着什么东西在跳动 只见洞穴中央 一朵巨大的火灵器花朵正盛开着 花朵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洞穴 花瓣鲜艳如血 仿佛是由最纯净的火元素凝结而成 每一片花瓣都蕴含着无尽的能量 如同火山喷发时的岩浆 炽热而耀眼 花蕊中散发出的火灵器 更是浓郁异常 让人窒息 众人见了这一幕 呆愣愣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这 这火灵器的花朵 比先前那一株 竟然还要强大 众人的脸上露出狂喜 他们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那朵盛开的花朵 便是连吕梁都激动得 面部微微抽搐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之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大哥 走了这么久 咱们怎么啥也没得到啊 小八有些失落地问道 小毛驴也好奇地问咱 不是要火灵器吗 看这个就不错 要不抢了就跑 李玄霄随意地打量着眼前这个洞穴 漫步惊心地道 要找也要找一些好的火灵器 这些破烂药了也白药 这话多亏是没有让其他人听见 否则听了 怕是要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就在这时 小八忽然叫了一声 大哥 好热 好热 他忽然跳起脚来 最后干脆跳到了李玄霄的背上 小毛驴疑惑地看着他 小八是白玉人生果化形 天生地养 对于地脉的变化 尤其的敏锐 哄咚咚 涛拍浪席卷而来 刹那间 整个洞穴仿佛都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滚烫的热浪扭去了周围的空气 让人窒息得无法呼吸 众人直觉 皮肤被灼热地生疼 仿佛要被烤焦一般 汗水如泉涌般涌出 瞬间浸失了衣物 眼前也变得模糊起来 一切都变得朦朦而不真实 吕阳几人顿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想要逃离 但是却无处可逃 这种恐惧如同一只无形的手 紧紧地扼住了他们的咽喉 周围的热气似乎变得越来越浓稠 将他们紧紧地包围起来 五边的热气当中 似有一道虚影出现 声音如雷鸣一般响起 打扰本座修行 而等该当何罪 吕阳强忍着恐惧 众人当中数他的修行最为深厚 他的牙齿不由地打扎 打扰前面修行了 我等这边退去 凤凤凰 众人心中不住地颤抖 第130章 火灵器到手 凤凰 看见那巨大虚影的轮廓 众人脑海中不约而同地冒出了这个想法 也不知道为什么 按理说 这丹学山的飞禽类凶兽 妖兽都不少 他们也仅仅只是看见了一个轮廓 可是那种神圣又强大的气息 却十分霸道地向他们传达了这个信息 这便是凤凰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可能 总是被人意外碰见 看来又要换地方了 那声音嘀嘀咕咕 吕阳众人现在巴不得对方赶紧离开 现在只觉自己的生命本源都要被考化了似的 便在这时 有一道身影走到了众人的身前 此刻虽没有火光 可是在众人的眼中 这里早已是大火燎原 每个人都好似于火焚身一般 众人勉强睁开眼睛 模模糊糊地看着李玄霄一路往前去 一时之间既是敬佩又是担忧 敬佩的是 对方这种时候竟然还有能力站起来 不仅能站起来 还能往前行 但又怕对方因此惹恼了 这头传说中的上古遗种 凤凰 单学山占地如此宏伟 去哪儿不好 这头凤凰怎么偏偏就住在这了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洞穴内 也该着他们倒霉 还以为要寻很长时间 没曾想在这儿遇见了 李玄霄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传入到他们的耳中 吕良眼前愈加模糊了 到最后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 有黑一片 神石更是如同被封上了枷锁 他只能保持着意识 可是没过一会儿 便浑浑噩噩 几乎要睡着了一半 其余人也早就昏死了过去 唯有吕良还能支撑 可是也没过多久 他便也闭上了眼睛 等再次醒来 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吕良疑惑地看向其余人 其余人也是同样的表情 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玄霄坐在不远处 手中凝聚着一团火红色的流光 那是火灵器的精华所在 这团火红色的流光 如同一个小小的太阳 散发着炽热的能量 光芒照亮了周围的空间 让人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热力 李玄霄的手掌微微颤抖着 仿佛在控制着这团流光的力量 他的手指轻轻地动弹着 调整着流光的形状和大小 每一次细微的调整 都会让流光的光芒变得更加耀眼 更加炽热 吕良 李同等人几乎不能直视那团火灵器 这 他们震惊地 皆是说不出话来了 此刻 他们心中这才清楚 为什么人家看不上这一路见到的火灵器了 在这团火灵器面前 之前的什么都是狗屁 刚才他们争抢的那两朵 还有火灵器的花 此刻更是一文不值 众人眼中好似都冒出了红光 即便此刻身子有些虚弱 可是在看到那驴火灵器之后 一个个好像是吃了什么大补的药物一般 吕良终归是有些耐不住好奇 问道 李道友 这便是你要的火灵器 李玄霄点点头 将其收入囊中 是 吕良抿了抿嘴唇 咽了一口口水 方才 方才那可是上古一兽凤凰 是 吕良没想到 对方会回答得这么淡然 那这火灵器 是他惊血中的一缕 算得上当时最为纯正的火灵器了 听了这话 众人暗自扎舌 庞佛是在听说书人讲故事一样 吕良眼珠微微一转 莫非 莫非 是凤凰赐予你的 众人眼前骤然一亮 总算是问到点子上了 李玄霄微微眯起眼睛 不是 是我管他要的 啊 你要 他就给了 李同好奇道 算是费了一番口舌 他以前欠我一个人情 今儿算是两清了 此话一出 其余人便没有多言了 大家修行多年 都是千年的狐狸 不是什么傻子 这一句话是什么分量 大家都再清楚不过了 谁也不敢再对这驴火灵器 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即便此刻 这火灵器 就像是一个鲜美的肉包子 放在一群恶狼中间 众多恶狼都不敢上前咬一口了 所以 也就只有羡慕羡慕的份了 李玄霄几句话 为自己省了麻烦 他倒不是怕几人想方设法暗害自己 主要是省的麻烦 于是拱手向众人告辞 说道 东西已经到手 在下便不多留了 诸位他日有缘自会 众人一愣 随即纷纷拱手与其告别 李玄霄却也不默解 转身便走了 这 这是哪位大能前辈 众人当中 脾气最为火爆的 那狼牙棒汉子 此时小心翼翼地问道 谁知道 大哥 你真猛说说话 便将火灵器搞到手了 小八毫不吝啬地送来马屁 李玄霄骄傲地挺起了胸脯 哈哈一笑 没别的 你大哥 我就是朋友比较多 李玄霄也没有想到 会这么快得到火灵器 那凤凰一向藏匿极深 本想着会再找上一段时间 可能是一两年 也有可能会更久 谁知道 不过短短两月 便意外与对方碰了面 大哥 你之前说那凤凰欠你人情 欠你什么情了 小八好奇地问 李玄霄挠了挠头 呃 其实是 是多年前我把他打了一个 小八猜到 然后你们成了朋友 不打不相识 然后 然后我说等再过几年 再揍他一个 后来我把这事给忘了 就没揍成 所以说他欠我一个人情 李玄霄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小八 小毛驴亦是诧异地 看了眼李玄霄 土匪见了 您都得竖一个大拇指啊 又是数日后 李玄霄带着毛驴与小八 离开了丹学山 大哥咱们接下来去哪 我已与凤凰约定好了 先回城镇 等他处理完一些事情后 回来找我们 第131章 大家都别过了 丹学山最近的一个城镇 李玄霄他们已经在这住了 半个多月了 城镇靠近丹学山 丹学山内部又含有丰富的火灵器 更是有凤凰隐居于此 所以此地的气候格外炎热 有时候气温太高了 街上偶尔出现几个昏倒的人 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尤其是小八 对于天地之间的变化感应 特别明显 整日无精打采地缩成一个团子 任由怎么玩弄它 都不愿意醒来 只有吃饭的时候 才会把头露出来 小八喝着李玄霄 花了高价买来的冰水 悠悠地问道 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不是说了 等凤凰回来吗 李玄霄则慢悠悠地吃着 由酥油和冰水混合的苏珊 因为经过冷冻 苏珊定型很好 晶莹剔透 微额多姿 是一彩树假花 远看真像一座洁白瑰丽的雪山 好吃的同时 又兼具了美观 入口即化 甜糯滑腻 可是这都半个多月过去了 李玄霄淡淡道 不急 该会来的就会来 他不会食盐的 过了一会儿 李玄霄发现 苏珊已经吃完了 关键是 这小猫驴和小八太能吃了 他便决定 再出门多买一些 放置在储物界当中 先储存账 这些日子 李玄霄除了修行 便是一如既往的 在城镇中闲逛 不出半个月 已经对这颇为熟络了 李玄霄刚出了门 迎面便遇见了 两名清云门执法堂的弟子 倒不是李玄霄认出了他们的脸 执法堂的弟子 几乎不以真面目示人 只是李玄霄与他们 打得交道够久 这点演示 根本逃不掉他的眼睛 两名弟子看见李玄霄 表情略有些错愕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只是气息上那细微的波动 旁人根本察觉不到 两名弟子与李玄霄擦肩而过 再接脚又迅速隐藏起来 李玄霄 没想到竟然在这儿遇见了他 两名弟子本是来着丹学山 执行某项秘密任务 他们前几日便已经收到了 清云门传来的消息 不仅是他们 各地潜伏的执法堂弟子 皆是收到了消息 一旦发现李玄霄 立刻汇报其下落 我跟着他 你快通知歌坊 歌坊便是执法堂 在各地秘密联络点的统称 这回壮大运了 执法堂有明确指令 凡是发现李玄霄踪迹的弟子 赏两千功勋 清云门弟子的功勋 皆可换成实质性的奖励 两千功勋 这可是一大笔的奖赏 堪比完成一次假等级别的任务 你们确实壮大运了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两名打扮成普通散修的弟子 结实一惊 一瞬间 他们便已放弃了反抗的念头 李 李师兄 问什么说什么 说谎了打死你们 李玄霄语气不重 两名弟子听来 却觉心中泛起波涛骇浪 怎么找到我的 无意中遇见 李玄霄若有所思点点头 看样子 清云门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下落 二长老还想杀我 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别撒谎 你但凡撒谎 心弧之中可是能感应得到的 掌门要寻你 二长老则吩咐见了你之后 立即通知歌坊 派遣六斤以上修饰对你为杀 李玄霄有些意外 掌门寻我 寻我做什么 具体的不知道 只是知道掌门有事 要与您相商 相商 李玄霄拍了拍二人的肩膀 我与他无话可说 说完 他又觉得有些有趣 掌门和二长老同时下令 你们却只听从二长老的命令 看来这些年 二长老将执法堂管理得不错 还没等二人品味这话语当中的意思 李玄霄就已平静地离去了 身后那两名弟子 请客间气断人亡 李玄霄拐到常去的那家 卖苏山的小店 店主是个散修 这些日子 李玄霄常来 二人便这么认识了 一边说着话 一边装好买来的苏山 回到住的客栈 李玄霄的心情 并没有因为遇见 两名执法堂的弟子 而受到什么影响 他只是有些不明白 忘情道长 为何突然要寻自己 或许说为了引诱自己 好方便对自己出手吧 他也没有多想 无论要做什么 忘情也与自己再无瓜葛了 李玄霄慢悠悠地 吃着买来的苏山 又过了几日 李玄霄终于是收到了 凤凰的消息 顺着对方的指引 一路来到丹学山的深处 途中一只妖兽或凶兽 也没有遇见 畅通无阻 想来也是凤凰做的手脚 到了地方 才发现 这是一座巨大的岩浆泉 一个火红色的身影 便沐浴在岩浆泉当中 那身影虽是人形 却是没有五官 只有一个人形的轮廓 全身被火光包裹 下来吧 泡一泡特别舒服 那人道 小八看着翻滚的岩浆 表情一阵变化 舒服 这怕是跳下去 就要隔片着凉了 放心不会死的 那人似乎是看出了小八的担忧 毛驴一时满脸抗拒 就在这时 身后的李玄霄帮了他们一把 两脚便将两个小家伙 给踹进了岩浆当中 毛驴和小八张牙舞爪地大叫着 像是溺水中的人 在岩浆中扑腾 不过没一会儿 他们便发现了 自己并没有被融化 反而被岩浆包裹 是一件极其舒服的事情 这岩浆 可是由地心之火演变而出 又经咱们凤大公子 数千年的研究 才不让其中地心之火的威力扩散 对你们的好处字不必多说 李玄霄解释道 这些日子去哪了 说着 李玄霄也跳入了岩浆当中 凤凰道 你不是要收集五星灵器吗 如今从我体内逼出的火灵器 已经分给你一缕了 又给你去找了精灵器 说着 他挥手 一缕如线团一般缠绕的金光 便出现在李玄霄的面前 李玄霄平静道 你去摇光圣地了 嗯 跟他们打了一架 相互换了三招 赢了这精灵器 凤凰说得轻松 不过李玄霄却知道 这其中艰辛 他也没有扭泥 坦然接受了 我就不多说谢了 欠你个人情 那说好了 等你恢复了修为 一定帮我狠狠收拾 收拾你们那个青云门执法堂的二长老 哦 李玄霄一挑眉 我怎么不记得 你跟他还有仇 多年前的事情了 凤凰满脸怨气 李玄霄淡淡一笑 这件事情不用你说 我跟他 怕是要不死不休的 嗯 凤凰隐居久了 并不知晓外界的情况 李玄霄也没有多解释 只是道 他自己非要找死 三番两次找我麻烦 这是把我当成人捏了 李玄霄当初对于青云门有怨气吗 要说一点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人家虽然把他扫地出门 毕竟有着培育之恩 好聚好散 从此山水不相逢 不过没想到 这二长老和陈十四等人 追着自己不放过 好 既然不让他过安生日子 那大家就都别过了 第132章 飞升丹 啊 小八和毛驴 悠然自得地躺在岩浆中 毛驴不断吐着气 胸膛起伏 就像一汪清流 流过身体各个经脉 很快就感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舒畅和活力 哇 小毛驴仰天叫了一声 他光着身子 双臂一抬 将千斤巨石举过头顶 又缓缓放下 再次高举 小八就坐在他手中 那块巨石之上 盘腿打坐 他虽然没有接触过修行 不过数千年的滋养 自身便是一块 价值连城的无价珍宝 运转起修行法掘 便如同吃饭喝水一般 驴哥 俺俩永远是好兄弟 小八将一块肉粉给毛驴 毛驴点点头 嗯啊 练到性情处 小毛驴大吼一声 虎膜拳 一拳将那巨石打成鸡粉 小八惊呼一声 像是一滩烂泥 直接被护在了石壁上 片刻后 极具弹性的身子恢复原状 俺跟你拼了 把你驴蛋子给你扯下来 刚没好一会儿的感情 顷刻间便崩塌了 嘶啦啦 李玄销往铁家的烤肉上 刷了一层酱料 让肉味变得更加鲜美 嗯 凤凰有些忧怨地盯着那烤肉 它是上古一种 天生体内自带火种 凡物但凡事靠近它 便会被烧成灰烬 只要往人群那一站 普通人和一些修为低的修士 也会一个个燃起来 所以凤凰一族 只得隐居起来 不与外界接触 来 啊 李玄销用剑尖挑了一块烤肉 再以温润的气息包裹 送到凤凰的嘴中 不让其被凤凰周边的温度烤化 凤凰张着嘴巴 咋吧咋吧问道 李玄销像是给笼子中野兽头位的饲养员 凤凰道 这一别 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 你独自行走江湖小心一些 我什么时候吃过亏 李玄销淡淡一笑 数日后 李玄销和小毛驴 小八告别凤凰 再次踏上了征程 凤凰则重新找个地方陷入沉睡 噗 一道撕心裂肺的声音 骤然响起 两道血淋淋的身影 从半空中落下 紧接着 几道披着黑袍的身影 出现在四周 东西呢 青鱼门的人 竟然如此不讲道义 我等回去之后 定要将此事告诉师尊 你觉得自己还有命活着回去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宝物交出来 给你一条活路 地上那道身影冷声道 交了宝物更是死 你当老子是傻子 本座会让你生不如死 黑袍人一抬手 无数细小的寒气 如同刀子一般 钻入到对方的皮肤之下 刹那间 一股透彻骨髓的寒意席卷而来 仿佛要将整个灵魂都冻结 对方痛苦地颤抖着 惨叫连连 如此几次 这人便再也支撑不住了 两枚七品高阶灵丹 不枉本座跑这一趟 你们师尊倒是想得出来 竟然出乎意料地 把这等丹药 让你们二人携带 他自己去引诱本座离开 他冷哼一声 师尊 我们师尊如何了 死了 说完 他不愿再与这两个将死之人 再多废话了 当即 身后便有人走上前来 开始熟练地操作起来 先是真火焚烧二人的肉身 再用破魂珠 将二人残留的魂魄 收入魂珠当中 确保不会有人使用招魂大法 将二人魂魄召回 随即等待破魂珠 将二人残留魂魄消亡 二人便彻底失去了 在世间的一切痕迹 执法堂做事 向来严谨周到 否则一旦事情败露 对于宗门的名声 影响太过恶劣 恭贺二长老得此灵丹 几位黑袍人 齐齐跪拜 二长老挥了挥手 压制住心中的喜悦 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 须赶紧让人 将两枚灵丹 炼化成就八品 方能助本座一臂之力 但要上了上三品 便极为难得 尽管是青云门 想要得到一枚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顶尖炼丹师 是个大宗门 极其稀缺的人才 二长老这一次 想要从八禁巅峰 迈入飞升九禁 被困在这个境界 已经千余年了 这一次 两枚七品飞升丹现实 虽叫飞升丹 可却并不能真的让人飞升 何况 两丹只是雏形 还需更进一步的炼制 只有到达八品 才能真正意义上 称作飞升丹 八品丹药 也有了传说中的灵质 可以助人突破八戟 此次炼制七品飞升丹的 乃是中州一名 隐居深山的炼丹士 只是炼制七品丹药 肯定是瞒不住的 引来了天象的同时 也引得了各方的注意 在此地的青云门 执法堂分堂弟子 最先发现了线索 通知了上级 执法堂奉命 暗中监察各个宗门 皇朝 后来 二长老掌握执法堂 便开始有意监视 各地高等级的炼丹士 这一次 听说了此消息 立马亲自带人前来 杀人夺单 你们分批回踪 不惹人注意 两个人跟随我 是 二长老说完 便先行一步 两月后 经过这些日子的休养 李玄霄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了明显的好转 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经脉恢复速度更快了 与天地之间的联系 也更加紧密 清晰地感受到 天地间的磅礴 又缥缈的力量 这种力量 让他感到自己的身体 变得更加轻盈 仿佛随时都能够融入到天地之间 不再像之前那般 好像自己不容于这个世界一般 除了经脉的恢复 李玄霄还发现了 自己的神识也有 有了很大的变化 此刻 他静下心来 凝聚精神 思维变得更加清晰 身体也变得更加通透 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呼吸着天地之间的灵气 这种感觉 让他感到非常舒适 心念一动 神识向外伸出 所过之处 无论是花草树木 亦或者鸟鱼虫鸣 都能清晰地看到 听到 高山流水 绿树红花 飞鸟走兽 经脉在恢复 气海雪山在重铸 自己已经筹集火晶两种天地灵气 便差三位 就可完美补气根骨 惺惺向荣 勃勃生机至极 第133章 出门没看黄历 红咚咚 非洲经过某处地界上空的时候 剧烈地摇晃起来 这是干嘛呢 小巴把脑袋缩起来 屁股朝天 小毛驴则有些害怕地 双手双脚地缠在了李玄霄身上 李玄霄道 这是非洲在通过传送阵 待会儿时间乱流 可能会更加颠簸 做稳当一些 大哥 咱们什么时候弄一架 看起来好炫酷 小巴道 啊 咱们也有 这次去让你们看呢 啊 这次咱们去哪 回山头 山头 咱们自己的山头 李玄霄笑道 小毛驴笑着说等到了山头 让小巴给你做压债媳妇 俺是纯爷们 小巴怒叫一声 一驴一惊打成一团 没多久 小巴便叫驴爷饶命 哄咙咙 好似有雷鸣声骤然响起 传送阵法 与非洲之上的符文 相互交映 共鸣发出耀眼的光芒 如同夜空中的繁星闪烁 两者之间的能量相互交融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仿佛是宇宙中的洪流在奔腾 咙咙 小毛驴大叫一声 出人命了 快来看看 就见小巴一会儿 变成一个圆球 一会儿又变成一滩烂泥 再一会儿又护得膨胀开来 像是一团面团 正在被人用力揉着 李玄霄淡淡道 无碍 只是小巴对天地变化感知敏锐罢了 待一会儿就好了 毛驴有些担心地看着 像是被人大力揉搓着小巴 顷刻间 偌大的非洲在半空中骤然消失 再一次出现 则在某地的空中 小巴也停止了一遍 深夜的天地 万类俱寂 非洲停留了一日 陆陆续续有人下了非洲 也有人上了非洲 李玄霄眸光微微移动 哼 奇境巅峰 没想到 在这非洲之上 还能有这种人物 李玄霄的眼眸微微一亮 泛起金色的光芒 又很快 那光芒再次暗淡下来 天生道眼 双眸之中内藏日月 映照大千世界 只是非六景以上修饰不能驾驭 李玄霄短暂地开启之后 便又迅速收了回来 那深黑袍掩盖了对方契机 只是在天生道眼开启的一瞬 对方便暴露在李玄霄的眼下 二长老 察觉到对方是谁之后 就连一向淡定的李玄霄 都不禁露出错愕的表情 骂玩意儿 二长老的修为 早年间便已经迈入了八景巅峰 看样子是隐藏了修为 自己如今尚且一眼看不透 只是对方那熟悉的气息和面容 却是做不了价的 真是冤家路窄 李玄霄收敛气息 默默地转身 引入了人群当中 也该着自己倒霉 竟然在这遇见了他 以二长老的修为 如今的自己还真不是对手 二长老目光深邃地望向远处 原本他心中满是李玄霄的事情 此事不解决 便一直是自己的心头病 不过现如今 能不能炼制这完整的飞升丹成功 成了二长老心中的头等重视 只要迈入飞升镜 自己的实力将会有质的变化 回到屋子 李玄霄叮嘱毛驴和小八不要乱跑了 在龙门仙台的时候 他们俩路过脸 别再被二长老给认出来了 嘿 你小子没长眼睛是不是 赶紧给我道歉 通铺的门口 一个伞修正拽着一人怒气冲冲 这伞修脾气本来就火爆 方才刚跟同屋人炫耀着自己道理 亲手给他的鞋子 刚出门 便被人给踩了 对方却连个屁都不放一下 当即就火了 拽着这人的衣领 喋喋不休 那人穿着一身黑衣 相貌普通 双眸微微一宁 冷声道 松开 不松 那黑衣人眼中闪过杀机 似乎是下一刻便要出手 只是周围看热闹的人都聚了过来 李玄霄多看了一眼 这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又吃了一惊 那黑衣人的伪装 自然瞒不过他的眼睛 魔教左护法 英座 魔教长老殿三 供奉长老的亲儿子 人称魔教三殿下 当年 魔教被灭此人侥幸逃生 随后不知所踪 李玄霄之所对其印象深刻 是因为自己与对方交过手 那时候 自己还是极其无名的小辈 却在一夜之间 杀得三座城池的魔教弟子 逃得逃死的死 这位大名鼎鼎的魔教三殿下 当时星夜赶来 本想依靠着自身强硬的实力 将李玄霄直接抹杀 本尊即使使用一根手指头 只需要吹灰之力 便可灭杀你 李玄霄现在还记得 这位三殿下的话 谁知道被李玄霄打得屁滚尿流 最后只剩下一根手指头 不过这位三殿下 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最后竟然能从李玄霄的剑下逃生 便可见其实力 后来这位三殿下 被打得到心崩坏 对方的修为不减反增 更加没想到 竟然还能在这遇见 李玄霄 天要绝我了 出门没看皇帝 今儿怎么连着遇见两个 恨不得吃自己肉 吸自己骨髓的人 趁着对方还没有发现自己 李玄霄转身便走 大哥 你怎么了 没怎么 少说话 李玄霄回了屋子 鹰座目光落在人群中 眉头微皱 怎么回事 这气息有些熟悉 他骂的 赶紧给老子道歉 鹰座收回目光 冰冷的目光 盯着眼前这个将死之人 他不再理会 推开人群便走 那人还在后面喋喋不休 当夜 这人的尸体 被人往非洲下一丢 死得无声无息 屋子里 李玄霄颇为有些郁闷 世界这么大 这怎么就这样巧呢 小毛驴和小八 见李玄霄神色不太对劲 他们俩也不闹了 乖巧地待在一旁 这几日就别出门了 非洲上有咱们得筹架 大哥 厉害吗 小八试探性地问 还行 也就是这一非洲的人加起来 估计都不给他们两人打的 李玄霄淡淡的 第134章 蚯蚓都得竖着批 殿下 此处出山 老长老让咱们低调行事 屋内 白玉灯盏 将不大的空间照得犹如白昼 鹰座冷声道 这种事情我还不知道 这家伙自己找死 他看着手里的罐子 那人的魂魄 被他们以特殊手法抽取出来 就装在这罐子里 鹰座冷笑 这滋味怎么样 待到七七四十九天后 变入了味道 像是那咽咸菜一样 到时候 我就一点点把你给活吃了 那人的魂魄 尚且还保留着意识 所以能清楚地听见鹰座说的话 你不是还有一个道理吗 这鞋子 是你道理给你拿的 等老子找到他 将他炼成人鬼 罐子中的魂魄 剧烈挣扎起来 鹰座露出残忍的笑容 随即抬起头扫尸一眼 你们几个 出去看一看 几名手下一脸疑惑 我今儿在非洲上 遇见一个熟悉的气息 有些奇怪 你们四处转一转 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是 鹰座微微皱着眉头 回想起白日时的 那股奇怪的感觉 直觉告诉他 有些不对劲 或许是自己长久不出山 过于小心了一些 与此同时 你们两个去看一看 二长老忽然睁开眼睛 长老 怎么了 没什么 觉得有些不对劲 两名执法堂弟子 相互对视一眼 一口同声道 是 二长老眸中射出一道寒气 神石覆盖着整个非洲 非洲的一举一动 皆在他的监视之下 两名执法堂弟子 身着黑袍 沿着非洲一路而行 那几名魔教弟子 一时沿着非洲寻去 目光与神石 在路过的修士身上扫视着 他们也不知道 具体要找什么人 心中十分纳闷 李玄霄坐在房间的窗户边 居高临下 很快 便发现了人群中的这两拨人 这两拨人马倒也有去 他们沿着非洲走 很快便遇见了 也几乎是在一瞬间 双方便发现了对方的不对劲 几人都心怀鬼胎不说 还一脸鬼碎 执法堂弟子走上前去 沉声问道 敢问道有尊姓大名 魔教弟子冷声道 你又是谁 轮得着你问我们 呵 好大的口气 一弟子伸手捏绝 清云门 一魔教弟子 忽然神色一紧 那清云门弟子冷哼一声 知道是清云门的人 还敢这么嚣张 魔教弟子 捏紧了拳头 当年 魔教覆灭 清云门鞠躬圣尾 尤其是清云门李玄霄 因此 魔教中人恨透了李玄霄 包括清云门 所以 见了清云门弟子 自是火上星来 再加上这清云门弟子 在自己面前 这骨子嚣张劲 要是在平时 他们肯定会出手搏杀了 只是 如今刚出山门 何况这天下 已不是他们当年的天下了 只得忍了下来 先回去汇报殿下再说 领头的魔教弟子 心中暗自思索 随即转身便走 清云门弟子冷哼一声 原来是耸包软淡 魔教弟子 虽然心中窝火 却也只好忍了下来 只是刚走没几步 忽然头上挨了一击 那是一块燕台 正砸在领头的 魔教弟子脑袋上 伤害不大 侮辱性拉满 与此同时 有声音响起 耸包 你咋不敢跟我们打一架 魔教弟子转过头 死死盯着清云门弟子 眼中的杀意 已经完全掩饰不住了 那两个清云门弟子 也是一连猛 他们也没打算动手 二长老 只是让他们探查一下情况 并不是找插打架 这燕台谁扔的 只是他们这一副表情 在魔教弟子看来 嘲讽意味则更加明显了 就如同同村的孩子 欺负另一个孩子 趁着别人家往前走 猛地丢一个狮子过去 等对方转过身 自己则装作没事人似的 吹起了口哨 挑衅性拉满 找死 这等侮辱 便是无论如何都忍不了了 那魔教领头弟子手腕之上 骤然射出一道流光 那是一柄五柄福建 又小又细 速度快的离谱 清云门一方反应迅急 显而又显地避过这一击 然而 伤口仍旧血流如注 那清云门弟子后怕不已 就差半分 便要了他的性命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下这么狠的手 好贼子 找死 瞬间 双方便激站在一起 清云门弟子 施展出清云剑法 剑势凌厉 魔教弟子 则使出诡异的魔功 一时间光芒闪烁 静气肆意 李玄霄在高处观战 表情颇为好看 方才那燕台便是他扔的 添了一把火 小毛驴和小八 也喜笑颜开地看着这一幕 大哥 好手段 抖摇抖 下面的战斗愈发激烈 双方各有死伤 非洲上的修士 陶冶似的四散去 李玄霄发出嘖嘖的声音 都不弱呀 这两个人的修为皆是不弱 非洲上的护卫 一时之间根本插不上手 直到坐镇非洲的两名强者出手 这才稳住了局面 李玄霄坐在屋内 悠哉悠哉地喝着茶水 等好戏落了幕 这才闭上眼睛继续修行 二长老是魔教的余念 虽然竭力掩饰 可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魔教 二长老一皱眉 多久没有听见魔教的消息了 莫非是奔着自己手中的非生丹来的 二长老猛然一惊 与此同时 另一个屋子中 鹰座皱紧了眉头 清于门的人 莫非是发现了他们此处的行踪 特来围杀他们 二长老现在就召集人手 执法堂的弟子问道 二长老眼珠微微一转 不 快走 非生丹关系到自己的大忌 绝对不能出半点意外 谁知道这次魔教有什么企图 修行仪式如履薄冰 半点马虎不得 走 鹰座冷声道 殿下 就这么走了 几个魔教弟子 愤愤不平 不能意气用事 这些人说不准是有备而来 是 于是 入夜 清于门二长老和魔教 鹰座心有灵犀一点通 迅速离开了非洲 坐在屋内的李玄霄 微微挑眉 淡淡一笑 这二人的性格 他太了解了 能做出这种事情 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鹰座本是狂傲 被自己修理过后 便变得胆小甚微 那二长老更是凭生从不犯错 杀人灭魂 骨灰都得给扬了 至于家中之人更不用想 就连人家家里的蚯蚓 都得竖着披上一刀 第135章 前来山 半月后 九州某地 二长老孤身一人来到洞穴深处 解开了禁止 一路前行 二长老 两名守卫弟子从暗处跳出来 最近可有什么情况 禀长老 并无任何异常 二长老点了点头 静止走了进去 两名弟子的修为都不低 接在七井初七之上 弟弟还有用傀儡术制作的 十二斤甲历史 外围配合大阵 这样的配置不可谓不好华 在洞穴的深处 四面八方的铁链困住了一个人 随着二长老的靠近 那劈头散发之人 发出一声声怒吼 别激动 别激动 二长老摊开手心 露出两枚还未成型的七品飞升丹 两枚七品飞升丹 最后帮我一次 我要一枚八品飞升丹 事后我便放了你 那人破口大骂 他娘的 你说出的话跟放屁有什么区别 哪一次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 结果是成之后又来一句 下次一定 这一次真是最后一次 只要我静声飞升丹 我再关着你也没什么意义了 那人冷笑 你他娘的 要是静声飞升丹以后 还能留着我 二长老淡淡道 你除了相信我 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你的小女儿 虽然天资不佳 可现在已经做了奶奶 一家子人其乐融融 你也不想 她的生活被人打扰吧 面对对方愤怒的眼神 二长老并没有在意 还是老规矩 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他将两枚飞升丹 放在那人眼前 八品丹药 可不是说炼就能炼成的 更何况 还是夺天地之造化的飞升丹 那就看你的了 冷风呼啸而过 宛如一把无情的刀子 将大地切割成无数碎片 一切都变得凝固而寂静 仿佛时间已经停止 旅车缓缓地驶来 车轮在冰冻的大地上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仿佛是在向这片荒凉的天地 诉说着什么 旅车内 李玄霄打来的哈欠 车厢里温暖 舒适 这趟旅途很长 却是一点也不寂寥 李玄霄所说的山头 是远处隐藏在云雾之间的 一座山峰 山峰名为前来山 前来 那岂不是很富有 小八问道 李玄霄哈哈一笑 原来的名字我给忘了 这座山是别人送给我的 让我起一个名字 我就顺嘴那么一说 大哥 还有人给你送山 是啊 说是以后 土灵器 那里不仅有土灵器 还有一个落魄的山神 说完 李玄霄自顾自的嘀咕道 这次回来 没给这老家伙带酒 不会生气了吧 到了前来山山脚下 见到不时有人背着筐 挑着担子 从山上一路走下来 山脚下 还专门有人在这只摊子 卖茶水喝 两文钱一碗 倒是不贵 客观看样子不像本地人 来此处观赏风景 卖茶的老汉 用闲聊的口吻说道 有不少人来这儿看风景吗 李玄霄反问 老汉道 这儿前来山地处妖道 风景不错 山中也少野兽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野兽席人的事情发生 所以不少富贵人家 都喜欢来这儿踏春 说到这儿 老汉顿了顿 继续道 你听说过修士吗 李玄霄微微挑眉 听说过 怎么了 这些修士乃是借天地造化修行 据说能飞天入地 斩妖除魔 一山填海无所不能 你想想 就是这样的人物 在这前来山撒野 都被人从山上扔了下来 更何况是其他响马 土匪 野兽 老汉说这话时 神情颇有些得意 便是连 便是连连那大隋王朝都不敢染指 另一桌 几个身穿白衣的人听了这话 不由地微皱着眉头 这些人是大隋王朝 青天间的弟子 此次奉命 便是前来探查这前来山的底细 原本前来山这座山 是不在他们的监测范围之内 可是前些日子 有一位青天间的弟子 在这前来山上 被这山上之人狠狠揍了一顿 那弟子不罢休 这才引起了青天间的注意 所以派遣了几名青天间弟子前来 一行人先后上了山 李玄霄看着脚下蜿蜒的山路 此时寒风潇涩 临终被大雪包裹 却不显凄凉 脚步落在雪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道友在河地修行 一位穿着白衣的青天间弟子询问道 他叫文怨 是这一次的领队弟子 李玄霄淡淡道 何处不是修行地 原是个散修 道友 可知这前来山的来历 文怨道 知道一些 不过不多 怎么 没怎么 李玄霄漫不经心地说 道友是青天间的人 文怨点了点头 也没有隐瞒 道友身边这只精怪 可是某种灵果化形的精怪 青天间弟子中 有一女弟子忽然道 正是 李玄霄一时没有隐瞒 此话一出 众多青天间弟子 眼前纷纷一亮 相互对视一眼 灵果化形的精怪 价值珍贵程度 自不必多说 有几个年轻弟子 似乎并不知晓 这其中价值所在 窃窃私语起来 文怨面露诧异地看了一眼李玄霄 却也没有多想 就在这时 文怨忽然用脚剁了剁地面 叫此地的土地来 话说出口 便已是延出法随 使用了居神之术 当即不远处 便冒出一阵青烟 一个胡子勾搂着腰背的小老头 就出现在几人面前 被对方的居神之术 强行召唤过来 土地似乎是有些猛 赶忙拱手作一 一开口便是 参见几位上仙 参见几位上仙 你叫什么名字 小神明幻周国时 乃是山脚下水源镇的一个侨夫 因为不幸落入山崖中摔死了 而后成为了此地的土地 文怨用质问的口吻道 在大随礼部的认知书中 并没有你的名字 也没有明确记载 前来山有什么土地 这这 小神也不知道 土地表情有些不好看 李玄霄也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这土地 他自然是不认识的 你不知道 那你平日里跟谁交缠 是前来山的山神 山神 带我们去找他 是 土地 见几人气宇轩昂 自然不敢怠慢 第136章 山神爷 土地小心翼翼地 跟文怨等人说着话 你这个做土地的 竟然不与大随官方的人联络 土地陪着笑 上仙 我就是一个小土地 井底的蛙 哪里知道那么多 我死之后 山神大人让我当土地 我就当了 其余的一概不知 文怨问 前些日子 有一位青天间的弟子 在前来山的事情 你可知道 知道 知道 不过我并不知道 他是青天间的弟子 只是他来了前来山以后 就开始开始 开始什么 土地尴尬一笑 他看中了一个有父之父 想要 想要 来个露水情缘 人家不干 土地说着说着 注意到了文怨的脸色 有些难看 立马闭上了嘴巴 继续说 土地身子一震 然后双方 就爆发了一些冲突 此事被山神大人得知 当即就将那位 上仙打的筋骨劲端 抛下了前来山 放肆 青天间弟子 做事再怎么不对 也轮不到他来处理 将张师兄 打得气还雪山震荡 这辈子 怕事都不能修行了 当即 那青天间长相 颇为俊美的女弟子怒道 土地只觉汗流加倍 欲赶到大难临头 先找到那山神再说 文怨冷声道 一行人跟着土地一路往前 李玄霄与小毛驴和小八 则跟在最后面 正好省得费事 去找那家伙了 很快 他们便找到了 土地宫口中的那位山神 那是一个邋遢到极点的老头子 就躺在地上 头靠着一块石头 腰间的酒葫芦都包了浆 浑身散发着一股怪味 这就是前来山的山神 山神大人 土地上前一步 叫唤了几声 才终于唤醒了山神 他娘的 干什么 山神伸手挠了挠屁股 一脸都不耐烦 土地低声二 语了几句 青天间 什么狗屁青天间 老子不认识 让他们哪来回哪去 说完 山神头一转 便准备继续睡大觉 这下子 几位青天间的弟子 不由得火了 正欲发作 却被带头的文怨拦了下来 在下青天间都间文怨 道有 可是这前来山的山神 山神没搭理他 都见 我看这老头就是找抽 文怨沉着脸 无论如何 道有也该给我回一个话才是 山神满脸的不耐烦 这儿不归你们大随管 回去问你们家老奸证去 别在这儿打扰老子睡觉 老奸证早已闭关多年 您认识我们奸证 滚 山神不准备再多说了 要是以前 老子一拳打死你 此刻 便是文怨再好的脾气 都不由得有些火了 再下一再客气 道有却如此蛮横无理 可知 这是大随的地界 文怨上前一步 气势逼人 土地见识不好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低声道 山神大人 这些可是大随青天间的人 咱们还是要客气一些的为好 山神失去了耐心烦 抬高了屁股的位置 青天间 什么时候轮到这帮小子在这儿 跟我老子说话了 娘的 老子看你们是活孽了 只是话刚说完 他忽然就愣住了 人群中有一个人 正在向他招手 有什么就说什么 最好别动手 李玄霄淡淡道 青天间的众人 转过头好奇地盯着这个半路 遇见的散修 跟人家解释清楚就行 没必要动手 文怨看了看李玄霄 又看了看这位邋遢的山神 出乎预料 这位方才还脾气暴躁的山神 此刻就忽然有了耐心烦 前来山 那家伙就是山主 山神指了指李玄霄 前来山不归你们大随管 具体地回去问你们老奸证 要么就去问问你们家国师 文怨沉声道 可有观印 射封的诏书 都说了前来山不归你们大随管辖 有个屁的观印 照说 文怨紧皱着眉头 一时之间犹豫不定 这个解释 怕是不足以让我们信服 那女弟子忽然开口道 还有前几日 你打伤了我们张师兄一事 没错 其余几人纷纷附和 虽然他们 也有些瞧不上张师兄的所作所为 可毕竟是他们青天间内部的事情 现在被一个外人欺负了 怎么能行 山神使劲挠了挠头 忽然站起身来 他一站起身 没什么特别 顶多就是个子有些高 脖子有些长 偏偏又极为瘦弱 像是一根竹竿 仿佛一阵寒风打来 就能把他吹跑了似的 青天间女弟子皱着眉头 嫌弃地捏住了鼻子 一鼓二 下一刻 就近那邋遢老头单脚一跺 周身的气势陡然变化 磅礴的气血之力 如潮水般喷涌而出 他的身体像是一个 即将爆炸的气球 皮肤下的血管一根根凸起 如同一条条蚯蚓在蠕动 眼睛瞪大 眼珠子似乎要凸出来 闪烁着责人而视的光芒 陡然间 包括文怨在内的数名青天间弟子 大气都不敢喘了 身子僵硬站在原地 脑子一片空白 这个解释够了吗 文怨牙齿打扎 半赏才回过神来一拱手 前辈 打扰 滚 好 文怨不再废话 转头便与已经吓得 傻住了的其余青天间的人就走 他们走得很快 最后干脆便走为跑 再到狂奔 土地有些好笑的 看着飞奔而逃的众人 这一路上还跟自己耀武扬威 结果遇见山神爷 顿时便耸了 再看看李玄霄 这位就是山神口中的山主 邋遢老头 又恢复了之前的那副模样 懒散地瘫倒在地 终于想起你 还有这个山头了 差点忘了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屁话 吃点饭去吧 山神看了一眼土地 准备一些饭菜和好酒 欢迎咱前来山的主人回来了 是 土地连忙答应 这两心收的小弟 山神看了一眼毛驴和小八 嗯 算是吧 咱们边吃边说 第137章 何人炼制飞升丹 说实在的 前来山上的伙食 实在是不咋地 虽然来这儿游山玩水的人不少 可是这儿的土地与山神 都没有正经的庙宇 自然也没有烧香的地方 再加上此地在大隋的管理范围之内 没有经过大隋册封的山神土地 更不被官府允许 张贴画像和宣传 再加上这山神整日除了睡觉就是喝酒 除非有人在这地方闹事 否则他都懒得搭理 也因此很少有人知晓 这前来山 还有一位山神的存在 说说吧 你小子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 想回到这儿养老了 还是准备开宗立派 跟他亲于门对着干了 山神喝了一口酒 李玄霄将整件事情娓娓道来 来找你 就是找鸟吐灵器的 为李玄霄守山的山神 名唤陆吾 乃是镇压飞升台的山神 飞升竟修为 只是当年被那魔教妖女 一只手摁在地上垂着打 随后大摇大摆夺了飞升台 那一战之后 陆吾便再没了道心 沦为一个乞丐 整日混吃等死 后来在街上被李玄霄给捡到了 李玄霄与他约定互换三拳 如果李玄霄赢了 陆吾便去青云门 结果不出意料 陆吾再次被打得找不到呗 只是最后 青云门没有收下陆吾 最后 李玄霄让陆吾来了这前来山 给自己做山神 天下山神之身 皆是带着土灵器 然而身为非升竞 自幼镇守飞升台的陆吾来说 其蕴含的土灵器 恐怕满天下都找不到 比这更加精纯的了 在听说李玄霄需要土灵器之后 陆吾没有犹豫 当即便从体内晶圆中 逼出一缕精纯的土灵器 五行灵器 其中 活土精三种灵器 无非吹灰之力获得 无非便是多走走路 与老友说几句话 没有闹的戏剧性的效果 闹出翻江倒海 天翻地覆来 也没有寻仇追杀 暗中夺取 寻宝大会 经历万般曲折 最后取得灵器 而是异常的顺利 就像是去找老友 要了一件寻常的物件一般 而不是从晶圆中逼出的五行灵器 怎么样 这次回来 准不准备整理整理你这个山头 李玄霄笑道 自然有这个准备 总不能让你一直在这看着 我准备在这盖几栋屋子 然后开宗立派 再收点徒弟 说到这儿 李玄霄画风一转 不过 总得需要我恢复根骨 稍微有一些实力再说 嘿 又在这给我画大饼 陆吾有些忧愿的说道 每一次 李玄霄都说下次一定 结果哪一次都不一定 省得以后招徒弟看着寒酸 人家都不愿意来 陆吾盯着李玄霄那双赠亮的毛子 老大 给个七下 李玄霄道 最多一年 水灵器和木灵器 可以找西海的老龙药 至于木灵器便有些难了 算了 今晚先给你们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 陆吾站起身 李玄霄略有些诧异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很奇怪 还有睡觉的地方 当然 陆吾似乎是觉得 这话有些侮辱自己 你以为老子这么多年 就在这喝酒睡觉放屁了 那是 我是谁啊 走着 陆吾带着李玄霄来到一处乱葬岗 他随手一扫 随便休闲 你选哪个坟坑 我把最好的留给你 李玄霄 入夜 李玄霄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星辰如宝石 点缀在夜空中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李玄霄将一张黄纸折成纸盒 沾了沾兔沫 将纸盒粘在一起 随后又揪了一根自己的头发 缠绕在上面 去吧 这家伙身上实在是太臭了 臭得让人几乎不敢靠近 随后 又给他换了一件衣服 亲自为起了头发 大哥 你小心点 李玄霄手中拿着剑胚 在陆屋的脑袋上挥舞 不一会儿的功夫 陆屋整个人看起来就精神了不少 小毛驴和土地 扛着林中的木头 不断走过 你不着急去寻目灵器 陆屋疑惑道 不着急 李玄霄盘坐在地上 专心画着房子的构建图 等老龙把水灵器给我送来 再去寻目灵器也不迟 陆屋看着纸上画的 有模有样的房子模型图 不由得多看了一眼李玄霄 怎么感觉这么多年没见 你变了好多 有吗 陆屋调侃道 厨艺 画画 建筑样样精通 以前不是一心只修修行路 两耳不闻窗外事吗 李玄霄一笑 却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不出几日的功夫 一间木屋便出现在山府之中 很快 就有了第二间 第三间 李玄霄 陆屋 土地宫 加上小毛驴与小八 白天盖屋子 晚上喝酒吃肉 倒也快灾 便是再也不用在坟头睡觉了 这日屋中架着火 屋外飘着雪 烤肉发出嘶嘶嘶的响声 三五好友正推杯换盏 轰隆隆 远处的天空忽然好似 平地起了一道惊雷 惊天动地 那声音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又似九州风雷咆哮而来 煞世间 天地变色 风云变幻 李玄霄微微皱眉 难难自语 何人在炼制飞升丹 第138章 出门就遇见狗屎 轰隆隆 此方天地异象 吸引了不少修饰 厚重的云层之中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翻滚涌动 仿佛是宇宙的深呼吸 每一次的起伏 都带来了一阵丹雷 这些丹雷一次又一次地 落在同一个位置 仿佛是在攻击着什么 又仿佛是在寻找着什么 周围的不少散修 山神 城主 家族都察觉到了这股气息 如此 丹雷定是在炼制七品之上的丹药 一时之间无数神识 或身影翘无声息地叹了过去 山洞之中 二长老怒目原争 炸炉就炸炉 你还搞得这么大动静 是怕别人不知道 被铁链困住的棚头垢面的丹尸 无奈地说道 炼制这等丹丸 你还想要翘无声息 做梦呢吧 你不是故意的吧 二长老盯着对方浑浊的眼球 丹尸冷哼一声 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我 说完 又摆弄起来 幸好飞升丹没有损坏 只是炸了炉 继续炼 我估计还得炸炉 至少得是两位数 二长老肉腾的嘴角微微抽搐 能有资格炼制八品丹药的顶炉 怎么可能是普通的顶炉 这一尊顶炉的价值不言而喻 现在对方竟然随口说出 还要继续炸 而且 要炸的数量 还是两位数起 丹尸道 飞升丹这等逆天改命之物 岂是说炼成就炼成的 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各种顶尖材料 零食你都要准备好 二长老面色极其难看 他的身形忽然拔地而起 下一瞬间 整个人来到了云层之上 师兄 此方地界是怎么回事 脚踩飞溅的女修士 好奇地看着下方山脉 是丹雷 因是有人在炼制仙丹 他口中的师兄满脸兴奋 走 师妹带你去长长见识 好 师兄妹二人 有说有笑地往下而去 只是下一刻 那女修士身子一将 师兄的脑袋从他面前划过 嗯 他还没反应过来 身子便已被二长老 硬生生撞成了一滩血泥 远处之中 有人影感受到了这一变化 骤然而去 二长老并没有去追敌 下推众人后便不再出手 又等了一会儿 二长老似乎是还有些不放心 又四处寻查了一圈 身影一闪 画成八道身影 向四面八方而去 风铃连绵起伏 江水连横 波涛汹涌 远眺处阳沉入大地 血染一片山河 一切景象 净数在他的眼中 途中还有几个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修士 到现在 也没有跑 便被二长老顺手给灭了 仍旧是杀人灭魂 不留一点痕迹 随后他一连寻射几个山头 二长老性子极其谨慎 平生不会留给自己半点隐患 否则 他也不会这么执着于追杀李玄霄 忽然在一处山峰之上停了下来 二长老目光透过层层云雾 破开虚妄 看向前来山 李玄霄 二长老忽然面色一变 他全然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见李玄霄 二长老没有犹豫 更没有多想 从空中落下的同时 一掌轰杀了过去 便在这时 一道身影窜了出来 两股强大的力量相互碰撞 激起了一阵狂风 周围的树叶被吹拂得沙沙作响 仿佛在为这场激战欢呼 二长老稳住身形 凝视着李玄霄 嘴角露出一丝凝笑 李诗植 真是好久不见 李玄霄嘴中发出嘖嘖的声音 出门就踩到了狗屎 也盖着我倒霉 天都助我 这可真是被意外之喜 找了那么久 都没有李玄霄的下落 现在自己没心思找了 反而是无意中遇见了 这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意 如今的李玄霄 绝对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二长老再次施展术法 向李玄霄攻去 一时间 风云变色 山风颤抖 陆武挡在李玄霄身前 一拳打了过去 二长老不慌不忙 手中掐绝一道神秘的光芒涌现 光芒化作盾牌 轻易地挡住了陆武的攻击 轰隆隆 如雷鸣般的闷响声炸开 陆武深吸一口气 周身气血奔涌 身体像是一个即将爆炸的气球 二长老感受到了空气中的生命力 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却无处不在 他有些意外地 看着眼前这个身材消瘦的老头 好强 陆武低吼一声 脚下的山石碎裂 全身上下爆起霹雳啪啦的声响 拳风笔直地射出一道长达百丈之远的长线 周围的空间瞬间被撕裂开 发出了尖锐的呼啸声 二长老瞪大了眼睛 被一拳瞬间贯穿了身体 下一刻 二长老的四面八方都出现了化身 他们刹那间降临到前来山的上空 与本体合一 二长老眸光锐利 单手托起一滴精英的水珠 念动之间 无数怨魂哭嚎 从水珠身处涌现 这道法宝 在凡尘吸收七情六欲 足足凝练了一个甲子的时间 能够误会修饰的气息 专门对付这些修炼肉身的修饰 入屋巅峰时期 乃是镇守飞升台的世间 唯一一位飞升进山神 只是被魔教妖女暴打之后 一蹶不振 道心破碎 修为一跌再跌 如今自然不会是二长老的对手 不过 二长老一时半会儿 也绝对拿不下入屋 李玄萧微微眯起眼睛 双手掐绝 斗法 斗法 关键在于一个斗字 巧胜为上 万事皆不可完满 大劫之下 必有一线生机 从生机来破局 半空中 一位八井巅峰的修饰 一位曾经的飞升进山神 捉对厮杀 若无单全之上 凝聚了庞大的气势 白色的光芒遮天蔽日 在他的拳头之上 白色的光芒越来越亮 越来越刺眼 仿佛是一颗星辰 在他的手中 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天空忽明忽暗 似乎周围空间 全部被这部气势给波及到了 风云变色 狂风呼啸 整个前来山都变得不稳定起来 仿佛是一场末日的浩劫 即将降临 第139章 说来就来 二长老看着刚刚饰展的术法 被陆吾一拳破开 目光却没有停留在陆吾身上 而是盯着前来山上的李玄霄 东南方位 前挂 镇他法阵的三学 缩身 到法宝的末端 别被他的气息污染了 你有一甲子的七情六欲 我有佛火焚焰 李玄霄口中默念佛音 以真气凝聚成一团金色的佛火 头像的却不是二长老 而是陆吾 陆吾将周身的钢气散开 接纳佛火 佛火在其周身蔓延 此火能够燃烧敌人的身体和灵魂 同时还能够焚烧敌人的夜里 让其遭受夜火的折磨 或者化为灰烬 虽然如今李玄霄施展的佛火 不足以对二长老造成威胁 可是在陆吾的友谊接纳之下 佛火却能清除他身上的污秽之气 在李玄霄的帮助之下 双方一时之间打得有来有回 前来山被打得硬生生移成了平地 不过好在 下一刻 随着陆吾山神之力的发动 前来山再次恢复如初 失职失职啊 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前来山外 青天间的众人瑟瑟发抖 数日前 以文怨为首的一众青天间弟子 在前来山上撤别 信信地回了青天间 文怨不服气 找了许多青天间内的文书记载和资料 却是都没有个线索 又问了许多青天间的长辈 皆是不知道 前来山是个什么地方 莫非 莫非是那人欺骗于我 可是那山神身上爆发出气势 又不是在唬人 文怨纳闷的时候 恰巧同门的一个师叔问他 发生了什么 文怨便将实情给说了 师叔听了之后 淡淡一笑 猜测自家失职事 被人给蒙骗了 正好自己嫌来无事 于是道 走 师叔给你去瞧瞧 文怨提醒道 师叔 那位山神似乎不太一般 师叔摇了摇头 并没有在意 山神再厉害 能厉害到哪儿去 上了天还不成 自己这位师侄 到底还是太过年轻了 他哈哈一笑 不用担心 其他人听说这个消息后 都纷纷要求一同前往 他们上一次 既是被那山神的气势所射 觉得有些丢人 尤其是之前那个在山上 想要调戏有父之父的那名弟子 直接被那山神 打得体内气还雪山沸了 死生怕事都不能修行了 于是 一行人在这位师叔的带领下 气势汹汹地 向前来山而去 只是 刚到山脚下 便爆发了如今的这一幕 一位八井巅峰 一位曾经的飞升进山神 二人 打得不可谓不激烈 文怨等人 躲在山脚下 瑟瑟发抖 失职 失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师叔咽了一口唾沫 脸色惨白 文怨嘴角抽搐 心说 我要是知道 还用得着带您来吗 师叔觉得有些丢人 他想要止住身体的颤抖 可是那狂暴的气息 压得他根本直不起腰背 浑身本能的剧烈颤抖 文怨看着远处陆吴的身影 牙齿打颤 师叔这就是 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位山神 师叔将文怨打死的心 都有了 山神 谁家好山神 能有这般实力啊 那个 那个就是山主 文怨又指了指更远处的李玄霄 师叔此时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了 他娘的 大随哪冒出来这几位爷啊 另一边 虽说陆吴实力足够强硬 再加上李玄霄的助攻 可二长老也不是什么庸庸之辈 否则也不会执掌执法堂 八锦巅峰 半只脚踏入了非生境的修饰 陆吴秀为跌落的厉害 硬拼全然不是二长老的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快胜利的天平 就向二长老倾斜 二长老手持一团旋转的法器 表情阴朗 明年的今日 便是你的忌日 陆吴被困在原地 头顶罩着一个圆波 金光笼罩着陆吴的周身 看似是被困在一个圈内 实则困住陆吴的 是圆波内的小天地 李玄霄却是不慌不忙 用手指了指天空 你看看 轰隆隆 天际雷霆作响 闪电将这一片短暂照得惨白 二长老望着那片被雷光撕裂的夜空 这雷声如同天神的愤怒 咆哮着震撼着整片天空 在这雷霆声中 隐隐夹杂着一阵隐晦的龙吟 那声音低沉而神秘 这龙吟声中 似乎蕴含着一种无上的力量 让人不禁心生敬畏之情 不用看 都仿佛能感觉一条巨龙 出现在云层之中 在黑暗中穿梭 咆哮着 散发着无尽的威严 他的鳞片闪烁着雷光 眼睛如同星辰般璀璨 好 二长老猛然向空中打出一掌 下一刻 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被往下压去 西海真龙 二长老面色有些难看 我是青云门执法唐二长老 西海也不想与青云门为敌吧 云层之中传来轰隆隆的雷鸣之声 西海自然不愿与青云门为敌 只是青云门现在已经敢明目张胆地 去杀曾经的天下魁首了 二长老咬牙切齿 他对付一个陆吴还行 可是 如果对付西海真龙 便是有些力不能及 更何况 还是陆吴与西海真龙合力 二长老冷笑一声 对李轩嚣道 诗之 你还真是交了一些好朋友 师叔过奖了 好 二长老谋中闪过一丝灵力 诗之 你放心 咱们还有再见面的时候 说完 二长老便离开了此地 师叔 那是真龙 文渊瞪着眼睛 啊 啊 几名青天剑的弟子 如同误闯了狼窝的小白兔 纷纷瞪着眼睛 心跳不止 看着这接二连三 足够惊掉他们下巴的事情 这这山上的主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天知道 那人长什么模样 师叔问道 忘记了 就是很普通修士的模样 现在看来 这并不普通啊 结束了 青天剑的众人 像是亲眼目睹了一场精彩的大戏 确定再无情况了 如蒙大赦迅速逃走了 第140章 辉煌的帝国 大随 青天剑 青天剑负责监视大随境内修士 执法堂二长老与陆屋交手 这么大的动静 青天剑除非是笼子瞎子 否则不可能没有察觉 文怨与那位瞎管闲事的师叔等人 回了青天剑之后 立马便受到了高层的问话 这前来山到底是个什么背景 既然不在大随的山水架势之内 你们看清了 那真是真龙 文怨等人点头如捣算 那场景历历在目 监政大人怎么说 师叔问道 监政大人闭关已久 怎能因为这事打扰他老人家 二皇子来了 这时候忽然有青天剑弟子前来汇报 如今大随皇帝病重 齐王监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二皇子自然要过问 哎 别耍赖 别耍赖 我就悔一步 悔一步 老龙坚持道 李玄霄道 落子无悔 落地生根 不行 当年几个国手都下不过你 你让我一步怎么了 前来山上 李玄霄和老龙对弈 陆屋喝着酒在一旁观战 很快 老龙便伴下阵来 老龙有些郁闷的收子 看着狼藉的战场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李玄霄笑道 这么久了 也不见龙军有半点掌精 老龙鼻孔喷出两道热气 再废话 老子给你拼了 现在你可打不过我 李玄霄笑而不语 这时 陆屋道 说点正事 那执法堂的二长老 炼制飞升丹 是要迈入飞升镜了 老龙一摆手 飞升镜又怎样 老子现在就去干翻他 李玄霄忙阻止了老龙 这老龙年龄越长 反倒是脾气越大 他倒不是怀疑 老龙能弄死二长老 而是老龙的身份不一样 西海龙族的首领 若是公然杀死青云门二长老 此事可不是一件小事 战端一开 西海龙族怕是永无宁日了 李玄霄不想因为自己 害得老有一家不明 那就这么放过他了 陆屋说 这家伙要是入了飞升镜 怕是第一件事 就是杀了你 李玄霄淡淡道 放心 飞升镜不是 想入便能入得了的 何况在这之前我会杀了他 你小子想做的事 还没有做不成呢 我信你 入夜 李玄霄摊开手心 四行最为精纯的灵气 在他的手心之上飞速旋转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宛如四颗明亮的星星 在夜空中闪烁 还差最后一行木灵气 骑了之后便可补气根骨 只是木灵气可不易寻找 最精纯的木灵气 大抵是在那 成了惊活了万年之久的柳木之上 他也好寻 只是要多走点路罢了 李玄霄不着急 二长老八百年前就迈入了八井巅峰 现在还卡在飞升九井 想要突破 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一日 天蒙蒙亮 小八和小毛驴正驰骋在前来山上 小八一挥手 到时候 老大当了山大王 咱俩就是左右护法 小毛驴高兴的叫了起来 小八继续道 等山头逐渐壮大 我们以后要建立一个辉煌的帝国 大哥一定要带我们恢复金腰的荣光 打败人族 嗯啊 到时候 我要娶一百个婆娘 这么久了 小八也能听懂小毛驴话语中的意思了 他一皱眉 啥叫娶老婆 小毛驴得意的翘起嘴角 不愿意跟小八多解释 忽然 小毛驴警觉起来 盯着前方不远处 只见临终深处 一队人马向这边走了过来 小毛驴陡然化作人形 露出一身的剑子肉 你们是什么人 小八 趴在小毛驴的肩上 大声冲来人喊道 回去告诉你家山主 大随其王 于礼部尚书前来拜山 有人高声道 小八和小毛驴对视眼 很显然 他俩都不知道 大随是个什么玩意儿 至于齐王 和礼部尚书是什么 就更不知道了 敢问山主可在山 这时 一个翩翩公子走了出来 自视如今大随监国的齐王 我家老大在山 你找他有事吗 小八回道 还劳烦道友带个路 小八低声对毛驴道 怎么样 现在就有人来找咱们大哥了 以后啊 咱俩的好日子都在后头呢 嘿嘿 嗯啊 以后谁想见大哥 都得经过咱俩同意 等大哥建立了帝国 咱俩把控朝堂 权倾朝野 哈哈哈哈 小毛驴也跟着刺着大牙 傻笑起来 哥俩相互搂着肩膀 齐王看着眼前 这两个陷入幻想中的家伙 不由得微微皱眉 这 这是什么意思 那金冠 莫非是白玉人申果 这时 齐王身旁的一位 供奉道西一口凉气 画形的白玉人申果 难得真贪良的难得 这山主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齐王皱着眉头 心中也不由得更加好奇了 找到李玄宵时 他正在山上指挥老龙 给自己的山多天点水 来来 往这边吐 谁往这边冲 轻点 可别把我这山脉给毁了 老龙庞大的身躯 只露出一脚 张开嘴巴 泉水从山顶飞泻而下 犹如一条银色的丝带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一路下落 穿越前来山茂密的树林 跳过陡峭的悬崖 最终涌入了山脚下的深潭 李玄宵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山水相应运自成 这才好吗 齐王带来一众人等 在大随哪个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刻皆是目瞪口呆 啊 让真龙给自己的山头亲自添水 这场面真是罕见 齐王主动开口 在下大随齐王 特来前来山拜访山主 李玄宵微微偏头 我就是前来山的山主 齐王大驾光临 有事远迎啊 第141章 齐王 齐王等一众人看着这山头上的组合 一个正在布置山水的真龙 一位靠在树上喝酒的落魄山神 一位土地 一个穿着青衣 没什么特别的山主 还有一头毛驴 一个画形的金怪 房屋简陋 还望诸位莫要嫌弃 李玄宵给齐王几人倒了一杯茶 并没有摆什么世外高人的架子 齐王笑道 山不再高 水不再深 李部尚书斟酌了一下 还没问山主尊姓大名 李玄宵知道几人的来意 于是解释道 在下信里 明玄宵 这山头乃是多年前大随高祖与我约定好的 自是多年来我也没有照应到 便丢在了这里 大随高祖 齐王微微皱眉 他还没琢磨出未来 身边的几人便已是变了脸色 可是 可是清云门李玄宵 李真人 因为供奉试探性的问道 是我 可我已经不是清云门的弟子了 哗啦一下 几人全部站起身 拱手作一 异口同声道 李真人 有礼了 方才多有梦没 齐王也是后知后觉 直到旁边的恩师轻轻拽了他一下 他才反应过来 早就听闻李真人大名 有礼了 有礼了 李玄宵道 以后还要与诸位打交道 还请多多关照 齐王等人只有点头称事 本来来之前 准备了一番话 如今这情况 便是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了 他们都猜到 这山头的主人 定是不可小觑 来头不小 谁知道 自己的想象力 到底还是太弱了 大隋建国不足百年 抵运极浅 根本比不上一些世家大族 门派 哪里能接触得到 李玄宵这等人物 不过李玄宵也没有因此有怠慢之意 当年他与那大隋高祖关系 还算是不错 再说自己这山头 在大隋的地界 日后免不了要与对方相处 待到齐王等人离开后 没几日 李玄宵便与陆屋 老龙王告了别 带着小巴和毛驴 暂时离开了前来山 还需寻找最后一位木林亲 李真人被赶出了青云门 没想到竟然会来咱们这儿 齐王沉声道 老师 我可听说 这李玄宵可是与青云门结了仇 还杀了青云门最具天赋的一名弟子 如今李玄宵出现在大隋 会不会让青云门误会什么 身为大隋未来的皇帝 他不得不担心 青云门可是天下正道魁首 大隋如何得罪得起 既是风险也是机遇 何来机遇 如果日后能与李玄宵搭上了线 李玄宵在大隋的境内开宗立派 这对于大隋来说 比挖到几条灵脉还要珍贵 可是 可是传言不是说李玄宵秀为被废了吗 早晚有恢复的时候 天佑我大隋啊 齐王深吸一口气 二长老 山洞之中 两名执法堂的弟子 站在二长老身前 我早该想到的早该想到的 糊涂了 一弟子道 二长老 既然已经知道了李玄宵的下落 为何不直接杀了他 他身边有人护着 下不了手 派去跟踪的弟子也被杀了 那岂不是日后更不好下手了 我知道他要去哪了 二长老嘴角露出一抹淡笑 他要收集五行灵器 前段日子 丹学山的两名歌坊弟子失踪 隐居在丹学山上的凤凰 与遥光圣地的人打了一架 前来山上那位山神叫陆吾 蓝氏曾经镇守飞升台的山神 身上带有最为精纯的土灵器 如今 西海龙军又亲自来了 五行灵器 骑了四行 现在就差木灵器了 青云门执法堂 在各地皆有分堂与歌坊 掌握天下情报 各地有异状 执法堂都会知晓 二长老将此前得到的消息一结合 便想到了其中关键所在 没有这点本事 他也只掌不了执法堂 木灵器 最后他要寻木灵器了 去找那颗万年柳木 我要在这里亲自监督炼制飞升丹 脱不开身 你们两个先去一步 两名弟子一脸为难 二长老 我们怕不是他的对手 李玄霄在龙门大比 虐杀六井修士 陈十四 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说明其修为与实力 怕已经恢复到了七井 或者更高 虽然二人都是七井修士 二对一 他们看似占了优势 可他们也没有傻到认为 在同等修为之下 自己能杀得了李玄霄 没让你们去杀他 先一步找到那颗柳木 警告他不该做的不做 他能听我们的吗 二长老冷哼一声 他敢 与青云门为敌 他不想活了 那林木生性谨小甚微 自是不敢因为此事 得罪青云门 是 去吧 大雪连天 鸟踪进绝 马车快速驰骋路上 这匹骏马高达树丈 一身金色的马发 随风舞动 威风凛凛 马车内 一个披着骄子的俊美男子坚持道 父亲 我就要娶她 娶她 堂堂宗门的天骄 竟然要娶一个普通女子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在骏美男子的对面 是一个中年人 正是万剑宗的当代宗主 而眼前这个骏美男子 乃是他的儿子 也是万剑宗最有望 接任下一代宗主的弟子 可是现在 他竟然要娶一个 没有半点修为的俗家女子 家世普普通通 甚至样貌都十分普通 这令万剑宗的宗主十分不减 自家儿子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明明从小 他都接受着自己近乎完美的培养 无论是性格 品性 天赋 可偏偏宗主觉得自己忘记 给儿子树立正确的审美了 我就要娶他 什么也不管 为了他 我可以放弃一切 放弃一切 包括放弃你现在的身份 放弃你的所有 是 第142章 柳神 你可知道 你退出万剑宗的代价是什么 除去修为 沦为凡人 俊美男子沉生道 你甘愿沦为废人 不是废人 是凡人 我现在一点也不快乐 父亲您根本不懂我 俊美男子眼神之中满是忧愁 看向马车外 你看到外面 你看看这些人 宗主拉开马车的帘子 指向外面的穷苦人 没有了家族的庇护 没有了修为 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在这寒冬腊月 在外面靠着步行 忍受着寒风呼啸 你觉得这种生活你 接受得了 或者说 你觉得自己要让未来的妻子 跟你一样 享受这种生活 俊美男子嘴硬道 我们可以买一辆马车 像那样 中年男子看向他手指的方向 忍不住笑道 那不是马车 那是驴车 你连驴和马都分不清 还想要当一个凡人 中年男子继续说 你可知道 他们为什么选择用驴拉车 无非便是普通的马匹太过昂贵 便是连最普通的马都买不起 你再看看 给你拉车的马 产自云州的爪黄飞电 一匹巨马的价格 就要数千枚上品零食 数千枚上品零食 别说普通人了 就是一些散修和家族都拿不出来 爪黄飞电的速度 甚至比普通三井修士的速度都要快 更何况是那头驴子 你坐在驴车上 可感受不到这种速度 更不会在车上坐着 便能在很短的时间 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 在驴车上 速度不仅慢 你还要忍受风雪的侵袭 一路的颠簸 坐在驴车中的人 你觉得会很好受吗 他们穿着厚厚的衣服 却依然扛不住这寒冷 只能瑟瑟发抖 希望驴车更快一些 不要以为这些都只是小事 等你失去了 你就会明白的 俊美男子默默垂下了头 似乎是被这一番话 说得触动了心弦 也似乎是身临其境 被带入到了那驴车上的人 只是 俊美男子忽然皱起了眉头 傅姐 傅姐 中年男子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你要想解释什么 那头驴车 是不是跑得有点太快了 大雪漫天 找黄飞电驰骋在雪地中 速度飞快 周遭的风景 皆化作了一道残疑 除了呼啸的风声 根本没有什么能追上他的速度 然而后面那辆驴车 却仅仅跟在他们的后面 而且距离竟然越来越近 这一下 便是连中年男人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盯着那辆驴车 对方的速度确实有些过于快了 找黄飞电加快了速度 那头驴子忽然眉头一皱 随即变化成个驴头人身的模样 双腿发力 身后的风雪顿时变得更加狂暴起来 这场面让万剑宗的父子俩揭实一乐 嗯 嗯啊 小毛驴嘀吼一声 拉着驴车飞快地前进 眨眼间的功夫 便与找黄飞电并肩同行 俊美男子看着驴车上的那人 嗯 有点烫 李玄霄夹起一片涮羊肉 吃进嘴里 小毛驴转过头 冲着找黄飞电咧嘴一笑 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随即再次加快速度 飞奔而去 几乎一个眨眼间 便超越了他们 俊美男子深吸一口气 跌着驴车 超快的呀 超炫酷啊 中年男子 哦 很快 驴车就再次倒了回来 李玄霄探出头来 劳烦问一下鹿 去往鹰山的鹿往哪边走 中年男子愣了一下 随即指了指路 多谢 李玄霄点点头 俊美男子嗅到了火锅的香味 开着沸腾的水 翻腾的羊肉 忍不住抿了鸣嘴唇 走了毛驴 嗯啊 小毛驴嘚瑟地 冲着找黄飞电摇了摇头 仿佛是在说你不行 远处传来欢快的声音 大哥 大哥 俺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地方啊 按照你驴哥这个速度 再有几日吧 小毛驴累的话 就上来歇一歇 嗯啊 我不累 俊美男子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半赏后才说道 爹 我想要的就是这种生活 而不是一成不变 死气沉沉地修行 中年男人沉默已对 还有爹 那头驴跑得真的很快 鹰山 在一处庞大的寨子当中 一株上古时代存活到现在的古树 便生长于此 古树本是一株普通的柳树 常年受到日月精华滋养 逐渐有了灵质 随后上古混战 在那个乱世 即使体魄强大的上古一种 也仅仅只有少数活了下来 如象柳 凤凰等 而这株柳树 竟然意外幸存 不仅幸存 甚至还经过无数一种尸体的滋养 愈发壮大 如今竟然有了上万年的寿源 并且在他的庇护之下 一个强大到足以辐射整个鹰山的寨子 繁衍至今 柳树遮天蔽日 在柳树下 是一个矮小的老头 半眯着眼睛 周遭围绕着几个在玩闹的孩子 这老头便是柳神 周围的孩子毫不避讳地叫他的名字 围着他玩闹 他也不在意 脸上带着憨厚可居的笑容 忽然 柳神的目光微微一变 就在这时 两名遇见而来的修士 出现在半空 足下 可是柳神 老头直起腰板 是我 你们是青云门的人 他认出了两名修士身上所穿的衣袍 很快便将覆盖在周围的枝条收了回去 将身边的孩子推开 急忙跑了过去 脸上还带着谴媚的笑容 哎呦 哎呦 我当时是谁呢 你们的弟子啊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两名执法堂弟子 微微一愣 相互对视一眼 对于柳神的态度 他们都有一些诧异 要知道这位柳神 可是从上古时代 活到如今朔国仅存的灵志 别说他们了 怕是掌门 见了都要给其三分颜面 怎么对待自己二人如此客气 哎呦 两位大人快快请进 不用客气 到了这儿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 哈哈 柳神笑得脸上满是褶子 两位弟子忽然想起 临行前二长老说过的话 哼 那位柳神 就是耸祸中的耸祸 别说跟你们动手了 就是你上去给他两个嘴巴 他都能继续堆起满脸的笑容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他这种耸个要命的强者 柳神与二长老 完全是两种极端 二长老信奉的是 杀人杀全家 斩草不留根的道理 而柳神的生存之道 则是 只要我谁也不得罪 就没有威胁 哪怕是见了下三井的修士 就算是人家要他舔鞋子 他也办得出来 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末期中年穷 末期老年穷 总之 谁也别欺负就对了